人在灵武世界,顶级天赋被荡成渣子。 既如此,李也表示快来杀我。 定,你被草精灵绞死,死相凄惨,获得五点自由属性。 复活中。 李也,刚才不算,重来。 定,你被金刚猿拍死,死无全尸,获得灵迹,狂暴。 复活中。 李也,干尼尿,我不服,再来。 定,你被满级生物余威崩死,死法屈辱,获得修为十万点。 复活中。 李也,好好好,继续来杀我。 定,你被。 从此,他李也,欲强则强,欲亡则亡。 第一章,李也,天阳事件。 龙下,南乡城,阳光小区。 李也,等等我。 破旧小区的道路上,一个身姿娇柔,若柳浮风的少女,轻轻唤了声, 从口罩透出的热气在冰冷空气中形成一阵雾气。 北风袭来,吹起白色鹿角围巾帽的绒毛, 露出一双灿若星辰的碱水秋眸。 只是藏在空气刘海下的额头有着病态苍白,看得让人联系。 前面少年听到喊声停住脚步,回头看少女时,脸上有些许无奈,以及几分心疼。 知义姐姐,我自己可以去学校的,你不用送我。 少女几步来到李也面前,轻抬双手,整理她灰白色围巾。 今天是你觉醒的日子,我想去看。 迎上少女清澈而柔情的眼眸,李也心中没有来的意暖。 那好,如果不舒服了,记得告诉我。 夏之一,他爷爷生前给他找的媳妇。 对上李也的目光,夏之一明眸里映照少年棱角分明的脸庞,藏在口罩下边的嘴角微微上扬。 这张脸真好看啊。 我的情况自己清楚,你不用担心。 夏之一声音动听而坚定,侧身向小区外走去。 看着少女柔弱背影,李也内心一疼。 若是没病,得是多么美好。 希望能有个好的天赋。 李也呢喃一声,跟在少女身后,一步一趋,想着今天要发生的事。 在这寒冬暖阳的世界,并不如眼前阳光这般温暖。 而是处处充满危机,时时灾难四灵。 二百年前,北斗七星突然爆发璀璨星光。 起初人们不以为意,当是正常的天文现象。 可没过几年,靠近北斗星域的星辰皆有了异象,散发不同颜色的星光。 碍于距离,处于古星的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之后的十年里,受影响的星域越来越多,遍布北斗七星的东南西北。 夜晚的星星不再是单一光芒,它们各自散发不同颜色的星光。 新变第二十年,古星所在的天阳系受到北斗七星影响,星系结构发生变化。 古星更不知是何原因,由球形世界变成平面大地。 且与天阳这颗恒星导致形成以古星为中星的星系。 160年前,天阳系除雀日月以外的九大行星发生巨变。 它们如同漫天其他星斗一样,开始散发彩色光芒,洒落大地的星灰导致少许动植物异变。 人类结合宗教典籍研究得出结论,九大行星洒落的星灰为灵气。 于是,人们放弃以往的科技文明转向修仙文明。 经过数年发展,人类中出现许多觉醒者。 他们轻则可飞檐走壁,强则能移山填海。 正当人们享受修炼带来的好处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 世界各地出现星域秘境,并有许多强大觉醒星寿走出秘境, 袭击人类生活区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灾难。 好在人族已有不少觉醒者。 混乱一段时间后,人族守住大多城市。 就在人们松一口气时,世界五大洲出现新门。 从中出来的星寿更多更强大。 短短数月时间,世界人口锐减数十亿。 一时间,整个天阳世界陷入极大恐慌中。 于是在150年前,世界各国摒弃国家观念, 共同建造人族联盟,一起抵抗星寿入侵。 经过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战, 人类中式守住家园并基本掌握觉醒的规律与条件。 除却首批觉醒者没有年龄限制以外, 后边的人族都有一个觉醒年龄段。 15至18岁? 李也,你的心力长了吗? 走在前边的夏之翼回头问道。 李也摇头,回道,没有,依旧是108点,但足够觉醒。 夏之翼点点头,没说什么,转身继续向前。 他与李也同岁,不过大对方几个月, 今年上半年满的18岁,可惜没有激活天赋。 在18岁生日那天,他体内的心力才66点, 距离觉醒,要求甚远。 18岁之后,普通人的心力不会增长, 等于是说,成年之前没达到觉醒条件的, 此生无缘成为灵悟者。 这是因为,觉醒有个硬性条件, 体内心力需要达到100点。 其中心力越高,能获得的天赋越好。 比如李也说的108点,宝敌可觉醒一星天赋。 如果达到130点,那么至少能觉醒三、四星的天赋。 人类目前最高纪录是197点, 觉醒后的天赋为九星是人族最顶尖的存在。 天阳世界的人族有800多亿, 可九星天赋者,据说不到10人。 根据研究推算,最高天赋等级是10星。 截止目前为止,过去的150多年里, 人族未有十星天赋者。 这也符合研究得出的觉醒概率。 研究发现,百亿人口中, 只有一人能觉醒九星天赋。 十星天赋的话,起点是1000亿人口。 从星变开始, 人类总数量也没达到1000亿。 也有人猜测, 拥有十星天赋的潜力者, 死在了灾难当中。 李也快步走到夏之翼左边, 偏头看向他说道, 如果觉醒的天赋是一星, 我们继续留在南乡城, 然后结婚。 可,可以。 夏之翼倾可点头, 内心却是无比酸楚。 这般柔弱的身子, 不知能否坚持到成婚那天。 可自己真的好想嫁给他啊。 他与李也从小认识, 期间分开过几年。 几个月前, 又跟随李也爷爷重新回到南乡城, 并与他定下婚约。 虽然有点强扭李也的意思, 但他真的不介意, 又不是扭他自己是吧。 如果不能成为一顶一的灵武强者, 正到绝颠。 那么, 与星上人结婚, 同样是人生之大幸。 你身体没事吧? 李也关心问道。 没事。 夏之义微微摇头, 噎了噎白色毛绒围巾, 继续向前。 觉醒后, 把房子卖了, 我们去省城的灵武医院。 那里, 应该可以治好你的病。 夏之义驻足, 转头看向李也, 用非常认真的语气说道。 不行。 说完, 四在证明他没事, 身体很好, 脚步比之前快了一倍不止。 生气了。 李也挠挠头, 不知道自己错哪了。 知义姐姐, 等等我。 这次轮到李也在后面追着。 出小区走了三四百米, 两人身后传来一道鸣笛声。 李也纹身看去, 便看到一辆麦劳丝豪车, 后座车窗摇下, 出现一张青春洋溢的俏丽容颜。 李也! 看到这张笑容灿烂的脸, 李也还算好的心情突然乌云密布。 暗骂倒霉。 林薇薇好似没看到李也脸上的变化, 依旧笑意盈盈问道。 去学校吗? 快上来, 车上还有个位子。 李也内心翻了个白眼, 自己两个人, 你说有个空位? 呸, 豪表。 恰要说不用时, 揣兜的手臂被人挽上, 然后听见夏之翼那清脆而冷漠的声音。 不用, 谢谢。 夏之翼冷冷看向林薇薇, 目光比寒冬的空气还冷。 车里的林薇薇脸色一僵, 她的肉票有女朋友了。 两人没理会她错愕的神情, 自顾向不远的校门走去。 薇薇, 你是五星天赋, 还有技嘉坐靠山, 前途光明, 可千万别犯胡度啊。 车里, 林薇神色担忧说道。 林薇薇关起车窗, 透过玻璃, 看向李也两人的背影。 妈, 你多想了, 我与李也只是普通同学, 最多能算一般朋友, 没有其他事情。 林薇轻叹一口气, 哎, 希望如此。 第二章, 养了个小狼娘。 李也快跟我来。 刚踏入学校大门, 李也就被一川校服的少年喊住, 然后拉着他向一处场地走去。 什么事啊, 这样解。 李也满头雾水, 看了看手机, 现在也没到觉醒时间。 别提了, 老班说林武局长亲自主持本次觉醒, 要求所有带觉醒者提前到场。 关山问声问气解释道。 听此, 李也更加迷糊了。 不是, 我们六中, 一个全城垫底的中学, 值得他过来。 关山回头看他, 表情莫名说道。 还不是, 你小狼娘养得好, 五星, 玉水师, 这种天赋, 肯定会受到上边关注。 李也一阵无语。 小狼娘, 说的就是林薇薇。 三年前, 林薇薇一家逃难来到南乡城, 并成为李也的邻居。 当时的林薇薇一家, 可以说, 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尤其是林薇薇, 那是一片坦途, 饿得跟个皮包骨一样。 李也见他们家可怜, 便经常拿着米肉等食物, 帮助对方。 林薇薇在他的帮助下, 逐渐恢复气色, 人也长得越发标志, 成了六中小有名气的笑话。 两人也在漫长的接触中, 互生情愫, 只差捅破那层窗户纸。 起码李也和同学们, 都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在今年的夏季觉醒一世上, 林薇薇觉醒五星, 浴水失后, 不先不但对李也说道, 李同学, 多谢你之前的帮助, 我以后会加倍还你的。 好吗? 没觉醒的时候, GD前, GD后, 喊得要多亲你, 有多亲你。 一朝觉醒, GD变同学, 还未发芽的爱情, 就被残忍摧毁, 搞得李也差点崩溃, 让他李某人, 失肉, 失米, 又是爱情。 当然, 食物不打紧, 毕竟他家经常用这些东西帮助他人, 没什么的。 好比李也家旁边的孤儿院, 就经常收到他们家的东西。 可是, 你呀对自己没感觉直接说啊, 何必给他一种你也喜欢我的错觉, 导致平白悲伤舔狗之名。 不过, 霍兮, 福之所以, 福兮, 霍之所福。 李也爷爷见他情绪不对, 问出原由后, 老爷子哈哈一笑, 说道, 乖孙莫伤心, 爷爷这就去给你找个媳妇来。 果然, 老爷子出趟远门再回来时, 身后就跟着夏之翼。 一个李也从小认识的人, 说来同样巧, 他也是吃李也家米肉长大的, 因为他是那家孤儿院的孤儿。 柔柔弱弱又病泱泱的夏之翼, 从小受到李也的格外关注, 总能吃到他从家里或拿或偷的红烧肉。 不巧的是, 他吃再多肉也是弱不经风, 不像林薇薇那样逐渐停停欲立。 但在消失的三年里, 气色倒是好了许多。 只有李也知道, 他口罩下的脸蛋有多精致, 可又因为病态原因, 让这份精致有些破碎。 学伟, 你别管我, 我自己过去就行。 李也正脱关山的拉扯, 快步回到夏之翼身边。 后者看到夏之翼眨眨眼, 视线转到他脖梗的鹿角围巾冒食, 关山雾了。 哦, 小狼娘养成失败, 转换鹿角娘是吧。 真不愧是六班的李大户, 家里就是米多, 肉多。 灾难时期, 食物对人们来说是稀缺物资, 不少人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饱饭, 更别说肉了。 而李也家, 每个月都能从亚蜀那领到十斤油, 三十斤肉, 一百斤米, 还有几千块的物资券。 所以, 在这个物资紧缺的年代, 李也从小紧一玉食, 过得比许多人都好, 没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而他家之所以能领到这些东西, 全因他父母是英烈。 李也父母在他一岁多的时候, 战死沙场, 留下他跟爷爷相依为命。 前不久, 他那一百三十岁的爷爷也嫁和戏去了。 好在走之前, 给他找了个媳妇, 不至于孤苦伶仃。 我们去那边。 学校人多, 李也顾不得其他, 主动牵起夏之翼的手。 过去的几个月里, 一直是夏之翼主动, 而他无动于衷。 原因没别的, 就是被伤到了, 不想爱了。 夏之翼嘴角弯起一个弧度, 好似隔着两副手套都能感知李也掌心的温度。 李也把夏之翼安排在观众席上, 认真交代道, 你在这里不要乱跑, 我觉醒完就来找你。 嗯。 夏之翼轻轻发出一个鼻音, 高冷又温柔。 那我去了, 你记住啊, 千万别乱跑, 我怕找不到你。 李也又嘱咐一句, 才穿过拥挤人群, 向觉醒场走去。 夏之翼看着他融入人群, 嘴角弧度又大了一点。 他说他怕找不到我。 嘻嘻, 转念想到自己的身体, 他口罩下的笑意变得暗淡。 如果自己没病多好, 如果自己也能成为觉醒者, 又有多好。 李大护, 说说, 是不是背着我们养小女友了? 李也刚到六班场地, 就有七八个男同学围了过来, 还对夏之翼方向指指点点。 你可千万别说她是你妹啊。 你家什么情况, 大家都清楚。 不用猜, 肯定是交女朋友了, 她最近都是晚来早回, 连最爱的舞牌都放弃了。 不错, 李大护老实交代, 你在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班里七八个与李也要好的同学吵吵嚷嚷, 想要一个结果, 一个他们想要的结果。 李也无奈看向他们, 嘴里蹦出几个字, 那是夏之翼。 七八个人一愣, 连其他同学都投来好奇目光。 夏之翼, 没离开之前也是六中的, 还跟李也同一个班。 同时也是学校的学霸, 人虽然病殃殃的, 但学习贼好, 拥有海量的领母知识, 活脱脱一个王语焉。 他回来了, 那觉醒天赋没有。 关山好奇问道, 李也神色一垮, 没有。 唉, 听此, 周围的同学惋惜不已。 如果夏之翼能觉醒天赋, 哪怕最低的一星天赋, 也有广大前途。 他, 非常适合入读, 武学, 专业, 都安静了, 吵什么吵, 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老班, 沉看到自己班级呜呜呜呜, 来到队列前出声呵斥, 全班四十来人立刻晋升, 挺直排好队列。 天赋固然重要, 但是你们的个人素养同样重要, 我不奢求班里能有几人觉醒, 但对一事要有起码的尊重, 听明白没有? 老班, 沉摆着张言素脸, 破摸星子在阳光下, 是那样的耀眼, 说得他面前几名同学, 羞愧低头。 明白了, 四十来人齐声回应, 青春之气回荡四周。 嗯。 老班, 沉满一点头, 自己班学渣归学渣, 盛在多听话, 不惹幺蛾子。 不像一般, 出了个狼娘。 关于林薇薇和李也的事情, 六中许多老师都知道。 对此的评价是, 道德教育任重道远。 老班, 沉来到李也面前, 与众心常说道, 李也, 打起精神, 别因一时的感情受挫, 便意志消沉, 也不要就此水泥风心, 前路还很长, 未来会很精彩。 李也嘴唇吸动, 想说什么终是没说出来。 最近状态不佳, 跟林薇薇没半点关系, 而是爷爷没等到他觉醒。 调整好心情, 别影响等下的觉醒。 老班, 陈又拍了拍他肩头, 而后转身离开。 李也沉默, 感叹这个世界, 好人挺多的。 第三章, 觉醒一世。 关于李也是轮回者这件事, 他也是半年前才知道的。 因为受到林薇薇的刺激, 莫名获得前世记忆, 并且, 还有个仅他能看见的面板。 姓名, 李也。 年龄, 十八。 心力, 一百零八。 调出面板, 他只看到这么三行字, 再无其他。 起见以为绑定了系统, 于是声声呼唤, 却无任何回应。 后来才知道, 觉醒者成为灵武者后, 都有一个内视面板。 只是他的提前到来, 提前获得面板,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李也内心嘀咕一声, 学校的大喇叭也在这个时候响起。 抬头看去, 便见到一身素白傲群的林薇薇 在台上巴拉巴拉进行演讲。 他作为六中有史以来第一个五星, 御水师, 被请到台上代表学生发言, 很正常。 只是他刚一开口, 台下就是虚声一片。 大家羡慕他的天赋, 鄙夷他的行为。 天阳世界虽然处于灾难期, 但龙下民众的素质极好, 三观也正得出奇。 所以非常反感林薇薇翻脸不认人的行为。 可这也不犯法, 大家只能在精神上鄙夷他。 不过林薇薇内心强大, 虚声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依旧热情洋溢地进行演讲。 同学们, 遥望北江, 长城守卫军的号角正在吹响, 我们的征战时刻已经来临。 请挺起我们的脊梁, 担负起天下的新王。 林薇薇向台下鞠了一躬, 收到嘻嘻啦啦的掌声。 这可把几个校领导气得不轻, 心说你们这帮不懂事的毛孩子。 林薇薇现在代表的是学校, 是一万师生。 你们不给他鼓掌, 等于不给你们自己面子。 校长接过话筒, 对本次觉醒的学生喊道。 我宣布, 南乡六中冬季觉醒仪式, 现在开始。 请林武局进行心力核查。 说完, 他对林武局席位做了个请的姿势, 局长领着两名雅鼠人员来到前台。 王科长, 启动心力检测仪, 核查六中带觉醒学生心力树直。 是。 王科长打开手提示公文箱, 从中拿出一块水晶样式的东西, 约莫一尺大小。 检测仪悬浮空中, 他指尖在上面滑动几下, 前排眼间同学看到王科长手指有阴阴光芒。 为避免数据错误, 请同学们身心放松, 以便得出最为精准的数据。 王科长微笑说了声, 操纵检测仪飞向场下学生。 检测仪在飞动的过程中散发彩色光芒, 犹如点点心灰。 伴随丁的一声, 有个同学头顶出现两个数字, 九十九。 唉。 看到自己头顶的数字, 该同学哀叹一声, 然后自行离开对联。 只差一点就能觉醒, 希望成年之前可以补齐这一点。 随着丁丁声越来越多, 场中不少学生头顶都出现一行数字。 而心力达到一百点的学生少之又少, 大多数人都卡在九十几点。 研究发现, 人类目前的觉醒概率是百分之一。 也就是, 百人当中只有一人能觉醒一能, 其余人只能普通过完一声。 不过体内的心力越多, 身体素质也随之强壮。 一片心灰落在李也身上, 他身体盯的一声, 头顶出现一抹绿色, 并显示三个数字。 108。 好。 这强数字引起一阵骚动, 终于出现个准觉醒者了。 李大霍, 可以啊。 关山等人偷偷竖起大拇指, 眼神羡慕看向李也。 夏季觉醒的时候, 对方才九十八点心力, 短短半年涨了十点, 猛得不行。 要知道, 普通人出使心力都在八十点左右, 很多觉醒者经过漫长的三年等待, 才看看达到一百点。 所以, 半年涨十点相对来说是恐怖的。 老班, 沉看到李也的心力数据, 不苟言笑的他, 脸上露出中年老男人的笑容。 个人觉醒与老师关系不大, 就像开盲盒, 学校和老师无法左右。 但学生觉醒会给老师和学校带来荣光, 如果觉醒得多了。 立刻玄学上头, 民众会蜂拥把孩子送到该学校。 观众席上, 夏之意看到李也的心力嘴角不自觉明了明。 他要成为人人羡慕的觉醒者了, 真好。 我也好想觉醒啊, 那样就能陪他久一点。 视线转向心力检测仪, 他的神情变得有些苦涩。 在他的注视下, 检测仪来到前面的方队, 随后有片心挥落在观众席上, 检测出几名家长的心力情况, 包括夏之意。 他昂了昂脑袋, 而后眼睛眨巴几下, 又眨巴几下。 长了? 67。 这两个数字是那样的耀眼, 在他进入死水的心里掀起一阵涟漪。 远处, 回头望来的李也眼神一致。 什么情况? 成年后的心力可以增长。 请为达标同学离场, 等待明年夏季觉醒。 耳边传来林伍局长的声音, 将李也心神拉了回来。 环顾一圈, 关山等人已离开队列, 在场外接受父母的安慰。 现场, 还有十人。 这倒让林伍局长和校领导意外, 数量超出他们的预计。 恭喜你们, 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林伍者。 林伍局长来到十人面前, 和颜悦色说道, 林伍局相当于从前的教育局, 管理龙下舞者觉醒, 教育之事有着极大的权力。 嘿嘿, 几个半大小子黑黑傻笑, 他们是平民家的孩子, 想要实现阶级跨越, 就两条路。 要么成为领舞者, 要么找个领舞者对象。 局长转头对领舞局, 觉醒主任说道, 吴主任给孩子们觉醒吧。 嗯。 吴主任点头, 然后脚尖轻点, 一步来到百米之外, 落在操场中心。 此举看得围观学生一声惊呼, 然后眼神狂热。 这就是强大的领舞者, 一步百米是机操。 吴主任在全场注视下, 露出手腕上的储物手环。 意念一动, 手环飞出九样物品, 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变大。 哄。 随着一道沉闷声音响起, 操场中心出现九根流光一彩的常注。 被常注围绕的十米空间, 一瞬变得彩气阴晕。 哇! 天星台出现了。 围观学生又是惊呼一声。 天星台, 灵体觉醒的阵法, 组成阵法的九柱分别是, 金、木、水、火、 土五行灵柱, 以及天、地、子、 明四灵天柱。 它们分别代表着九种灵体属性, 以及不同职业。 天星台进入运行状态, 吴主任按名单念叨, 天天, 星力一百零五, 上台觉醒。 来啦! 叫天天的女孩跑到吴主任面前, 听了几句觉醒事项后, 带着忐忑心情进入天星台。 在她进入阵中的那一刻, 九柱同时大量, 投影出天阳系九星运行图。 九星旋转几圈, 同时进入天天体内。 不大一会, 四灵天柱相继暗淡下来, 接着是五星灵柱。 金木水土相继暗淡后, 只剩火星灵柱还亮着, 并点亮灵柱上的一颗星。 吴主任声音适时响起, 觉醒者, 天天, 一星, 火灵体。 耶斯! 天天俏皮挥了下拳头, 等级不高, 但考工百分百能成。 他之后, 另外几个同学相继上台觉醒, 不过无一例外, 全是一星天赋, 直到一个叫纪伯达的人出场, 让现场出现欢呼声。 第四章, 职业天赋。 纪公子, 加油! 纪伯达出场, 有人吹着口哨, 有人举着横幅, 有点疯狂, 有点躁动。 林薇薇在人群里眸光闪闪, 一眨不眨盯着纪伯达。 按理说, 他夏季觉醒的五星, 御水师, 应当在今年夏季进入05大学学习。 但他没有, 原因是纪伯达没觉醒天赋, 所以, 他继续留在南乡城, 就读05局安排的05班。 之所以这样, 因为他觉醒了五星, 御水师职业, 再加上不错的外表, 被南乡技家看重, 并与纪伯达这个未来掌门人定下婚约。 同样, 他宁愿被人指指点点, 也要选择纪家, 就是看重纪家的雄厚实力。 他受过灾, 逃过难, 比寻常学生更加明白实力, 地位的重要性。 所以为了变强, 他人的指指点点, 又算得了什么? 目光不经意落在李也身上。 可惜, 家庭背景和个人天赋, 配不上那俊逸的长相和良好的品行。 如果他没天赋, 或者跟对方一样觉醒低等天赋, 那么或许可以凑合过完此生。 但现实没有如果。 也庆幸自己有个百万学生才一出的五星天赋。 吴叔叔, 我准备好了。 纪伯达信心十足对吴主任说道。 吴主任微笑点头, 然后公事公办喊道, 纪伯达, 心力135, 上台觉醒。 超高的心力值, 引得围观家长和同学今生连连。 135点, 意味着纪伯达最少是个三星天赋。 如果他还有继续增长的潜力, 那么觉醒四星也不无可能。 人类觉醒者中, 有个非正常现象。 那就是, 天赋星级大于心力数值。 有人明明是130的心力值, 却在天心台觉醒五星天赋。 比如林薇薇, 他当时的心力值并不高, 只有118点, 却觉醒五星天赋, 且是御水师职业。 之所以会这样, 那是因为, 他觉醒的时候, 心力值并没有达到身体上限, 从而出现非正常情况。 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十万个觉醒者里, 不会出现一个。 纪伯达进入天心台, 九柱光芒耀眼, 隐约间有着异常。 吴主任仔细看去, 只见木形灵柱上出现一抹红色。 好。 吴主任赞叹一声, 引来林武局长的注意。 局长来到近前点点头, 不错, 有觉醒职业的前置。 天阳世界天赋属性分为九种, 分别是五行属性, 空间属性, 时间属性, 雷属性, 以及毒属性, 它们称之为灵体。 而在对应灵体上, 有特殊的职业天赋。 还拿林薇薇做比较, 他在水灵体之上, 觉醒了御水师职业。 这意味着他修炼水系法师的上限更高, 也更加容易领悟对应的功法, 灵技。 哄。 天心台空气一阵, 济伯达体内涌出气浪, 吹散周围彩气, 木形灵柱投影几行字体。 奇极如风, 奇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阵。 二十四字龙飞凤舞, 闪耀金色流光。 字体悬空几秒后呼得一散, 出现更加威武霸气的四字。 五星, 兵武。 哗。 此四字一出现, 全场一片哗然。 卧槽Cock, 凭什么? 超数据觉醒天赋就算了, 还觉醒兵武, 职业。 马德, 人比人气死人啊。 他继伯达不仅家境好, 现在连天赋也是如此逆天。 请问, 投胎有什么技巧吗? 说一下, 我赶早。 嘖嘖, 兵武职业啊, 只要顺利成长下去, 未来少不了是个团总, 再加上技家的实力, 当个都师不成问题。 切, 团总而已, 很大吗? 卧槽, 你他妈是不是什么短视频看多了, 以为团总是大白菜? 老官说得对, 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公职, 就是你遥不可及的奢望。 哦, 好残忍的现实, 那口嗨同学瞬间没了精气神。 好, 不愧是技家未来接班人, 果然天赋异禀。 局长拍手叫好, 南乡城拢共三百万人, 今年参加觉醒的少年不到两万。 现在一个六中, 南乡历年觉醒垫底的学校, 一年之内觉醒两名五星职业天赋者, 打破南乡城150年的记录。 将来回到南乡城, 定然能大大增加南乡的灵武实力。 谢张局夸奖, 既博达按压激动心情感谢, 不娇不傲的样子, 看得局长更加满意。 嗯, 心情不错, 去跟家人分享喜悦吧。 我之后会把你的情况, 举荐至龙下灵武总局, 好让你上得好武校。 张局长拍了拍他肩头说道, 纪博达听此内心一喜, 如果被举荐到灵武总局, 那么他会被龙下三大灵武院校优先录取。 谢局长, 纪博达再次恭声感谢, 然后向纪家所在地走去。 雨利也擦肩的时候, 对他露出一个嘲讽神情, 一个孤儿也想跟自己强女朋友, 做梦。 纪家作为南乡几大家族之首, 而他在今年转到六中, 就是看上了林薇薇, 顺便打击一下情敌。 纪博达的嘲讽让李也一阵无语。 这人有什么毛病吧? 我惹他了。 难道他是自己的反叛? 不能吧? 他李某人什么也没做啊。 自从林薇薇撇清关系后, 再没跟对方有过任何交流。 李也, 心力一百零八, 上台觉醒。 吴主任的声音打断副匪中的李也。 来了! 看了看长相俊逸的李也, 吴主任内心卧草一声, 跟在座义父一样帅。 他回神嘱咐说道, 天心台没任何伤害, 只是激活你的天赋, 不必紧张或者有什么心理负担。 嗯, 谢吴主任提醒。 李也淡然点点头, 抬腿进入天心镇。 他进入镇中的瞬间, 久住采光冲天起, 阴晕之气, 汹涌如海。 这, 局长与吴主任对视一眼, 皆被眼前景象震惊。 他们没见过天心台阵盲外翼的情况, 这惊天动静, 好似有什么了不得的天赋要出事。 快, 联系省城邻武局, 上报此情况。 张局长神色紧张, 对一旁的吴主任说道。 是, 吴主任不敢耽搁, 觉醒是人足大事, 任何异常现象都是需要上报的。 他跑到一旁, 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喂, 省城邻武局吗? 我这里是南乡邻武局啊。 我辖区有个学生, 在觉醒时出现异常情况。 什么? 你们已经监测到了? 哈? 正常情况? 哦, 我知道了。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吴主任挂断电话, 砸把几下嘴, 有点索然无味。 第五章, 异象觉醒。 局长, 上头说了, 这是正常情况。 吴主任来到张局面前, 有气无力地说道。 张局愣了下, 问道, 嗯? 啥意思啊? 吴主任想了想, 组织语言回道, 局长, 还记得初代觉醒者吧? 有少许人觉醒天赋时候, 并不受天阳九星的影响, 而是吸收戏外心力觉醒的。 现在李叶同学就是这个情况, 他在过去三年, 吸收的心力属于戏外, 现在需要更多戏外心力激活天赋, 所以, 天心阵自行启动聚灵功能。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天心台一旦启动该功能便会报废, 也就是说, 我们要换新设备了, 开心吗? 局长。 张局长嘴角抽了抽, 他开心吗? 好像有一点。 现在, 这台觉醒阵法, 南乡林五局用了几十年, 属于淘汰品。 继续观察李同学的觉醒。 张局长压住要翘起的嘴角, 不管你李叶觉醒几星天赋, 都是我南乡林五局的贵人。 他垂涎心事觉醒阵已久, 奈何东西还能用, 上头根本不同意他更换设备的请求。 阵中, 九星疯狂运转, 九珠意识璀璨异常。 冲天光柱, 好似脚的周天寒彻, 大白天出现耀眼心灰。 卧槽, 李大户牛逼啊, 竟然搞出这么大动静, 白日心灰, 你们谁见过? 没见过, 这什么情况啊? 谁知道? 不知道, 但大受震撼。 不对, 这心灰不正常, 里边的灵气太浓郁了。 突然, 六班有人发现, 漫天洒落的心灰蕴含浓郁灵气。 可惜, 我们没觉醒, 无法将心灰转换为灵气。 但能加快心力成长吧? 没啥用, 心力成长是个缓慢过程, 靠这么一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没觉醒的学生惋惜不已, 现在的他们就像个大漏洞, 无法聚容心灰。 观众席上, 几点心灰落入夏之一体内, 让他双眸一亮, 自己好像能吸收这心灰。 他发现, 心灰在体内有个停留, 然后被一股神秘力量吸收。 真的行? 又仔细感知一会, 夏之一确认自己真能吸收心灰。 虽然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但能吸收便说明自己有觉醒的潜质。 看了一眼觉醒中的李衍, 夏之一闭眼尝试运转基础修炼功法。 作为学霸的他, 很早便知道基础聚灵觉的运行方法。 功法运转之后, 周围下落的心灰轨迹发生变化, 像是受到某种力量牵引, 斜着飘向夏之一。 但这种改变非常微弱, 做比较的话, 若他身上的心灰比别人多那么几成。 天星台内, 九星运转到了极致, 而后同时进入李衍脑海。 哄! 九星进入李衍脑海的瞬间, 他仿佛听到一声轰隆巨响, 接着诸天星象呈现在脑海。 一闪一闪亮晶晶, 漫天都是小星星。 看到满天星辰, 李衍没有来得唱起儿歌。 他不知道别人觉醒, 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多星星, 但自己的觉醒肯定出了问题。 就说提前获得面板不是什么好事吧, 现在应验了。 嗯? 那是。 呼的, 李衍看到一颗非常亮的星。 此星璀璨异常, 处七斗之北。 北极星。 李衍刚说出此星名字, 便见他射出一道强光, 直冲自己而来。 刷! 星光玉体, 咬天四方。 第三视角看去, 脑海里的李衍浑身金光大盛, 盖压诸天星斗。 六中现场却是星斗不显, 唯有片片星辉。 可在龙下, 天象台以及世界各地天文台, 皆发现北方有白昼显星之像, 奈何距离遥远, 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当是星变期的正常情况。 李衍于天星台里, 吸收几波系外星辉后, 身体那么抖了几下, 接着九柱十星同时亮起。 不会是十星天赋吧? 此等景象出现, 全场一片骇然。 张菊双手不由握紧, 这要出了个十星天赋, 整个世界都要为之轰动。 咻! 十星景象没持续几秒, 九柱最顶上那颗星暗淡下来。 情况就像飞扰灭灯环节一样, 东一下灭了。 第一盏灯灭了, 后边肯定还有。 果然, 第九颗星也灭了。 然后是8765432。 最后只剩九柱底层那颗星亮着。 吴主任索然无畏的神情再次出现, 刚才电话里, 省城林武局告诉他, 戏外天赋皆是一星, 不要抱有幻想。 清了清嗓子, 吴主任大声宣布道, 六中里也, 一星, 自然灵体。 话音落下, 围观的数千人轰然一片。 搞什么? 这么大阵仗, 结果是个一星, 自然灵体? 好废啊! 哥们, 什么叫自然灵体? 自然灵体, 天阳系之外的天赋, 种类繁多, 有强有弱, 很难区分他们的属性, 故而称之为自然灵体。 那岂不是很神秘? 神秘是没错, 但修行之路, 需要自己摸索, 没什么可借鉴的。 比如, 以前有个人觉醒单纯地见到天赋, 苦于没有修炼功法, 在摸索中走火入魔, 炸体而亡。 嘶, 这么恐怖, 那李也的天赋是什么? 不知道, 但愿能与天阳系的功法五计契合, 不然好不容易觉醒的天赋, 就此荒废。 伴随李也完成觉醒, 九柱咔嚓一声, 同时出现裂痕, 晶莹透亮的柱体, 也在瞬间失去光滑, 接着轰一下倒塌。 哎呀, 完了完了, 我局损失重大, 天心台没了呀, 没了呀。 张局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在那强压嘴角, 努力克制要笑出声的表情。 局长节哀, 节哀呀。 吴主任表情失控, 内心的喜悦实在难以压制, 半笑半哀安慰局长。 两人眼神对碰, 都看到对方快一出的开心。 那个局长我说, 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李也来到两人跟前, 小声说道, 他真不知自己能把天心台弄坏, 要他赔的话, 打十辈子功也赔不起。 嗨嗨, 我信我信, 这是与李同学无关, 没人会追究的。 碰到自然灵体, 只能说南乡林五局运气不好, 不能怪人家小孩子。 李也眼睛眨呀眨, 不用赔钱, 真好。 张局收起喜悦心情, 问道, 那个, 李同学, 你的灵体面板应该激活了吧? 有显示是什么天赋吗? 李也点头, 然后内视自己的灵体面板。 第六章, 突发情况。 姓名, 李也。 天赋, 北辰之主, 一。 境界, 零五, 一翘, 零一千。 力量, 一。 体格, 一。 速度, 一。 灵性, 一。 灵力, 一百。 自由点, 六十。 面板较之前有所不同, 出现个人属性数据, 跟游戏人物面板差不多。 但李也发现自己的面板跟标准有差别。 首先是天赋, 人家都是几星加天赋属性。 比如纪博达, 他的天赋面板肯定是五星、 兵五、 木系。 不像自己这样, 没有星平, 也无职业划分。 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北辰之主, 外加阔弧一。 这谁能看出是什么等级, 又是什么属性或者职业。 其次, 标准面板是没有自由点的。 灵体能自生面板, 不代表舞者可以自由加点。 说白了, 面板就是个信息牌, 显示舞者的各项数据。 李也同学, 你的天赋是什么? 张局长笑呵呵问道。 北辰之主, 阔弧一。 你知道是什么天赋吗? 李也挠头说道。 张局长想了那么两秒, 不知道, 可能是个很神秘的自然天赋。 你说下各项数据是多少? 全是一。 李也老实回道。 嗯, 看来天心台的评级没错, 你觉醒了一星自然天赋。 好了, 李同学, 我们还要事先走了。 知道是最标准的初始属性面板后, 张局长几人也没了兴趣。 觉醒者之间天赋等级不同, 面板数据也是不同的。 例如一星天赋, 初始属性都在一, 运气好的会有一两项为两点。 后边的天赋, 初始数据等于天赋等级数值, 偶尔有人多上那么一两点, 这类属于运气好到爆, 祖坟冒了烟。 那, 李也还想问问自由点的事, 结果张大局长脚步雀跃离开, 嘴里还念着什么鸟枪换炮, 发财之类的话。 别发呆了, 我带你去登界。 老班, 沉来到李也面前说道, 笑容依旧真诚, 并没因为他是一星, 自然灵体就怎么样。 李也呕了声, 跟对方前往学校的灵武登记室, 你有什么打算, 是准备就读本省五大, 还是直接进入武安局? 老班, 沉问道, 李也想了想说道, 本省五大没有自然灵体专业, 外地又有天赋要求, 还是看看本地武安局吧。 嗯, 天赋虽然非主流, 但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要轻视自己, 总归是觉醒了灵体, 比很多普通人都好。 哪怕最后不能修炼, 凭借高出常人的身体素质, 学己门格斗术, 同样大有可为。 老班, 沉拍着李也肩头安慰, 他也替李也惋惜。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功法武器, 自然灵体的潜力无法开发, 觉醒者只能平庸过完此生。 好在觉醒者身体强健, 不修炼也有霸子力气。 拥有一点力量的觉醒者, 单拳可打出一千千克, 速度, 脑力也比普通人强太多。 所以, 李也哪怕不能修炼, 也是很多单位和公司抢夺的人才。 个人资料上传龙下, 零武数据库后, 李也的个人身份信息随之更变, 由普通人转变为零武者, 以后每月都能获得两千块的补贴。 相对的, 如果他所在地发生灾难, 需要挺身而出, 加入救灾行列中。 李大货, 恭喜, 恭喜。 刚出登记室, 李也就被关山等人围了上来, 各个笑容灿烂, 眼神羡慕。 哪个少年不想先一怒马, 仗见天涯。 只要成为零武者, 便可走出小小城市, 在一群里黑黑怪笑, 然后拿出三张票子, 一把塞进关山手里。 学伟, 我还有事, 你们校门口走起。 众人见此, 笑容愈发灿烂。 啊, 多谢义父, 我们不耽搁, 你跟干娘了。 物资匮乏的年代, 三百块钱, 够四家之口买一个月的菜。 六班一群人呜呜呜呜离开, 准备把小麦布搬空。 李也向观众席看去, 只见那道柔弱身影, 静静坐在那。 他眉头挑了挑, 快步走向夏之翼。 来到跟前, 只见对方双眼紧闭, 长长睫毛在微风中颤动。 伸手探了探。 还好, 有呼吸。 你好了。 夏之翼眼瞼轻抬, 声音疲惫。 嗯, 你怎么了? 是又想睡了吗? 李也观星问道。 因为身体不好的原因, 夏之翼很容易疲惫。 一天24小时, 有12小时处于睡眠状态。 夏之翼抬手摸了摸眼前的俊逸脸庞。 温柔说道, 我似乎知道身体不好的原因了。 嗯? 李也出现问号脸。 夏之翼去过医院, 各项检查都做了, 就是查不出是什么病来。 后来在一个老中医那得知, 是他体内元气不足, 导致身体雷弱。 可他的身体又像有个无底洞, 不管吃多少滋补的东西, 都无法补充元气。 夏之翼凑到李也耳边, 小声说道, 我的心力在增长。 李也这时才想起, 刚才确实看到夏之翼有67点心力。 我们回家。 李也想要扶起夏之翼, 后者却柔弱无骨般搭在他身上。 我没力气了, 夏之翼低头羞涩说道。 沉默三秒, 李也给他拦腰来了的公主抱, 不顾周围各种眼神, 稳健向校外走去。 被抱起的夏之翼, 脑袋埋进李也胸膛, 口罩下的翘脸滚烫, 一定红得很厉害。 这小子, 后面赶出来的老班, 陈, 看到他离开的背影, 失笑一声。 捏了捏手里李也的证书。 感叹冬日阳光真好, 青春年少亦是如此。 哼, 李也刚出校门不久, 校外传来一声巨响, 接着是各种惊慌声音。 操, 别吃了, 快跑。 小迈部, 关山等人看到火光冲天的马路, 喜悦心情瞬间变为惊悚。 也在这个时候, 南乡城全城响起刺耳警报声。 我…… 全城居民请注意, 我曾遭受不明袭击, 请大家有序进入避难所, 等待雅蜀救援。 警报响起, 全城瞬间陷入恐慌当中, 三百余万人疯狂逃向附近避难点。 而在南乡武安局那边, 一队队武安军快速出动, 前往不同地方进行警戒。 呸, 幸福路, 急爆炸点。 张局长吐了一口唾沫, 一脚踢开报废车辆的A柱, 心情不好钻了出来。 马德, 觉醒个五星天赋, 以及要更换装备的好心情, 因爆炸而荡然无存。 四处张望一圈, 爆炸中心还有几辆残破不堪的麦劳斯豪车。 纪博达以及他们家保镖, 在车矿里哼哼唧唧, 想来受了伤。 爆炸外围林薇薇的车辆也没好到哪里去。 此时的他正边落泪边摇晃昏迷的林武。 第七章, 面板又有了变化。 龙下, 江南军区总指挥部。 报告, 江右行省, 南乡城突发险情。 一名情报军官对李信紧急报告。 五星大将李信虎木一台, 问道, 什么情况? 龙下幅员辽阔, 比之里也前世的华夏大五倍不止。 可这么大的地区, 却只分为五个超大行政区域。 江南便是其中之一。 所以一般灾情不会上报至江南亚蜀。 一旦需要上报到这里, 便说明情况超出一个省的应对能力。 情报军官, 南乡辖区出现新的星域秘境, 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已对南乡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李信一经, 出现新的星域秘境, 便意味着灾难降临, 一个弄不好就是城破人亡。 李信起身向指挥大厅走去, 并问道, 秘境等级是多少? 目前还未判断出星级, 但根据释放能量来看, 最低五星秘境。 军官神色担忧回到。 听此, 李信脚步又加快几分。 五星秘境, 意味着秘境至少五万公里大, 其中拥有的新兽数量不可估量。 若是里面新兽组成兽巢进行入侵, 别说南乡城了, 就是整个江右行省都将受到波及。 前年, 扶桑地区便出现一个五星秘境, 连尸九成,死伤过亿。 老脸, 你来了? 指挥大厅, 参谋长看到李信快步走过来。 军队是否有在集结? 李信对赵刚问道。 江右卫, 军区虎奔卫正在集结, 预计两小时后可以出发。 赵刚回道。 李信鼻息粗重, 翁声道, 命令江右卫放弃集结, 各军、师、团自行前往目的地, 务必在寿潮行程前抵达南乡城, 转移受灾民众, 并命令南乡附近几城进行人员转移, 通知江右周边六省接受灾民。 四老里, 南乡周围几城都是千万人口城市, 怕是短时间无法完成转移任务。 李信的命令让赵刚道西一口凉气, 南乡城如他名字一样, 在很久前试个乡, 所以并不大。 但周围城市不一样, 属于三等城市, 人口千万以上。 李信看了赵刚一眼,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就是因为周围几城人口众多, 我们才不能冒半点风险。 倘若其中任何一城受到秘境波及, 你我白死莫属。 赵刚听此冷汗直流, 如果真发生这种事, 那么他和李信都难逃罪责。 我明白了。 南乡城, 杏福禄爆炸发生十分钟后, 爆炸区域越来越多。 人们抬头看去, 空中有着类似火流星的东西落下, 但它们又不是火流星, 而是一个个灵气澎湃的能量球。 它们落地之后的爆炸威力, 堪比150毫米榴弹炮, 不是炸出深坑, 就是摧毁建筑。 而这样的能量球 少说数千个 妈 你醒醒 林薇薇哭得梨花带雨 轻轻摇晃鼓鼓流血的林母 爆炸来得突然 只是林五三翘的她 根本来不及保护一旁的林母 在回神时 就看到刚刚还有说有效的林母 变得奄奄一息 咳 林母口中咳出鲜血 用不舍的目光看向林薇薇 带血的双唇一张一合 活 活 活下去 艰难说完这句话 林母身体一软 没了生命气息 妈 撕心裂肺的喊声 从林薇薇嘴中发出 而类似这样的凄厉喊声 在南乡城各处上演 纪少 我们走 技嘉豪车里 几个保镖将纪伯达 从破车里拉出 护着离开现场 等等 薇薇 薇薇还在现场 纪伯达回头看到林薇薇时 想要挣脱保镖的护送 纪少放心 我们还有兄弟在场 邵夫人不会有事的 一个保镖抓着纪伯达胳膊说道 纪伯达环视一圈 确实看到几个技嘉保镖 向林薇薇走去 才放心离开 他刚走出百来米 身后又是一声惊天巨响 然后那几个保镖被先飞 周围破损车辆 也在爆炸中支离破碎 马德 没完了是吧 张局长怒了 他刚组织完六中师生避难 才出校门又被炸了一次 搞得他火气上涌 抬头看天 又见一个能量球落下 而且着落点是林薇薇那里 秀 他一个踏步 身影如电冲向天际 一掌拍碎那球 林同学 此处危险 快进六中避难场 学校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故而都有地下避难所 只要不是碰到特大灾情 一般不会出现什么事情 被惊醒的林薇薇 看到张局长后大声求助 张局长 你快救救我妈 张局长落在他面前 看了看林母情况 对方不仅受到爆炸冲击 还有一块铁片 插进胸口位置 林同学 姐 张局长强归强 但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只能摇头安慰 妈 见南乡最强之一的张局长这样说 林薇薇又是悲痛心来 抱着林母嚎啕大哭 唉 张局长叹了一口气 现在情况紧急 她不会因个人 而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林立在她双手鼓荡 而后林薇薇所在的车架 被推到一个较为安全的角落 做完这些 张局长又对林薇薇说了声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要好好活着 说完再不多做停留 踏空离开幸福路 另一边 李也和夏之翼 被爆炸鱼威先飞 摔进一栋倒塌的楼房里 两人脚下 一片烟红鲜血 李也后背 更是血红一片 青白色校服上 有个长达20厘米的破口 混杂着鲜血和泥土 刚才的爆炸中 有块碎石席向两人 李也下意识用后背挡住石块 石块的冲击力巨大 刚一触碰 就有股钻心疼痛 侵入李也脑海 差点让她昏死过去 落地之前 为了保护夏之翼 她又是后背着地 好巧不巧 落地点有根10厘米 立起来的螺纹钢 然后扑斥一下插进身体 又好巧不巧 给心脏来了的对穿 所以 你的天赋是复活 夏之翼呆愣愣问道 李也落地后 夏之翼被吓得梨花带雨 可不到三秒钟 对方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看其后背时 除了血迹以外 连点皮都没摸破 于是 两人大眼瞪小眼 互看了好几分钟 最后还是夏之翼忍不住了 开口问出上边那句话 应该是吧 李也不确定 自己的天赋是不是复活 但明明必死情况 他却活了过来 除了天赋是复活以外 他真想不出其他原因 等等 我的面板有了变化 那是灵体面板 李也发现 他又有了变化 夏之翼 哈 第八章 第二面板 李也那是灵体面板 这时的他 有两块面板 一块是先前的灵体属性面板 另一块 则像穿越者必备的系统面板 名字 管你去死 功能一 欲王则王 功能二 可自由分配属性点 功能三 死亡商店 功能四 物品融合器 功能五 转移自由点 死亡点 一 新手大礼包成一 未读死亡记录成一 李也 在内心呼唤几次系统 但得不到任何回应 意念一到 功能一 选项 随即看到一行字 欲王则王 触发死亡 可随即获得奖励 详细介绍 请点击此处查看 李也看了看详细内容 大概意思就是 能复制击杀者某些东西 包括弹部限于属性 等级能量 灵际 物品等东西 并且还有一些限制 比如与李也同级的对手 只能获得一次奖励 往后对手每高一级 则多复制一次 同时 自杀没奖励 意念转到功能二 这个介绍很简短 意思就是 李也升级后 可自由加点 这也是他比别人面板 多一个选项的原因 死亡商店 这个很好理解 李也每死一次 会获得一点死亡点 可以在商店购买物品 看过各个功能后 李也挠头说道 我好像有个系统 蛤 夏之一又哈了声 觉得自己脑子有点不够用 真有人能长出系统 真的 但他不会说话 只以面板形式存在 李也肯定说道 会不会是天赋的原因 我听说 自然灵体很神秘的 夏之一还是不怎么信 李也觉醒了的系统 太玄幻了 可能是吧 我们先回家 然后再研究它 李也抱起夏之一 然后看了一眼外边情况 只见天上还在狂掉能量球 城市不少地方 正浓烟四起 想来造成不小灾难 李也速度不慢 抱着夏之一几步 离开六中范围 然后一跃三米多高 跳过幸福小区围墙 回到自己家里 李也所在的小区虽然老旧 但在以前却是豪宅区 家家独栋别墅 自带地下室和小花园 洗漱一番后 两人对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 你先说 还是我先说 李也开口问道 现在的两人 似乎都有别人没有的能力 一个比其他人多个面板 一个成年了 还在增长心力 随便一样放出去 都够人类研究很多年 夏之一吸了吸鼻子 说道 我的天赋可能是十星 啥 李也震惊 十星天赋 最顶级的天赋 一旦觉醒 将是轰动世界的存在 嗯 我之所以身体差 是因为十星天赋觉醒 需要很多能量 能量不够时 灵体会吸收身体营养 也是因为这样 才让我的心力 比普通人低很多 夏之一认真分析说道 但这种说法 很难让人相信 根据现有研究得知 拥有天赋潜力者的身体 都比常人好 且天赋越高 身体越好 不太可能出现 天赋高 身体差的情况 真的 李也双眼一亮 如果夏之一 有十星天赋潜力 那未来成就不可估量 沙川新门都可能 应该不会错 如果有心力检测仪在 就能查出 我的心力又涨了 夏之一 名谋好齿 语气坚定 检测仪吗 李也摸了摸下巴 南乡有两个部门 拥有检测仪 一个是05局 另一个则是05服务大楼 前者不会进行私人检测 只用于学校觉醒 后者的话 未成年每月拥有一次 免费检查机会 不对成年人开放 等于是把夏之一 心力检查的路子堵死 何况 他们也不敢去检测 要是被雅鼠知道 成年人也能增长心力 那么必然要成为研究对象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没了自由 李也突然想到 死亡商店 于是立刻浏览起来 很快 他在常用物品区 找到心力检测仪 家用款 心力检测仪 售价 一死亡点 死贵 李也嘀咕一声 忍痛将其买了下来 确认支付后 物品栏里便多出一个东西 样子很普通 就一个电子体温枪 爷 在他要提取物品时 在检测仪下方 出现一行很小的字 本产品支持七天 无理由退货 耐斯 李也手中一阵光滑 接着体温机样式的 检测仪出现 夏之翼 夏化线 天赋系统给的 李也轻描淡写说了句 然后抬起检测仪 对准夏之翼额头 扣动半戒 咻 一道彩光从检测仪射出 照在夏之翼 洁白额头后便消失 与此同时 检测仪的屏幕上出现数据 八十 增长了 而且这么多 李也惊讶看着检测结果 他不信 系统给的东西会出错 多少 夏之翼期待问道 你自己看 李也把检测仪递给他 看到结果的夏之翼 嘴唇微胀 结果出乎他的意料 原以为涨三四点就不错了 哪能想到一下子涨十三点 两人平复情绪后 夏之翼看向李也 意思很明白 该你说了 等等 我先退个货 李也重新拿过检测仪 然后点击退货申请 刷一下 他手里的东西不见了 李也嘴角露出坏笑 退货这么方便 那岂不是白嫖一只检测仪 我觉醒后 灵体面板除了五项属性外 多出一个自由点选项 并有六十自由点 另一个面板我还在研究中 目前看来跟个系统差不多 有点自助的意思 对了 你先等等 我开个新手礼包 李也想到那个新手礼包 迫不及待要将其打开 夏之翼则抓到他画里的重点 自由点 还是六十 如果平摊加到五项属性里 岂不是说 李也每项属性可以增加十二点 间接证明他的天赋 最少是实性 想到这里 夏之翼呆住了 实性天赋 人类从未出现过的天赋等级 李也不知道 他想了这么多 心中祈祷漫天神佛后 默念一个 开 脑中出现一个红色大礼盒 且有礼花筒炸开 一片喜庆模样 叮咚 你打开新手大礼包 获得以下物品 物品一 专属功法 北陈经 物品二 本命武器 重天简 物品三 死亡点成石 物品四 特性小礼包 特性礼包已打开 特性一 复活 重伤死亡一秒 蛮血复活 破碎死亡十秒 轻伤复活 肉渣死亡一百秒 半残复活 特性二 无感 无惧疼痛 及生命流失 带来的负面状态 特性三 自愈 生命低于50%时 每分钟恢复1%生命 特性四 碎甲 破防能力提高一倍 看完新手奖励 李也嘴中青土 卧草两字 这颇天富贵 终于轮到他了 第九章 加点 死亡记录 已被秘境心力波及而死 获得修为666点 打开死亡记录 显示这么一条信息 在查看境界面板时 信息也有了变化 李也 境界 零五一翘 666一千 天阳世界的五道境界 因零体五脉而有实境 分别是 一至三星 零五 气动 翠体 四至六星 归零 玉空 动明 七至九星 天合 归一 真灵 十星 破防 研究发现 每个天赋的最低成就是对应的等级 而上线不超过两个大境界 比如一星天赋 最差也能零五满翘 上线则是翠体级 等级还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五者灵体有十脉 十个境界 就是十脉的名字 此外 每脉有十个灵翘 完全打通 便可晋升一个大吉 李也看到莫名获得的修为点 脑中突然有个大胆想法 如果自己继续去送死 那等级 岂不是蹭蹭上涨 有了做死的想法 就止不住要去送死的冲动 你的秘密 不能跟第三人讲 恰在李也跃跃欲试的时候 夏之一的声音 在他耳旁响起 嗯 我知道 不管是系统 还是天赋的异常情况 都不能让别人知道 否则怀必其罪 而夏之一 把他打死 也不会做出任何 伤害李也的事情 你的天赋等级 最少是十星 且能自由加点 这是你的优势 要好好利用起来 夏之一提醒说道 十星 李也愣了下 他真没往这方面想过 以为只是个一星 你的自由点 平均分到五项属性里 各自是十二点 而十星天赋觉醒后的 总属性点 在五十至六十之间 所以 你的天赋最少是十星 听夏之一这样说 李也意识到 自己的天赋等级 存在异常 我先尝试下加点 李也打开个人面板 然后再 力量上点了下 随即出现一道提示 是否确认增加一点力量 是否 李也眼神一亮 真可以随意加点 是 选择确认之后 李也身体一阵酥麻 明显感知力量翻了背 一拳少说 可以打死十个阴阴怪 继续 李也继续在力量上加点 当力量达到十点后 出现一个警告提示 注意 当前体格数值不足 请提升体格之后 再进行力量加点 体格 代表灵武者的骨骼 肌肉 韧性 乃至生命等数值 故而 体格数值越高 生命力越强大 能承载的力量就越多 现在李也的力量 升到十点 显然达到体格承受上限 体格 李也想到自己 靠送死变强 所以这玩意 不能点太多 于是 他在体格上加了一点 接着狂点力量 李也的想法很简单 今后的自己以死正道 以力破敌 生命力不能太顽强 影响出全速度 将力量点到二十后 自由点还剩四十 看了看剩下三个属性 速度 灵性 灵力 速度不用说 代表着灵武者的反应和速度 也是神法灵迹的基础 所以可以点 丁 速度加十 当前数值 十一 灵性 代表着武者的悟性 灵性越高越容易领悟功法灵迹 因此也不能少 丁 灵性加二十 当前数值 二十一 最后一个灵力 它等于游戏人物的栏 同样不能少 丁 灵力加点十 当前灵力数值 一千一百 灵力加点 与其他四项不同 每加一点 等于提升一百灵力上限 除了这以外 没任何特殊性 姓名 李也 天父 北辰之主 一 境界 零五 六六六一千 力量 二十 体格 二 速度 十一 灵性 二十一 灵力 一千一百 自由点 零 李也把自己的属性面板 写在手机上 然后递给夏之一 看完李也的加点 夏之一代梅微粗问道 你想当战法师 啥 李也愣了下 回想所学到的灵武知识 好像没这个职业啊 难道夏之一偷偷补课 不带自己 夏之一没好气白了他一眼 指着力量和灵性说道 力量决定灵武者走战士路线 灵性决定灵武者走法师 或者辅助路线 现在你这两项高出 普通灵武者太多 可以双线发展 李也了然 所谓的战法师 是夏之一调侃自己的 不过嘛 当个战法 双修的灵武者 也未尝不可 先前担心 自然灵体没匹配的功法 但是自己有个 管你去死系统 里边有灵迹脉 何况 他的灵体好像很自然 什么属性的灵迹都能用 等于是说 他可以随意学习 不同属性的灵迹 这与天阳系另一大天赋很相似 那就是 神选者 天阳系最强职业 没有之一 觉醒该天赋的灵武者 不仅可以学习 其他属性的灵迹 还能转至其他 例如 兵武 玉水师 炼丹师 阵法师等不同职业 战法师 这个名字我喜欢 今后就走双修路线 李也斗志昂扬 确认今后的发展方向 夏之一名谋眨动 想象今后的李也 有多强大 对了 我有东西给你 李也掌心一番 出现两片单粒铝箔纸 这是心力补充完 这是灵体觉醒单 两粒胶囊 是李也在死亡商店买的 很便宜 每粒只要一死亡点 唯一的缺点是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好 夏之一笑颜如花 结果胶囊 自己欠他的太多 不怕再多一点 大不了以后 给他多生几个男娃 进到房间后 夏之一开始觉醒 李也这时 才有空掏出手机 查看外边情况 警号紧急情况 江右行省 南乡城惊陷心域 警号 警号震惊 南乡城出现大规模受潮 警号 警号江南军区震动 派遣两位百万将士 奔赴南乡 警号 警号最新消息 南乡城发生上万次爆炸 至少造成十万伤亡 警号 警号南乡武安局 城外心域入口完全显现 心域评估 六星 警号 手机一打开 李也就看到各种大红标题的新闻 这才知道南乡城出现新的秘境 打开班机群 手机屏幕卡了一下 接着看到上百条爱特自己的信息 其中老班 陈一人就发了五十多条 他是亲眼看到李也离开学校的 爆炸之后便没再看到对方 看着关心自己的一条条信息 李也感动不已 快速打下一行字发了出去 at全班 谢谢大家关心 人在家 没事 六中避难点 老班 陈一直盯着手机屏幕看 收到李也消息后 整个人放松下来 然后打下一串文字发了出去 老班 陈 好好 没事就好 你躲在家里 千万别乱跑 还有 如果武安局给你发征招请求 一定要记得拒绝 你才刚觉醒 没有武者的义务 拒绝不会触发惩戒条令 李大护 嗯 我知道了 李也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手机信号突然消失 接着地面传来一声巨响 得通讯塔被炸了 李也随意放下手机 然后从系统空间提取专属武器 咔嚓 崇天俭刚一入手 屁股下的沙发一声爆裂 碎成满地 第十章 崇天俭 零速登 大厅一片凌乱 李也愣愣看着手里的崇天俭 崇天俭 初始重量 10T 简单粗暴的介绍 让李也额头青筋狂跳 得亏先前加了点 不然要被自己武器砸死 猴子金箍棒多少吨来着 欧6.75吨 所以 崇天俭重于金箍棒 等于李也强过猴子 这样计算合不合理 非常合理 坑腔 李也双手一拉 简语翘分离 先看起表 此简长三尺六寸 四棱九节 朱槽会肩 再观其色 通体透蓝 寒光四溢 气象威严 细看齐文 六斗七星 八级九要 一十二元尘 还好我天生距离 不然用不起这简 简作为短兵 破甲武器 非力大者不可用 但当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亦可挥动自如 灵巧无双 杀伤比只刀剑更加凌厉 最关键的是 简的破甲能力极强 比只刀剑墙上数倍不止 嘿嘿 好东西 装起来 李也笑容满面 尝试运转 换灵术 此术无他作用 就是将灵体 从无者体内换出 深意相通 灵命同合 换灵 李也嘴中念念有词 接着头顶飘出半个虚影 模样与李也相同 却有着李也没有的威严与气势 咻 灵体出现一半 然后好像遇到什么阻碍 又被拉回身体之内 不对啊 学校是这样教的呀 换灵失败 李也有点怀疑人生 想他平时学习不差 不进倒数前三 怎么可能换灵失败 哪个环节出错了 李也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起身向楼上走去 你还是待在这里吧 李也把重天捡 小心放地上 免得上楼 把楼梯压塌了 这玩意提出来后 也不能放回系统 这一点让人很淡疼 上到地面一楼 刚想去书房 寻找换灵失败的原因 却不想门铃被人按响 猫眼瞅了下 外边是两名 身穿武安服的工作人员 不会是来征召自己的吧 李也嘀咕一声 然后把门打开 你好 我们是武安局后勤部的 现对你核实身份信息 请问 李明和林雪琼 是你什么人 一个工作人员 公事公办问道 李也疑惑那么零点几秒 随即回道 他们是我父母 武安人员点点头 手上平板操作几下又说道 麻烦出事一下 能证明你们关系的证件 稍等 李也快速返回房间 不疑会将出生证 户口本 以及猎鼠证 一并拿了过来 请看 武安局人员查看一番后 两人同时对李也敬礼 李也同学 根据战时条例规定 遇到重大灾难时 烈士家属拥有优先转移权 请问你家除了自己外 还有什么人吗 李也明了 他父母是烈士 烈士在很多时候 都深受牙手照顾 如今 南乡城出现重大新兽险情 烈士家属将是第一批转移人员 未婚妻算我们家的吗 李也不好意思问道 两个武安局人员相识一笑 反问道 在一个户口本吗 嗯 李也沉默 没结婚 怎么会在一个本子上 如果在 那以后怎么结婚 李也同学 位在一个户口本上 我们开不了转移名单 好吧 那把我的名额让给他 名额只有一个 他不可能将夏之翼丢在南乡城 要留也是自己留下 反正又死不了是吧 两名武安局人员对视一眼 认真问道 你确定 李也肯定点头 非常确定 李也同学 我有必要提醒你 错过首批转移 后面的批次可能会出现危险 武安人员郑重说道 嗯 我明白 见李也坚持 两人不好说什么 将夏之翼安排到首批转移名单里 这是上传门票 请妥善保管 一小时后 有工作人员来接送 请在家中等候 工作人员给了李也一张绿色卡片 然后转身上车 前往其他地方 小心收好门票 李也进到夏之翼房间 开始整理他的物品 你在干嘛 东西收拾到一半 身后传来夏之翼的声音 只是这声音 不像以前那样柔弱 变得轻力而动听 转身见夏之翼脸色红润 没有一丝病态模样 李也惊喜问道 你完成觉醒吗 夏之翼没有回答 欢快跑向李也 一把将他抱住 下巴抵在李也肩头 脸上笑叶如花 突然被抱 搞得李也双手无处安放 那个 你是什么天赋 李也磕巴问道 夏之翼松开他 明眸眨洞 清涂几个字 十星 神选者 说完 他束手清台 两掌中间出现遗物 十星神选者 自带两样东西 半生灵气 灵速先登 修炼功法 灵书先经 李也仔细观看 灵速先登 第一感觉是好看 第二感觉是精致 第三感觉是仙气飘飘 此灯通体透亮 犹如水晶之精 灯星灼灼 如日中天 图片来自网络 李也看了好半赏 问道 你的路线是什么 神选者之所以强大 不只是能施展 其他属性的灵技 而且达到八星的灵武者 觉醒时 有次抽盲盒的机会 可随机获得一件物品 故而赢在起跑线上 据李也所知 人类当中有六人 是八星神选者 他们的强大 不若其他九星天赋 例如西罗兰帝国 王储 威尔斯 他便是八星神选者 拥有一柄八星 太阳神剑 强到不讲道理 曾一剑斩杀 比他高出三级的八星凶兽 威震人族联盟 震 震 辅三位一体 夏之翼谋若星辰 李窝浅浅说道 李也仔细看了看夏之翼 自己以后打得过他吧 他还没听过 有人能兼修三职 尤其是镇师 法师 辅助 这三个职业门槛极高 不是五星天赋都没人觉醒 更别说三个 你初始灵性是多少 夏之翼吟吟一笑 学里也用手机 打出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夏之翼 天赋 十星 神选者 预备神灵 境界 零五一翘 零一千 力量 十 体格 十 速度 十 灵性 二十 灵力 两千 灵性和灵力这么高 李也惊了 夏之翼的灵性高到离谱 难怪他从小就是个学霸 什么东西 只要看一眼就能领会 锦号锦号 嘻嘻 夏之翼娇翘一笑 然后双手打了一个硬诀 深意相通 灵命同合 幻灵 口诀落下 夏之翼体内分出一道彩光四翼的灵体 恍若仙女下凡 李也 第十一章 幻灵 你怎么做到的 夏之翼轻易将自己灵体换了出来 看得李也一脸的猛 自己刚才也是相同的口诀和手诀 为什么只召唤了一半 就书上说的那样啊 全神贯注 心语一和 意语灵和 很简单的 你不会是幻灵失败了吧 夏之翼明亮眼眸眨压眨的问道 看得李也浑身不自在 没有的是 一次性就成功了 李也死鸭子嘴硬 要他承认失败 那怎么可能 哦 夏之翼脚侠道了声 然后将灵体收回体内 接着放慢动作二次换灵 并说道 嘿嘿 不怎么熟悉 多练习几下 于是不大的卧室里 夏之翼换灵 收灵 换灵 再收灵 往复七八次后 他笑意盈盈看向李也 大呼懂了 他是在显摆对吧 学会了吗 夏之翼俏皮问道 嗯 李也待了那么两秒 所以 他是在借显摆 教自己做事 还是教自己做事的同时 借机显摆 哼 我早会了 李也哽着脖子哼了声 主打一个嘴印 夏之翼也不揭穿他 转身看向自己的灵体 此时 夏之翼的灵体 投影一条五脉 并有一个灵翘式亮的 视线挪到灵体右手 那里同样有个亮点 夏之翼 左手灵速先登 右手指觉翻飞 嘴里念念有词 灵兵有名 天动地形 气气 气气术施展 竟然不动的灵体有了动作 只见他右手一抬 那掌心亮点 对着灵速先登 射出彩光 被照射到的灵速先登 修一下进入光点之内 完成灵体武器契约 天洋世界的灵气复苏 有点与众不同 就是他们的灵体 异常怪异 有着一个个 星槽 比如武器 便是装备在对应的 灵兵星槽当中 等到要使用时 一个意念 可出现在手中 还有 灵气学习是有限制的 灵武者需要激活武脉 方可学习新的灵技 例如 在灵武镜的时候 人们只能学习一个灵技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灵体有着 技法星槽 武者每踏入一个新的境界 便可以激活一个技法星槽 等于是说 灵武者最多可学习 石门灵技或者术法 由此也说明了 天赋越高者 实力越强大 下之一装备灵速先登后 掌中出现一本 散发清辉的书籍 上书四个大字 灵书先经 动名物诀 法灵神台 明法 又是一套口诀念出 灵体眉心一道采光射出 将功法吸入脑海 做完这些 下之一一声回灵 灵体再次回到他体内 与此同时 他右手掌心和眉心 同时亮起一道符文 又转瞬消失不见 到你了 完成初始设定后 下之一认真对理也说道 一般来说 装备功法灵技 是大学课程 在导师引导下完成 不过家里有条件的 都在入学前完成这些 例如技家 他们可以给家族后辈 提供功法 灵技 乃至武器 我等下回房间再做这些 现在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李也拿出门票 讲述事情原委 下之一听后 神色暗淡 没了先前的喜悦 我知道了 你去装备武器和功法吧 下之一低头收拾自己的东西 如果李也没有复活能力 他宁愿被新兽吞噬 也不愿意先离开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 他若坚持后边离开 李也肯定不会同意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何况凶险越大 我基于越大 说不定在见面时 我已经是零五十俏了 运气好的话 还能获得灵技 天阳世界 灵技来源主要两个方向 一是猎杀新兽 有概率获得新株 灵体可领悟里面的灵技 二是找武学大师定制灵技 不过 舞者都是选择猎杀新兽获得灵技 找人定制不仅价格高 还很难有这个渠道 下之一抬头看他 吸了吸鼻子 我知道 就是感到可惜 如果没有这场兽潮 我们可以去野外吹风 踏雪 猎杀新兽 嘿嘿 放心 兽潮之后就可以 李也露出一个灿烂笑容 弯身帮下之一收拾行李 半小时后 门铃被暗响 李也送恋恋不舍的下之一上车 大哥 首批转移者送往哪里 李也问道 江南城 工作人员回了声 然后一脚油门 灵灵车上天了 顺着他离开方向看去 天穷之上 横跟着一艘巨无霸 那正是龙下的昆蓬空天运输箭 一次可运载30万人 运载能力异常强大 可惜的是 这款运输箭 龙下只有五艘 李也晃了晃脑袋 重新回到地下室 刚才看了下之一的演示 他很快便换灵成功 他的灵体有点不同 自己有着战甲 还是金黄色的 看着就很威风 打量一圈后 李也先后将重天简和北辰精装备上去 之后找了个双肩包 装了些食物和水 咔嚓 别墅大门被关上 一起关上的 还有李也的过往 站在小花园 最后看了几眼生活18年的房子 李也快步向外走去 此时 天上没了灵灯球 小区里一片混乱 许多人携老服幼坐上私家车 着急忙慌向小区外驶去 通信中断 导致他们无法及时收到撤退消息 只能冒险前往南乡车站和飞港 李也脚步轻快 在拥挤 潮壤的道路上急速穿行 快过一辆辆私家车 小眼 别乱跑 等下跟我们一起去飞港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被居委会的大妈拦住 不让其单独离开 李也咧嘴一笑 撒谎说道 王大妈 我在今天觉醒了 刚刚被武安局临时征兆 现在要去局里报道 周围居民听到他的话 纷纷转头看来 眼神里皆有着意外 王大妈愣了两秒问道 真的 比珍珠还真 不说了 我要去报道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假话 李也一步跳到马路对面 接着又是几个脚步轻点 消失在马路尽头 还真是觉醒了 好啊 王大妈老脸笑成一朵菊花 对李也放心不少 大概走了屋里地 李也耳边传来打斗声音 这让他内心一喜 嘿嘿 来活了 李也舔了舔有些干燥的嘴唇 一个剑步向打斗地方冲去 在看到打斗情况后 他脸上出现诧异表情 柳如烟 怎么是林薇薇 第十二章 草精灵 此时 李也的眼帘里 林薇薇在一段残破马路上 辗转腾挪 躲避攻击 看向带头新兽时 一眼认出他的品种和等级 林五三翘 草精灵 这是一头植物系新兽 浑身白绿相间 跟个白菜一样 爪子上还握着根藤腕 不停抽象林薇薇 啪 一声翠响 藤腕抽在马路上 即刻出现一道裂痕 卧草 这小白菜的力气挺大 李也内心卧草一声 刚才那么一下 足以证明 草精灵拥有十点以上的力量 不然裂不开厚实的沥青路面 五星 水球术 躲过这一击的林薇薇 额头细汗密布 双手快速掐动手绝 吟唱0.1秒后 他面前出现三个篮球大小的水球 咻咻咻 水球凝炼成功 静止飞向草精灵 呲呲 草精灵双眼瞪着溜圆 急速向旁边闪避 小小身体在地面上滚了好几圈 堪堪躲过水球术的攻击 该死 攻击失败的林薇薇气到跺脚 现在的他才一个05 三翘的舞者 体内灵力并不多 只有1500点 而他学的灵技是五星 外加战斗经验不足 不能很好控制灵力的灌入 导致灵力快速消耗 呀 躲过水球术的草精灵 露出残暴笑容 蛇皮走位来到林薇薇进前 不好 林薇薇大惊 五星 御水师 属于法师范畴 并不擅长进战 如果被草精灵近身 他将无法施展灵技 届时只有挨打的分 滋滋 草精灵手中藤蔓一甩 精准缠在林薇薇纤细腰之上 然后猛地向右砸去 哄 他人重重撞在一辆小轿车上 造成的惊天巨响 几里外都能听清 吓得正往此处来的车辆绕行 咳 林薇薇嘴角可出一抹烟红 状态为米 盯着前边草精灵 这时的他 有点后悔 如果在今年夏季 前往05大学 那么等级不可能只有05 三翘 战斗经验也不会这样差 李也看了一会 准备拔腿开溜 现在的他不想 所以他的生与死与自己无关 何况 对方也死不了吧 他俩同级战斗 但林薇薇天赋高于对方 这要被草精灵干死 只能说死了也是活该 可是吧 他人还没走 就听到林薇薇那讨厌的声音 李也帮我 又被草精灵甩了一次的林薇薇 眼角余光看到李也后 二话不说 向他求助 可这却给自己招来更加残暴的打击 草精灵脑子不大好 以为人类来了帮手 所以 他手中藤蔓左右来回猛砸 弄得林薇薇头脚真容 浑身是伤 而宽敞的马路上 则出现一个又一个坑洞 全是林薇薇那玲珑身躯砸的 李也 好惨啊 呀 被砸十几次后 林薇薇趁机抓住藤蔓 与草精灵叫起进来 这次的他 放弃所有矜持与形象 抓着藤蔓疯狂乱甩 拥有15点力量的他 发起风来 尽反客为主 抓着藤蔓狂甩草精灵 让你摔我 让你抽我 让你欺负我 林薇薇一边喊 一边狂摔藤蔓 砸得草精灵滋滋乱叫 这玩意脑子不好归不好 但防御后 任性大 生命顽强 被狂摔十几次 除了有些头晕 没其他症状 吱吱吱 第二十次的时候 砸到头的草精灵 明雾了 在半空突然松手 而后飞出几百米之外 结束了疯批少女的摧残 不远处 李也的下巴都要惊呆了 这还是他认识的林薇薇 简直太残暴 太疯批了 过来扶我 在他愣神之际 林薇薇那带着怒气 且有股高傲的声音传来 李也撇了撇嘴 神经病 骂完 转身向别处走去 看着李也离开的背影 林薇薇红肿脸上 出现那么一丝错愕 曾经对他摆一摆顺的李也 什么时候变这么冷漠了 给你接近我的机会了 以后别后悔 林薇薇恨恨说了句 起身向一个角落走去 林母的遗体还在呢 战斗结束一分钟后 接到上空有VVV的警笛声传来 一队武安局人员 落在林薇薇身前 询问一些情况后 林薇薇被一名武安局成员接走 剩余三人 则根据林薇薇提供的情报 追击而去 林武 三翘的心受不强大 但普通人碰到了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武安局不可能放过他 另一边 林薇薇向武安局方向走去 突然 他身体感到一凉 低头看去 有只带血的树枝穿过胸膛 叮咚 你被草精灵偷袭 死得可怜 获得五自由点 复活中 一秒后 林薇薇依旧挺直触力 子子 偷袭的草精灵满头问号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不倒下 找中树枝又捅了捅 发出啵啵声音 还带出一溜血迹 叮咚 你被草精灵二次击杀 死得憋屈 获得修为333点 复活中 一秒后 林也陷入沉思中 刚刚 他又被捅死了 而且还是同一个位置 同一根树枝 同一个草精灵 后面 手握树枝的草精灵 也陷入思考当中 这人为什么不倒下 难道没死 或者说他没心脏 于是 他又 来回拉动树枝 搞得满地是血 叮咚 你被草精灵三次击杀 死得猛逼 获得体格八点 复活中 注意 奖励已达该草精灵等级上线 请在他升级后 再领取死亡奖励 又是一秒后 李也转身 啪哒 树枝断裂 一人一草四目相对 嘿嘿 李也神情阴冷 在寒风里 黑黑怪笑 莫地 他右手一阵光滑显现 崇天俭出现在掌中 你捅了我三次 现在到我了 李也右手如电 崇天俭高高举起 接着重重落下 哄 强大力度 卷起一阵狂风 崇天俭精准落在草精灵头顶 吃 崇天俭砸得草精灵变了形 眼珠因强大压链外突 看表情也是痛到极点 嘿哈 李也双手握紧 从草精灵脑袋抽离 接着自下而上一挥 小小草朵子凌空而起 来到一米半的时候 李也再次大喊一声 乱披风剪法 羞羞羞羞 崇天俭挥动如风 打出道道残影 然后草精灵的上下左右 前前后后 无一处没被打击到 九九八十一次后 李也一跃而起 双手握住崇天俭 悍然插下 扑 悬浮中的草精灵一声闷响 胸口被崇天俭洞穿 接着快速下坠 崇天俭插地 被洞穿的草精灵 只剩最后一口气 然后他惊恐看到 那少年再来回拉动中间 第十三章 被人卖了 咔滋咔滋 金属摩擦的声音 从历青地里发出 李也来回倒过那么几次 草精灵彻底归了西 他到死都想不明白 那人类为何有不死之躯 咦 拔出崇天俭 草精灵身躯变得干燥枯黄 且有一颗透亮绿色珠子 滚了出来 李也捏起来看了看 透亮珠子上 还有三个 三星灵祭珠 李也喜出望外 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草精灵 竟然掉珠子了 而且还是三星品质 拿去卖钱的话 应该在百万价值 嘿嘿 发财了 将珠子放进背包 李也瞅了瞅四处 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 于是收起仲天俭 背上双肩包 继续向前奔跑 不过才走几十米 身后传来呼喊声音 前面那位市民停一下 李也回头看到是三名五安军时 脸上笑出了花 几步来到他们面前 进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军领 南乡六中觉醒者 李也向几位长官报道 三名五安军有点意外 而后抬手回来的标准军领 同学 你可知道他怎么死的 刘安娇起草精灵身体问道 我拍死的 李也想也不想地回道 你拍死的 三人同时震惊 南乡中学的觉醒者 要么去了五大 要么在零五局的舞蹈班学习 他们都认识 而李也说 他是六中学生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对方是刚觉醒的零五者 而刚觉醒的零五者 却击杀了一头零五 三翘的心兽 怎么看怎么觉得匪夷所思 还有点骇人听闻 同学 你没开玩笑 刘安严肃问道 没有 李也摇头 接而胡说八道 我碰见他时正受着伤 再加上我又是偷袭的 所以他嘎了 看着李也认真表情 三人默认了他的说法 除了这个解释 刘安几人也想不出别的原因 你是几星天赋 刘安笑呵呵问道 李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那个一星自然灵体 啥 三人同时惊呼一声 像是听到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今天上午刚测的 还把零五局的天心台弄坏了 三人沉默 过了好一会 刘安才说道 同学 这里危险 我送你去飞港 那里安全 听到这 李也急了 自己为什么留下来 还不是为了送死 不对 是个南乡共存亡 要是被送走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报告 学校教育我们 天下兴亡 我被有责 所以我请求加入南乡武安局 与那新兽血战到底 致死方休 李也突如其来的严肃 搞得三人一愣 这类话 他们听过无数次 耳朵都要几减了 但在危险之地 还是首次听到 有学生这样说 且说得如此慷慨激昂 热血沸腾 三人默契对视一眼 而后同时抬手敬礼 刘安正中说道 我代表南乡武安局 欢迎你的加入 李也内心一喜 谢长官批准 今天开始 他也是有编制的人了 没错 灵者 禁武安局 就是这样的轻松 只要你有天赋 不管是哆拉机的天赋 都可以临门坎加入 并获得龙下编制 不是那顶包的灵石工 你说 你叫什么来着 回去路上 刘安对李也问道 刚才没怎么认真听 只知道 他是六中学生 李也 这是我的证件 李也拿出身份证说道 刘安接过来一看 首先看到一张帅气的证件照 然后是名字 最后看到一个备注 猎鼠 见此 刘安又不由看了看李也 如果不是有赤城之心 他应该在那坤鹏剑上了 证件收好 我回去给你请供 刘安拍了拍李也肩头 这年轻人 要是个中高天赋 得有多好 嘿嘿 长官 城里怎么会有新兽 李也收起证件 问出心中疑惑 当今这个时代 虽然不怎么安定 但城市只要没被新兽攻破 不太可能出现野生新兽 刘安叹了一口气 说道 城外星域秘境喷土能量时 将少量新兽送到城内 草精灵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是这样 李也鸣悟 四人回到武安局时 这里一片忙碌 除了少数武安军外 还有首批抵达南乡城的虎奔卫军官 他们是乘坐昆鹏号来的 比其他队伍快上许多倍 李也 我带你去后勤处 那里适合你 刘安说了声 领着李也 静直前往后勤处 那个 我能进你们作战部门吗 李也弱弱问道 刘安嫌逆一笑 估计不行 为什么 我们武安军虽然比不过正规军 属于治安部队 但作战队伍同样有着等级要求 最低零五 五翘 所以你进不来 可我杀了零五 三翘的草精灵啊 你也说了是三翘 而且还是在对方重伤情况下 偷袭做到的 所以 现在的你 进不了作战部门 如果我能斩杀零五 五翘的新兽 是不是可以加入你们 别人或许可以 但你依旧不行 为什么 局里没自然灵体的修炼功法 灵技 李也不说话了 说来说去 还不是看不上自然灵体 你也别灰心 哪天有了合适你的功法 进作战部门不是问题 何况后勤处就是管理修炼资源的 你去那再合适不过 李也知道对方是为了自己好 但他真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自己的特殊性 又不能轻易说出来 不然鬼知道会有什么麻烦 那好吧 李也搭了脑袋 跟着刘安来到后勤处 此时的这里 比前面还忙碌 跟打仗似的 一名名后勤人员 着急忙慌 整理各种物资 然后将他们装上车 接着运送出去 李也突然意识到 后勤兵也不是一直待在后面 还要往前线送各种物资 而且 等到真的大寿朝来临 不要说武安局后勤处了 就是整个武安局 都是正规军的后勤兵 想到这里 李也他人通透了 只要能留在南乡城 那就少不了贝嘎 届时各种奖励 还不得乖乖到他碗里来 嘿嘿 刘安雅然 他难道不晓得 林武者都能获得龙下编制 老张 给你带来个人 刘安走到后勤处长面前 散烟说道 哦 人在哪 听到有心人 张宝国烟都不抽了 直接挂耳朵上 一个劲的东张西望 诺 就是他 六中学生 自愿加入武安局 因为刚觉醒 所以安排到你这锻炼锻炼 刘安把李也拉到面前说道 张宝国 一听是个高中生 当即没了兴致 这种事经常发生 人放在后勤处没几个月 然后就被前面要了去 我说老刘啊 你真是个老六 这都第几个了 不能总让我栽数 你们摘逃吧 哎 这叫什么话 大家都是为了人族 为了龙下 别说得这么难听啊 刘安先是板着脸说道 而后凑到他耳边小声保证道 这次你放心 他至少能在后勤处待十年 张宝国狐一看向刘安 又是看了看李也 最后问出两字 真的 刘安拍着胸脯豪气说道 千真万确 你要是不信 我给你写个字句 而且我跟你说 就刚刚 李也独自斩杀了一头 零五三桥的草精灵 现在我就问句话 这种人才你要不要 听此 张宝国双眼放亮 再看向李也时 果然是一表人才 卧龙凤厨 好好 那我们仔细谈谈 张宝国老脸 笑成菊花问道 扩意扩意 刘安意识笑容满面 看着两人的嘴脸 李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自己这是被人卖了 第十四章 入职后勤处 刘安和张宝国 在谋理性少年嘴角狂抽之下 先是进行了坦率交流 接着是充分交换意见 最后达成共识 并愉快地签订条约 条约著名 南乡武安局第一武装大队 承诺未来十年之内 不向后勤处所要人才 李也 后勤处则表示 将优先向李也同志 提供修炼资源 并提高个人待遇 授予一薪武卫军衔 与此同时 未来三年里 后勤处优先补充第一大队物资 于是 一个十星大佬的未来路线 在二人真成帝 互利的情况下 决定了方向 两人立下字句后 刘安对李也招了招手 快过来签个字 李也 哎 没办法 形势比人强 两人谈得那么愉快 他要敢拒绝 保证武安局的厕所 天天有自己的身影 名字签好 条约仪式三份 各自保管 李也啊 以后好好跟着张处长干 前途绝对光明 刘安拍了拍李也尖头 然后疯一样离开 生怕被张宝国 发现什么端倪 他离开后 张宝国和颜悦色说道 李也是吧 我们先进行入职登记 张处长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李也 跟看个宝贝疙瘩似的 拿出军事平板后 李也清醒看到上边信号满阁 果然是军方爸爸 小小爆炸 根本破坏不了他们的通讯 李也 说下你的天赋 张处长一阵操作 登入武安局系统 进行新人入职登记 一星 哦 张处长抬头 眼中有着茫然 这是人才 怎么那么不可信呢 什么灵体 李也知道他在想什么 肯定是期望落空了 但这才到哪 他不好意思地回到 呃 自然灵体 张处长打字的手一顿 李也清楚看到 那厚实的手掌抖了下 张宝国放下手中平板 从耳朵上取下刘安散的烟 看了一眼 将其揉成烟墨子 草 上了那老六的鬼大 张宝国恨恨骂了句 从口袋掏出自己的烟 见此 李也很有眼色地给他打上火 并送上一个腼腆笑容 张大处长看了看他 突然觉得这张脸也不那么帅了 更看不出人才的样子 真就一个卧龙凤厨呗 猛吸一口 然后吐出 问道你击杀铃武 三翘的草精灵了 嗯 李也肯定点头 看着他认真脸 张处长心情好点 又问道 怎么做到的 他受了重伤 被我偷袭捅死 李也声音弱弱回道 张处长沉默 心情好像又糟糕了 李也则表情无辜 心说 大佬 不是我要骗你啊 只怕说出 实话你也不会信 就那么一会 自己被草精灵捅死三次 你就说吧 这种话你会信吗 哎 一心就一心吧 自然灵体就自然灵体 希望以后能有个奇迹 张处长揉揉脸 然后按条约进行登记 他刚完成登记 就得到审核通过的回馈 这倒让张处长意外 这么快 按理说 军官入职审核时间 至少三天 不可能秒通过 带着疑惑心情 张处长查看李也的家庭情况 然后他惊住了 李也 原长城守卫军 麒麟位 第一军 第一师 第一团 团总 李明 六星 动民武者 集园长城守卫军 林武总院 三星治愈宗师 林雪琼 六星 动民武者 之子 烈士遗孤 如果说李也父母的信息 让他感到震惊 那么 李也爷爷的信息 就让他感到惊悚和害怕 李也 原长城守卫军 统帅 李武 九星 活武者 之孙 英雄后代 别人不知道李武是谁 但在军中 只要有点见识的都知道 他曾是龙下四大巨头之一 后在一场战斗中 身负重伤 灵体被窗 主动退去所有职务 隐姓埋名 于三月之前病逝 军方内部 举行了隆重军葬 现在 李武唯一的后代 竟然滞留在南乡城 且单独面对了新兽 追究起来 这是龙下的失职 也是军人的耻辱 同时 间接说明一件事 李也一家高风亮节 没享受任何特权 而且看少年样子 他并不知道李武的事情 情况也确实如此 他只知道自己爷爷是个退伍老兵 以前在龙下长城待过 至于其他一无所知 张宝国起身 神色庄重地敬了个礼 我仅代表南乡武安局后勤处 欢迎你的加入 说实话 这一刻的李也有点猛 搞不懂处长大人前后态度 为何变化如此之大 谢处长 李也挺直身躯 学样回礼 走 我带你去拿套衣服 今后就跟在我身边做事 等我干不了了 这位子就是你的 张宝国笑哈哈说道 他相信 李也一旦入伍 必然要受到上边关注 在此期间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证李也安全 如他所想 李也入职信息缸 上传到武安总局数据库 总长办公室 就触发重要信息提示 总长看了一眼 不敢耽搁 立刻将情况 上报到龙下军务院 以及正事院 然后关于李也的安排 两院大佬互通了电话 结果是 等南乡事情结束 再做安排 说白点就是 让李也在那读经 哪怕他试了一心 自然灵体 后边也要安排个去处 比如后勤 此部门不怎么要求战力 会久久成发表 认得26字母就行 亦或是到地方雅鼠任职 当个政务官员也可以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要补偿李也 领到武安局军装后 李也将身上的运动服一换 整个人气质大变 有种说不出的引起 张宝国看到换装的李也后 眼神不觉一亮 好个鹦鹉少年 不错 不错 你今后就是我后勤部的门面了 光是这副形象 都可以在省城那多领协物资 处长说笑了 李也对着镜子嗑套声 可那脸上的自恋笑容 怎么都压不住 跟05局长有的一拼 好了 走吧 现在情况特殊 我们后勤处有点忙 你跟我去清点物资 按单核对就行 哎 好 回到仓库那边 一辆辆零能运输车 满载物资 然后驶离此处 将物资送到各个地方 夜幕时分 李也跟着张宝国 在仓库转了半天 大概知道了 自己要做的工作 这辆车怎么回事 人呢 两人核查到一辆 带发运输车时 驾驶室里空荡荡的 驾驶员不知道去哪了 听到声音 一个脏兮兮 浑身是汗的人跑了过来 他手里还拿着个 类似扳手的东西 这一看就知道 是个维修人员 住长 没人了 汽车组的都派出去了 那你去 这车里是南乡城的 重要资料 以及历史文物 不能毁在战火当中 张宝国想也不想说道 徐建军摇头 不行啊 局里就有一个汽修工 走了的话 谁来维护这些零能车辆 这 张宝国为难了 平时见后勤处 哪哪全是闲人 这时刻连个开车的都没有 李也听此事实说道 处长 我会开车 让我去送吧 你 张宝国和许建军同时看向他 一起摇头 你不信 第十五章 神级驾驶技术 李也送货的提议 遭到两人强烈拒绝 张宝国不信 他能驾驶零能中卡 这玩意的操作难度 比民航飞机还复杂 不学个几年 根本无法驾驶他 许建军则是怕他把车给毁了 到头来又要自己修理 那不得累死 李也 你可知驾驶零能中卡的复杂性 以及基本条件 张宝国双手父辈 郑中问道 我知道 零能中卡要求驾驶员拥有 假仪驾驶证 且是零武者 李也认真回道 张宝国汉手 你既然知道这些 也应该明白 你驾驶不了他 可我有 假仪驾驶证 并且也是零武者了 李也纯真说道 嗯 张宝国有点意外 这个驾驶证可不好考 而且费用极高 哦 他是那位的孙子 学会开车很正常 那也不行 你没驾驶经验 张宝国再次拒绝 只要李也还在南乡城 对方就不能离开自己的事业范围 我有 李也把驾驶证拿出来 并且还有个U盘 看着李也手里的U盘 张宝国底气不足说道 模拟驾驶时间不算 却不想 他被许建军捅了一刀 诶 处长 模拟驾驶时间也算啊 这是联盟承认的 许建军拿过U盘 插入平板一查看 看到驾驶时间后 他直呼好家伙 有效驾驶时间 6666小时 违规次数 零 评价 超优级驾驶员 他最多18岁吧 驾驶时间怎么有6666个小时 难不成10岁 开始学车 然后每天模拟好几个小时 他想的不差 李也家里有个1比1模拟器 得到龙下承认的那种 由于零能车辆稀有 所以学习者都是在模拟舱学习的 说是模拟舱 但跟真的没区别 只要在那学会了 便能驾驶零能车辆 用你多嘴 张宝国瞪了一眼许建军 继而对李也坦白 你实力太低 出去可能会遇到危险 李也一听 还有这好事 那他更应该去了 处长 我不怕 张宝国心底一苦 你是不怕 可我怕呀 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整个南乡武安局都要吃瓜捞 不行 你一个新兵蛋子 要是出事了 我要挨处分的 李也眼珠子一转 舔着脸说道 处长 东西是送往飞港的吧 我在城内能出什么事 你太过小心了 而且 我也不能总跟在你身边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个关系户 来这里体验生活的 说完 李也拍了拍金丝做成的奸章 上边有颗闪闪发亮的星星 这时的许建军才注意到 眼前这个少年 竟然跟自己同级 一心五味 自己为了成为军官 奋斗多少年来着 哦对 十八年 他在武安局 修了十八年的灵能汽车 才在今年夏季 竞升为一心五味 处长 许建军悠悠喊了声 那脸上神情明显在说 李也真不会是哪家的公子哥吧 处长 李也也跟着喊了声 但他是满脸的真诚 张宝国头大 又想把他们按进厕所的冲动 尤其是许建军 就你压的戏多是吗 用你在这里巴巴凑热闹 行 去吧去吧 但你要记住 送完东西就回来 你不能有事 车子同样不能有事 张宝国妥协了 反正是在城内送货 应该出不了什么事情 况且 零能卡车有微型雷达 能探查周围十公里的情况 一旦发现新兽 便会上报情况 处长放心 我绝对把人和车 都完好无损带来 李也兴奋进了一个军领 拉开车门爬上去 恰在他坐下的瞬间 脑海出现一行字体 丁 你主动揽下武安局任务 且该任务有一定送死风险 获得奖励 神级驾驶技术 李也头上出现三个问号 可不待他多想什么 一时就被拉进脑海深处 跟上午觉醒情况有点类似 只见这次来到一个驾驶培训基地 此处不仅拥有灵能重卡 还有天洋世界的各种运载工具 甚至是不同型号的武器装备都有 乃至那巨大无比的鲲鹏剑 学员 李也 勤按指示进行驾驶训练 愣神之际 李也面前出现一行字体 且有电子女鹰进行播报 只是那声音有点严厉 李也心中嘀咕一声 而后跟着指示参加各种驾驶培训 什么单轮 双轮车 又什么坦克 装甲车 或者什么飞机 空天战舰 李也一一参加培训 并且只是合格还不行 必须做到人机合一 如必食指才让他进行下一项培训 最后模拟了各种意外情况 且在驾驶中突然更换驾驶车辆 差点没把李也搞崩溃 他多次提出要离开 但那电子女鹰明确告诉他 没获得神级技能之前无法离开 还告诉他 这里是脑海训练场 没有时间概念 不影响李也正常生活 很久之后 李也从驾校毕业 意识回归本体 操 李也暗骂一声 搞不懂自己那系统怎么回事 一点使用说明书都没有 手掌传来的触感 让思绪回到车上 眼前的各种仪表和按钮 他熟悉无比 闭眼都能准确操作 打火 灵灯输送 驾驶指南打开 路线指定 卫星联网 雷达启动 互联其他车辆 李也在驾驶室里 快速打开不同按钮 调整各个数值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看得张宝国 两人面面相去 这真是首次接触 实车的驾驶员 专业水平 比汽车组的老司机们 强太多 李也摇下车窗 对张宝国说道 林卡 9527 完成飞行准备 请求出发 张宝国抬手敬礼 同意出发 一路安全 李也 你同意出发就行了 为什么要说一路安全 嘴角不着痕迹地抽了下 李也拉端一推 长达88米 宽20米的灵能重卡 缓缓启动 底部8个蓝色 引擎光圈 一闪一闪 接着释放反重力能量 托举上千吨的重卡 离开地面 重卡高度提升百米之后 在漆黑夜空里缓慢掉头 然后向百里之外的 南乡天港飞去 望着一闪一闪的 灵能重卡在空中稳健前行 张宝国有种感叹剧 这小子真是个人才 第16章 抽奖 回收 书克书克 书克 开飞机的书克 贝塔贝塔贝塔 开坦克的贝塔 书克书克 驾驶室里 李也娴熟操控各个按钮 嘴里欢快哼着歌 别说还挺应景 漆黑夜空下 庞大的灵能重卡 在歌声里缓慢飞行 那忽闪忽闪的引擎光圈 配上夜间飞行灯 给人一种科幻感觉 百里距离 重卡只用了10分钟就到达 塔台塔台 零卡9527呼叫 李也打开通讯设备 呼叫天港塔台 很快 一个甜美女婴出现 塔台收到 请零卡9527 说明任务性质 我卡奉命转移南乡文物 及重要资料 任务代码 332134 塔台收到 正在核查信息 信息无误 请零卡9527 前往78-6 空域悬停 等待转移 零卡9527明白 挂断通讯 李也驾驶重卡 缓慢向指定空域驶去 透过闲窗 下方一片灯火通明 天港之外是拥挤的人群 天港之内是各种等待转移的物资 那跑到场上 有着各种型号的飞行器 它们或是降落 又或是起飞 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 中卡来到指定区域 启动悬停功能 加点 闲来无视的李也 将从草精灵那里获得的五自由点 加到力量上 加点成功 当前力量 25 一阵苏麻之后 李也看向境界 体格 以及死亡点三个选项 境界 05一翘 9991000 体格 10 死亡点 12 我不能升级 升级就亏了 体格的话 10点还很弱 依旧容易被杀 所以不打紧 李也的想法很简单 他要卡级 只有初十等级 才能利益最大化 至于高境界 升级不就是为了加点吗 有了点数 还怕没占力 技能星槽还空着 该找个灵技了 李也打开死亡商城 看看里边有没有合适自己的灵技 卧槽 这么贵 打开商城列表一看 差点没把他吓死 最低级的一星灵技 售价高达100死亡点 咦 这是幸运转盘 李也在列表旁 看到个闪闪发亮的东西 点击查看 发现是个抽奖功能 死亡大转盘 灵技 每次一死亡点 有概率获得灵技 十连概率更大 首次十连必得灵技 嘿嘿 看完介绍 李也黑黑坏笑起来 真是瞌睡来了 有枕头 十连 李也想也不想点了十连 然后看到那转盘快速旋转 并显示抽奖结果 叮 抽奖一次获得谢谢会顾 叮 抽奖一次获得自由点乘三 叮 抽奖一次获得暖手宝乘一 叮 抽奖一次获得谢谢会顾 叮 叮 抽奖一次获得一星灵技 五断技 叮 十连完毕 欢迎下次光临 嘎嘎 李也在驾驶室里 发出嘎嘎怪笑声 原以为这个抽奖很坑 却不想这么实在 除了三次谢谢会顾之外 其余七次都中了 分别是 三星疗伤单乘一 暖手宝乘一 自由点乘三 一星明雾单乘一 作战薛乘一 军大一乘一 灵技乘一 提取 李也一念一动 将一星灵技 五断技拿了出来 五断技 通用灵技 连续对目标造成五次打击 伤害一次为基础力量两倍 四倍 八倍 十六倍 三十二倍 注 倍数根据技能熟练度而提升 入门时 共造成五次双倍伤害 嘖嘖 还行 很适合我 李也嘖嘖一声 他力量逆天 如果配合重天减 伤害将会爆表 装起来 李也先是换出自己的灵体 然后施展灵技绝 明星物技 数到无几 参法 灵体 五脉第一翘采光大胜 将李也手中的星珠吸了进去 一般来说 灵技的选择很重要 尤其是第一灵技 将伴随灵武者很久时间 所以每几个人会选择一星灵技 除非实在没有办法 才会选一星过度 因为 每个技法星槽 只能更换一次 同时 更换技能代表着浪费大量时间 新技能要重新学习 嘿嘿 搞定 以我的天赋等级 一天就可以入门吧 对了 那个一星明雾丹 是什么东西 李也想起刚抽的明雾丹 查看之后 让他欣喜若狂 一星明雾丹 使用后可完全领悟一门一星灵技 价格 五百死亡点 卧槽 所以 刚才的奖励中 这颗丹药 才是最贵的 李也呼的身体 坐直 接着又在驾驶室里 嘎嘎怪笑 一口吞下丹药 他的意识再次进入脑海深处 且来到一个训练场 不用说 肯定是 给他学灵技的场所 时间一点点过去 李也在个壮汉的教学下 快速领悟五段技的奥义 入门 熟练 精通 大成 圆满 从训练场出来 李也的五段技 已达圆满之境 免去他一个月的苦修 研究得知 一个一星天赋的灵武者 想要习得圆满境的一星灵技 时间在310天左右 这里有个简单公式 一星灵技斜杠功法 学习时间等于 310灵性数值 除以天赋等级 所以 李也自己领悟的话 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嘿嘿 咱也是有灵技的人了 李也在车里黑黑傻笑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 短时间不可能获得高级灵技 倒不如先弄个简单的 对了 我还有个三星灵技珠 李也将草精灵的珠子拿出 放在手心妈撒 他之所以 没学这个灵技 是因为不适合他 三星灵技 狂草编法 木系 系统 这玩意能回收吗 李也随口问了下 以为不会有任何回应的他 却意外得到系统的回应 三星 木系灵技 回收价 100死亡点 100自由属性点 操 这么康 李也怒了 死亡商店的三星灵技 价格是1000死亡点 回收价格却只有十分之一 黑店啊 是否回收 系统机械 弹出回收选项 能不能加点 李也开始讨价还价 加十点 你看怎么样 那一点总可以吧 但 你赢了 我卖 请选择点数类型 李也想了想 这么点死亡点 买不了什么 但属性就不一样了 自由点 丁 回收成功 你获得100自由点 丁 灵技商城出现三星灵技 狂草编法 售价1000死亡点 李也 第17章 虎奔卫的请求 100自由点 冲淡了些许悲伤 李也一股脑加在力量上 丁 力量加点已达体格等级上限 请提升体格和等级后 再进行加点 力量加到100的时候 李也看到警告提示 他在体格上加了一点 想继续加力量 却又弹出一条警示 当前等级不足 请提升等级 再进行力量加点 所以 05一翘的力量 上限是100 李也若有所思 看了看剩余的27自由点 李也将其全部加在灵性上 姓名 李也 天父 北辰之主 1 境界 05 999 1000 力量 100 体格 11 速度 11 灵性 48 灵力 1100 自由点 0 舒服了 加完点的李也 神清气爽 连带眼中的黑夜景色 都没了许多 恰在这时 通信器传来塔台声音 塔台呼叫林卡 9527 林卡 9527 收到 请讲 林卡 9527 请注意 江南 昆蓬号 三分钟后 抵达我城天岗 请做好入键准备 入键仓号 007 林卡 9527 明白 感谢小姐姐的协助 声音真好听 希希 祝你工作愉快 好的 中段与塔台的通话 李也将目光看向北边夜空 大概一分钟后 他看到天边飞来一抹亮光 那亮光在静歇时 映入他眼帘的是个庞然大物 犹如科幻片里的外星舰船 左右两侧还有护航编队 那战机在云层里呼啸穿行 上面的灵能火炮寒光冷冷 好似责人 而是的巨口 两分钟后 巨大的昆蓬号 悬停在地上30厘米 数十个舱门同时打开 从中走出一队队威武军士 他们在机场坐短暂停留后 登上从建舱里驶出的运兵车 然后向城外急驰而去 林卡 9527 请注意 我是昆蓬号 建舱007已清空 舱门已打开 请进行任务交接 林卡 9527收到 5 引擎光环护的大量 重达上千吨的灵能重卡 缓缓升空 向前边的巨大空天运输箭驶去 来到舱门前 李也在地勤人员的引导下 驾驶重卡缓缓进入舱门之内 好大 好宽敞 进入昆蓬号内部 李也忍不住赞扬一句 只见舱内灯火通明 偌大的仓库内竟然没有一根柱体 长88米 宽20米的重卡 进入此处跟个小不点一样 能在里面翻好几个跟头 来到指定区域 李也打开重卡大门 然后跳下车 走向一名三星五位面前 经理说道 南乡武安局后勤处 李也 奉命押送转移物资 这是清单 请接收 黄光北回礼 打两眼李也 拿过清单说道 小伙子有没有40 灵气时代 五者年龄都显小 故而他有此疑问 18 李也回道 黄光北额头一阵黑线 我问的是年龄 是啊 18 不然 你以为是什么 李也表情纯真 一副不懂你在说什么的样子 黄光北 年少有为啊 黄光北打了哈哈 掩饰脸上的尴尬 心说这年轻人不老实 故意在坑他 不过李也才18 是他没想到的 长官谬赞了 我们核查物资吧 李也笑道 好 黄光北一招手 几个军士就走了过来 然后跟着李也 进入车厢之内 物资从车里一箱箱抬出 并进行清点 20分钟后 物资清点完毕 数量无我 可以签收 一名军士走到黄光北面前说道 嗯 黄光北点头 接着李也的任务清单上签字 小兄弟 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情 黄光北收起笔问道 李也 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不车辆不足 能否请你运送一批战士 及一些物资前往前线 李也一听 还有这好事 咱必须答应啊 转念想到自己是武安局的 他又掩旗息鼓下来 长官 我也很想帮你 但我的任务是 押送这批物资 李也没把话说完 意思是 我想帮你 但你要说通武安局 嗯 你等等 黄光北明白 走到一旁向上边请示 然后武安局那边 就收到协助请求 武安局长一听 虎奔卫要借车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而这件事 张宝国一无所知 好了 这是电子借调令 你看看 黄光北来到李也面前 举着灵能手机说道 收到 请长官传给我 李也亮起自己的手机 喜自知接收借调令 多谢兄弟了 李也的敞亮 让黄光北既欣喜又感动 说是运送兵员和物资 实则有着牺牲的危险 野外可不像城内这般安全 一个不慎就是青山埋骨 客气 都是龙下军人 李也笑容灿烂 而后拉着黄光北上车 接着 黄光北就看到 李也那神乎奇迹的驾驶技术 那操作熟练的不行 小兄弟 你这驾驶技术 放在武安局浪费了 怎么样 来不来虎奔卫 我们需要你这种人才 说实话 李也很心动 作战部队常年跟新兽打交道 危险程度 不是武安局所能比的 走不了 我跟南乡武安局签合同了 至少要任职 十年才能离开 李也满脸苦相说道 张光北若有所思 明白南乡武安局的意思 这种人才肯定要极力留下 最好能一直套楼 也是这个原因 才会授予他一心五味的军衔吧 李也驾驶车辆 来到一队虎奔军前 此时 四百来个铁血猛士 在寒风里焦急等待 他们的任务是 前往城南1200里出租房 那里已出现小谷新兽 如果不能及时赶到 将影响南乡城的防御布局 可徒步前行的话 至少需要五个小时 那时候 新兽都过界了 便失去了该地的战术作用 车辆驶来 四百余人眼神一亮 接着又暗淡下去 车上标志不属于他们师 肯定与自己无关 可当重卡悬浮在他们面前 且看到黄光北这个后勤组长时 熄灭的希望重新燃烧 王猛在哪 赶紧过来 黄光北大声喊道 这这这 一个身高接近两米的标形大汉 从人群中走出 王猛 这位是武安局的兄弟 他将运送你们前往目的地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所以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黄光北介绍说道 王猛看向黎也 装重军领 谢小兄弟帮忙 你放心 只要我们还在前线 就不会有新兽越界伤害到你 长官客气 事不宜迟 我们快上车 黎也没多说什么 他想送死 但现在不是送死的时候 当务之急 是把眼前的四百来军事送到前线 以免延误战机 王猛点头 转身对麾下喊道 全体都有 准备登车 第十八章 玉鸟 晚风萧瑟 四百多军事排成两列 踏着整齐步伐 登上重卡 嘎吱 伴随车门关闭 偌大的车厢里 陷入拥挤状态 四百多人 以及各种物资 将三千多平的空间 挤得满满当当 兄弟们注意 我卡即将起航 请坐稳符号 李也拿起话筒 提示一声拉动推赶 重卡在巨大胜利下 平稳起飞 不带一丝颠簸 以至于车厢里的军事 还以为没起飞 兄弟 你是王牌驾驶员 副驾驶位 王猛神色精益 这兄弟的技术太牛了 当真是老司机中的老司机 没有 今天是我第一次试操 以前都在开模拟器 李也微笑说道 换作没有神级驾驶技术之前 他开起来也颠簸 还可能把人做兔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了解车辆振动的各种原因 然后加以改正 也就是说 李也不仅是个老司机 还是个神级修理工 毕竟不是一个好的修理工 就当不了优秀的老司机 如果连车的结构和姿态都弄不明白 那还开什么车 第一次 王猛惊了 他坐车的次数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从来没坐过这么稳的车 而且看着车的成色 到了报废边缘吧 怎么在李也手里 像刚过磨合期的样子 对啊 我是今天觉醒的天赋 如果不是局里缺人 也轮不到我来 李也实话说道 王猛嘴角狂抽 包括后排的两个警卫员 马德 觉醒第一天就能驾驶零能重卡 并且技术杠杠的 还是得一心五味 难道人家是主角 自己这些NPC是爱当他背景版的 灵能重卡在几人的沉默中 飞出南乡城 李也的驾驶血脉 也在这一刻苏醒 城区有限速规定 但野外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不翻车 随便怎么看 嘿嘿 兄弟们坐稳符号 我要加速了 提醒一声 李也手中拉杆猛的一推 接着灵能引擎 发出猛兽般的咆哮声 再然后 仪表盘数据疯狂上涨 当前速度 KMH 120-125 130-140 200-300 500-800 1000 警告 速度已达本车上线 请注意安全驾驶 警示声音响起 听得王猛几人冷汗直流 心说 年轻人 你要不要这样生猛 不怕车辆解体啊 千公里加速 只用了一分钟不到 如此霸道地提速谁 看了不胆战心惊 而这对李也来说是机操 要不是为了照顾车辆 他还能更快些 你们怎么了 见几人神色紧张 李也不解问道 你们都是五道大佬 应该不怕坐快车吧 嘿嘿 没事 被你的驾驶技术惊到了 王猛手心出汗 脸上故作镇定说道 这样啊 我还能提速 你们想不想试试 李也一副被夸到的样子 这下的王猛冷汗直流 一千十速就让他胆颤 再提速能把自己送走吧 不不不 就这样 超速会对车辆造成严重损伤 王猛疯狂摇头 没事 这车在我眼里踩过磨合期 不会出现过度磨损的 李也自信说道 接着在王猛震惊的神色下 输入一串代码 注意 你已开启隐藏功能 车载系统将不再对车辆限速 请注意安全驾驶 王猛 不是 你来真的呀 还有 灵灯重卡什么时候 有这个隐藏功能的 他怎么不知道 这次 王猛几人真的被吓坏 李也之前说的还能加速 只以为对方在胡扯 系统都说达到速度上限了 你还怎么提速 结果 你压的竟然能解封系统程序 无命休矣 加速了 李也实指如飞 在屏幕上输入各种代码 进行最细微的驾驶操作 此时的他 精准控制到每座引擎 每块精液 甚至每道阵法符文 所以 车辆加速了 危险程度 磨损 乃至能量消耗率都没有增加 当前速度 KMH 1100 1230 1340 哼 车外一声巨响 车辆突破音速 产生音爆 震的空域一片巨响 这 李也的操控手法 惊呆王猛他们 坐了一辈子的车 从来没见过这种操作 他们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这踏码 是个才开始驾驶车辆的汽车兵 还是武安局的汽车兵 就是放到整个龙下 甚至人族联盟 也没人有这个技术吧 开车不靠杆 用代码 你就说 牛不牛 鸟鸟鸟 突然 后排警卫员指着前方惊恐大喊 顺着他指尖看去 星空之下 有一大片黑影在移动 不用说 肯定是鸟类 啪 超远光打出 照亮前方情况 而后王猛双眼瞬间睁打 他拿起对讲机喊道 全体注意 准备战斗 前方是鸟群没错 但那不是普通鸟群 也在这个时候 车载雷达发出警报 警报 警报 前方九公里处出现新兽 黑羽雕群 请立即转向 请立即转向 黑羽雕群吗 李也嘀咕一声 给车载雷达 输入一串代码 接着屏幕上出现一行字体 经侦查得知 前方黑羽雕群最高境界为 粹体 四壳 最大时速为 3546千米 操 这么快 李也被黑羽雕的速度吓到 自己就是把车开解体了 也达不到这个速度 灵灯重卡 虽然没了速度限制 但引擎上限是 3000千米每小时 所以 任他技术再好 也比不上黑羽雕 既然速度比不上 那就比技巧了 李也快速打下一串代码 制定新的飞行航线 笔兄弟 你停车 我们下车跟他们打一架就行 没必要冒险 王猛拍了拍李也肩头 神色冷静说道 王长官 你不需要多少时间能解决他们 李也操作不停问道 王猛粗略计算了下 三小时 那上边给你们抵达任务区域的 实现是多少 李也再次问道 王猛沉默几秒 而后脸色一垮 一小时 李也露出一个笑容 自信道 请王长官信我一次 那年群鸟奈何不了我们 王猛天人交战十秒钟 一咬牙说道 好 有劳李兄弟了 现在的他别无选择 只能相信李也 如果中卡摆脱不了 再下车打也不迟 与此同时 南乡武安局情报组警铃大作 零卡9527上报的情况 让情报组一惊 他们怎么有车辆出城了 而且还遇到了小谷飞群受潮 情报组长不敢耽搁 立刻前往指挥大厅汇报 第十九章 强光照射 情报组长来到指挥大厅 对局长耳语几句 曾局长听后皱皱眉 而后对一旁的虎奔联络官说道 你们刚才借掉的那辆车 在路上遇到小谷黑群 雕心兽 需要空中支援 还有这是 联络官有些意外 他目前没收到新受跨线的消息 嗯 局长点头 只是信息部连接零卡9527的网络 随后那边的情况就出现在大屏幕上 接着 他们就看到此生未见的情景 只见画面里的重卡速度突破因素 静直冲向前方的黑羽雕群 他想干嘛 跟人家同归于尽 还有 他的速度是多少 武安局长惊呼问道 报告 林卡9527 当前时速2354千米 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技术人员惊恐回道 什么 听此 整个指挥大厅未知一惊 尼玛的 这是把卡车开成了战斗机啊 谁这样生猛 查看驾驶室情况 局长黑着脸说道 是 大屏幕一分为二 左侧是车外全景影像 右侧是驾驶室当下画面 他是谁 他又在干什么 当局长看到李也后 先是问他是谁 然后被他的操作搞得迷惑 你见谁开车 不是手握方向盘 哪有人跟个黑客一样 手指如飞 输出各种代码 技术人员见此心中 掀起惊涛骇浪 以至于忘记 回答李也叫什么 报告 他正在编译零卡系统 全方位掌控卡车的系统指令 短短数秒时间 指挥大厅被画面连经数次 所以 他将卡车的隐藏功能 全部解锁 并且全受他一人控制 你们无法干涉 联络官震惊问道 任他再见多识广 也没见过这样开车的 他知道零卡车在系统 但常人连打开方式都不知道 更别说用代码操控系统了 哪怕厂家的技术人员都做不到 更别说 还是在遇到鸟群的情况下 准确下达每个指令 目前是这样的 信息技术人员回答 联络官看向局长 曾菊 看来你家出了个超级人才 这种驾驶技术 我敢肯定 龙下仅此一人 啊 哈哈 是吗 曾局长不知是该笑 还是该哭 局里有这么个人才 自己怎么不知道呢 现在却被虎奔军知道了 后边不用多说什么 人要被他们挖了去 这就好比自己是个穷光蛋 突然有天 家里不起眼的地方 出现个老古董 然后被警器给看上了 你说 这种心情得有多复杂 多悲伤 事不宜迟 我马上联系航空大队前去支援 还有这小子 你得把他喊回来 联络官笑容莫名说道 曾局长苦涩点头 我的好宝贝啊 为何只看了一眼 就要被人拿了去 联系他 叫这小子返航 曾局长对通信组说了声 然后他就听到通信组那边忐忑的声音 局长 他关闭了外部通信 我们无法与之联系 短暂猛逼后 场中之人明了 人家提前有了准备 不让别人影响到他 你说他在违抗命令 可没传达到的命令 算什么命令 于是 指挥大厅所有人 只能干瞪眼 看着李也操作 啪 距离黑羽雕群 还有一公里的时候 李也突然关闭车上一切灯光 愣愣冲向对方 他想干嘛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难道想趁黑溜走 不错 不错 还有点脑子 没忙到去送死 曾菊心未点点头 可转念意想不对 既然要趁黑逃走 为什么还不掉头 两者距离越来越近 尽到那黑羽雕群 幽冷毛子都能看清 八百米 七百米 五百米 立 末地 领头黑羽雕清明一声 率队冲击 就是现在 与此同时 李也手指呼的一点 车头远光灯突然大亮 然后刺眼强光 照着前排黑羽雕 短暂失明 也在这个时候 灵灯重卡向下 划出一条优美弧线 在黑羽雕群下方空域 急速飞驰 卧槽 牛逼 指挥大厅里 有人对此 做出最高级别的赞叹 还以为人家要去送死 哪能想到 是要贴脸龟壁 灵卡在云层里 飞速前行 呼啸声音 几里外都能听见 烈 十几秒后 领头黑羽雕愤怒尖叫 他竟然被人类的铁疙瘩 给耍了 如果刚才相遇 他都不用自己的力找 就能把对方撞个粉碎 愤怒的他在空中 盘旋一圈后 差点没看到 九千五百二十七的尾灯 只是半分钟时间 那铁疙瘩就快跑没影了 所以他很生气 一生气就想狂飙 烈 兄弟的叫了声 率领二三十头 强大黑羽雕 追击而去 李兄弟抽烟吗 驾驶是 王猛颤抖着手 从烟盒抽出两支烟 刚才真尼玛刺激 就差一点 整车人就要跟黑羽雕 来个面对面拥抱 在那等速度下 哪怕他们是零武者 也经不起撞击 何况还是在高空当中 哪怕没被撞死 也要摔死 那个女朋友不让抽 也不会抽 李也想到夏之翼说道 夏之翼以前体质差 闻不了烟味 这也是他一个 吊车尾不抽烟的原因 哦 你还是个爬耳朵 王猛调侃一句 继而又道 那群鸟粪出一部分 来追击我们了 找个合适地方停下 我去弄死他们 先前的鸟群多达上千 王猛他们短时间 无法处理掉 可现在只有二十来头 只要有合适机会 一个照面 就能将其全部斩杀 李也看了看地貌图 放慢速度说道 前方有个大山头 可以在那解决他们 行 王猛吸了一口烟 接着意念一动 一把双手鬼头刀 出现在身旁 后边的两个警卫员 一时刀刃在手 两分钟后 黑羽雕群距离卡车 不足一公里 于是震翅蜥蜥冲锋而来 李也瞅了下后视镜 嘴角弯起一个弧度 旋转光机 他话音一落 飞行中的灵能重卡 突然来了个180度掉头 然后那大灯再次射中黑羽雕 照射完黑羽雕 巨大车型斜着倒飞而起 轨迹优美无比 烈 黑羽雕愤怒坚明一声 认为铁疙瘩在顾忌重施 想往下方突围 于是 他不顾暂时的失明 想当然地向下冲去 如他所想的那样 黑夜之下突然一声巨响 他撞到了东西 不仅他撞到了 一同而来的二十几只黑羽雕 都撞到了 只是这铁疙瘩有点硬 还有点吐势怎么回事 不对 自己这是撞山了 正当他明雾的时候 仲卡在空中转个圈 来到山体前 接着王猛率领两名警卫下车 冲进烟尘滚滚里 一阵手起刀落 第二十章 玩失踪 两分钟后 王猛几人提刀而回 手里还拎着几斤肉 李兄弟 这些给你 王猛把手里的肉 还有颗珠子递给李也 这肉是 李也好奇问道 珠子他知道是灵迹珠 至于那几斤肉就不清楚了 这是黑羽雕的精华鳞肉 每斤大概蕴含三百点修为 给你正合适 王猛解释说道 这样啊 他们那样大个只有三斤灵肉 李也不解问道 刚才的黑羽雕 最小的五六米大小 那领头的 更是十米之大 你问这个啊 灵肉不是所有新兽都有的 首先需要三星天赋 其次达到脆体境 然后才会发生体质蜕变 诞生灵肉 哦受教了 还是首次听到灵肉这事 李也一副听讲学生模样点头 王猛看了看他 眼神疑惑道 我记得学校有教这个吧 哈哈 有吗 李也脸色一尬 没获得前世记忆之前 他在学校就一个混子 整天除了吃喝玩乐 就是逗猫遛狗 根本没啥心思学习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东西学了有什么用 如果不能觉醒 学了就是用来遗忘 王猛笑笑没说话 理论不行 是特长生的通病 李也在他眼里 就是特长生 特能开车的那种 黑羽雕是你们杀的 东西我不能要 李也拒绝面前的东西 启动车辆向目的地飞去 你刚觉醒 需要这些东西 拿着吧 何况没你 我们也杀不了他们 王猛也不管李也愿不愿意 打开车在冰箱 将东西放了进去 呃 见此 李也不好说什么 加大油门向目的地飞去 另一边 弯局指挥大厅 曾局长他们 还在回味李也刚才的操作 怎么说呢 简直是小母牛上天 灵能重卡 开出了战斗机的气势 各种规避动作 以及对时机的把控 都妙得豪颠 他 绝对是个顶尖战机格斗人才 曾局长啊 我有句话 不知道当不当讲 联络员拳头 放嘴边咳声说道 曾局长邪腻他一眼 似乎在说不当讲 联络员笑了笑 开口道 他放在武安局 是在埋没人才 我虎奔卫的航空大队 才是他该去的地方 你觉得呢 哼 我不觉得 既然是人才 在哪发光发热不一样 就算要去航空大队 也是去我们江右卫的航空大队 曾局长冷脸说道 他现在很想把张宝国骂一顿 质问他招了 这么个人才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可我们虎奔卫的待遇好 战机先进 有人才积极 利于他成长 联络员距里力争道 曾局长冷笑 贵部既然人才积极 也没必要跟我们 抢这一个人吧 这 联络员一噎 好像把自己单位给坑了呀 曾局长得意一笑 然后给江右卫发去一条消息 几分钟后 列驾驶的林卡 9827 抵达目的地 全程1200里 外加黑雨雕阻机 一共用时不到20分钟 这让王猛大队 提前半小时 抵达任务区域 快 全部下车 就地构筑防线 斩杀越线新兽 车门打开 王猛指挥队伍下车 而后400多军士 如出闸猛虎 提刀 冲向各个方向 追击那些零散新兽 等到物资全部卸车后 王猛对李也真诚感谢 多谢李兄弟帮忙 事后我请你抽烟 喝酒 足欲 KTV 李也嘴角狂抽 有你这样感谢人的 这不是在害他吗 你倒不如直接捅我两刀 嘿嘿 开个玩笑 别当真 只吃饭不做其他 咱们可是光荣的龙下军人 不做危机的事情 好了 李兄弟 闲话不多说 就此道别 说完 王猛转头对自己的警卫命令道 你们两个 务必将李兄弟安全送回南乡城 李也立刻打断他 别 我自己回去就行 这里需要他们 王猛还想坚持 李也继续说道 地上你们无敌 天上我是王者 我若要跑 没人拦得住我 说完 李也抬手敬礼 然后登上驾驶室 启动车辆腾空而去 来到千米空中 他把车速降到一百 透过闲窗 下方零散新兽与王猛大队进行惨烈搏斗 视线挪到南边 那里有个地方在散发悠悠蓝光 正是心欲秘境的入口 他很想开车过去 然后进去送死 可条件和身份都不允许 这趟不能白来 必须找个地方送死 李也在心中嘀咕 车速又慢了些 且更改了回程路线 而在武安局指挥大厅里 曾局长他们搞不懂李也想干嘛 既然完成任务 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还在那晃悠什么 跟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一样 磨磨蹭蹭 咋的 你还想在路上看个蚂蚁搬家啊 飞行三十几里 李也大声咳了声 恩恨刚才超速行驶 也不晓得 车子有没有出什么毛病 必须检查一下 然后 他堂而皇之向地面落去 抵达地面 他装模作样 左右瞧了瞧 接着开关一按 整个车停止运行 指挥大厅 混蛋 谁能告诉我 他小子想干嘛 曾局长暴怒 你一个汽车兵 竟然把车停在野外 是不知道新瘦的厉害 还是想当人家点心 曾局长 安排人把他接回来吧 这要出了事 那是重大损失 连洛官也看不透李也的操作 恰在这个时候 张宝国急急忙忙跑到指挥部 局长 你把李也接掉了 曾局长眉头一皱 谁是李也 哎呀 我后勤部今天刚招的兵啊 那个9527的驾驶员 张宝国一脸急切 先前还说 不让他离开自己事业来着 怎么转头就被顶头上司 送去城外了 曾局长一惊 问道 什么 你说那小子 是你今天招的兵 对啊 他人呢 赶紧让他回来 张宝国疯狂点头 他在野外看星星 曾局长无奈说道 啥 局长你说啥 张宝国被吓傻 他毁啊 自己为什么 就让他出去了呢 这下好了 人不见了 你怎么了 他的举动 让曾局等人很不解 为什么这样紧张 哎 局长 他是李武将军唯一后代 话音落下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红得人短暂失去思考能力 第21章 银月小狼群 李也不是特殊人物 也不是重点保护人才 但他是李武的孙子 就凭这一点 就该受到龙下的保护 当年要不是李武 在长城奋力死战 龙下的结局 必然是山河破碎 毫不夸张地讲 当前的每个龙下人都受到李武的守护 现在 他唯一的后人身处野外 那么 南乡武安局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要把他找回来 信号接通了 就在这个时候 林卡9527的信号重新连接 李也好像检查完了车辆情况 在人们的注视下 他再次启动车辆 平稳升空 只是那路线不对 有点偏离 他在搞什么飞机 为什么不走直线 曾局长额头青筋狂跳 接着命令道 叫安全组把人带回来 李也知道自己被人直播 所以熄火把自己的记录删了 顺便物理关闭雷达上报功能 晃悠几十公里后 雷达显示附近有股星兽 嘿嘿 来活了 李也内心一喜 悄咪咪输入一个代码 接着车辆晃动起来 哎哎 车子出问题了 得熄火检查一下 半分钟后 车辆停在一个山头 通行又断了 指挥大厅 他是故意的吧 肯定是故意的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出问题了 而且 凭他对车辆的了解 如果真有问题 前面就发现了 哪可能打火起飞 李也下车之后 急步向一个方向奔去 而他所去的地方 正是那小谷星兽所在地 翻过一个山头 两条小溪 李也趁黑来到星兽警觉范围之内 寒风袭来 他身上的气味 飘进十二头银月狼鼻腔内 嗷呜 银月狼王嗷呜一声 另外十一郎急速散开 钻进灌木丛里 然后绕路包围李也而去 狼王则是死死盯着李也方向 被发现了 李也不藏了 大摇大摆走向狼王 来到境前 他脖子一昂 过来咬我 往脖子上咬 银月狼王 这人类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吃了会不会被传染 李也的大方让他迟疑了 害怕了 不敢动了 他见过不少人类 却从来没见过 主动求死的 嗯 你不咬 李也有点不开心了 都送你嘴边了 为什么不动口 三步来到一米高的狼王前 抬手 啪 清脆耳光声响彻山间 今非几只寒鸭 嗷呜 从来没挨过嘴巴子的狼王 仰天长笑 接着愤怒上头 挺立而起 一爪子呼在李也脸上 碰 巨大力量将李也拍飞 砸落在十米外的岩石上 而后断气重生 定 你被四星 翠体 八窍银月狼王拍死 死得颇具美感 获得三星玩好狼皮一张 复活中 很好 就是这样 再来 李也晃晃脑脑袋从地上爬起 笑容灿烂 跳到狼王面前 哦 狼王他傻了 这人类刚才没死 于是他一个飞扑 将李也按倒在地 张开血盆大口 咬向其脖子 咔嚓 鼓猎声响起 鲜血飙了一地 李也被狼王失手分离 丁 你被银月狼王分尸 死向血腥 获得五自由点 复活中 熬我 见李也被分了尸 狼王得意熬了一嗓子 在他低头一看的时候 脑袋上出现大大的问号 只见那满地鲜血 化作点点星红之光 一点点飞向李也体内 而且那脑袋也是 竟然自己滚到身体前 接着与之融合 十秒后 一个完整的李也 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银月狼王 妈妈 有脏东西 你抖什么 继续啊 重新站起的李也 看到狼王抖得厉害 一双银白毛子里 全是恐惧 突然 李也身后传来一股剧力 然后好像被什么东西推抖 接着后脖梗一凉 颈动脉被撕裂 鲜血又飙了一地 丁 你被某银月狼偷袭致死 死得不明不白 获得三自由点 复活中 嗷 那偷袭的银月狼 对老大嗷一声 似乎在说 我干得还行吧 狼王则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地上的李也 然后就要跑路 可是脚还没来得及抬起 就被一只手死死握住 低头一看 就迎上李也 那诡异的笑容 情况就像有鬼抓住你脚踝一样 恐怖到了没边 嗷 嗷 嗷 狼王疯狂乱叫 被抓的爪子疯狂乱甩 想要挣脱李也的束缚 可他哪能如愿 李也的手 就像汗在上面 根本挣脱不开 他挣脱 不开没关系 手下懂得帮忙啊 只见又一只银月狼窜了出来 接着一爪 插进李也后心 定 你被某小母狼挠心而死 死相略微风流 获得一星巧克力成一 十随即属性点 复活中 李也 怎么就风流了 他哪风流了 一股距离 将还在抛灭眼的小母狼爪子推出 然后三郎一起惊恐 我就躺着 你们继续 别管我 李也紧抓狼王不放 他不能跑 他要跑了其他狼也会跑 银月狼王喉咙滚动几下 而后颤抖身体 指挥狼群攻击李也 他再赌 赌李也还是个活人 而不是脏东西 只要是活人 总有被弄死的时候 于是 在这不知名的山林里 一群银月狼不停击杀李也 他面前也不停出现被杀的提示框 五字有点 三字有点 铃肉一惊 两星狼皮一张 三分钟后 李也看到不想看见的提示 丁 小母狼奖励已满 请在他升级后 再获取奖励 停 李也大声一句 喝止撕咬中的狼群 然后指向小母狼 你 滚一边去 嗷呜 小母狼呆了下 什么意思 不用自己了 赶紧走开 李也再次说了句 嗷呜 小母狼搭了脑袋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一副被抛弃的模样 你们继续 李也趴地上说了声 这之后 每隔一会 就有狼群被赶到一边 最后只剩银月狼王 你的 KPI呢 赶紧完成 银月狼王 嗷呜 他没得选 只能继续撕咬李也 丁 你被狼王无奈杀死 死得安逸 获得十字有点 复活中 丁 狼王奖励已达上限 请他升级之后 再领取奖励 停找 李也抬手 从地上爬起 往狼群方向一指 你也去那边蹲着 不许跑 啊 狼王如蒙大射 慌忙跑到一边 嘿嘿 让我看看获得多少东西 李也舔了舔嘴唇 打开统计面板 而后被巨大惊喜冲昏头脑 第二十二章 名马请求 丁 你本次一共死亡247次 获得247死亡点 666自由点 1111修为点 三星杂物乘1 两星杂物乘8 一星杂物乘15 一星属性 巧克力乘1 定 你百次死亡 管你去死 欲王则王升级至王者 作用 被高出自身等级的目标击杀时 可一次性获得等级差的死亡奖励 定 你死亡200次 获得豪华抽奖一次 哈哈 天不生我李也 王道万古如长夜 地不绝我李也 黄泉幽名不轮回 寒风凛冽的野外夜晚 李也在那中二放声大笑 看得十二银月狼瑟瑟发抖 他绝对是个脏东西 杀不死的那种脏东西 加点 大笑9秒 李也豪气冲天喊了声 速度加了89点 达到上限 灵性加了52点 达到上限 灵力也加了89点 达到上限 体魄他没加 如果加到100 05级的新兽 很难破防 唉 终究是逃不过升级啊 李也感叹一声 他大概明白 属性有上限的原因 那就是 没升级的灵体 无法承载更多属性 那么 就加两点修为吧 在境界上加了两点修为 灵体一震 他突破了 丁 你打通05脉第二窍 获得60自由点 嘿嘿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都能成 李也哼着歌 再次给自己加点 姓名 李也 天赋 北辰之主 一 境界 05 二窍 11101000 力量 200 体格 20 速度 200 灵性 200 灵力 200000 自由点 187 死亡点 249 加完点数 李也还能升一级 但他没这样做 升到05 三翘 也不能把点数加满 所以准备再死个几百次 再升级 我现在的战力 等于什么境界了 让我算算 看着属性面板 李也开始计算自己的战力 等于什么修为 嗯 好像不是很强 除去体格的话 属性等于最差十星天赋的 气动 一翘 也就是第二境界 略强该境界的九星天赋 但跟二星天赋比的话 强过他们的脆体石翘 嘿嘿 还行 人嘛 过得惨的时候 和更惨的比较一下 似乎就没那样惨了 咬咬牙 还能继续活下去 加完点数 李也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然后看了看星空 再下了一眼 即将抽大奖 请漫天神佛给个面子 让我中个大奖 在此作医了 李也拱了拱身子 千疮百孔的衣服 在风中凌乱 抽奖 意念一动 脑海出现个大转盘 上面有着琳琅满目的东西 最低都是五星 当然 万界常见的盘古血 盘古脊 盘古头颅 盘古五脏六腑 盘古符等物品 也在上面 看完奖励内容 李也面前出现一个飞镖 所以 我飞中哪个就是哪个 李也来了兴致 捏住飞镖一甩 卧槽 你作弊啊 飞镖离手的瞬间 那奖励转盘 飞速转了起来 多 众把声音传来 飞镖插在转盘一角 丁 豪华抽奖一次 恭喜获得王者新装 注 特殊物品 一套永不破碎的服装 且百变 防尘 应景特效 防御 零 李也眨眨眼 然后看了看光着膀子的上半身 所以 系统是间自己没衣服穿 特地安排的 但我要盘骨碎片啊 你给我这干嘛 大不了以后多带几套衣服出来送死 唉 垃圾奖励 李也叹气 算了 还是穿起来吧 意念一动 衣服便出现在他身上 原先的衣物则自然退下 连内裤都自己脱了 呦 真舒适 穿上王者新装 布面那柔软的触感 喜玉三楼妹妹的双手都不能急 来到狼裙面前 李也一致气势地说道 跟我走 谁敢跑 我特么赖上他 嗷乌 狼王哒了脑袋嗷乌声 乖乖跟在后面 其实他想跑的话 现在的李也根本追不上 四星天赋 翠体 八鞘 属性五围在三百五十点左右 能轻易甩开李也 可他不知道啊 只以为李也是个脏东西 跑不出他魔爪 回到林卡索在地 车门打开 给我上去 老是待在里面 要是敢破坏设备 我弄死你们 嗷乌 十二银月狼叫唤一声 不情不愿上了车 该回去了 上班第一天 要给局里好印象 我可是要争先进的 车厢门一关 李也重新回到驾驶室 然后把雷达上传功能接上 信号再次连接指挥大厅 让曾局他们松了一口气 车辆回归正确线路后 他们悬着的心 彻底落了下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很快能回到南乡城 可不出意外 却总能出意外 我是虎奔卫 第一军 第二师 337团 我不遭新兽猛烈攻击 造成200余名将士身受重伤 请求附近车辆转移伤员 请求附近车辆转移伤员 驾驶室里突然响起明码通讯 听得所有人心儿一颤 半天功夫不到 就有200将士身受重伤 如果不及时救治 导致伤势扩大 那么这些豪儿郎 就要买股他乡 李也短暂思考三秒 拿起通话器 我是南乡武安局林卡9527 收到你不请求 请告知你不方位 337团那边收到回应 声音变得激动 感谢南乡武安局的帮助 我不坐标 Triple X Triple X 林卡9527收到 请耐心等待6分钟 337团距离李也450里左右 全速过去用不到5分钟 李也驾驶零能重卡 在空中转了一个弯 接着代码输进能量舱里 长达80米的重卡 修一下消失在原地 突然的加速 搞得车厢里的十二银月廊 一个不稳 摔在车门上 唉 曾局长一声哀叹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哀叹 李智告诉他 李也应该救援337团 可在感情上 他无法接受李也冒险 李家三代人 两代牺牲 唯一的独苗 也踏上了他们的脚步 倘若有所闪失 他不知道该如何 向龙下交代 向死去的李家忠烈交代 如果只是转运伤兵 他不会有事 而且 附近只有他这么一部车 处于空闲状态 他不去的话 那两百余将士 很难挺过这个寒冷夜晚 联络员同样心情复杂 左右为难的思绪 萦绕心头 我知道 曾局长无力说了声 然后紧盯画面 四分钟后 李也看到前方一片光亮 那是树木着火造成的 抵达目的地时 他看到一幅尸山血海的景象 硝烟弥漫的大地上 躺着各类新兽的尸体 在他们之间 还有壮烈牺牲的虎奔将士 他们静静躺在那里 将自己的一切 奉献给了身后的数千万人 第23章 悲壮 李也眼睛酸涩 神情悲痛 前往降落点 那里有名军士 正在指引他 可当李也看清那人情况后 眼泪刷得一下流出 指挥大厅的人 不知道他为何突然落泪 画面转到前方时 指挥室里一片寂静 许多铁打的汉子 在这一刻潸然泪下 年轻女孩忍着巨大悲伤 小声唾气 只见那名地面引导员 他左手奋力挥动残破军旗 右手则血肉模糊一片 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去 再看他身上护甲 七零八岁 鲜血横流不止 精神状态意识为米到了极点 还能站着 全靠后背 抵着一柄战刀 可就是这样 他还在坚持 还在战斗 奋力挥动旗帜 引导重卡 要把重伤战友送到后方 李也喉咙哽咽 强压悲伤 将车停在指定位置 开门下车 李也快步跑到那将士面前 搀扶住他 兄弟 你来了 好好 救人 钱为民脸上露出安心笑容 接着身体一软 趴在李也身上 可手中那面残破战棋 却被他紧紧握在手心 在空中迎风飘扬 兄弟兄弟 你别倒下 我来了 坚持住 李也放声急切大喊 一探紧薄 那里平静一片 好 我救人 李也吸了吸鼻子 将钱为民小心放地上 然后接过他手里的战棋 你不能倒下 要永远飘扬在龙下将士守护的地方 李也抹了一把眼泪 高举战棋 跑到一个小山头上 你们在哪 我来了 他在山头悲声大喊 寻找伤员所在地方 听到声音 一处沟壑里 颤颤微微举起一只伤痕累累的手 然后又很快搭了下去 李也快步过去 然后看到触目惊心的画面 沟壑里 躺着密密麻麻的伤员 他们或是溢血不止 或是四肢南拳 又或是内脏外露 在寒冷的夜里 指护出微弱的鼻息 快 拦住他们 保护伤员 突然 沟壑前方二百米处 传来紧张声音 李也抬头看去 只见有二三十虎奔军士 竭力抵挡上百新兽 此时的他们 明明伤痕累累 却还不要命了一样 在那奋力反击 马德 李也将战棋一掷 插在小山头上 然后背起脚下伤员 向卡车跑去 车门打开 里面躺着十二头 东倒西歪的银月廊 我知道 你们听得懂人话 全部站起来 去攻击那边的新兽 谁敢逃跑 或者偷奸耍滑 我李也发誓 天涯海角也要缠着他 李也双眼通红 眸光比银月狼的 兄弟眼神还要恐怖 嗷呜 狼王犹豫一秒 率领狼群 奔向前方战场 兄弟 你坚持住 我们马上回家 李也将伤员放进车厢 打开暖气 然后反身回到小沟壑 另一边 十几个将士 看到身后有动静 一看是狼群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绝望 去三个人挡住他们 小队长大声喊道 是 听到命令 立刻有三名军士脱离防线 向狼群冲去 可狼群根本没看他们 在靠近战场的时候 默契分成两队 向前边新兽左右包抄而去 他们速度极快 几秒钟便跑了近200米 然后对毫无防备的新兽 发动袭击 嗷呜 狼王嗷呜一声 前找出现两道寒光 将面前一头脆体新兽撕碎 另外11头银月狼 也在偷袭中击杀11个目标 他们的加入 打得上百新兽措手不及 进攻出现紊乱 他们是自己人 援军 我们有援军了 杀 见此 虎奔军士气势大振 奋力拼杀当前之敌 小队长回头看了一眼 见有个身影在搬运伤员后 对阻击狼群的三人喊道 你们别回来 去转移伤员 有了三人的加入 伤员转移的速度加快 五分钟后 241名伤员全部转移到车上 长官 快走 把伤员送到城中医治 三人中的一个军士 对李也急切说道 李也看了看他身上的伤 又看了看他肩头的三星军事衔 在侧头看自己的肩章时 心中的羞愧快要决堤 你们不走吗 你们同样是伤员 三人同时一笑 不 我们还能打 还能杀兴兽 说完 三人头也不回地重返战场 留给李也几个悲壮身影 李也抬手近了一里 人类返回车上 山河万里皆中古 华夏遍地好而狼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却知道他们为谁而战 又为谁而死 为的是那万家灯火 为的是灯火里未曾谋面的我们 车辆启动 后边传来嘹亮响声 透过后视镜 没了顾忌的十几名虎奔军士 吹响了冲锋号 汉不畏死冲进新兽当中 他们这一冲 不知几人会穴洒疆场 又不知几人能安然回归 晚局指挥大厅 快 立刻通知南乡医院 空出床位接收伤员 见林卡9527急迟而来 曾局长他们知道 李也这次不会胡来 同时庆幸是李也开车 能快速转移伤员 张处长 李也是狱受尸 联络员想到银月狼问道 他知道了 李也的那次熄火检查 不是检查 而是去找银月狼 张宝国挠了挠头 有点猛逼回道 不是 他觉醒的天赋是一星 自然灵体 叫什么北辰之主 阔狐一 一星自然灵体 曾局长和联络员 相识一眼 他们的脑子有点乱 一星自然灵体 怎么做到驱使狼群的 可能他的灵体 有这个能力吧 不过 又是怎么做到 驱使狼群的 对方高了他 三十多个小级 张宝国越来越 看不透李也 开车溜就算了 还能驱使新寿 看来 他真是个人才 只签十年 会不会太亏 要不加点 一辈子的那种 嗯 可以可以 张宝国还不知道 自己的宝贝疙瘩 被人看上了 很快会有一伙人来跟他抢 也许是兼容性强的天赋 没看到天赋名字吗 北辰之主 一听就是个了不起的天赋 曾局一副 我很懂的样子说道 嗯 不是没这个可能 从他开车技术来看 跟天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联络员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李也越是厉害 他就越应该 把人拉到虎奔位 这种人才绝对不能错过 林卡 9527 回到南乡城时 有空警引导 直奔南乡医院 抵达医院 车厢门打开 抬了下来 然后那触目惊心的伤势 看得医护人员歇而一颤 紧接着就是各种急切的声音 快 救治伤员 省城的军医来了没有 快喊来救人 丹药 丹药 赶紧把丹药拿过来 这边伤员需要丹药 林业 林业在哪里 有伤员需要输液 阻止伤势扩散 急救科的人在哪 快过来 这名小战士要不行了 第24章 医院 医院门口一片忙碌 来来往往的医师护士 爱救治 你们干什么 我也是伤者 凭什么 把我从特护病房赶出来 住院部的特护区 纪伯达在走廊里 杂杂呼呼 他白天时候比较倒霉 临到家门口时 又被炸了一次 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经过半天的救治 伤势基本被控制 只要静养一段时间就能康复 故而被安排在特护病房 但现在的南乡城医疗资源紧缺 不得已将不怎么严重的伤患 转移到普通病房 一些没有生命危险的 则建议他们回家休养 白天的爆炸中 受伤者多达十几万 南乡六座医院全是伤者 连走廊都挤满了伤员 这位伤者 现在医疗资源紧缺 一切都紧着来 你目前没什么危险 不是特别需要特护病房 所以 还请让给需要的人 一名小护士 眼眸不善说道 他知道对方是技家少爷 可那又怎样 他的命是命 外面那些重伤战士的命 就不是命 我不管 我们技家每年给南乡那多少税了 林老为什么连个特护病房都没有 技博达全身就嘴还硬着 在这里巴巴不停 而在他身边 只有一个技家仆人 他又不敢破坏医院的安排 所以 医院要技博达换房间时 他二话没说 开始收拾东西 至于技家其他人 正忙着收拾产业离开 而林薇薇 他母亲刚罹难 更不可能来照顾他 纳税多 那是龙下给你技家纳税多的机会 同时也是在技家产业工作的 千万人共同创造的 所以 别用这个来压医院 医院也安排了其他病房 我现在推你过去 告诉你 可别乱动啊 要是将街上的骨头移位了 吃苦的还是你自己 小护士瞪了一眼巴巴不停的技博达 然后推着医护车 把他人往普通病房送 你你你 技大少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恨这个世界 自己明明是家族大少爷 为什么不能像小说里的阔少那样 动不动可以让人消失 或者随意打压底层人 又或是王霸之气一漏 就有大拨人跪舔自己 他除了有点钱 好像也没什么特权了 小护士把他推到普通病房后 技博达激烈反抗起来 我不住这里 给我换个房间 这里味道太大 太拥挤了 原以为普通病房 只是多那么几张床 可进来一看 哪是多几张 分明满屋全是人 床铺都并排着 住了十几个伤者 所有病房都这样 你爱住不住 小护士生理眼水一插 人就要离开 那我回家行不行 小护士的态度 气得技博达牙痒 说好的可爱甜美的护士姐姐呢 怎么这样暴躁 他当然不会知道 医护人员现在的工作量和压力 是平时的十几倍 没把他丢出医院 已是最大的宽容 行 你自己回去吧 医院没人送你 小护士说了声 人就去门口帮忙了 我要投诉 技博达奋恺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对仆人说道 你是死人啊 不知道帮我说话 女仆贪手 我就一打工的 为什么要跟着你胡闹 我胡闹 你说我胡闹 好好好 你现在被开除了 滚蛋吧 技博达快气哭了 为什么一个仆人 都敢给他甩脸色 好 老娘不干了 仆人公牌一摘 然后一甩 转身逍遥离开 开除 他求之不得 当下这个情况 逃命才要紧 要不是技家给得多 鬼才来照顾这个大少爷 当然 职业道德还是要有的 一个电话打给技家 说自己被大少爷开除了 让他们另请高明 我 你回来 技博达傻眼了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就没人 把他当金贵的少爷看 医院门口 李也跳出驾驶室 协助医护人员 转移伤兵 他力气大 一手抓着一个担架 能转移两名伤兵 大大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那出来的小护士 看到李也一手拎着一个伤员 跑过来帮忙 你不用帮忙 带我去抢救室就行 李也拒绝小护士的帮助说道 好 你跟我来 小护士猛地点了下头 引着李也 跑向急救室 两人速度很快 比医院的推车快了三倍不止 就是这里 你把人放手术台就可以 来到一间急救室 小护士满头是汗说道 嗯 李也小心翼翼放下一个伤员 接着又将另一人 放临时抢救台上 现在情况特殊 急救室如同占地医院一样 有着多个手术台 而救治他们的 多数为普通医师 因为武者身体结构 与常人无异 唯一不同的是用药 所以 只要有能救治零武者的药品 普通医师也能救治他们 只是效率 没有治愈师那样好 但能保住人命 李也重新返回门口 继续转移伤员 忙到半夜时候 两百多名战士 才全部进入急救室 接下来 就是漫长而紧张地抢救 喝点水吧 李也静静看着一排抢救红灯 眼前突然出现一瓶葡萄糖水 谢谢 李也对小护士道谢一声 接过瓶子 拧开蹲蹲喝了起来 他有大半天没吃东西了 确实很饿 一瓶葡萄糖喝完便转身准备离开 恰在这个时候 一间急救室的大门打开 然后有辆盖着白布的推车 被医护人员推了出来 李也见此 泪水在眼眶打转 明明都坚持到了急救室 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 抹了一把眼角的泪花 李也快速向医院外走去 现在 所有的武安军都在忙碌 他作为武安军的一员 不可能在这里躲清闲 他要返回局里 接受其他任务 来到医院门口 准备前往巨型停车场时 看到两道熟悉身影 那两人看到李也时 先是愣了愣 然后用怀疑目光看向他 你是李也 正准备带纪伯达离开的林薇薇 试探问道 女仆离开后 记家实在分不出人来照顾纪伯达 只好找林薇薇帮忙 所以 他才出现在这里 是我 李也随口回了句 接着快步向停车场走去 林薇薇确认对方是李也后 愣了那么一秒 他怎么穿着武安军的制服 而且还佩戴了一星五位军衔 林薇薇推着纪伯达 急不追向李也 想问出心中疑惑 可当他来到停车场时 恰好看到李也登上灵灯重塔 接着启动车辆掠过两人头顶 这一刻 林薇薇心中不知为何生出怅然若失的感觉 他好像错了 第25章 李也爷爷的身份 回到武安局后勤处 李也刚下车 就看到张宝国 在他身边 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 但其中一人的身份他猜到了 他那武安军的三星校卫军衔太耀眼 不用说 肯定是自己老大的老大 局长大人 至于另一人 则身着龙下卫军服饰 佩戴两星校卫军衔 是来自正规军的军官 报告 我已完成任务 请求新的任务安排 李也来到三人面前 敬礼说道 三人同时淡然回了李 接着张宝国一阵挤眉弄眼 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 李也 你犯错误了知道吗 曾菊一步来到李也面前 气势威严问道 啊 错误 没有吧 我一直很守积虑的啊 李也张二和尚摸不到头 搞不清楚 自己哪里错了 至于曾局长那害人的气势 换做别人 可能会被吓到 但李也直接无视 他连死都不怕 还怕局长大人的官威 那怎么可能 可在三人看来 心中不得不赞叹一句 果然是李武将军的后代 荣辱不惊 你私自解封车辆程序 并关闭局里的内部通讯 你说 你是不是犯错了 曾局长施压问道 李也眨眨眼 接着一脸无辜道 车辆隐藏功能 并不在禁止范围之内 我考过驾照的 上边没提 而且这个功能 也不在后勤处驾驶条令里 所以没犯错吧 而关闭局里的内部通信 你可冤枉我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坏的 不信你 可以去查故障记录 曾局长一噎 这小子好像说的没错 转头问许建军 9527 有这个故障吗 那个 因为着急用车 我还没来得及休 许建军 善善说道 哼 曾局长冷哼一声 然后气势一弱 对李也和颜悦色 说道 走 先去我办公室 李也一呆 心说大佬 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 比翻书都快 心中付匪一句 跟着大佬离开 几人来到办公室 曾局长亲自给李也 倒上茶水 李也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李也脑袋一歪 什么意思 难道 自己有什么惊天身世 比如是哪个大家族 流落在外的后代 然后被父母收养 亦或者 爷爷是哪个大家族的弃子 现在人死了 那个大家族后悔了 想把自己接回去 李也呼出一口气 说道 局长 你直接说吧 我扛着住 三人不知道他刚才在想什么 不然肯定会说 你猜对了一半 你确实是大人物的后代 但不是什么家族之人 你可知 长城守卫军统帅是谁 曾局长认真问道 李也想了想 不确定回到 好像叫什么宴 忘了 新闻没报道 教科书也没写 曾局长摇摇头 你说的是副统帅 真正统帅另有其人 或者说 长城守卫军的统帅 空缺了五十年 哦 那这跟我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李也自己小屁名一个 目前最高能接触到的人 就是眼前的局长 那什么统帅离他太遥远 有 曾局长肯定说到 迎着李也疑惑神情 他继续说道 因为你的爷爷 就是长城守卫军统帅 轰隆 李也脑中炸出一道惊雷 被这个消息雷到无法思考 他 他爷爷是大佬 自己怎么不知道 而且 老头子实力也不强啊 是气动进武者 所以只活了一百三十岁 如果真是那等大佬 寿命至少五百岁 不可能挂这么早 局长 你没开玩笑 李也愣愣问道 当然没有 你知道李将军去世 为什么是军部的人接收遗体吗 因为你举办葬礼之后 军部高层又进行了最高规格的军葬 龙下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参加了 人类联盟都来了好多个高层 当然 这件事没对外公布 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一个九星天赋的陨落 必然能震动整个人族世界 李也人傻了 难怪自己要下葬爷爷的时候 有军方人员阻止 说爷爷是长城守卫军的军人 有特定的陵园 由于陵园在中州落安 李也就没跟着去 想着过段时间再去祭拜 哪能想到是这个原因 你说我爷爷是九星天赋 李也收拾震惊心情后 问出这个不可能的问题 他爷爷自己清楚 没一点强者的样子 怎么可能是九星天赋 要是这样的话 自己早就是个五三代了 父母也不可能战死疆场 没错 当年你爷爷是人族第一强者 可在五十年前的一场 惊天大战中 身受重伤 灵体被毁 境界从真灵境掉落到气动境 让龙下乃至人族 损失一名绝颠强者 同时 也因你爷爷的拼死奋战 才将那场浩劫 挡在长城之外 否则现在的龙下 早已山河破碎 人族其他地区 也将岌岌可危 可以说 没有你爷爷的巨大付出 就没有人族现在的安宁祥和 说到这里 曾局长顿了顿 神色崇拜道 你可能不知道 新门近五十年 少有大规模新兽入侵 原因是你爷爷 当年斩杀了一头 破虚境的兽王 从而让他们忌惮我们 啊这 老爷子的光荣事迹 以及强大实力让李也目瞪口呆 就那个天天笑呵呵 抽竹干烟斗的爷爷 竟如此的恐怖如斯 难怪能搞来模拟驾驶舱 也难怪家里的牙叔补贴 从来没少过 原来老爷子 曾是龙下顶层 此时 李也觉得自己 能写一本书 名字就叫 死去的爷爷 竟然是大佬 你是李将军唯一的后代 所以不能出事 等下跟着民众一起转移 曾局长说出 叫李也来的目的 不行 李也断然拒绝 离开是不可能离开的 如果就这样走了 他怎么成长 死去爸妈还有爷爷 也会看不起他的吧 你必须离开 若是出事 我们无法向龙下国民交代 无法向两院交代 曾局长的态度 也很坚决 这或许就是龙下人的执念 要给英雄留下香火的执念 我不走 起码现在不想走 我开车技术好 能转移很多商员 也能加快物资转运 如有必要 一样可以去前线 再说 爷爷那样强的人 都甘心为龙下付出一切 我作为他的后人 更应该发扬他的精神 不怕死 不怕苦地去与新兽搏斗 捐躯复国难 是死乎如归 爷爷爸妈都做到了 我不能给他们蒙羞 现在走了 就是个逃兵 李也声音吭腔 态度倔强 不管什么原因 现在的自己都不能离开 他的话质地有声 三人听后为之动容 在曾局长还要拒绝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道红亮声音 好个捐躯复国难 是死乎如归 不愧是李长官的孙子 不愧是李明的儿子 第二十六章 自爆天赋 办公室门被人推开 走近两个人 只见二人都是容装在身 兼扛三星上将五衔 好小子 精气神不错 说的话也不错 有李长官几分气势 江右卫 都卫 林飞拍了拍李也尖头 满眼都是欣赏之色 确实不错 所以安排到我们虎奔卫航空大队正好 虎奔卫 都卫 贺超也是满眼赞赏看向李也 关于李也的情况 二人已基本了解清楚 那就是天赋低 但有一腔热血 驾驶技术极高 是个极好的航空兵苗子 嘿 我说贺大眼 这明明是我江右人才 什么叫去虎奔卫正好 我告诉你 李也是我江右卫的人 你想都不要想 林飞怒瞪贺超 一上来就跟自己抢人 是多不把自己放眼里 什么叫你的人 李也去哪是不是该问问他本人 贺超意识半步不让 极力争夺起来 嗯 有理 林飞点头 接着握住李也的手 大侄子 来我江右卫吧 我给你安排架最新款的战机 那东西开起来 可比卡车带劲多了 切 一架战机就想收买人家 贺超比一一声 然后笑容灿烂 对李也说道 好大侄 我曾跟你父亲是一个中队的 来搏搏这 不仅给你大飞机 还能升升你肩膀上的星星 甚至只要你开口 我家闺女都能给你当媳妇 嘿 我说你这个没脸没皮的鹤大眼 搞得谁没闺女一样 我不仅有闺女 还有大孙女 选择比你多 多有什么用 质量行不行啊 我家闺女可是五星天赋 人又长得好看 我呸 就你这模样 闺女能好看到哪去 李也 下画线 曾剧长三人 下画线 怎么回事 画风为什么突然变了 咋就从抢夺人才 演变为强女婿了 曾局长和联络员满脸困惑 张宝国则是一脸哀伤 自己的宝贝 要留不住了呀 那个 能不能听听我的想法 李也打断两人的争论 举手小声说道 对对对 大侄子 你有什么想法 快说 林飞一拍脑袋说了声 贺超也是停下争吵 一脸稀记看向李也 我想暂时留在武安局 等南乡受潮之后 再做其他打算 李也现在没太多想法 只想着多送点死 多救点人 至于此事过后 南乡武安局肯定会解散 他也该去找夏之义了 嗯 可以 现在安排你去哪 确实为时尚早 那你就继续待在武安局后勤处 帮忙清点物资 林飞欣然接受李也的提议 只要人还在江右 迟早要忽悠进江右位 所以他不急 贺超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只要人在江南 那就跑不掉 于是 两人难得达成共识 要李也在后边清点物资 但这怎么可能 李也立刻说道 不行 我要开车 我技术好 不行 谁料 贺超两人同时拒绝 危险的事情 你就别想了 卡车跑不过战机 同样跑不过飞行新兽 所以老是待在后方 林飞言辞拒绝说道 看着两张严肃脸 李也问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在龙下安全吗 我是说 在内部我安全吗 两人相视一眼 而后林飞郑重说道 龙下内部总体团结 但也少不了思想肮脏的人 可谁想无辜动你 那么我不会答应 长城守卫军的三千万将士 不会答应 贺超也保证说道 没错 只要你没干出桑尽天良的事情 谁都不能动你 也就是说 我是有后台的人 李也眨把眼睛问道 哈 林飞两人同时哈哈大笑 接着贺超说道 你不仅有后台 而且还很大 不管是在长城守卫军 还是在龙下内部军务院 都有李长官曾经的部下 所有知道 你身份的人都不敢动你 而不知道你身份的人 那算什么东西 李也明白了 只要这些人还念着爷爷的旧情 他就不会有事 既然这样 秀 崇天剪在手 而后猛地向左手砸去 扑吃 李也左手硬生碎裂 血肉模糊一片 突然的状况 下呆办公室的五人 别紧张 李也抬手制止 要来查看伤势的几人 几人不解看向他 我的天赋是自然灵体 但很特殊 拥有非常强的自愈能力 李也一边解释 一边举起模糊左手 几人认真观察几秒 震惊发现他的左手正在自愈 大概过了十分钟 刚才还血肉模糊的手 已经完好无损 这 林飞握着李也左手 不停打量 确定无事后 他对层局长三人说道 你们出去警戒 任何人没有我们的允许 都不能进来 是 三人进了一里 走出办公室带上房门 然后在距离门口 十米外的地方警戒 结合李也的种种表现 以及他的话 几人知道 他的自然灵体不简单 不然也不会问出 有没有人会害他 你的天赋是自愈 贺超小声问道 可以这样说 只要有口气在 我就不会死 李也还是隐瞒了复活能力 那太匪一所思了 起码现在不是公之于众的时候 可这样的话 一星也不值得你保守命名 林飞他们知道 李也的天赋 不是表面上的那样简单 不是一星 可能是实星 李也摇头说道 什么 两人同时一惊 然后说道 我们看了你的觉醒记录 天星台只亮了一颗星 李也没解释 而是将重天简递给林飞说道 你拿下它 林飞不明所以 可当接过重天简后 脸上立刻浮现骇然神色 好重 此简竟然重二十顿 没错 李也升级后 重天简增重十顿 让他非常意外 怎么了 见到林飞脸上变化 贺超在一旁问道 你拿一下就知道了 林飞把重天简递给他 后者接过重天简 同样一惊 东西还给李也 两人坐在沙发上 接着房间内传出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不大一会 整个办公室烟雾弥漫 看来天星台先前的检测有误 你是实星自然灵体 过了好久 贺超声音颤抖说道 实星天赋啊 人族终于出现实星天赋了 而且就在龙下 走 你立刻跟我们离开南乡城 打现在起 你不再只是李长官的孙子 而是龙下的未来 人族的希望 贫富激动心情后 林飞两人就要带李也离开 什么六星秘境 将又大转移 在这一刻都比不上眼前的少年 哎哎哎 我说出天赋的特殊性 就是不想离开这里 我实力的提升是靠战斗 而不是修炼 所以我要战斗 李也其实很想让两位大老统 自己挤刀 然后获得大把奖励 但会被系统判定为自杀 没任何奖励 还有这诗 两人动作一致 越来越看不懂李也的天赋了 天心台检测不出来就算了 连修炼方式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要去战场 李也肯定说道 于是 两将军又开始抽烟 实行天赋是很好 可就是这修炼方式太危险了 一个弄不好就是夭折 别说自愈能力强大 再强大 也不能冒这个险 不然 我继续当汽车兵 反正后方没啥危险 刚刚我还驱使狼群 协助虎奔军来着 李也试探问道 两人思考一会 妥协道 只能这样了 不过你那车别开了 我调辆新车过来 说完 两人起身离开 他们必须将李也的情况上报 这可是实行天赋 不能有任何闪失 而他俩的报告 将在龙下高层 掀起一场风暴 第27章 南宫剑 龙下军务院 统帅秘密会议室 两位 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该如何处理 龙下军务院统帅 韩仙灵 面对两个虚化身影 把收到的绝密信息 告知政务院格魁 周正礼 以及长城守卫军副统帅 夏艳 两人在得知李也 疑似拥有实心天赋时 皆是大吃一惊 然后喜出望外 最后陷入平静 目前看来 李也的天赋是自然灵体 培养起来太过困难 害怕像以前一样 有人在摸索中 乍体而亡 他既然说 战斗能提升实力 那便先按他说的做 我们只需 派人暗中保护就行 梁九 全息通话的夏艳开口道 这时的他 比谁都紧张 因为夏之义是他最小 同时也是家族 最不受宠的孙女 流落在外十几年 回来以后 又没觉醒天赋 外加病泱泱的 家族中没一个人待见他 包括他的父母 而自己又在长城 没有太多精力 和时间去照顾 故而半年前 李武来到长城 提起定亲的事情时 他便将夏之义的事情 告诉对方 谁料李武得知 夏之义是他孙女后 哈哈大笑 并说 就要他给李也当媳妇 问出原由后 夏艳才知道 夏之义是吃他家饭长大的 于是两个老人 把放心不下的两娃 凑成一对 可以 那派谁去保护 周正李 两人点头认同 他们还不知道 李也是夏艳的准孙女婿了 不然得打一场秋风 禁卫师的人行不行 韩仙林建议说道 不行 他们还是太弱 而且人数多了 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别忘了现在的人族联盟 不是以前的联盟了 周正李摇头否决 提到人族联盟 夏艳两人同时叹息一声 由于新门的危险大大降低 使得人心思义 想要解散联盟 重新划分区域建国 会这样的原因是 其他地方的几个强大势力 不满联盟分配问题 只要有人族联盟在 他们获得的资源 就要上交很大一部分 而这些东西一旦交出 再难拿回去 全用于弱势地区 而弱势地区的势力 贡献低于支援资源的价值 所以几个大势力觉得自己很亏 身上像是爬满了寄生虫 源源不断吸他们的血 于是 独自建国的呼声越来越大 可他们却忘了 这些弱势地区 是新兽重灾区 承受着巨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对此 龙夏是坚决反对的 他们在抗击新兽中 付出的最多 牺牲的灵武者 多达数千万 如果人族联盟解散 龙夏要独自面对一座新门 届时 必然浩劫降临 无数龙夏人会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我想到一人 他能保护好黎叶 韩仙灵突然想起一人说道 谁 夏宴两人 好奇看向他 老李曾经的警卫员 南宫剑 韩仙灵一字一句说道 他 两人坐直身子 脑中浮现一道身影 那人就是南宫剑 李武初遇南宫剑的时候 他还是个难民 且只有16岁 见他可怜 于是收作勤务兵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南宫剑在18岁 觉醒了八星天赋 且是罕见的游侠剑客职业 拥有时间和空间两种属性 外加卓绝地见到天赋 同时 他在人族百星战力榜上 排名第36 人送两个外号 天罡剑与剑36 他在李武退役后 拒绝各种军职任命 在长城外 如同幽灵一般 刺杀那些高阶新兽 直到李也父亲李明 出现在长城 他才结束打野状态 转身担任麒麟位都尉 可是 李明进入麒麟位的第三年 战死在一场寿潮中 连同他的妻子 也一起牺牲了 这让南宫剑内疚万分 李武他没保护好 李明他又没保护好 有了自我了结的念头 还好被李武拦下 一巴掌打他脸上 然后说了句 老子还有孙子 于是 南宫剑像疯了一样 斩杀新兽 提升实力 等待李也成年 可以 我看没谁比南宫剑更合适了 可他人现在在哪 周政理赞同韩仙玲的提议 夏宴想了想 说道 上次见他 还是在五年前 给我们长城守卫军 送来一头真灵新兽的尸体 这之后再没见过 不过想想也快回来了 他手臂上有道纹身 是李也的生日 那就好 周政理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回来 李也的安全不是问题 那边这样吧 记住 本次会议不记录 不留大案 三人小会结束 而在长城之外 一名长发披肩 胡须拉叉中年模样的人 手提三尺轻锋 急速向长城奔来 在他身后 还有一群新兽在疯狂追击 他们的老大 一头真灵四翘的新兽 被前面那人偷袭斩杀 死 南弓箭回望一眼 手中灵箭横斩而出 银白箭一刚气 迅若奔雷落在新兽当中 造成数十头中高阶新兽死亡 再向前一步 我不介意把你们全杀了 南弓箭神色冰寒 杀气冲天 看向那些新兽 人类 你杀我们大王可以 但尸体必须留下 我足传承在里面 一头新兽口吐人言 神经紧绷 看向南弓箭 这个人类不仅实力强大 还领悟了五道真意 剑意 非一般真灵境可比 哼 什么传承 不过九星灵技罢了 南弓箭神色依旧冰冷 好似九星灵技新珠 是寻常物品一样 人类 我却你交还尸体 否则必将惹怒我方世界 届时 你方将陷入无休止的灾难当中 新兽威胁说道 是吗 南弓箭冷笑 手中灵箭清明一声 接着剑锋没入虚空 出现在说话新兽的驳梗 寒光闪现 他脑袋落地 废物 南弓箭冷淡骂了声 脚踏草间急速掠去 徒留一群神色惊恐的新兽 他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李也觉醒日 如果不是为了给他准备灵技新珠 南弓箭已在李也身边 然后冷漠而失望 看着一心天赋的他 而此时的李也还不知道 他的送死绊脚石即将登场 第28章 龙鸣运兵剑 南乡武安局 李也与张宝国对坐 两人大眼瞪小眼 处长 我的9527呢 缩了一口大白相方便面 李也非常不满地问道 什么你的9527 那明明是我的 刚才派出去拉人了 还是拉你们六中的 张宝国一手咽头 一手阔乐 神情惬意 斜靠在椅背上 李也咽下嘴里泡面 意外问道 六中 他们要转移了 没错 首批物资和紧要人员都转移了 现在转移轻撞人员 张宝国吐出一个烟圈 然后凑近几分说道 我听说你把自己的转移名额给了小女朋友 李也摇头 纠正道 那不是小女朋友 是未婚妻 漂亮又温柔的未婚妻 提起夏之意 李也嘴角不自觉扬起 他去了洛安 也不知道有没有回家 对方回到南乡城后 很少提及原生家庭的事 他一开始会问上两句 夏之意不是沉默 就是直直看着他 渐渐就不再问了 你小子倒是有情有义 就不怕死这里了 人家转身嫁人 张宝国打趣说道 那不可能 李也肯定道 这点自信他还是有的 无论是自己还是夏之意 都不可能发生死亡或者改嫁的事 行了 你吃完去那边宿舍睡一觉 明天才是灾难的开始 张宝国把一张房卡推到他面前 起身向别处走去 李也将面汤一口干完 还舔了舔嘴唇 拿起房卡快步追上去 处长 你那话什么意思啊 张宝国头也不回地说道 上边重新评估了秘境等级 它不是六星秘境 而是八星 仅次于新门的存在 现在 江南九省十二位 共集六百万军队 全部调动起来 另外 各省各成约一百万的五万军 也在赶往江右的路上 这么严重 八星秘境的危害 如果放在寻常世界 其恐怖程度 相当沿海城市 发生八级地震 所带来的灾难无法估量 所以 你去休息一晚 后边有你忙不完的事情要做 我身体还行 扛得住 不 你扛不住 这场灾难 至少持续三个月 如果今晚不休息好 今后都没什么机会休息 我 李也还想说什么 张宝国转身打断他 去休息 这是命令 李也嘴角捏如几下 最终还是点点头走向宿舍 来到宿舍楼 除了走廊灯还亮着 所有房间漆黑一片 不是宿舍里的人睡着了 而是这些宿舍都是空着 没一名五安军在里面休息 李也按照房卡号 进入一间宿舍 灯光打开 这是一间精装的单人宿舍 该有的设施 一应俱全 洗漱一番后 李也蒙头倒在床上 系统 回收杂物 被窝里 李也将从银月廊那里 获得的杂物回收 钉 回收三星杂物乘一 二星杂物乘八 一星杂物乘十五 共计获得六十五自由点 不够加点 睡觉 点数太少 让李也没了加点兴致 强制自己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 天色灰蒙蒙一片 云层黑压压的 有要下雪的趋势 李也穿上王者新装 披上风衣 脚步搭搭走出宿舍楼 来到后勤处 他找到张宝国 处长 有没有我的任务 张宝国哈着冷气 将一袋早点递给他 赶紧吃 然后前往天岗 那里有批医务人员 要送往前线救治伤员 好 我明白了 李也三下两厨二把早点吃了 就要去找自己的9527 我的9527不在这里 诺 那才是你的配车 最新款的龙鸣 假型运兵舰 张宝国拍着他肩头说道 顺着指引方向看去 映入李也眼帘的 是搜长达百米 外星科幻的载具 其模样 没有一丝卡车样子 像急了小型空天战舰 牛逼 李也在看到龙鸣 假型运兵舰后 立刻被他科幻 而霸道的外观吸引 由于这个世界的 发展路线不同 没有李也前世的 各种运输机 有着是各种型号的 零能运输车 确实牛逼 不过你能开吗 虽然运输车 和运输舰的操控 差不了多少 但还是有很多 细微地方不同 张宝国眼神艳羡说道 这艘运兵舰 是林飞特批的 整个江右卫也才五艘 一次可运在1800余人 大概一个团的运输能力 毛毛鱼 我走了呀 早点垃圾袋一丢 李也几个跳跃 来到运兵舰面前 渺小的他 站在大大的运兵舰下面 显得更加渺小 来到舱门前 他距离地面 大概有十米高 李也站在下面 想着怎么进去时 运兵舰感应装置被触发 然后舱门扫描已启动 对李也进行身份扫描 龙鸣扫描成功 欢迎指挥官登入本舰 一道机械女鹰传出 龙鸣舱门自行打开 并飞出一轮平板载人飞行器 嘿嘿 高科技啊 李也登上飞行器 然后像是站在魔毯一般 他人被送进运兵舰驾驶舱 坐上驾驶位 李也东瞅瞅 细看看全是充满科技元素的操纵按钮 总开关打开 所有仪表和屏幕同时亮起 龙鸣01启动成功 欢迎指挥官 李也武卫 驾驶本舰 要还挺礼貌 李也笑容灿烂 熟练操纵各个按钮 运兵舰也在他的操控下悬空一米 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外边 张宝国见李也成功启动运兵舰 忍不住赞叹一句 处长 你说他能留在我们后勤出多久 许建军拎着个扳手过来问道 目光始终在运兵舰上面 真特娘的帅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修理一下 多久 不知道 但他只要在我后勤出待一天 就永远是我后勤出的兵 一夜过去 张宝国已经看开 李也他是留不住的 武安局也留不住 他有更广阔的天地 报告 龙鸣01完成起飞准备 请求起飞 李也按下麦克风 对张宝国说道 可以起飞 张宝国捏着对讲机回道 收到 李也对闲窗外竖起大拇指 然后驾驶驾驶百亿的运兵舰离开 三分钟后 李也抵达天岗 在塔台的指引下 悬停到指定区域 接着打开后边石扇舱门 李也跳下驾驶舱 来到一个内着军装 外批白大褂的军衣面前 你好 我是李也 负责此次运送医务人员任务 我是带队医生白指 感谢你的帮助 白指露出一个落落大方的笑容回道 李也点头 指着打开舱门说道 白医生好 请大家登舰吧 白指又对李也笑了笑 而后向数百医护人员喊道 带好医疗物品 登舰 数百人虽然是医护人员 但纪律性极好 他们在登舰过程中 无意人发出嘈杂声音 不到两分钟 三百多人连同物资 全部登上运兵舰 你不上去吗 李也疑惑问向白指 我不该坐驾驶舱吗 白指眨眨眼反问道 不 李也倾土这个字 头也不会返回驾驶舱 呃 白指愣了下 自我怀疑坐上后舱 他在怀疑自己不够漂亮 也在怀疑李也是个脸盲 李也之所以拒绝他 是因为女人会影响他 毕竟他的车速很快 女人在前排会受不了 而后哇哇乱叫 影响开车 第29章 为众人报心者 不解风情的李也 驾驶龙鸣 零腰越过山丘 越过河流 穿过平原 急速向一千公里外飞去 为了赶时间 运输舰的速度自然被拉满 以一万公里的时速 飞向目的地 等同巴马赫的速度飞行 与李也前世 中低端导弹速度差不多 可饶式速度这么快 运兵舰却没出现过在线下 这得益于运兵舰的平衡阵法 能消除许多物理负面状态 使得普通人 也能乘坐高速飞行器 大概六分钟后 龙鸣运输舰抵达目的地 此处为正面战场的边缘 无数龙下将士 在这里浴血奋战 杀敌于阵前 运兵舰来到指定区域时 在此等候的军事 有点意外 说好的半小时 结果不到七分钟就到了 运兵舱的舱门打开 白纸也是吃了一惊 这么快就到了 会不会跑错地方 可看到现场的旗帜后 他又确信没走错 所以 那不解风情的家伙 超速了 白医生 伤员在那边 负责接应的吕阳 走到白纸面前 指着一片帐篷 急切说道 好 白纸点头 而后对猎成队形的医护人员说道 各单位按既定安排 进入帐篷 医治伤员 判定为重伤的军事 转移到我所在的帐篷 是 数百军医应命一声 带着医疗器具 紧张而有序进入各个帐篷 他们的到来 将挽救无数生命垂危的将士 吕阳来到李也面前 神色哀伤说道 还要辛苦你将那些回不去的战士带回去 嗯 李也轻轻嗡了声 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两人来到另一处帐篷前 李也随意进到一顶帐篷里 里面有着八具鼓鼓囊囊的裹尸袋 袋子拉链上还有卡片 那是阵亡战士的身份信息 一共有多少人 李也声音沙哑问道 吕阳抹了一把眼角 悲伤道 仅仅一夜时间 我施阵亡人数多达1452人 而能留下遗孩的只有536人 所以 请你务必将他们带回去 李也对他敬了一礼 你们辛苦了 放心 我绝对将兄弟们带回去 好 谢谢你 吕阳重重点了下头 而后对一旁守卫喊道 送 兄弟们回家 是 二十多名守卫此处的军士 泪水满矿 拖着残破而疲惫的身躯 进入帐篷之内 抱起牺牲战友 登上运兵舰 李也神情悲痛加入他们 小心翼翼抱起一个果实袋 脚步沉重 向运兵舰走去 砰 砰 砰 也第一院 那里的守卫 看到这边情况 举起手中灵能步枪 朝天有序 扣动扳机 鸣枪送战友回家 成继永兮又一永 中刚强兮不可灵 明知前路茫茫 万千将士 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留在这里 是为了更多的人活下去 不遭那闲骨之祸 不受那罹难之苦 或许没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的丰功伟绩 将照在每个活着的人身上 龙鸣剑启动 在这五百三十六人 如来石那样返航 寒风吹来 空中下起 朵朵白色雪花 似在给将士们送行 敬礼 下方 吕阳眼含热泪 举起颤动的右手 送战友回家 龙鸣运输箭浮空 李也驾驶他在战场外围旋转一圈 而后战舰之上 传来李也的歌声 风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侧耳听 歌声传来 下方战士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 泪水从眼眶绝地 歌声在空中回响 运兵舰慢慢没入风雪当中 一如烈士们一样 从世间一点点消失 为什么战气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 为什么大地存藏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化 龙鸣零杠一抵达南乡城外围时 空警飞来两架战机 默默护卫在运兵舰两侧 此时 天岗那边一片肃穆 许多等待转移的民众 主动来到转移烈士的区域 江南军区统帅 李信率领一众将官也停留在天岗 等待烈士们的归来 鸣枪 运兵舰缓缓停在机场 舱门打开 一队对李兵首抬灵旧进入建舱 536名烈士装炼后 在低沉的哀乐中 缓缓抬出建舱 随后 李信等将官 接过先红战旗覆盖在灵旧之上 战旗覆盖后 李信虎目通红 向牺牲战友 敬礼 刷 现场所有军人神情肃穆 抬起右手 对536具灵旧敬礼 而场外民众 则眼含热泪 低头哀思 送 战友登箭 敬礼完毕 李兵长官指挥李兵台官 向昆鹏号走去 慢 就在第一句灵旧 要登上昆鹏号时 李信大声喊了个慢字 所有人不明看向他 以为有什么遗漏 李信目光在灵旧上停留数秒 颤抖嘴唇说道 让 活人先走 哗 现场民众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他 接着泪水决堤 风雪之下的天岗 数十万人哭成一片 他们何其有幸 拥有一只这样舍身忘死 全心为了他们的军队 让活人离开 鹰烈战死在南乡 那就葬在南乡 两行热泪从李信脸颊落下 没人知道说出这话的他 内心下了多大的决心 南乡是守不住的 而把鹰烈葬在南乡 迎接他们的将是尸骨无存 不行 鹰烈必须回去 否则我们不走 人群里 有人大声反对李信的决定 接着爆发滚滚的反对声 他们接受不了那个结果 战士们为他们而死 最后又要因他们而无法魂归故里 这对战士们太残忍了 乡亲们 昆蓬号运载能力有限 就让烈士们葬在南乡 李信虎木含泪说道 目前江幼全省都在转移 龙虾大半运载舰都掉来了 可还是杯水车星 近三亿人的转移 其工作量难以形容 大伙听我说 为众人报心者 不可使其鳄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于荆棘 昆蓬号运载能力有限 那我们就放弃所有行李 无论如何 也要将烈士们带回去 人群里 先前的人再次大喊道 对 放弃所有物品 与烈士一同转移 人们纷纷响应号召 将准备带上飞剑的行李 一一丢弃 而这些东西里 有小孩心爱的玩具 有大人奋斗几年 甚至几十年获得的东西 也有许多拥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现在就这样被抛弃在风雪里 失去了人们的在意 李信建此 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情绪 他敬礼大声喊道 送南乡民众登剑 送英烈登剑 第三十章 剑在炮 风雪中 一边 李兵守台灵鹫登上昆鹏剑 另一边 民众舍弃所有财物 一步三回头走上昆鹏剑 他们将在半天内完成登剑 此外 因他们放弃行李 昆鹏剑空出许多空间 使得此次运载人员增加十万左右 小子 送我们去前线 李信来到李也面前 微笑说道 李也没说什么 载着十多名将官 上千精锐奔赴前线 李信坐进驾驶舱 静静看着李也的操作 然后在心底竖起大拇指 果然如传言那样 这是一个战机苗子 龙鸣剑飞出南乡城 快速攀爬到一万公里的时速 有没有兴趣当我的司机 李信问道 他还不知道 李也有实心天赋 只晓得是李武的孙子 李也露出一个客气的微笑 不 我想去前线 李信哑然 你小子 知不知道我是谁 知道 江南军区统帅 五星大将 李信 既然知道 你不心动 知道想丢我开车的人 能从江南排到洛安吗 那是他们 但我想去前线 那里更适合我 你倒有趣 放着捷径不走 非要冒险 难道新兽比升官发财 更有吸引力 对 我入伍当兵 就是想杀敌 不想升官 我父母都死在新兽的残暴下 还有我爷爷被新兽重创 所以 我要去前线 一是给父母和爷爷报仇 二是不想更多人像我一样 从小没了爸妈 李长官 如果没有新兽 江又数亿人不用背井离乡 也不会有那么多战士 献出宝贵生命 因此 我要去前线 像个真正战士一样 加入到这场伟大的征程里 李信沉默 龙下如这般热血的少年何其多 才有那么多人会前赴后继 牺牲在抗击新兽的道路上 此时的李也 是龙下万千少年的一个缩影 他们正在践行 曾经许下的诺言 龙下武区 无数年轻人 在得知江又受灾后 纷纷自发组成队伍 报名参军 你是大官 能让我去前线浪一下吗 李也期待问道 李信大笑道 我倒是想 可你当汽车兵的作用更大 现在各地缺乏运输能力 而你的效率高出他人太多 所以老老实实开你的车 不过我向你保证 等到运输力饱和后 准许你去前线待上一段时间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李也兴奋打下一串代码 驾驶运兵舰 在云层之上急速飞行 运输舰一路来到战场外围 然后继续深入 直到秘境前三百里处 这里是整个战场最激烈的地方 数十万龙下军士 与数之不尽的兴兽 在天上地下熬战 每分每秒 都有大量战士或者兴兽死去 好了小子 停车 李信气势凌然说了声 接着一柄战刀出现在他手心 运兵见悬停 所有舱门同时打开 而后李信一马当先冲进战场 斩杀空中那些强大兴兽 运兵舱里 上千将士同样鹦鹉不凡 在高空中来去自如 汗永无双 他们都是达到欲空境的舞者 能在空中飞来飞去 看来一只鸭脊也有弊端 飞不起来啊 李也小声嘀咕一声 调转箭头向后边飞去 大概飞了十里地 龙鸣零妖悬浮在一块焦土上 舱门打开 有很多污血满身的将士 抬着一副负担架登上运兵舱 兄弟 快 送伤员去后边的战地医院 五六分钟后 一名军官对李也急切说道 放心 我保证将伤员送到战地医院 李也应答一声 载着五六百伤员 向战地医院飞去 可运兵舰才来到千米高处 就有上百强大新兽袭来 截至目前为止 有不下百艘战舰或者重卡 被新兽击落 给龙下造成重大损失 快 拦住那群新兽 地面强者 见此纷纷腾空而起 阻击那波新兽 驾驶舱里 李也咬牙切齿 右手在屏幕上连点数十下 激活武器系统 马得 还当我现在开的是卡车啊 运兵舰懂不懂 是有舰在武器的运兵舰啊 指令输出 龙鸣舰武器舱门打开 露出两台手臂粗的炮管 火控雷达已开启 成功锁定目标 但要以适配 智能开火以激活 驾驶舱响起舰在系统的声音 关闭智能开火 选择手动操控 李也语音下达指令 而后智能开火功能关闭 去死吧 李也紧盯一头强大新兽 突然指尖轻点 舰在一号机炮 轰隆一声射出灵能炮弹 咻 手榴弹大小的灵能炮弹 射出一条直线 经过0.3秒的飞行 精准打进一头 争獰新兽口中 哄 空中一声爆炸 那强大无比的新兽 炸成一朵血花 成了无数个小碎片 卧槽 这么准 前来阻击的军官 在看到 炮弹精准 打进妖兽口中后 惊呼一声 短暂震惊后 他觉得这是巧合 毕竟龙下的火炮系统 还没这么高精 咻 突然 他耳边传来一道破空声音 接着有个黑色东西 划过眼前 并钻进前方 一头新兽口中 哄 又是一声猛烈爆炸声 那头新兽身体 被炸得四分五裂 见了旁边新兽一身血 咻咻咻 再次传来几道破空声 紧接着轰轰轰的爆炸声 响彻在苍穹之上 几枚炮弹 全部精准打进新兽嘴里 再从内部爆破新兽 啊这 拦截新兽的军士们震惊了 前来追击运兵舰的新兽也震惊了 这炮为什么打得这样准 还专往嘴里打 读师 那艘运兵舰的火炮 好像是人为控制的 一名军官难以相信地说道 只有人为控制 才会一炮一炮地放 如果是智能开火 打出来的炮弹是一连串的 因为程序设定就是这样 打击新兽时 每个目标至少要射击三枚炮弹 读师有点不幸 抽空回头瞄了一眼 结果 就看到那两排炮管 在无规律射击 完全违背了智能射击的规律 碰 一根炮管火光亮起 接着有炮弹急速而来 哄 零点几秒后 那炮弹精准打进一头新兽嘴里 将它炸成了渣子 这还真是人为控制的 都失信了 炮弹全是人为打出的 可龙下有这要牛逼的战舰驾驶员吗 真要这样牛逼 那还开什么运输舰 不应该是战机或者战舰吗 好 就在他疑惑时 飞行兽群里传出一声售吼 指挥兽群撤退 哄 巨响发出 开口吼叫的新兽炸了 他死前后悔啊 自己为什么要张口 兽群撤离后 李也便不再停留 驾驶运输舰向战地医院飞去 都失呆愣看着运输舰离开的方向 然后吐出一句 真他娘的 是个炮王 第31章 落大学生 将伤员运送到战地医院后 李也接到一个新的任务 江右卫 第三军 二师缺少丹药和武器 林飞让他去一趟南乡城军需处 把物资给二师送过去 于是马不停蹄前往南乡城 情况如张宝国所说的那样 灾难今天才开始 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 到处是惨烈的战斗 成堆成堆的尸骸铺满大地 鲜红血液染红一条条溪流 一条条江河 李也抵达军需处时 物资早已准备好了 等到东西 搬上运兵舰 想要起飞时 他被军需关篮下 小兄弟 能不能将那批人运到前线 李也看向一处 那里有着近千年轻人 身上还穿着校服 仔细打量一番 李也认出上面的校徽 竟然是龙下三大名校之一的洛安大学 这所学校招生最低标准 是四星天赋 里面每个学生 都是各地优秀人才 现在却来了近千人 相当于洛安大学半年的招生量 他们是洛安大学的英介生 听闻将又爆发受灾 自发组成队伍来抗击新兽 顺便混个实习认证 上边命令我把他们送到虎奔卫 执行一些简单任务 可我手上没有空闲的战舰 所以能不能请你把他们运过去 军须官散烟介绍说道 李也把烟家耳朵上 说道 没问题 把接收地点给我就行 好 太感谢你了 军须官真诚感谢 而后把地址给了李也 一看地址 巧了 竟然是王猛所在的防线 王猛他们要守不住了 李也担心问道 军须官一愣 嗯 你认识他呀 也不是守不住 而是那边低阶新兽太多 无休止的进攻 弄得王猛大队疲惫不堪 正好这帮学生来了 能减轻他们压力 原来是这样 事不宜迟 让他们登剑吧 好 两人来到学生前 军须官介绍说道 这位是龙鸣零杠一的指挥官 他将运送你们前往目的地 记住 路上一切听指挥 是 进前学生 齐声应答 然后转头看向李也 见到他那稚嫩帅气的脸庞时 内心结实一阵 卧槽 好帅 尤其是女生 内心泛起花痴来 也不晓得小弟弟有没有女朋友 在看向他的奸章时 近千人又被惊了一把 这么年轻 就一心五味了 上见 李也诞生说了句 自顾登上驾驶舱 这副冷漠态度 引起不少男生的不满 傲什么傲 不就是武安军的一心五味吗 瞧给他狂的 就是 如果我们加入武安军 同样可以获得一心五味军线 行了 少说两句 别掉了你们洛安大学的素质 知道了 近千学生 在嘀嘀咕咕中登上龙鸣剑 与卫军的风貌 有着云泥之别 军须官看向学生背影 叹息说道 哎 还是太年轻了 武安军的人 却能驾驶正规军最新的运输剑 怎么看都是重点培养人才 不是随便一个落大学生能比的 龙鸣运兵舰 在他的叹息中平稳升空 几秒钟便消失在视野里 呼叫王猛大队 呼叫王猛大队 听道请回答 李爷找到王猛的通讯代码 提起对讲机呼叫 我是王猛 你谁啊 不知道老子现在很忙吗 呼叫成功 耳脉里传来王猛那粗犷又不耐烦的声音 除此之外 还有嘈杂的砍沙声 听着声音就知道 战况有多激烈 我是李爷 听到是李爷 王猛有点意外 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哦原来是李老弟啊 莫怪莫怪 我这边有点忙 是这样的 有批学生在我舰上 他们将送往你那里 你们做好接收准备 哈 有援军 那太好了 感谢李老弟帮忙 我马上安排人接收 先这样了 哥哥去砍起头育空星兽给你 嘟嘟嘟 听着耳机里的嘟嘟声 李爷失笑一声 还能想着给自己送星兽肉 伤亡应该不大 对了 我9527的肉和珠子 还没拿呢 想到那几斤肉和灵迹珠 李爷就是一阵心痛 也不知道处长大人 有没有给他保管 要是丢了 那损失可就大了 运兵舱 同学们 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大杀四方 撞我笑声威 好让世人知道 什么是落大学生 什么是落大精神 落大的运兵舱里 近千学生 既没好好休息 也没有即将上战场的恐惧 反而各个亢奋不已 好似自己能横扫千军 以一当百一样 对 撞我落大声威 养我落大精神 等下大家按以往在秘境那样 以班为单位 十班为一队 合计三队横推新兽 让正规军见识下我们的厉害 好 落大无敌 我们无敌 无敌 无敌 运兵舱里杂杂呼呼 声音连隔音板都挡不住 传进李爷耳中 调出监控一看 近千学生在舱里蹦蹦跳跳 欢呼呐喊 都吵什么吵 想不想要实习证明了 李爷拿起对话机 声音冷烈喊了声 接着啪一下挂断 没真正见识战场的残酷 总以为很好玩 与在星域秘境一样 可轻松通关 他们哪里知道 那些地方都是被人类征服的秘境 危险程度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被突然喝止的学生 不情不愿地坐下 然后默契在甲板上画圈圈 诅咒李爷 您说 这家伙是不是有病 吼什么都不知道 人群里 几个女生小声嘀嘀咕咕 突然不觉得李爷帅了 小地方的人能有多好的素质 估计是极度我们的身份 在这找变态的优越感 夏宁霜神情高傲说道 说的没错 他就是个变态 还假装什么冷酷 难道是为了吸引我们 嘿嘿 吸引我们不可能 吸引凝霜才对 要知道我们凝霜 可是落大有史以来最美笑话 不仅人长得好看 天赋还高 在龙下无人不知他的名声 哼哼 我想也是这样 可怜他一开车的 还妄想爱蛤蟆吃天鹅肉 笑死个人 好了 别说了 议论这种人 只会显得我们趣味低下 还是想想 毕业了去哪吧 夏宁霜打断几个女生的讨论 在他面前现殷勤的男生 如过江之际 数不可数 每天都能收到大把情书 和讨好的新猪 我想 一个女生刚想开口 建仓的门就被打开 然后看到两道身影 一个是李也 另一个是王猛的警卫 全部下仓 李也对站好 一身是邪的警卫 此时如同地狱修罗般 浑身煞气弥漫 差点把那些女生吓哭 他们都是温室里的花朵 哪见过这种场面 快快快 下仓 男生们先反应过来 然后毫无秩序地跑出建仓 看得警卫员脸色黑了又黑 这帮人到底是来帮忙的 还是捣乱的 李也检查了一下仓库 没发现物资丢失 便对警卫说道 人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警卫露出一个笑容 好 有空来我们这边一起杀敌 李也咧嘴一笑 会的 看着两人如沐春风的交流 那帮学生呆住 搞啥 他们不是会笑吗 为什么要凶我们 第32章 救援舰船 李也带着落大的怨念 离开王猛阵地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路上 他发现 加入江右交通网的 舰车数量越来越多 应是其他地方的支援到了 可消失的代号 也在急剧上升 每隔几十分钟 就有舰车被新手击落 消失在茫茫的风雪里 注意 前方150公里处 出现飞行兽群 请注意绕行 呼的 舰载雷达发出警报 提示附近空域 有飞行兴兽 与此同时 又响起球员的信号 江右 7354舰遭遇飞行兴兽追击 请求附近战舰支援 请求附近战舰支援 李也看向球员信息屏幕 好巧 江右 7354舰正在前方空域 与7354舰连接通信 李也拿起话筒 龙鸣 01收到 我见即将抵达你部位置 请稍作坚持 7354舰 听到有人回应自己 先是大喜 而后是大惊 7354舰 龙鸣 01请注意 我方遭遇飞行兽群 最高等级为动名 五翘新兽 超出龙鸣剑炮攻击上限 还请退出支援 还请退出支援 龙鸣 01收到 正在支援路上 7354 请龙鸣 01 不要一起用事 我见决心与新兽同归于尽 感谢你的研究 请坚持一分钟 李也游门踩到油箱里 龙鸣在高空修一下掠过 发出的鸣爆之声 犹如龙鸣 60秒后 箭在系统提示音响起 龙鸣提示 火控雷达已锁定目标 有目标等级 超出本舰攻击上限 请慎重考虑是否开火 李也没有言语 而是目光紧盯 7354舰的实况画面 画面中 7354舰 被70多头残暴新兽攻击 舰体之上伤痕累累 不时闪着短路的火花 以及阵法受窗导致的灵能泄漏 看模样 伤势不清 7354舰 请注意 我已抵达可视范围之内 接下来 请听从我的引导 7354舰 嗯 陈毅无奈一句 按下阴脉继续说道 好 本舰 听从你的引导 他不知道 李也有什么底气跑来支援 但人已到了可视范围之内 哪怕想后撤 也来不及了 7354舰 请往我舰方向前进 明白 我舰转向成功 请指示下一步动作 左转三度 高度降二百 明白 陈毅操纵拉杆 按要求驾驶运输键 砰砰砰 在他开始操纵的瞬间 李也手动发射 10枚两星灵能炮弹 该型号炮弹 最大伤害 上线为玉空 石翘 无法对动鸣近兴兽 造成有效伤害 但凡是没绝对 只要打中要害 一样可以重创对方 10发炮弹速度极快 在7354舰下落的瞬间 他们就擦着原先位置 呼啸而过 轰轰轰 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 五头玉空及星兽身体炸裂 三头洞鸣及星兽被逼退 还有两头洞鸣及星兽 双眼炸裂 重伤坠楼而下 卧槽 这么准 见此情况的陈毅惊呼一声 龙鸣 零妖隔着自己几十里远 竟然还能精准打击 这又不是制导炮弹 误差在三米之内 而是寻常的机炮 跟枪械一样 打打打狂扫的那种 请全速冲刺 脱离星兽纠缠 就在这时 李也的声音从耳脉传出 我建议达最大速度 无法加速 李也思考0.1秒 再次说道 请打开远程操作系统 授权我建操作 陈毅不做迟疑 立刻打开远程系统 7354件明白 远程操作系统一打开 操作权限已授权你建 龙鸣 零妖收到 正在构建连建操作程序 龙鸣 零妖提示 连建操作程序构建成功 现有指挥官 李也同时驾驶龙鸣 零妖 江右 7354两件 李也手下操作面板一分为二 7354件的操作出现在上面 哒哒哒 李也右手五指如飞 在7354件的操控面板上 输入长串的代码 然后陈毅就被震惊到了 他现在虽然没有操控权 但能看到驾驶过程 当速度隐藏功能打开时 他被看得目瞪口呆 接着强大推背杆袭来 卧槽 加速了 原本已达最大速度的7354件 速度突然骤声 快速与兽群拉开距离 这还不算 残破的运输舰 在加速的同时还蛇皮走位 躲避后方新兽的灵能攻击 那时 突然 陈毅眼眸上映照几个黑点 直冲7354件而来 而那黑点赫然是炮弹 嘎吱 7354件发出舰架过载 而造成的嘎吱声 然后他突然旋转90度 来了个侧向飞行 那几枚炮弹擦着底盘边缘飞驰而过 紧接着 后边爆出几朵血花 又有四头新兽殉命 牛 逼 陈毅嘴巴张着老大 心惊肉跳 看着这一切 与此同时 将右卫指挥部 林飞神色震撼 看着李也的操作 他从来没想过 运输舰能这样用 一个打掩护 一个四级进攻 最关键的是 两舰为一人操作 通知航空大队 放弃救援 原地进行当下任务 林飞先前看到李也要去支援 担心有失 便抽出战机去支援 哪能想到 李也这么生猛 把运输舰当战舰使用 疯狂轰击新兽 老林 这就是你说的汽车兵 还是我武安局后勤处的 江右武安总局 局长梁明国 木讷问道 林飞看了他一眼 酸酸说道 是啊 他昨天刚加入南乡武安局后勤处 入伍一天时间 完成多项壮局 哈哈 是吗 仔细给我说说 梁明国大笑说道 林飞翻了一个白眼 把个平板塞他怀里 没空说 自己翻看他的记录 嘿嘿 梁明国笑了两声 接着查看李也的记录 然后亚麻呆住 什么解封飞行 什么大灯规避兽群 什么火速运送 人员和物资 这一桩桩 一件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是他们武安局汽车兵能做到的 在抬眼观看 操作两艘运输舰的李也时 怎么看 都像是王牌战舰驾驶员 他那熟悉的操作 精准的预判 恰到好处的攻击 无疑不再说明 他是百战航空老兵 不 他的技术 航空老兵也无法比拟 念及此处 龙文宝顶勋章 浮现在他脑海 视野挪到李也处 此时的他 同时驾驶两艘运输舰 相互配合 打击那波兽群 十分钟后 由七十多星兽组成的兽群 只剩洞鸣星兽活着 7354件请注意 我即将交还操作权限 请注意接收 7354件 陈毅收到 感谢兄弟的支援 陈毅接过驾驶拳 操作受伤运输舰 向后方飞去 龙鸣 灵妖 则挡在洞鸣星兽前方 哼 洞鸣星兽 呼出沉重鼻息 嘴角还有稀稀利利的鲜血 混杂着口水流下 现在的他不敢开口 先前因愤怒而咆哮 然后吃了好几枚泡弹 那是真吃啊 牙齿 舌头 喉咙都炸烂了 如果再来几发 他不敢保证自己的肉体 还能扛住 砰砰砰 李也按下发射按钮 又是四枚炮弹飞出 见此 洞鸣星兽瞳孔一缩 二话不说 掉头跑路 这仗 他打不下去了 哼 下次碰见再弄死你 李也放弃追击 调转舰手 向第二式方向飞去 第33章 特产 龙鸣 零妖来到江右卫 第三军 第二式的阵地 此处一片山河破碎 原本的青山绿水 此刻不是焦土 就是血河 横七八竖的尸体 躺着满地都是 而在前方的战场上 那里杀声震天 刀光剑影不绝 灵际术法不断 人兽两方 正在进行最惨烈的搏斗 火控系统启动 而后舰在机炮火力全开 密集炮弹疯狂倾泻到兽群当中 造成大面积 新受死亡 第二式将士回头一看 便见到龙鸣 零妖运兵舰 急驰而来 上面的机炮火光不断 打出连串的炮弹 快停下 前面危险 第二式都市灵力包裹声音 大声向黎也喊道 龙鸣运兵舰是运载工具 不是战斗单位 上边的火炮也是自卫作用 没谁会开着它与新兽搏斗 咔子 黎也按下一个按钮 接着运兵舱的舱门打开 而后一架又一架无人智能飞行器 载着物资向下方各个阵地投送 新兽那边看到人类飞来一架铁疙瘩 立即集结达到预空级的新兽 进行攻击 人类若是弱了点 人数也少了点 但他们擅长制造各种武器来增加实力 而且东西越大 伤害越高 所以 他们在看到大型装备时 都会集中火力攻击 保护运兵舰 都市大吉 龙鸣舰要是被击毁 那将是百亿的损失 一百亿啊 能养活多少人 哼 来得正好 待所有物资投送完毕 李野驾驶龙鸣 零腰来了的螺旋升天 瞬间没入云端 都市和新兽猛逼了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操作 运兵舰 你来螺旋升天 玩呢 十几秒后 有件从天而降 那气势之磅礴 场面之震撼 无以言表 砰砰砰 两排密集炮弹射来 打得那群新兽措手不及 只因高速激动的运兵舰 绕着他们身后 来了个暴局 好多炮弹精准打进新兽菊花 炸出一朵朵菊黄 那画面怎么形容呢 嗯 是个有味道的画面 一套连射下来 十几头新兽不是暴局而亡 就是丧局之痛 失去战斗能力 他娘的 这也行 毒师惊了 惊得目瞪狗呆 玩炮高手他见过 但这种暴局 他是真没见过呀 不止他没见过 现场上万二十将士都没见过 真是母牛屁股挂爆竹 吼吼吼 被偷袭的兽群疯狂吼叫 然后又是一溜炮弹袭来 精准钻进他们嘴里 炸得新兽 或是尸骨无存 又或是伤痕累累 啊这 见此 二师将士又惊了 心说 你对东这样情有毒钟吗 后边还没完够 又换个地方是吧 你也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只顾精准打击 驾驶龙鸣 灵妖在空中飞速驰骋 寻找有力战机消灭新兽 一时间竟大大减轻二师的压力 再加上二师得到物资补充 将士们的灵力 武器得到恢复或者更换 使得二师战力提升三成以上 吹冲风号 都师抓住战机 命令全师冲风 滴滴答答的号角声响起 全师军官冲风血脉被激活 手持利刃 对当面之敌发起冲风 面对气势如山的二师官兵 进攻此处的新兽 被打得节节败退 兵败如山倒 疯狂向后逃窜 李也则驾驶龙鸣舰 轻扫空中单位 与二师来了个空地协同 哈哈痛快 打退新兽之后 都师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 朗声大笑 走 去看看我们的英雄 他叫上几个团总 向李也的运兵舰走去 当他们看到一张陌生 而年轻帅气的脸庞时 不由愣了一下 先前还以为是哪个 王牌战舰驾驶员来了 哪能想到是个生面孔 第二师 都师 薛龙 感谢你送来物资 以及对我师的支援 薛龙率先对李也敬礼说道 随后几个团总一起敬礼 李也慌忙回礼 别别别 长官可别给我敬礼 我受不起 自己小小一个最底层军官 哪能受得起一星少将的礼 哼 受得起 如果不是你来得及时 我是要吃大亏的 薛龙爽朗笑道 他话音落下 有个团总接话道 是啊小兄弟 现在有很多飞行星兽越过防线 阻击我们的后勤部队 导致许多物品 无法运送至前线 如果不是你来得及时 我是别说打退星兽 就是想守住防线 都很困难 听着他们的话 李也挠挠头 有点羞愧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形势这样严峻 不然就不跟路上 那群星兽纠缠了 都师听到这话 心里一凸 问道 怎么 你在路上遇到飞行星兽了 是这样的 李也把在路上的事说了下 薛龙他们听到 有运输舰遭遇袭击时 眉头皱起 可当听到李也一人操控两件 不仅救下友军 还击杀七十多头星兽 重创一头冻明星兽时 薛龙几人脑袋荡击了 这是人能做到的 简直逆天了 他们二师又何德何能 用这种大佬 给自己送物资 小兄弟了不起 薛龙竖起大拇指 真心赞道 另外几个团总 也是钦佩看向李也 如此出神入化的驾驶技术 不要说他们 就是军武大学航空教官来了 也要喊声大佬 嘿嘿 过奖过奖 李也腼腆笑了笑 接儿又说道 几位长官 没什么事的话 我该返航了 等等 薛龙一把拉住他 转头对一个团总说道 去拿些特产过来 是 团总应命一声 凌空向指挥部飞去 不一会又折返回来 手里还提着个袋子 薛龙拿过袋子递给李也 道 战场艰苦 没啥东西送你的 这点特产略表心意 李也眨把眼睛 什么特产 难道是山真野味 那不对啊 山都打秃了 乃来的山真野味 好了 回去吧 见上看 薛龙将李也推上龙鸣舰 挥手告别 运兵舰起飞 向南乡城飞去 路上 李也打开袋子 接着他人傻了 里边全是星珠 而且是二星以上的 回望战场 李也论了一句 真特产 第34章 南宫见到来 丁 成功回收二星灵际珠 乘28 获得自由点 死亡点1400 丁 成功回收三星灵际珠 乘5 获得自由点 死亡点500 请选择点数类型 自由点 返航路上 李也把薛龙给的特产 全部回收 获得1900自由点 一夜暴富 嘿嘿 可以升级了 丁 升级成功 当前等级05 三翘 1101000 自由点 加60 我似乎可以赚钱变强啊 李也突然意识到 死亡不是他变强的唯一道路 只要有足够的星珠 他的属性可以快速拉满 不行 星珠 获取难度太大 猎杀上百新兽 才可能获得一颗珠子 所以 当下还是死亡适合我 李也打消把体格点满的冲动 还是加10点比较可靠 于是他花了410自由点 把属性开头变成了3 自由点 1802 死亡点 249 唉 有钱花不出去 让人难受啊 李也嘀嘀咕咕回到南乡城 然后又接了几单送货任务 顺便支援下友军 接下来的两天 他都是这样过的 而他那牛逼的驾驶技术 以及提前送货上门的服务能力 赢得各位各军的赞扬 现在的战场上 军士们只要听到是李也给自己运送物资 便不担心有什么意外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他绝对不会延误送货时间 往往都是提前送达 偶尔的准时 那一定是在路上支援友军了 就这样 原本需要保护的李也 慢慢开始往危险地带运送物资 当然 这两天里也得到了不少特产 长官们盛情难却 他只好勉强收下 第三天 清晨 李也 你过来 准备出门的李也被张宝国叫住 怎么了 处长 张宝国把他拉到一边坐下 倒上茶水说道 你今天没任务 什么 李也一听急了 不送货 那不是得不到特产了 过去两天里 他虽然没去送死 但得到了一百多颗珠子 品阶虽在三星级以下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如果回收给系统 他又能收获上千死亡点 坐下 坐下 你别急啊 听我把话说完 张宝国无奈摇头 这小子什么都好 就是闲不住 不给他出任务 绝对跟自己急 劝李也坐下后 张宝国呼出一口热气问道 你知道现在的局势吗 李也脑袋上冒出个大问号 他就一汽车兵去哪了解战场局势 张宝国见他呆愣 摇摇头说道 目前我军处于弱势状态 很多强大飞行新兽突破防线 跑到后边偷袭后勤大队 说到这里 张宝国神色哀伤起来 不说别人 就说我们这 昨日一天 汽车组有三个兄弟殉职 包括汽车组长 听此 李也内心一突 他来的时间短 外加最近情况特殊 后勤处所有人都忙得脚步粘地 故而李也还没见过几次汽车组的人 现在都没跟三人一起吃过饭 人就没了 所以总指挥部决定 白天不再进行任何性质的运输任务 转变为夜晚进行 那帮畜生不像人类 他们一到晚上就会修炼 很少出来行动 而这就给了我们 运送物资和人员的机会 这个世界的情况有点特殊 白天灵气非常稀薄 而一到夜晚 天上星辰会洒落星辉 使得灵气非常浓郁 是修炼的好时机 因此 人类也是晚上修炼提升等级 白天则席练灵技 探险等活动 那我能去前线吗 李也兴奋问道 既然白天没事 他总能出去浪吧 张宝国斜眼看他 那眼神在说 你在想屁吃 不知道多少军队 等着你运输物资啊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将是龙下重大损失 唉 李也常常叹了一口气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小子真不怕死啊 为什么总想着上前线 张宝国看不透李也 明明实力不强 却总想着上阵杀敌 难道不晓得 正规军最低境界 是脆体境吗 你一个零五的炮灰 为啥这样积极 唉 李也又是叹气一声 怕死 那怎么可能 他怕死不了 不是 你小子老叹气干嘛 闲不住是吧 闲不住去跟老雪修车 不去不去 李也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修车 那怎么可能 万一又暴露了神级修车能力 那他将定死在后勤处 再别想上阵杀敌了 刷 就在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时候 突然有道身影出现 且自来熟地坐下 两人被吓了一击灵 同时问道 你谁啊 南弓箭低头给自己倒上一杯茶 自顾喝了起来 李也两人相视一眼 默契拿出家伙时 要把人拿下 结果是 两人武器停在对方 脑袋上一厘米处 不管怎么用力 都无法下降嘶吼 半分钟后 两人又同时坐下 唉 喝茶 喝茶 张宝国拎起茶壶 给自己和李也倒上 此时 两人心底掀起惊涛骇浪 这绝必是个高手 大概十八层楼那么高 啪大 南弓箭从口袋掏出个东西 将其丢在桌子上 这是一个红色小本本 封面有着龙下军灰 张宝国拿起翻开一看 双眼瞬间睁大 内心突突突狂跳不止 李也见此 夺过正见瞅了一眼 尼玛 差点把嘴里茶水吐出来 别的他没注意 只看到武贤那一行写着 长城守卫军 五星大将 这看上去有点拉里拉遢的男人 竟然是个五星大将 而且还是 长城守卫军大将 其分量略胜理性一筹 龙下三个军种 分别是武安军 龙下卫军 以及长城守卫军 三军当中 武安军最弱 长城守卫军最强 他们随便一个都是百战瑞士 常年在尸山血海里摸打滚爬 同时 长城守卫军也是人族第三强军 威名响遍天下 张宝国想要起身敬礼 却被南宫剑冷淡打断 坐下 喝茶 是 张宝国拘谨坐到椅子上 整个人严肃到了极点 李也见此凑到他耳边小声问道 处长 你咋了 张宝国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 示意他端正坐着 他问什么 你说什么 南宫剑目不斜视 看着杯中茶水 却好似知道 两人所有动作一样 张宝国双手在大腿上擦了两下 失去掌心的冷汗 小声介绍起南宫剑的身份 第35章 准备去前线 关于南宫剑的事情 张宝国知道的也不多 只晓得 对方站立在人族排行36 比李信强太多 所以他在看到南宫剑的正见后 才会变得那样紧张 人族800亿人 5者多达6、7亿 而在这个庞大数字里 南宫剑排行第36 相对寻常舞者来说 他与神明没啥区别 如果不是有特殊机遇 恐怕一辈子都见不到真人一次 这么强 听完张宝国的介绍 李一眼双眼放亮 如果把这位大佬惹怒 对方随手把自己拍死 那奖励 岂不是要拿到手软 这还是五年前的排名 如今应该更强了 他觉醒的时候 点亮明星天柱 获得游侠剑客的职业 一身剑术变幻莫测 鬼神难挡 张宝国满眼崇拜说道 嗯 有没有这么夸张 含水分了吧 李也故意挑衅说道 希望对方能刺他一剑 可惜 南宫剑只顾喝茶 对他的话视而不见 搞得李也内心嘀咕一句 这就是大佬的风范吗 不屑于他这个废渣计较 可他哪里知道 南宫剑的性格 是出了名的暴躁 要是别人这样说 少不了被打飞 哎呦 我的天 南宫剑没动作 却把张宝国吓坏了 当面怀疑大佬的实力 被打死 也没人敢说什么 他说的对 有水分 谁料 一直不说话的南宫剑却开口了 还赞同李也的话 这可把张宝国弄猛了 不是 大佬这么好说话的吗 看吧 我就说你夸张了 哪有人能图神灭鬼 真要这样厉害 哪还有新兽之祸 李也继续无所谓说道 嗯 有点道理 南宫剑又是点了点头 像是很认同李也的话 李也仔细打量他的样貌 突然 发现自己 在哪见过他 一时想不起来 南宫剑说出两字提醒道 照片 对对对 爷爷的照片 有张合影里 便站着南宫剑 你是我爷爷故人 李也试探问道 严格上讲 我算是你爷爷的半个仔 他不仅说我到身边当勤务兵 在我觉醒后 还知道我修行 我能有现在的成就 都是你爷爷赐予的 南宫剑回忆说道 他本来在昨天能抵达南乡 可得知李武逝世后 便在陆安领园待了一天 李也听后撇撇嘴 老爷子捂着还挺严实 也不告诉我你的存在 南宫剑抬起眼皮 看向李也认真说道 长官一辈子都没享受过特权 啊 李也不说话了 他爷爷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按道退休待遇来 李也高低生活在江南城 而不是小小的南乡城 所以 为了避免把李也养成一个二世祖 李武没告诉他任何 关于自己的事情 那你来这里是 李也问道 南宫剑看了看他 微笑道 保护你 我不需要 李也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一个战力排名三十六的人来 保护自己 那他还死的了 恐怕比重彩票的概率都低 他的举动搞得张宝国一愣 南宫剑也是意外看向他 超级强者当保镖都不要 他是怎么想的 如果放在玄幻小说里 南宫剑妥妥一个护道者 李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激 于是说道 南宫长官 你既然了解我爷爷的脾气 那也应该知道 他绝对不会容许 你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长城才是你该呆的地方 是啊 一个绝颠强者 不去抵御强敌 却来保护一个05级的武者 不能说是浪费 而是巨大的浪费 南宫剑听到这话 难得笑了笑 果然是长官的孙子 凡是以大局为重 不过 你也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保护你 李也眨眨眼 随后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巴掌 一定是天赋暴露的原因 导致顶层派来一个大佬保护自己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还是砸断的那种 你就说 自己以后怎么送死吧 不送死他要如何成长 又如何拿奖励 李也双手无脸 捂住因后悔而要扭曲的率脸 能否商量一下 你回去 让我自由成长 南宫剑摇头 不可能答应他的请求 李也无奈 他对南宫剑又不了解 不可能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 可不告诉他 自己又怎么送死 或许有人会说 你都无限复活了 还怕个球啊 无限复活是没错 可又不是无敌 强者有的是手段对付他 比如囚禁 再比如丢粪坑里 又或者丢一堆仇女里 随便一个手段 都能让他生不如死 所以 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 李也不会告诉别人 自己有无限复活的能力 行吧 但我有个要求 你先说说看 就是不到万不得已 别出手帮我 想必我的能力你也知道了 可以 南宫剑这次没有拒绝 他来之前 夏宴已将李也的情况告知他 实行天赋 拥有强大自愈能力 而且依靠战斗提升实力 所以 只要没有绝对危险 南宫剑不会出手的 关于两人的谈话 张宝国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在神游天外 或者说 他不敢听 他知道 李也的天赋存在异常 而且很可能关乎龙下的未来 所以 这等机密他不想知道 现在的我 是不是可以去前线了 李也眼神期待问道 明天再说 我要去老长官家里睡一觉 南宫剑放下茶杯 身形一闪 消失在两人眼前 这么诡异 李也首次看到 武者施展空间能力 当真是来去无影 张宝国轻笑一声 就是这样诡异 所有战士中 觉醒明星天赋的武者最强 李也拖着下巴 拿自己跟对方比较 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强 你都杀不死我 还怎么刺杀我 夜幕降临 李也再次驾驶龙鸣 灵妖 向各地运送物资 他发现 仅仅一个白天 龙下卫军的防线 就被突破三道 全线后撤三百里 照这个趋势下去 不出一个礼拜 新兽便会打到南乡城 这一晚 李也只做两件事 从南乡城运送物资到前线 然后从前线 把战死将士运回来 待到天明时 仅他一人 就运回三万具将士遗骸 相当两个式的兵力 看着统计出来的数字 李也泪流满面 他们不是 简单的几个符号 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和无数个破碎的家庭 李也感到自己的心在抽搐 触目惊心的数字 像是把把利刃 狠狠地刺入他的胸膛 抹干眼泪 他没通知南弓箭 驾驶龙鸣舰 静止飞向前线 第36章 连升三级 前往王猛防线 李也去前线的事情 很快被李信等人知道 但这次没人阻拦 因为南弓箭来到江右的事情 也被军区高层知道 此外 李也也没有一上来 就前往正面战场 而是去了侧翼的王猛大队 相对其他地方 王猛所在的防线 很适合新人成长 不过 这是李信等沙场老将认为的 正在王猛战线的落大学生 此时哀气一片 他们从来没见过 那么凶猛的新兽 明明与自己境界相等 却总是被人家玩败 要不是有王猛大队在 他们近千人 用不了两天时间 就会全部完蛋 因为 他们在王猛大队的保护下 两天还死了一百多人 死因要么是轻敌 要么是被 吓得慌乱无措 而后被新兽弄死 这把王猛气得跺脚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 人来的第一天 个个眼高于顶 仗着自己天赋高 又是名校出身 很是看不起王猛等底层官兵 所以对王猛的安排 要么阳奉阴为 要么擅自行动 结果就是 第一天死了八十多人 第二天好一点 死了五十多人 第三天则像那小安川一样 大多数人窝在战壕里 不敢出去 现在是第四天 人群里再也听不到 任何叽叽喳喳的声音 只有小声啜泣 或者呆滞的目光 战争太可怕了 比他们想象中的 要可怕一百倍 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同学 只是几天时间 就倒下了一百多人 而且 很多人连尸骨都找不到 回收新桌 龙鸣舰驾舱舱里 李也内心默念一句 将最近获得的特产 全部回收 丁 成功回收一星灵际珠乘96 获得自由点 死亡点乘960 丁 成功回收二星灵际珠乘8 获得自由点 死亡点乘400 丁 成功回收三星灵际珠乘2 获得自由点 死亡点乘200 请选择点数类型 死亡点 丁 你共获得1560死亡点 当前死亡点 1809 最近没机会升级 那就买单药升级 李也打开死亡商店 在丹药区寻找可以提升修为的东西 这么贵 商店有他要的丹药 但售价高达500死亡点 而且还是一星修为丹 每颗只有1000修为点 并且 丹药星级越高 价格越高 修为点却没跟着价格同步提升 比如 二星修为丹修为点数3000 售价则是2000死亡点 算了 实力太弱 先提升几个小级吧 李也一咬牙 买了三颗一星修为丹 砖 全部使用 一年一动 物品栏里的丹药化作精纯灵力 游走李也四肢百骸 丹 升级成功 05 四翘 1101000 自由属性点加60 丹 升级成功 05 五翘 1101000 自由属性点加60 丹 升级成功 05 根据 根据龙下05局毕业条令规定 一流大学之学生 毕业时等级需达到粹体 十翘 二流大学之学生 毕业时等级需达到气动 十翘 三流大学之学生 毕业时等级需达到05 十翘 而龙下一流大学只有三所 洛安大学便是其中之一 再根据四星天赋粹体 十翘来看 他们的属性数值在300至350之间 五星则在370至420之间 所以 李也六字 开头的属性 超过无数英界毕业生 能与之匹敌的 估计只有超一流大学 龙下军武大学重点培养的人才了 当然 这只是属性数值比较 若论战力的话 李也是比不过那些重点培养对象的 因为人家有三门灵迹 李武只有一门 而且还是一星的 呼叫王莽 呼叫王莽 李也拿起话筒 远程呼叫王莽 正在吃早饭的王莽 听到李也呼叫 按下肩头通话机玩笑说道 咋了兄弟 又来给我送饭吗 这次送的不是补解 是人 人 不要不要 王莽一听到是人 饭也不吃了 脑袋疯狂甩动 现在这批大学生 已搞得他心力交瘁 再来一波 他还怎么首先 不要也得要 我人都来了 李也知道他为什么拒绝援军 因为前晚给王莽送物资的时候 对方大到苦水 并说以后别往他这里送学生了 遭不住 真是王八半走毒 憋不住笑了 那可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啊 竟然被王莽如此嫌弃 啊 你来 王莽内心一惊 这位也要亲自上战场 不行不行 你要是来我这 那兄弟还要不要打兴兽了 全个都得守着你 反应过来的王莽疯狂摇头 李也的价值他明白 能抵一个位 可以说 只要有他在 军队的后勤线就不会断 如果在自己防线出了问题 林飞能避了他 遭受嫌弃的李也嘴角狂抽 自己好像还不如落大学生 人家起码待在防线上了 我不用你管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那更不行了 兄弟听我说 你的命金贵着呢 赶紧回去 哥哥求你了 求我也没用 人都快到了 给我留个早饭 李也啪一下挂断通信 全速飞向王莽防线 完了 王莽抓头 表情痛苦 他能想象 接下来的自己 将过上保姆的生活 少爷不能出一丁扁的事 否则有人排着队 来扒他的皮 就在他痛苦万分的时候 远方天际出现一个黑点 不消片刻便来到眼前 看着李也跳出舱门 王莽觉得手里的包子不香了 一把塞给旁边的警卫 给我吃了 警卫 你咬过了 王莽回头一瞪 咋了 嫌老子脏 警卫满脸忧怨 似乎再说 可不是吗 多少天没洗脸刷牙了 兄弟 你不该来啊 王莽迎上李也那张帅脸 满是哀愁说道 不 我应该来 李也绕过他 自顾走到炊石兵前 接过稀饭和包子 那你等下跟着我 可别乱跑 王莽跑到他身边哀求说道 李也露出灿烂笑容 行 早饭刚结束 防线前方便传来隆隆的声音 且有漫天烟尘席卷而来 李也跟随王莽来到防线中间 翘首以待前面的新兽 第37章 出现身兽 经过数天大战 王莽大队450余人 简缘70多人 目前还有370来人 而他们要挡住的新兽 每天都在两千之上 好在新兽没脑子 只懂得猛冲 这才让王莽他们坚守到现在 全体注意 零爆弹准备 王莽高举右手 指挥人马 做好战斗准备 而他说的零爆弹是种灵能武器 作用与手榴弹差不多 可对低阶新兽和武者 造成有效杀伤 预备 放 兽朝距离阵线500米的时候 王莽右手狠狠落下 接着300多军士 同时扔出手中的灵爆弹 灵爆弹在空中 滑出道道优美弧线 而后落入兽巢当中 掀起朵朵血花 炸飞上百新兽 李也想扔两个弯弯 可他身上没有 于是随手捡起一块石头 那么用力一甩 碰 石头离手的瞬间 速度超过音速 产生一道音爆声 然后一秒不到 王莽震惊看到那石子 打进一头气动新兽的头颅 见了后边新兽一脸脑花 你 王莽转头看向李也 他是什么怪物 竟然拥有如此大的力量 李也没说话 又捡起一颗拳头大小的石头 修一下打进兽巢当中 一头野猪怪 当场殉命 我看不透你了 好办上 王莽说出这么一句 他是前几天才觉醒的吧 可看出手力量最少达到200点 只有达到200点 才能仅凭力道 击杀一二星天赋的气动新兽 而200点的力量 最低境界起点为气动 一翘 但那是十星天赋的标准啊 寻常四五星天赋的武者 力量想达到200点 必须达到脆体 一翘 机操 物六 小罗一手 李也拿出本命武器 重天捡 武器入手之后 李也脚下呼的一尘 陷进土里 很好 这家伙又增重了 六十吨 不得已 李也手心释放灵力 使其悬浮手中 要不然 他每一脚都得踩进土里 察觉变化的王莽 嘴角狂抽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怎么拿的武器 也如此与众不同 这下可以放心了吧 我实力不弱的 李也拍了拍王猛肩头说道 王猛沉默 李也颠覆了 他对自然灵体的认知 说好的最废灵体呢 怎么这样变态 行 但你悠着点 别往前面冲 王猛拔出战刀说道 嘿嘿 李也没答应也没拒绝 他不敢保证这个 嗯 不对 今天带头的 怎么是玉空星兽 突然 兽朝后方上空 有头星兽 落入王猛视野 他慢慢悠悠 悬浮在三十米左右的空中 李也 能不能驾驶龙鸣剑 把他压得打下来 王猛问道 李也想了想 摇头说 不行 龙鸣剑如果暴露 会引来更加强大的星兽 现在 我军飞剑 卡车 是星兽重点打击对象 唉 王猛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目前是归零九翘 无法玉空飞行 所以 在面对玉空对手的时候 只有挨打的份 第一小队 跟我牵制那头玉空星兽 另外两队一托攻势 带领落大学生杀敌 王猛短暂思考后 做出应对部署 是 三百多人齐升应命 七百八落大学生 则快速分散到老兵身旁 组成一带二的阵型 你们两个 等下保护里眼 王猛又对警卫员说道 明白 两人同时点头 兽群来到一百米前 王猛大队二次扔出零爆弹 打乱兽巢阵型 零爆弹是稀罕品 各个部队装备有限 很少大规模使用 不然光使用他们 就能解决五成以上的新兽 杀 王猛率领第一小队 如出闸猛虎 直奔那玉空新兽 攻势里的守军 也开始攻击 拉弓的拉弓 投掷的投掷 进行远程消耗 两位大哥 我们冲 王猛冲出去后 李也抽出崇天俭 而后左手剪套 右手剪 一步冲击兽群 这么快 李也后发先至 在王猛之前冲入兽群 去死 他的面前是头三星 独角牛 等级萃体 五翘 属性在二百二十左右 碰 崇天俭自下而上打出 落在独角牛下巴 接着重达数蹲的他 一个后空翻 砸翻一片兴兽 而他呢 在被崇天俭打到的瞬间 头颅骨头碎成一片 死得毫无感觉 死 警卫 假到吸一口冷气 现在的高中生 这样生猛吗 才觉醒 就能将三星 萃体新兽一击毙命 怕是军中 很多老兵都做不到吧 扑扑扑 击杀独角牛后 李也动作不停 手中重天茧 打出道道残影 所落之处 必有新兽倒地不起 短短五秒钟 死于剪下的新兽 不下石头 使得李也所在地方 出现新兽真空 好 突然 兽群当中冲出一头 双翅斑斓虎 等级为三星 归零一翘 各项属性在五百点左右 李也小心 见此 两名警卫拦在李也前方 准备搏杀猛虎 可是李也动作比他们还快 侧身一绕 便来到双翅斑斓猛虎之前 五段机 来到镜前 李也不做任何犹豫 直接施展灵迹 碰 重天剪被灌输灵力后发出微弱光芒 并一剪打向猛虎脑门 好 猛虎咆哮一声 浓郁灵力组成一道屏障格挡攻击 哼 李也冷哼一声 翻身又是一剪 而这一剪的力道达到两千四百点 噗 受到距离的猛虎前肢陷入地底半尺身 头顶灵力屏障也暗淡一分 正当他要反击时 李也的第三剪悍然落下 碎甲 重天剪落下的同时 李也激活特性 碎甲 破防能力提升一倍 咔嚓 一道清脆声发出 猛虎的防御屏障无法抵抗四千八百点力量 外加碎甲的攻击 重天剪破开防御后 攻势不减 悍然砸在虎头之上 瞬间打碎一片头骨 鱼威传进头颅 造成大出血 哄 三四米长的大老虎轰然倒地 嘴里还吐着血沫子 不惊打 李也轻轻瞥了他一眼 然后面向其他新兽 呼呼呼 那些新兽迎上他的目光 皆是不自觉后退几步 这个人类太强了 低端的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你们不上市吧 那我来了 李也咧嘴一笑 强势冲进兽巢当中 掀起一阵血雨腥风 看着勇猛无双的李也 两个警卫对视苦笑 他这么彪悍 要什么保护 而在防线里的落大学生们 脑袋上纷纷出现大大问号 清澈之愚蠢 回归眼眸 那个开车的 怎么会这样抢 第三十八章 一个爹妈不疼 一个舅舅不爱 班长 他叫什么名字 夏宁霜看着前边 那道大沙四方的身影 忍不住向老兵问道 实在太强了 比他这落大第一 强了好几倍 老兵笑了笑说道 李也 十八岁 还是个高中生 同时是南乡武安局 后勤汽车兵 哈 高中生 汽车兵 周围一群学生 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这么猛的人 你说是高中生 谁信啊 没错 此战过后 他必将获得龙温宝顶勋章 老兵再次抛下一个重磅炸弹 什么是龙温宝顶勋章 那是龙下至高荣誉勋章 能获得此勋章的人 无意不施立下赫赫赫之功 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获得此勋章者 未来不管是从军还是从政 都能平步青云 班长 你没开玩笑 夏宁双胡一问道 这个勋章获得难度不亚于登天 他们下加四代人从军 且不少为军中高层 可到目前为止 只有夏宴一人获得过此勋章 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开玩笑 你知道军区统帅 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吗 一人抵一位 如果没有他 三成防线将得不到物资补充 包括我们 老兵的话 镇得一帮学生呆若目击 一人抵一位 一个人顶五十万精锐将士 滴滴 在夏宁双震惊的时候 他胸前口袋响起电子声音 走到一边 拿出小灵通按下接听 然后就看到自己父亲的脸 爸爸 什么事 夏云洲对女儿笑了笑 说道 宁双 你的战斗我看了 爸爸和妈妈都很满意 但战场凶险 不能有任何的大意 另外 你们现在进行的这场战斗 是整个战场最轻松的地方 所以不用害怕和担心 那头玉空心兽 就是你们的终极目标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尝试加入剿灭他的行动中 这对你以后的安排很有帮助 嗯 爸爸 我知道了 夏宁双露出一个甜美笑容 好个乖乖女的形象 看着女儿乖巧模样 夏云洲欣慰笑道 好 记住小灵通别给打坏了 不然我们就关注不到你的实时情况了 嗯 我会的 夏宁双妈撒手中的小灵通 乖巧点头 这个手机一样的通信器 不是简单物品 而是灵能高科技 可发送灵波实时全景录像 并传至其他设备上 故而 夏宁双把他放口袋的时候 远在洛安的夏家 能看到实时画面 清楚知道 夏宁双的每场战斗 包括他跟老兵的谈话 至于李也 夏云洲听说了 毕竟他在江右战场很有名气了 各个军区的将官多少听说了他 但他不知道的是 李也是李五孙子 更不知道夏之义和他有了婚约 夏家 夏之义一身简单服饰 洗了一盘名贵水果 拿到客厅 此时 灯火辉煌的大厅里 做了不少人 他们是夏家主要成员 以及重要宾客 这些人齐聚一堂 就是来看夏宁双如何杀敌的 这帮人满心满眼都是他 只因夏宁双觉醒了八星 召唤师天赋 是夏家重点培养人才 之夜 去地窖拿些酒来 再准备几个小菜 我跟你的叔叔伯伯们喝点 看到夏之义端上水果 夏云洲不带一丝感情吩咐道 那情况 就像吩咐夏人一样 我知道了 夏之义头也不抬得说道 他从来不跟李也提及家里情况 原因就是这个 他在这里不像女儿 更像仆人 转身眼角余光贴到屏幕 看见一个熟悉身影后 他愣了下 然后紧盯屏幕 确认那人是李也后 嘴角微微明起 还不快去 愣在这里干嘛 舞者的事情与你无缘 见他站在原地不动 夏云洲不满说道 他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比夏宁双多出一道血脉 可那又怎样 从小走失 又加上没有舞者天赋 对他属实没什么感情 而被找回来后 一直病泱泱的 花了家里不少资源 还不如没找到 好在收养的女儿有出息 15岁觉醒八星天赋 18岁又要从落大毕业 是落安各大豪门艳羡的对象 哦 夏之义轻轻嗷了声 转身离开 然后绽放一个明念笑容 他真的变强了 但自己也不差 完美领悟了 林书先经 境界也到了05 时翘 今晚就能冲击气动静 夏之义回到落安后 发现林素仙灯不是简单的半生灵气 而是仙气 并且有个空间 他能进到里面修炼 空间的灵气非常浓郁 化物的那种 而且时间流速是外面的许多倍 所以 他用几天时间便达到很多人几年才有的高度 另外 林素仙灯有着遮蔽气息的能力 他不施展05能力 谁也看不出是个灵武者 因此 夏家所有人还以为他是个普通人 对他忽来喝去 而夏之义回到夏家 夏家也是没办法的 他转移到落安的时候 雅鼠就通知了夏家 想在外边租房子都不行 夏家不会允许他在外边租房 说是丢脸 没办法了 他只好回到这里一边打工 一边等离野 老夏 你对他是不是有些过了 好歹是轻生的 怎么跟对个夏人一样 夏之义离开后 一人挑着没说道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 他当年回来的时候 花了夏家不少资源 这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要给宁霜的 却被老爷子强行要了去 你说用就用吧 关键他还没觉醒天赋 又导致宁霜修炼受限 现在没把他逐出去 已是天大恩责了 夏家小姑磕着瓜子凉薄说道 还有这事 我属实不知 替夏之义发生 那人有点意外 赵夏家小姑这样说 似乎被嫌弃也很正常 为个废柴 差点耽误天才 这种事确实很难接受 算了 不提他了 我们继续看宁霜他们的表现 夏云洲说道 见他这样说 其他人也不好讨论夏之义 转而回到直播画面上 那个叫李也的 确实让人意外 飞剑开得好就算了 没想到 实力也这样强大 确实 不过我听说 他是一星自然灵体 难道变异了 变异不可能 自然灵体本来就是最神秘的天赋 有点异常 也在接受范围之内 谁查过他信息 我查过 没啥特殊的 烈士遗孤 从小跟爷爷生活在一起 哈哈 你查到的消息是阉格版的 他可不是简单烈士遗孤 而是李武的孙子 林家的外甥 我说的对不对啊林渊 刷 这人话音落下 场中之人的目光 都看向一人 林渊 李也未曾谋面的亲舅舅 也是落案林家下带接班人 是 林渊端起茶杯 淡淡说了声 看不出任何情绪 见他兴致不高 众人也不再说这个话题 纷纷看向直播画面 他们这些豪门 谁家没点糟心事 在他们的交谈中 李也已在兽群里 七进七出 击杀了二三十头新兽 到了这个时候 王猛他们知道了 只要牵制住玉空新兽 李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于是放任他不管了 而李也呢 见自己成功麻痹王猛他们 开始了送死之路 第39章 送死战斗 王猛防线因李也的勇猛 在局势上微微压过新兽 唯一的弱势 只因对方有个玉空新兽 但有王猛他们百多人牵制着 也没出现太大状况 七八百学生 则在老兵的带领下 加上李也的战斗 看得他们热血有点沸腾 气势发生了变化 竟与同级新兽打得有来有往 不像之前那样 慌得能忘记放招 而以夏宁霜等人为代表的优秀学生 逐渐开始展现 他们该有的实力 不少新兽隐恨他们招式之下 杀 见两个警卫被新兽缠住 李也脚下踩出一阵尘土 他人便如出塘炮弹一样 冲进兽群当中 接着被数十新兽围堵 表演时间到了 李也面对这些猙獰新兽 毫无畏惧之感 反而笑得很开心 故意在后背留下一个空荡 接着一头镰刀螂剑缝插针 不自插进李也后心 接着在那么一角 心脏碎了 定 你被脆体 蹊跷镰刀螳螂穿心 死得突然 获得死亡点成21 自由点成63 三星武器 清风镰刀成1 复活中 被捅死的瞬间 李也便看到长串奖励 一次性拿完21级的等差奖励 在奖励提示之下 还有条提示 让李也大感意外和欣喜 定 王者新装触发特效 篡改死亡画面 穿心画面篡改为镰刀破皮 轻微皮外伤 这这这 李也磕疤了 衣服这要牛 那他还演个屁啊 只要不是太离谱的送死行为 没人会怀疑他被新兽击杀吧 李也 你他娘的小心点 别被妖兽捅死了 刚才 王猛看到那镰刀螳螂刺向他后心 吓得浑身冷汗直溜 这要被捅死了 自己也不用活了 好在李也在被刺中的瞬间 身体前倾半米 躲过了必杀一击 这就是他和别人看到的画面 而真实情况只有一人 使镰刀螳螂看见了 吱 前肢被一股距离从李也体内推出 接着那鲜血横流的伤口 像是特效一般 不到一秒就完好录出 吱吱吱 镰刀螳螂那玻璃般的眼球 出现惊恐 而后浑身站立不止 嘿嘿 你在害怕什么 李也对他咧嘴一笑 他人高高跃起 一剪碎了镰刀螳螂的脑袋 也在这个时候 他后背再次遭遇偷袭 被巨大之物打中 人被飞出好几十米远 丁 你被归零 三翘暴力熊拍死 死相完好 获得死亡点成二十七 自由点成七三 增力单成一 复活中 李也从地上爬起 晃了晃脑袋 这真是个意外 一点防备都没有 看来不加体格是对的 很容易被新兽弄死 李也这一刻觉得 先前的决定无比正确 脆皮的他真好送死 小熊熊 我来找你了 李也几个跳跃回到暴力熊面前 接着一剪呼在他后腿上 疼得嗷嗷叫 吼吼吼 大力熊掌 愤怒的暴力熊 一掌拍向李也头顶 势大力尘的攻击 打出阴暴之声 李也却一点不慌望 武断机 手中重天俭横扫而上 手机力量达到1200点 但还是弱了些 重天俭没有撼动攻击 这是因为 暴力熊的灵迹增幅了力道 远高他本身力量 第二机 李也挥动第二剪 与之再次对碰 哄 两者碰撞 产生巨大气浪 掀起一阵尘土 这次攻防平衡 李也止住了暴力熊的攻势 然后第三机紧随落下 并换了一个攻击方向 打在暴力熊的右后腿上 破 4800点的力量 立刻在熊腿上 造成重大伤害 一片血肉被打烂 如果暴力熊凭借自身实力 能抗住4800点力量 伤害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第四机 9600点则超出上限太多 只见第四机袭来 暴力熊明显感到力量不一样 想要后退 受伤的腿却做不到 碰 重天俭横扫在暴力熊的腹部 巨大力量不仅震随他腹部器官 还将身体打飞 砸翻后面十几头新兽 一星灵技修炼到大成 云端 南弓剑有些看不懂李也的操作 不是说实行天赋吗 那第一灵技 为什么装这样一个垃圾 还修炼到了大成阶段 哪怕三星也比这个好啊 你又不是没有 算了 还是给他找个好点的自由灵技吧 南弓剑摇摇头 武者属性不同 能学灵技也有限制 例如火系灵武者 只能学习火系 或者自由类灵技 其他属性技能不契合灵体 无法发挥出灵技效果 翻看监测手表一眼 确认附近没有强大新兽后 南弓剑向八星秘境大门飞去 他身上的八九星灵技 属于九大行星的技能 没适合李也的 他还不晓得 李也什么灵技都能使用 故而准备去秘境看看 走之前 他随手滑出一剑 然后穿透虚空 刺中玉空新兽腹部 使其重创倒地 这搞得王猛怀疑人生 新兽为什么突然倒下了 可当看到新兽腹部那道剑伤时 懂了 有大佬出手了 王猛没声张 竟然人家没露面 说明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杀 王猛上百人一拥而上 将玉空新兽砍死 李也瞅见玉空新兽 突然遭受重创 嘴角不禁撇了撇 不用说 肯定是南弓剑出的手 算了 继续送死 反正他看不透 心里嘀咕一声 李也开始不设防的战斗 被新兽杀了一次又一次 奖励也是拿到手软 战斗从早晨打到赏武 新兽2000余众锐减一半 加上到了干饭时间 纷纷退出战斗 叮 战斗结束 数据统计中 叮 本次战斗 你一共被击杀134次 获得死亡点乘3350 自由点乘7451 修为点乘6666 一星杂物乘23 二星杂物乘3 三星武器乘1 各类属性单乘7 嘿嘿 小发财 杂物回收 叮 回收成功 共计获得53自由点 以后杂物自动回收 杂物回收价格很低 一星的只有一自由点 两星则五点 是新猪价格的十分之一 运气这么差 一颗新猪都没有 系统有舔包功能 如果发现被杀新兽 有新猪会自动失去 现在杀了一百多新兽 一个猪子都没获得 就很摔 你没事吧 王猛来到里野跟前 前后仔细打量他的情况 刚才这家伙 可没少被新兽攻击 不是拍飞就是摔地上 要不然被当球踢 可不管怎么挨打 都能站起来反杀对方 鱼塘局能有什么事 李也无所谓说了句 然后问道 今天还有没有战斗 王猛摇摇头 没了 上边叫我们转移 为什么 李也好奇问道 王猛脸色一沉 指向远处道 驻守那里的我师 主力被吻 第四十章 人蒙会议 人族联盟会议厅 此时 大屏幕上正直播着 江右受灾情况 从大屏幕上看去 处于江右中心的八星秘境 源源不断跑出各类新兽 向四周扩散而去 龙下为了阻击他们 累计出兵七百三十万 分布在各个重要节点上 将士们以命相搏 砍死无数新兽的同时 也给自己造成巨大伤亡 许多军队被新兽成剑制歼灭 还有不少军队被他们围堵 痛击 而首线外围 则有十八个城市在紧急撤离 人数多达数亿 在这个只有飞舰作为远程交通工具的年代 数亿人的同时转移 无疑是重大挑战 哪怕龙下将所有可用运载工具 全部派往江右 也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尊敬的各地代表 江右此次受潮之巨大 新兽数量之多 实力之强大 是新变期以来 发生在人类范围内最大的一次 所以 龙下恳求联盟派出联军 对其进行镇压 龙下代表 周景起身 对满场代表恳切说道 话音落下 会议厅陷入嘈杂当中 有人惊叹受灾的巨大 有人惊具画面里的惨烈 还有人对龙下的遭遇感同身受 也有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人上一百 形形色色 此时的人族联盟亦是如此 没了从前的团结 心思各异 嘈杂声音持续五分钟 却始终无人对此 进行有效表态 作于会听前排的四个代表 更是坚默不言 像是没听到周景的请求一样 周景闭眼呼出一口长气 再次说道 各位 龙下正在遭受150年来 最大的秘境劫难 并且秘境处于龙下腹地 如果将有失守 灾难会波及整个江南区域 届时 龙下江南另外八省数十亿人 将生活在新兽的威胁下 这会对东周的安全局势 造成巨大影响 从而影响到整个人族 周景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整个会场 可认同此话的人寥寥无几 他们觉得 周景言过其实了 受灾在龙下腹地 能受到影响的 只有龙下 关东周什么事 更与整个人族没任何关系 除非你们任由新兽肆虐而不制止 让他们跑到其他地界 但这可能吗 完全不可能 世人皆知 龙下把土地看得比命都重要 所以才会派遣七百多万大军围堵新兽 所以才会想着打退他们 同时 他们认为 龙下作为东周之首 人族第三的超然势力 绝对有能力压制八星秘境 现在球员 无非是想减轻自己的损失 可当下什么情况 联盟排的上号的势力都吵着分家 谁愿意替你们送命 各位 难道忘了龙下从前是怎样援助 你们的吗 我一批又一批的英勇武者 有多少人倒在你们的土地上 又有多少人挡下你们的灾难 现在 我龙下面对寿潮里有不胆 你们是想隔岸观火 还是见死不救 周景内心悲弃 龙下从前的牺牲和付出 在现在看来都为了狗 周代表 此话严重啊 我们也没说不帮忙 你别乱讲 但姿势体大 需要从长计议 终于 最前排的一个代表开口了 这人长得金发碧眼 大壶茶 是西周 西罗兰地区的代表 对 相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讨论联盟解散更急迫显 大家争论了几十年 也该有个结果了 美西地区代表也开口了 但他的话 跟救援龙下毫无关系 当然 美西也不可能去救援龙下 不落井下时已经不错了 随着美西代表的声音落下 芬家的呼声响边会场 只有少数代表神情七七 有着说不出的酸楚 人族联盟一旦解散 那么受保护的弱势区域 将倾覆在新兽力场之下 碰 末地 周景猛然拍了下桌子 使得全场为之一计 纷纷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他 这还是龙下代表 首次在大会上拍桌 无耻 周景指着前边几个代表 大骂无耻 你们先是对我龙下的遭遇无动于衷 违背联盟规定 现在更是想解散联盟 难道忘了联盟因何而成立的 又忘了多少人为之赴汤蹈火 流泻牺牲 如今 五大兴们的威胁还未全部解决 就想着分裂联盟 对得起死去的英雄了吗 对得起还在饱受新受磨难的灾区吗 联盟解散 龙下第一个不同意 龙下为了这个联盟付出太多太多 连人族第一战力的李武 都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现在才过危险期就有人想解散联盟 那会导致多少人牺牲 又会有少地方沦为受灾区 哼 怎么对不起 近五十年来 我们几个地区贡献了联盟60%以上的资源 资源输送到了各地 增强他们的实力 可他们不争气又有什么办法 消耗那么多资源 却始终无法反击新受 除了物资以外 我们又派遣了多少武者 去抵御各地的新受 结果呢 有的地区害怕没了新受便没了援助 于是对敌敷衍 私自挥霍物资 壮大自身实力 你说 这样的联盟还有什么意思 又有存在的必要吗 西罗兰代表巧舌如簧 讲述他们的伟大 贬低他人的付出 听得被他暗指的那些 代表咬牙切齿 他们是不抵抗吗 当然不是 原因是根本打不过 只能消耗物资 提升实力 而对方说的 派兵援助 那更是无稽之谈 且无耻至极 所谓援军 要么是些新兵 要么是狩猎队 不是来训练新人的 就是来掠夺稀有资源的 哼 真实情况是什么 我想你们很清楚 但想解散联盟 你们在做梦 只要我龙下不同意 你们的想法只是幻想 联盟解散 对龙下是最不利的 因为五大新门 东周新门实力最强 新兽最多 因此 在长城的守军 也是最多的 那里除了龙下长城守卫军以外 还有其他地区的联军 若是联盟解散 龙下将独自面对一座新门 到时候 龙下会是何等境地 不言而喻 不如这样吧 一直没开口的 古特地区代表说话了 周景直直看着他 古特势力同样是解散派 他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中周态度 只要你们龙下 守住将有五成以上的城市 我们百年内不提解散的事 倘若没守住 这个联盟就解散吧 我们不想跟蔡基婉 说完 古特代表眼神戏谑看向周景 等待他的答复 我觉得可以 古特代表的提议很有建设性 就这样吧 对 要是没守住 联盟就解散 如果龙下不同意 那么我们几个地区退出联盟 不服就来打我们 是啊 机会给你龙下了 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你们实力了 美西 西罗兰 雪域几个代表 相继赞同古特的提议 然后大步离开会场 他们离开后 本周亲近他们的地区代表 也纷纷离开 最后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的地区代表 在原地哀伤 唉 静元氏 听天命吧 一个与龙下交好的地区 代表安慰说道 而后无奈离开 古特的提议 是把龙下放火上口 如果守住了 人家会说龙下好厉害 可要没守住呢 龙下要背上联盟解散的锅 第41章 升官了 人盟会议结果传回龙下 高层对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最后决定 为人盟的延续进最后一份努力 然后通知前线总指 要求他们尽力守住江右五成以上的城市 另外 龙下江东区 九黎区 分别派出两个位前往江右战场 自此 惨烈的江右保卫战拉开序幕 无数龙下将士 倒在此战当中 也有许多精彩绝艳之辈 在此场保卫战中 崭露头角 龙下高层做出这个决定 也是无奈之举 不管如何 他们都不能放弃江右 否则后患无穷 南乡战场 虎奔卫 第一军 第一师防线 此时 该师上万将士 被几万星受围的水泄不通 情况岌岌可危 可上边给他们的命令是 固守待员 没有命令不能突围 而上边会下这个命令的原因是 距离一师五百里的二三师 正在围歼一股新兽 如果一师脱离阵地 很可能让二三师的努力 复之东流 李也在听到这个消息时 首先想到救援一师 可转念一想 他拿什么去救 无限复活吗 我们往哪里撤 李也挨声问道 王猛笑了笑 说道 你不在我们里面 包括那群学生 什么意思啊 李也不解问道 王猛直直看着他 笑而不语 很危险 李也问道 王猛坦然一笑 知道还问 说完 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张合影 有两人 一个是王猛 另外一个身影小小的 我女儿 叫南南 今年五岁 如果我没能回去 能不能帮我把她 送到江南城的荣光儿童院 那里环境好点 李也对照片里的南南笑了下 长这么可爱 一点不像你 确实像他妈多一点 可惜人家看不上我呀 跟有钱的跑了 你就说我这个忙 你帮不帮吧 我可帮不了 谁都娃谁去爱 送我儿童院算什么事 李也目光看向远处天空 眼睛有点酸酸的 他是个孤儿 知道没有父母疼爱的滋味是怎样的 我家在江南城 春江区 梅园小区八壮 很容易找的 王猛把照片塞进李也口袋 而后头也不回地大喊一声 拜托了 我没什么亲人 全队集合 向436地点前进 大队在李也和数百学生的注视下 向目的地集新军 李也 把那群学生带回来 你有新任务 这时 通信器响起张宝国的声音 听声音有点着急 收到 李也对通信器说了声 然后对落大学生喊道 带你们同学和老兵回南乡 数百学生无人敢诈刺 乖乖将几十具遗骸搬上龙鸣舰 然后老师坐在运兵舱里 与来时的情况截然相反 十几分钟后 李也驾驶龙鸣运兵舰 规避几波飞行新兽 安全回到南乡城 把学生和遗体交给对接人员后 便准备返回武安局 没想被一人拦住 你好 我叫夏宁霜 很高兴认识你 夏宁霜对李也伸出白皙右手 笑容甜到发腻 看得落大男生羡慕极度恨 李也瞅了他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转身上了龙鸣舰返回武安局 饱读各种文的他 清楚知道 不能跟这种笑话 沾染一丝丝的关系 否则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他有限的生命 不能浪费在夏之一以外女人的身上 有那空 不如多死几次 还是首次有男生拒绝我的主动 有意思 李也的冷漠 不仅没让夏宁霜生气 反而对他更有兴趣了 这大概就是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宁霜 他是不是不喜欢女的 一个女生走到他身边说道 这么一个大美女 主动跟你认识 居然连句话都没有 难道不晓得女生的主动 代表了他对你有意思吗 落大笑话女友都不要 只能说有问题 你觉得呢 夏宁霜没好气瞪为眼女生 他猜测李也拒绝的原因 大概是社恐 也可能是男孩的害羞 哦 那就是在以退为进 好老套的泡妹手法 该名女生也有自己的猜测 他觉得李也这么帅 肯定谈过很多女朋友 懂得如何俘获少女心 夏宁霜没说话 可能也许是吧 李也来到后勤处 找到张宝国 处长 什么新任我 是这样的 你最近的表现局里 和上边都看在眼里 所以准备给你加点担子 任命你为汽车组的组长 要没什么意见的话 在这里签个字 张宝国翻开手里文件夹 上边有张申请表 啊 李也呆了呆 什么情况 才来四五天就升官了 怎么 被巨大惊喜冲昏头脑了 张宝国把笔塞李也手里 按着他的手 歪歪扭扭 写下李也二字 好了 恭喜你啊 我的汽车组长 张宝国笑容满面 收起申请表 而后叫人 把他送去局长那里 很快 一张全新的任命书 落在李也手里 不是 这就 好了 李也觉得很梦幻 自己还没表态啊 咱们程序 就走完了 好了 你今后就是我们的汽车组长 手底有五个人呢 那工资呢 你缺钱 我可听说 某人收了很多特产啊 能在江南城里换套房 啊 是吗 不晓得 张宝国眼神悠悠 将一个袋子递给他 里边装着王猛那日 给的新猪和铃肉 处长 烤肉吃吗 李也产妹说道 吃吃吃 于是 两人在风雪漫天的下午 吃起烤肉来 新猪则被李也 随手丢进张宝国的口袋 两心珠子 用处不大 倒不如让张宝国 拿去换点吃的 你晚上有个大任务 吃下几片烤肉后 张宝国神色认真说道 难得见张宝国严肃 李也停下筷子问道 有多大 看到那五车物资没有 就是 你今晚的任务 张宝国指向停车场 那里 停着五辆军卡 一箱又一箱物资 正被人从上面搬下来 箱子外面还喷有字体 军用物品 怎么回事 李也内心一惊 五卡车军用物资 足够一个位使用半个月 我们将右卫在前面吃了大亏 逼得林都卫掏出家底 要跟新兽干场大的 这不 东西全搬来了 晚上有你运到前线 别让我不放心 我明白了 你说将右卫吃了大亏 有多大 李也小声问道 张宝国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悲痛说道 第三军 没了 全军上下无意存活 包括你见过的血龙将军 什么 突如其来的噩耗 听得李也手中筷子掉落 第四十二章 天上有恐怖新兽 这是一个苦难与希望交织的时代 也是无数英雄挺身而出的时代 在黑暗的深渊中 无数人用自己的身躯 点亮一盏盏明灯 照亮一个民族的前路 驱散人们脚下的黑暗 李也很难想象 他们是怎样的伟大 心甘情愿牺牲一切的 为他人披荆斩棘 而他们的付出 有时不被一些人理解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 他们的崇高吧 天气越来越冷 将又下了好大雪 气温降到零下七八度 原本的道路被大雪覆盖 人们只能摸索前进 发出嘎吱嘎吱的踏雪声 这声音 也是龙下的脚步声 不屈 坚毅 奋战到底 舱门关闭 李也启动龙鸣舰总开关 在冰天雪地里缓慢爬升 而后一头钻进 黑夜茫茫的雪天里 将又防空提醒您 您航线方向前500公里处 有大批飞行新兽 请注意绕行 龙鸣舰驶离南乡不到百里 驾驶舱便响起 防空连网的警报 可绕路才不久 又是急促警报声响起 打开预警网 只见前往江右卫的路线上 全是新兽 数量之多 是前几日白天的树北 并且还有新兽成群结队 向南乡城飞来 大概是想突袭城市 也在这个时候 龙鸣舰附近空域 出现数架战舰 他们速度极快 几下追上李也 并与之同速前进 龙鸣 您邀请注意 我是江右航空大队 龙鸦编队 现有我部四架龙鸦战舰 为你打通航线 请注意配合 龙鸣 零腰收到 李也放弃原先 高空突围的想法 转而加入龙鸦编队 龙鸦战舰体型不大 只有龙鸣的一半 但它的空间 全用来装备各种武器 实打实的空中堡垒 四战舰分布在龙鸣舰 上下左右一千米处 构建一个绝对防护阵型 几分钟后 编队手域飞行新兽 然后四战舰打出一道道 灵能激光 点射前方星兽 龙鸦战舰的武器系统不同其他 它们上面的武器 都是阵法武器 灵力通过阵法的转化 能打出激光一样的攻击术 理论上 它们的攻击速度 与光速相同 且是百分百命中率 同样的 能量消耗巨大 每次攻击 都要消耗树莓新珠 没错 新珠除了有灵技外 还蕴含了浓郁灵气 无者可通过攻法 对其进行炼化 阵法则能将其分解 汲取能量 在战舰强大的攻势下 首波飞行星兽 不得已分散逃窜 可当第二波的时候 便不再轻松 兽群当中有树头洞明星兽 攻防能力与战舰阵法相当 从而导致战舰被牵制 无法很好地保护龙鸣舰 李也激活武器系统 开始它那精准打击 于是乎 它前面的星兽 不是被爆口 就是被爆眼 鼻孔大的 则被炸得面目全非 一时间 净打的星兽 不敢出现在它前方区域 李也则趁机穿过围堵 急速脱离战场 感谢龙鸦编队的护航 接下来由我自己前往目的地 李也拿起对讲机说了声 接着龙鸣站舰一个垂直攀爬 转瞬来到大气层之外 到了此处 因大地引力降低的原因 龙鸣舰的速度又快了几分 而从这个高度看去 下方大地到处火光点点 那是一处处激烈战场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星兽晚上开始加班了 不打到半夜 绝不停手 而且还懂得了制空 整夜都有飞行星兽 袭击后勤编队 李也驾驶龙鸣 在大气之外急速飞行 就在即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前方出现一个巨大黑影 他正在那里吞云吐雾 汲取星辰精华 而令李也惊悚的是 预警雷达竟然没发现他 这说明一个问题 对方等级超过雷达探查上限 天河还是龟一 或者龟一之上的真灵 李也神情凝重 碰见如此强大的对手 龙鸣舰根本跑不了 他不怕对方拍死自己 可这一车的东西 关乎江右卫的命运 断不能被他毁了 怎么办 李也额头急出冷汗 蓝弓箭不在这里 他拿对方毫无办法 就在他急得团团转时 那黑影射出两道金光 正是他双眼发出的 金光短暂出现后 便没入虚空 不待李也反应 驾驶舱里出现空间波动 两道金光从中射出 精准打在他身上 遭受金光打击 李也身体刹那变成一团灰烬 定 你被九星真灵实窍 幽冥巨猿瞪眼杀 死无全尸 获得死亡点乘八四 自由点乘六七八 九星灵记珠乘九 九星明雾单乘十 幽冥单乘一 一百秒复活中 卧槽 灵魂尸海 死亡提示 把李也吓了一跳 不说封后奖励 单说星兽等级 就能吓死人 真灵实窍的星兽 那岂不是大妖将 而且还是九星 这谁打得过 龙下目前没有九星高层 整个人族 也才六个九星强者 美西两个 西罗兰一个 古特一个 雪玉一个 还有个再扶桑 不过他觉醒得晚 前几年才踏入真灵境 但是 人族百星榜上 龙下三个前十 扶桑那个在十名之外 难怪这次的兽潮如此严重 原来有真灵 石窍作证 到了这个级别的星兽 智力与人无异 懂得谋略权术 有意思 幽冥巨猿精神力 扫过龙鸣剑 对他的结构 发出赞叹声音 随后 一股强大灵力包裹龙鸣剑 将他甩向下方一群飞行新兽 带回去 好好研究 传音给小弟后 幽冥巨猿再次闭眼 吸收星辰之力 随着他的修炼 方圆百里的星辉 疯狂涌向他 龙鸣剑缓慢掉落到兽群当中 被他们抬着 向秘境入口飞去 李也则在这个时候悄然复活 不过身上有着不小的伤 需要几十分钟 才能完全恢复 嘿嘿 居然没拍碎龙鸣剑 真好 看到完好无损的龙鸣剑 李也悬着的星落地 然后 等待时机开溜 说来也巧 新兽的飞行路线 恰好要路过江右卫上空 于是 李也敲咪咪联络林飞 告知他现在情况 林飞一听 李也被劫持 立刻率队埋伏新兽 七八分钟后 躲在云层里的林飞他们看到 数十头新兽 抬着巨大龙鸣剑飞来 前后还有护卫的新兽 那情况怎么说呢 有点像黑人抬棺送葬的场景 杀 林飞率人掩杀而出 打得数百飞行新兽措手不及 不到三分钟 便结束战斗 回到地面 李也在林飞耳边小声说道 天上有恐怖新兽 第四十三章 系统报错 什么恐怖新兽 林飞皱眉问道 你跟我来 李也和他进入龙鸣驾驶舱 然后回放先前的飞行记录 当林飞看到那一眼 瞪死李也的强大新兽后 身体忍不住后退两步 真灵时空系新兽 幽冥巨猿的强大 猛击林飞心底 这等强大新兽 完全超出江南的应对能力 目前 江南军区只有一人达到真灵级 那就是军区统帅 李信 真灵 三翘 可他是雷电法师 打不过幽冥巨猿的 你是怎么从他手底逃脱的 林飞想起那两道光束问道 重伤假死 瞒过了他 李也胡周说道 反正王者新装给的是这个特效 还好你天赋特殊 不然必死无疑 林飞后怕不已 换作寻常灵武者 早被那眼神瞪死了 嘿嘿 我没那么容易死 李也虚弱笑道 破碎死亡复活后 是半残状态 情况会在未来五十分钟内 逐渐减弱 好了 你好好休息 我得上报这个情况 林飞塞给李也树莓疗伤单 而后反身回到自己的指挥部 将幽冥巨猿的情况上报 李信 韩仙灵等人知道 此事后 皆是大为震动 而后情况 传到长城指挥部 夏艳一世神色凝重 看着情况 最后他们一和解 准备来个钓鱼 真灵新兽强大没错 但人族里面 也有差不多的高手 这便意味着 幽冥巨猿是座宝矿 如果将其击杀 定能获得时空类新珠 因为随着新兽等级的提升 新珠的掉落概率 会随之增加 像幽冥巨猿这类新兽 本身学习了九个灵技 暴率更加高 保底能获得一个 而在人族里面 有个人便是九星时空系灵武者 那就是 美西六星大将 麦克瑟 觉醒九星 时空猎人职业 是人族当前第一战力 真灵九翘 所以 只要把消息放出去 龙夏确信 对方会来击杀幽冥巨猿 不过这对龙夏来说是痛苦的 承受了巨大灾难 大好机缘 却要拱手让人 但又有什么办法 天亮时分 关于将又出现 真灵时空新兽的消息 在世界各地高层不进而走 美西 消息可靠吗 六星大将 麦克瑟 看着手里情报激动问道 消息准确无误 我们安排在龙夏的高级探子 反复确认了 巴奇顿肯定说道 巴奇顿 美西六星大将 九星 通灵师 真灵八翘 百星榜排名第四 他与麦克瑟 被世人称之为 美西双剑 故得 我正准备寻找第九灵界 现在却出现真灵新兽 真是上帝保佑 麦克瑟放声大笑 好似幽名巨猿 已是囊中之物 消息来得太过隐秘 会不会是龙夏的圈套 巴奇顿担忧问道 麦克瑟自负一笑 圈套又如何 但这机缘 我不能错过 韩仙灵他们 虽然决定放出消息 但没有大张旗鼓的通知事件 而是通过叛徒泄露的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世界各地大佬蜂拥而至 免费击杀新兽 而他们自己呢 则装作准备独吞真灵新兽的假象 龙夏虽然没有九星 时空系灵者 但有个八星的南弓箭啊 如果他修炼了一门强大的时空灵技 那么会大大提升龙夏实力 清晨 睡了一觉的李也 开始查看昨天获得的奖励 九个九星灵技猪 嘿嘿 发大财 让我瞅瞅值多少钱 李也翻开商城列表 看到九星灵技猪的价格后 他人傻了 疯狂大笑 回收价一万 九颗就是九万 发财了 发财了 等等 还有十颗九星灵雾丹 那价格一定很贵 癫狂大笑后 李也紧张查询灵雾丹的价格 当看到那长串的灵后 李也双手五胸 东一下倒地不起 丁 你被自己激动而死 死得匪夷所思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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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报错中 先复活 李也从地板上爬起 什么意思 自己把系统搞崩溃了 我要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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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也在脑子里 不停碎碎念 然后看到一长串的乱码 按设定 自杀是没奖励的 可激动而死 属于猝死吧 是个意外 不在自杀范畴内 系统也许没想到 李也的心理 承受能力这么差 不就是售价五十万吗 为什么把自己给激动死了 丁 系统纠错完成 补偿豪华抽奖一次 没了 还以为能补偿几万死亡点 结果就这 豪华抽奖 万一又抽中王者新装怎么办 算了 抽吧 激动的心 颤动的手 李也意念一动 飞标射中大转盘 丁 豪华抽奖一次 恭喜获得九星 时空灵技 破空斩 哼 垃圾 这个奖励 李也比一不懈之 幽冥巨猿报的奖励 全是时空灵技 没什么用 不然融合一下 李也不怎么想学九星技能 他是有系统的人 注定要学满时星灵技 如果现在学了九星 等于巨大浪费 倒不如直接弄个 时星灵技出来 所以 他想到系统的融合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将同级物品融合升级 比例是十比一 现在刚好有十颗九星珠子 并且是同一属性的 融合后 依旧是时空系灵技 想到就做 李也把十颗珠子 放进融合炉子中 融合炉子金光闪闪 且不停晃动 三秒后 炉盖打开 一颗珠子 从中浮起 丁 融合成功 恭喜获得十星灵技珠 流光绝阵 群 李也意念一动 手中出现一枚十星纹路的珠子 此珠大如鸡蛋 比一星灵技珠大了好多倍 意念探入其中 李也获得呆技能的信息 流光绝阵 时空系阵法类杀招 施展后构建一个百米大小的次元空间 并对空间内的敌对目标 造成巨大伤害 伤害总量等于灵性 乘技能熟练度 共五级 乘天赋等级 乘灵技基础伤害 一千 好强 流光绝阵的强大 超乎李也的预计 如果他现在领悟了该门灵技 最低能打出六百万的伤害 要是修炼到完美境界的话 伤害将是恐怖的三千万 届时 灵武斩杀玉空不是梦 我好像能完全领悟啊 李也想到十颗九星明目丹 把它们融合了 岂不是能完美掌握一门十星灵技 系统 融合明目丹 丁 融合完成 恭喜获得十星明目丹 要不然把等级点到气动镜 看着手里的技能和明目丹 李也非常心动 零五 六翘距离气动镜并不远 不会浪费太多奖励 升级 李也默念一声 把等级提到零五十翘 而后疯狂加点 第四十四章 实力大提升 加完点的李也 基础属性达到一千 超过绝大多数的归零十翘 来到五者中断水平 这个水准放在军中 达到大队长的任职要求 气动剑 我来了 丁 升级成功 自由点加六五 李也再次点击升级 而后他的气势一阵 有无形气浪 吹动驾驶舱的空间 接着 他所有属性翻了一倍 姓名 李也 天父 北辰之主 二 境界 气动一翘 1103000 力量 2000 体格 200 速度 2000 灵性 2000 灵力 20万 自由点 7689 死亡点 3743 修为点 1666 北辰之主 跟着升级了 天赋的变化 让李也有点意外 他一直没搞懂 祸狐一是什么意思 现在看来是等级提示 有什么用 等等 我似乎还能加点 李也发现 升级后还能继续加点 而其他灵武者 在提升大境界后 只翻一倍属性 并不会额外增加 他在体格上加了一点 然后意念移动到力量上 定 力量加点成功 当前可继续加点 真的可以 李也欣喜不已 把体格点到210点 又将其他四围加了100点 这时候 他眉头皱了下 提示 当前力量已达体格上限 请在提升体格数值后 再进行其他加点 难道我在气动镜 每个小级的加点 上限是200 李也按着猜想操作一番 结果如他所想 气动镜 每个小级可加200点属性 点数达到上限后 李也很恐怖自己的属性 除了体格外 其余四项 超出六星天赋 玉空十俏的水准 2200点 足足跨了三个大境界 照此下去 他到玉空镜的时候 大概率能斩杀真灵强者 收拾震惊心情 李也准备学习第二灵计 深意相通 灵命同合 幻灵 灵体从体内幻出 出现在李也面前 此时的灵体 比刚觉醒那会凝视太多 光线无法轻易穿透它 拿起灵记流光绝阵 李也又一次念动口诀 明心勿计 树道无极 参法 口诀念动 灵体第二条五脉 气动第一窍璀璨夺目 将李也手中的灵记 吸入其中 星珠吸收后 李也脑海随之多出一片灵记 他随便看了一眼 嘖嘖嘖 太难了 靠自己领悟的话 光入门就要参悟五百天 还好我有挂 能直通完美 省去四十多年的苦修 十星灵记 十星天赋修炼 想要达到完美境界 需要一点五五万个工作日 约等于四十二年 如果九星天赋修炼 那时间还要长一些 而八星天赋 根本无法参悟 灵记等级达到五星之后 五者只能约一级学习 不像前五星 可约两级学习 故而高级灵记稀少 也不会太过紧缺 李也意识进入脑海深处 经过漫长的学习 他完全掌握了流光绝阵的内容 现在的他全力施展流光绝阵 击杀动明星兽不是问题 意识回归本体 李也掌心又出现一枚丹丸 幽冥丹 服用后 可激活北城之主 时空能力 介绍很简单 内容很恐怖 李也捏丹的手指 都止不住颤抖 这不是变相获得 天阳系的明星天赋吗 有了时空能力 他李也也能空间跳跃 控制时间 咕噜 丹要吞下 一股神秘力量洗涤灵体 然后诞生时空之力 丁 服用幽冥丹 激活时空之力 获得职业 时空旅者 时空旅者 一 可随意进行空间跳跃 无CD 不花费灵力 跳跃距离随等级而变化 当前最远距离 110米 二 拥有天生计 时间禁锢 可对单一目标造成时间禁锢 使其处于静止状态 禁锢时长一秒 但要注意 目标等级越高 禁锢时间越短 最大等级禁锢差 五个大境界 这 李也妈了 被那幽冥巨猿击杀后 他所获得的奖励 超乎想象 随便一样都是轰动全人类的东西 尤其是最后的幽冥丹 等同一个时星时空天赋 所以 送死应该送高端局 无数次小卡拉米 李也有了新的死亡目标 以后只送高端局 被低端新兽击杀 虽然能获得大量自由点和死亡点 但目前看来 这两样东西是最不值钱的 各种高级灵迹 名物丹 幽名丹这类东西 才是值钱货 舱门打开 李也跳出龙鸣剑 静止向江右卫指挥部走去 白天没货送 该上阵了 林长官 给我安排个去处呗 找到林飞 李也开门见山说道 你 林飞打量李也一番 见他伤势完全恢复 便拉到一个角落小声问道 老师告诉我 你是什么实力 李也挠挠头 反问道 你的团总是什么实力 林飞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紧紧盯着李也 这话的含义他懂 但无法相信 主力团 六星天赋 玉空石翘 五位属性 两千零五十点左右 林飞紧盯李也说道 想知道 对方听到这句话 会有什么表情 李也点头 说出一句震惊林飞三年的话 那我比他们强点 听到这话 林飞又把他往角落里拉了拉 并打出一道隔音屏障 你没开玩笑 林飞不信 李也能在数天内 将五位属性提升到两千多点 没有 目前两千二百点 李也肯定说道 手拿出来 林飞不再质疑 而是准备验证一番 李也握住他的手 随后全力一捏 一股巨力 传进林飞掌心 窃窃感知到两千多吨的力量后 林飞双眼睁得老大 满脸的不可思议 短短数日时间 就到达无数人 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好好好 林飞激动握住李也的手 这么强大的天赋 不出十年 整个天阳世界 都要因他而颤抖 现在能安排我去前线了 我真的靠打架变强 李也收回手说道 嗯 可以 这样 我给你一个警卫中队 去二二三三号区域 那边有上千翠体 归零的新兽 还有几头玉空新兽 给你练手正合适 我能一个人去吗 你说呢 好吧 一个中队就一个中队 不过我有言在先 打掉那边新兽 我要转场的 哈哈 你真要有那个本事 后边我都不给你警卫了 这可是你说的哈 李也新冲冲出了指挥部 不等警卫中队集合 他人就跑没影了 第四十五章 所以 以后要死体面点 咻 李也峰一样 出了江右卫主大营 来到一处空旷地带 接着一年一动 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时 他人已在一百一十米之外 嘿嘿 送死神界 时空旅人的能力 李也很满意 今后可以花样送死 并且不用担心 玉空新兽 他们能腾空 自己则可以空间跳跃上天 咻 李也一路闪现 留下通通通的声音 刚才有什么东西过去了 某弟 一对巡逻兵 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可那东西的速度极快 眨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个人 队长 你知道 那是时空灵舞者在空间跳跃 根据他跳跃距离判断 修为在气动一窍 估计是哪个后辈跑来战场玩耍了 气动一窍 可他在连续跳跃吧 有那么多灵力 一点灵力可跳跃一米 修为到气动镜 怎么也有两三千点 能跳跃一段距离 走 我们去看看 谁家孩子这么调皮 竟然在战场上乱窜 嘿嘿 阔矣 阔矣 于是 一队人向李也离开方向追去 可足足跑了五六公里 却不见那道身影 这超出小队的预计 情况不对 快 立刻排查附近区域 这时 小队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刚才其实没怎么看清 跳跃的东西是什么 但残影是人的模样 可星兽中也有差不多的物种 比如星星 肺肺 伪人兽等等 所以 小队长怀疑 他们被星兽耍了 很快 他隶属的大队集体出动 寻找那头会闪现的星兽 而李也对此一无所知 他连续闪烁三四百次 早早来到几十公里外的2233区域 用时不到一分钟 什么人 抵达此处 他被一名战士拦下 刺几人 李也掏出证件递给他 后者验证无误后 胡一问道 武安军来这里 嗯 林都尉命我镇守此地 星兽在哪 李也拿回证件问道 你 战士上下打量李也 武安军一心五味 能在那边担任个小队长 可放在正规军 可能连当大头兵的资格都没有 一般来说 武安军小队长的境界 多数在气动实窍 而正规军入武标准是脆体一窍 所以 该战士有理由怀疑 李也是来搞笑的 对啊 李也肯定回道 嗯 战士有点无语 想着怎么表达 不会打击到他幼小的心灵 看他这表情 李也就知道被轻视了 无奈道 你等一下就能收到命令 说完 李也绕过他 登上山头的瞭望他 登高望远 在东面的山谷里 有一群新兽 数量一千二左右 懒洋洋窝在那里 实力也如林妃所说 多数为脆体 归零 少量几头玉空级 刷 李也原地消失 出现在一百一十米之外 吓傻旁边几个哨兵 心说 小兄弟 送死也不是这样送的 竟然用空间跳远 快回来 哨兵大声呼喊 引起驻守此地的大队注意 大队长听见有情况 从藏兵洞跳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饭盒 什么情况 大队长问道 那 少兵一指离野方向 然后大队长就看到 兽群那里有道人影 在与他们对峙 看新兽神情 他们似乎也很猛 不晓得这个人类想干嘛 玩单挑 好 一头新兽怒了 吼叫着冲向李也 那小车般的身躯 踏着大地震动 烟尘四起 新兽来到镜前 横着拍出一个大巴掌 李也站在原地 一副高人风范 抬起右手 实则呢 他只演了姿势 所有的防御在这一刻都放空了 碰 两掌相遇 李也被扇飞十多米远 炸他一块巨石 丁 你被玉空三翘 风狼兽拍死 死得干脆 获得死亡点成三二点 自由点成九九 三星灵迹珠成一 复活中 这 山头少塔大队 四五百人集体实话 真是去送死的 吼吼吼 风狼兽击杀李也后 仰天吼叫 引得后边上千新兽 亢奋不已 纷纷结束休息 疯狂吼叫 看那样子 好像豆浆剩了一样 吼 风狼兽争鸣一吼 准备率领新兽进攻高地 恰在这个时候 碎石堆的烟尘里 缓缓走出一道人影 李也拍了拍 没有灰尘的王者新装 低头说道 在鬼叫什么 说着 他空间跳跃 来到风狼兽面前 啪 一巴掌甩他脸上 打得眼歪嘴斜 硕大身躯 也被山妃几十米远 建起一阵尘土 突如其来的状况 令现场两方人马 未知一计 怎么回事 他不应该死了吗 少塔大队四五百人 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了 一个气动进的小脆皮 被人扇进石头堆里 居然没死掉 还把玉空新兽山的生活 不能自理 可能 身上穿了高级防具吧 那扇飞玉空新兽又怎么说 别说他也是玉空大佬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在伴猪吃虎 嗯 有这个可能 四五百人小声议论 神色戒备 那不知名的一星五位 干翻玉空新兽 对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好 正如他们所想 短暂的错愕后 上千新兽愤懑难当 他们好像被人类耍了 于是 另外三头玉空新兽 团团围住里野 嘎嘎嘎 天火降临 一浑身赤红的熔岩巨兽 嘎嘎鬼叫三下 里野上空随即出现阵法符文 从中飞出三个大火球 火球威势亥然 瞬间烤干周遭空气 与此同时 里野看见一道提示 672万 灵性1400成技能熟练度 三成四星天赋 成天火降临 基础伤害400 等于672万 里野瞳孔一缩 他还是首次看到伤害提示 着实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 而他现在的基础防御数值是多少 体格呈天赋等级 防御值2000出头 所以 杀他不用三个火球 一个都用不完 当然 他要躲的话 能轻易做到 现实没谁会愣愣站在原地吃技能 首选是躲避 其次才是施展防御手段 哪怕没有防御技能 只要躲开核心伤害 都不会吃满伤害 但里野是什么人 求死之人 所以他没躲 一个火球精准落在他身上 还把人打飞了 这时 王者新装的特效也触发了 在世人眼中 里野是躲避攻击的 只是没那么好运 被火球余威砸飞 定 你被玉空五翘 熔岩兽火球击杀 死得面目全非 获得死亡点34 自由点124 四星灵际 天火降临 十秒复活中 呃 里野觉得自己失策了 不应该这样死的 身体大面积 被毁会延长复活时间 所以 以后要死体面点 第46章 流光绝阵 十秒后 里野从远处 熊熊燃烧的大火中走出 且手中握着重天剑 这 双方人马集体石化 被那样的大火球轰击 竟只受一点皮外伤 刷 两方震惊间 里野空间跳跃 忽然出现在熔岩兽的后背 接着发起突袭 五段机 最假 里野这次动作很快 一瞬对熔岩兽 打出五段攻击 4400 8800 17600 35200 70400 破防成二 五段机来的突然 毫无防备的熔岩兽 被打得直冒火星子 大块石子 从后背脱落 第五机落下后 他那巨大身躯 被打成两截 散落在地 死了 山头上 四五百将士 骇然看着这一幕 对他们来说 强大无比的 玉空星兽 竟然被人一招毙命 连身体都打碎了 四星 玉空五翘的熔岩兽 基础防御在7300左右 一旦被近战灵际偷袭 只有死路一条 少塔大队长 认真解说熔岩兽的死因 近战灵际高爆发 打击面较小 但往往能有一击毙命的效果 我给你们一次出手的机会 打不死我 我就打死你们 里野一脚 把熔岩兽的尸体 踢飞到山头 而后对两头 玉空星兽说道 两兽明显听得懂人话 也有不低的智商 所以 他俩一同出手了 首先 那木系星兽手掌 出现两条藤腕 一瞬束缚住里野全身 而后甩来甩去 砸得大地烟尘滚滚 几下就把里野砸死了 但他不知道 还在继续砸 所以 里野一连死了十几次 却只拿了一次奖励 等到那木系星兽停手后 另一头土系星兽 来了的泰山压顶 将里野砸进泥土 一秒后 里野空间跳跃 出现在两兽面前 巴大 里野对木系星兽 打了一个响指 时间禁锢 花音落下 木系星兽头顶 出现一个秒表 上边显示 禁锢倒计时 初始时间为0.4秒 但这对舞者来说足够了 里野再次挥剪 施展五段机 瞬间打爆木系星兽的脑袋 接着反身一转 对着土系星兽一剪落下 土系星兽早有防备 身上灵力鼓荡 出现一个灰色防护罩 猴猴 玄土盾 防御值 297万 体格1100成技能熟练度 三成天赋 三成灵际基基础防御 300等于297万 碰 崇天剑砸在灰色护盾上 发出一道沉闷声音 且剑出一团灰尘 而里野这一击 只造成了基础减防 2200点 好个土王吧 够硬 里野放弃他 转身进入兽群当中 不停偷袭其他新兽 他可以连续发动五段机 破开土系星兽的防御 但那样的意义不大 破开之后 对方再次施展 还得重来一次 除非一直锤 锤到对方灵力耗尽 无法施展灵际为止 可那样做 有什么意义 他里野更烧烂 所以 从这里能看出 等级高 技能多的好处 土系星兽 见里野放弃自己 转头击杀其他星兽 疑惑了那么半秒 接着得意吼叫起来 后 一心灵际的小废渣 于是 他套着盾 疯狂追击里野 不停向他撞击 杀 山头 少塔大队一道杀声响起 大队长带着四五百人 参与到战斗中 他们的任务 是监视着波星兽 现在 对方四头玉空星兽 两死一伤 还有个被牵制住 那么 战机就来了 所谓居高临下 势如破竹 四五百人 转瞬加入到战场 里野则在这个时候 完成拉怪想法 上百头较为强大的星兽 不是打飞里野 就是猛财猛撞 然后 死亡提示一两秒一次 三分钟后 负责保护里野的警卫中队 抵达目的地 而后傻眼了 自己要保护的人 正被星兽当球踢 在兽群里不知生死 冲 把人救下来 凌峰目自欲裂 他家老爷子 叫自己来保护人 结果没追上对方就算了 还让保护目标身处淋雨 甚至是死亡 凌峰踏空而出 静止飞向里野所在地 里野这时也完成一轮死亡 他原地一闪 脱离上百星兽的各种攻击 刷 左手捂了一个剪花 将其挽于后背 接着 他嘴里念念有词 右手朝前抬起 岁月如行舟 流光难常有 时阵凭空起 杀意未甘休 随着口诀念出 里野又长出现点点心华 且有符文在空中交织 震起 末地 他一声抱贺 气势陡然发生变化 浑身清灰意义 周围星辰四起 飘飘忽如折仙灵凡 浩荡忽神威难测 动 天地一声沉闷 一百米大小的次元空间出现 笼罩里野前方上百星兽 突如其来的状况 搞得全场一惊 这是 时空法阵 他是时空法师 凌风悬浮半空 呆愣看向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四方形次元空间悬浮而起 接着六面透明界 避幅闻闪烁 凭空射出道道光束 扑 一道光束 打在土系玉空星兽的护盾上 接近三百万的防护护盾 一瞬被瓦解 恰在这时 又一道光束落在他身上 而后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只见被光束打中的玉空星兽 突然停止所有动作 一头栽地 没了任何气息 那光束 能消耗目标生命力 而且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凌风猜出流光绝阵的击杀原理 那就是 先将目标控制住 随后一瞬抽掉目标生机 在时间的攻击下 任何手段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他能摧毁一切 只要时间能量足够 世界无物能挡住他的侵袭 例如土系星兽的护盾 时间能量在瞬间消耗完他的防护值 玉空星兽死亡后 其余星兽也在短时内死亡 只是翠体 归零的他们 根本无法抗衡阵法的袭杀 李也现在施展流光绝阵 总伤害是1.1亿 如此海量的伤害 他们这些低级星兽 根本无力抵抗 击杀这波星兽后 李也冲进剩余翠体星兽当中 连续打出五段机 造成大量星兽死亡 半小时后 上千星兽无意存活 其中李也一人 垂死两百多头 丁 战斗结束 奖励统计中 统计结束 你获得死亡点乘2888 自由点乘9999 修为点乘13144 四星灵际珠乘1 三星灵际珠乘4 二星灵际珠乘2 一星灵际珠乘3 杂物换点乘2527 哎 暴帅真爹 李也发现 低级星兽的暴助率很低 不管是杀他们 还是被他们杀 都很难暴 丁 自由点数剩余过万 激活本命武器开光功能 开光后 崇天俭可随机获得特殊能力 李也先前就觉得哪里不对 他的本命武器除了重以外 没一点特殊能力 原来是没开光 难怪跟个烧火棍一样 除了杂人就是杂怪 可查看开光价格后 他又觉得索然无味 单次开光价 十万自由点 这个价格让李也望而却步 他得死多少次 才能进行一次 第47章 五贤 你想要什么段位的 江右卫秘密指挥部 林飞和梁民国看完李也的战斗全过程 皆陷入沉思当中 在他们对面 还有几道全息身影 分别是李信 韩先林 周正礼 田彪等龙下几个高层 此时 他们同样无人说话 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何保护李也成长 对方的天赋已经斩路 可以说强盗无边 天阳世界无人能及 同时 也信了李也是靠战斗提升实力的 不过他们觉得李也的天赋挨打能变强 刚才的战斗中挨得打越狠 反击能力就越强 所以 他们有理由怀疑 李也的灵体能吸收攻击能量 只要不达到上限 那么他就不死 不如这样吧 明面上他 还是武安局的后勤兵 不做任何培养安排 让其自由发展 他想干嘛就干嘛 两久的安静后 龙下武安总长 田彪说道 韩先林比一看向他 说道 确定这个安排 没有你的私心在 李也注定要成为绝颠强者 那么他 一路停留过的地方 必将因为踏而荣光 所以 当李也成名那日 武安军也会跟着水长船高 如果一直待在武安局呢 那么 龙下卫军 将从老二变老三 我大功无私 只想着 龙下能出个绝世强者 绝无私信 我发誓 你们信我 长相正派的田彪 一本正经说道 但收到的 却是几道笔一目光 家带私货可耻 但也不为是个好办法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降低李也的曝光度 他身上的秘密太多 卓绝的驾驶能力 报表的基础属性 突然冒出来的时空能力 打不死的顽强生命力 还有他那强大的领悟能力 以及刚才施展的时空阵法 尤其是最后一项 此招威力过于强悍 若是被美西等地区的人知道 他是有无穷无尽的暗杀 所以 把他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默默发展是对的 周正里神色肃然 他从来没对任何人 这样在意和紧张过 担心一个插持 葬送龙下来之不易的大运 李也一旦成长起来 他们这些高层确信 未来的世界属于龙下 没人敢在龙下面前诈刺 更没人敢反驳龙下的话 所以 我的提议很有建设性对吧 一脸正气的田彪 说着正气的话 笑眯眯看向韩仙灵 哼 韩仙灵冷哼一声 嘚瑟个什么劲 也就是你们运气好 李也刚觉醒 就跑去武安局了 还可恨的 签了十年卖身器 十年啊 天知道 以李也的成长速度 十年后会强大到什么地步 龟翼还是真灵 不敢想象 还有 李也当日在南乡武安局签的条约 被秘密送到武安局总部 所在田彪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并进行了真空处理 能存放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一脸正气的田大总长 总害怕丢失或者毁坏 没事就拿出来拍个照 发个警寒仙灵能看到的朋友圈 还有一个可泣的标题 无意招了个汽车兵 那就这么办吧 让李也继续待在武安局后勤处 同时龙下各地不对他受限 还有安全保护等级 明面降到普通保护名单里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龙下安全局长说道 可以 另外找到南弓箭 说好的去保护人 结果只见了一面人就跑了 周正里无奈说道 他去秘境了 李也的第一灵迹让他看不下去 哈哈 别说他 我也看不下去 一星五段机 亏他学得下去 可能天才的想法 就是这样的特立独行吧 关于李也的第三次高层会议 再一次结束 且会议结果没什么变化 放养 保护 视线回到李也处 打扫完战场 林峰来到思考中的李也面前 你好 我叫林峰 奉都尉之命 保护你 这话林峰实在说不下去 对方实力不弱自己 遇到危险 还不知道谁保护谁 你好 你好 久仰大名 李也跳下石头 握住林峰双手 热情说道 林峰被这热情搞得一愣 呃 你听说过我 好像没有 林峰 幽怨小眼神 下化线 这不重要 林老哥 你知道哪个战场最凶险吗 李也急迫地想将武器开光 所以要找个好地方送死 你问这干嘛 林峰警惕问道 这家伙不会是想去做死吧 杀新兽啊 还能干吗 林峰理所当然道 你不能去 死了没人给我们送不及 放心 死不了 可都为命令 你不能脱离指挥部50公里范围 不然他会打断我的腿 真的假的 影像李也不相信的眼神 林峰仰天45度 默默留下两行青泪 我的左右腿 被他打断过18次 所以李兄弟 我不想断地19次 林峰侧头哀求道 死好吧 看在你这可怜的份上 我亲自给他说 说吧 李也一闪一闪 向江佑总指而去 路上 好巧不巧又碰到那只巡逻小队 接着就是鸡飞狗跳 所属大队盲成一团 漫山遍野寻找李也的踪迹 找到林飞时 他正好拎着茶杯 从秘密指挥部出来 一同出来的 还有江佑武安总局的梁明国 李也 你回来了 看到李也 梁明国双眼放亮 比看到亲孙子还开心 啊 我回来了 但马上要走了 李也一脸纯真说道 梁明国一把拉住李也 哎 先别急着走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叫梁明国 江佑武安总局的局长 李也看了看被拉住的手 然后抬头问道 你的女儿也没男朋友 噗 林飞听到这话 刚喝进嘴里的茶水 猛地喷了出来 差点没把她呛死 我安独子了呀 她好像在李也心里 留下了一个女儿 嫁不出去的污点 梁明国不知他问这话的含义 出于对李也的看重 他仔细想了下说道 我女儿还在上初中 应该不会有男朋友吧 哦 那就好 我有未婚妻女朋友的 李也长松一口气 他现在很怕被大佬握住双手 然后态度热情说出一句 我家女儿没男朋友 这些天里 给那些大佬送物资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搞得他头皮快炸了 哦 梁明国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继而温和说道 李也 我觉得你的武贤 军贤 应该升一升了 你想要什么段位的 第48章 灵能手机 等级 灵武 气动 翠体 归灵 玉空 冻鸣 天河 归一 真灵 破凡须 梁明国的话 在李也脑海不停回响 大佬这是要给他升险啊 可他获得一星武卫才几天 虽然是武安君的武贤 是所有武贤中最低的 也是最具有水分的 但在级别上 与长城守卫军 龙下卫军的一星武卫同级 只要对方还是军事武贤 不管来自哪里 都要喊李也一声长官 我自己选 李也眨把眼睛问道 嗯 想要哪个段位随便说 梁明国笑容温和 满心满眼都是李也 一脸正气的田彪说了 无论如何 都要把李也留在武安君 他要什么给什么 哪怕武安总局的位子 都能给他 嗯 面对梁明国近乎谄媚的态度 李也内心疑惑万千 喂 为什么 两秒后 李也还是问出心中疑惑 还能为什么 你对自己的价值不了解吗 哦 李也懂了 武安君是在投资他对吧 所以准备提高待遇 见他不说话了 梁明国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你看我这个肩章怎么样 刷 李也和林飞同时看向他 林飞的目光是不要脸 李也目光里则是不可思议 我说你过了呀 一个18岁的少年 佩戴三星上将武贤 你觉得合适吗 还是认为李也命太长 给他走走捷径 林飞一脸无语 武安君为了拉拢李也 真是不要一点脸面 毫无作为武安君该有的底线 李也 我建议你转到我们卫军 现在我指挥部实习一段时间 然后接替我的位子 或者去江南军区总部学习几年 再接替李统帅的位子 你看我这个安排怎么样 李也 梁明国 你是比我还不要脸啊 那个我回来是跟你说一下去前线的事 所以我走了哈 李也不想跟这群老家伙在一起了 没一个是靠谱的 三星上将 省级都位 军区统帅 都来瞅瞅 这些是他能承受的吗 随意瞟了一眼指挥大平 只见有个区域红色一片 说明那里心受繁多 等等 把这个带上 林飞挡在李也前边 将一部崭新灵能手机 塞到他口袋 东西别被打烂了 他能实时查看江右战场的全部情况 也能实时传回你的情况 还能联络各个部队 小灵通 李也拿出手机仔细端向 眼里全是喜爱之色 不是 比小灵通更高级 是降级武衔才能佩戴的东西 哈 李也猛地抬头 傻眼看向林飞 拿着吧 这是上面说的 林飞微笑说道 哦 那我走了 李也对两人敬了一礼 转身出了指挥大厅 你说 我把他武衔升到一星少将怎么样 梁明国望着李也离开背影 神色认真向林飞问道 没一点显摆的意思 哼 林飞斜了他一眼 错身走回自己的指挥位 哎哎 别走啊 你说 我给他升几级合适 李也出了指挥部 只身来到一个没人的山窝 然后蹲在雪地里 拿出灵能手机 开关键按住三秒 屏幕亮起 接着出现腾龙图标 两秒后进入绑定界面 李也快速输入自己的名字和证件号 然后用手机扫描自己的灵波 龙下 降星台欢迎您 欢迎画面出现 手机正式进入操作状态 跟手机差不多呀 不过多了几个软件 李也滑动几下屏幕 没发现太稀奇的功能 丁 管你去死系统检测到安全隐患 正在对它进行安全扫描 突然 李也脑海出现一条警示 并且多出一部手机模型 正是他手里的灵能手机 丁 扫描结束 发现该物品能实时泄露你的情况 且对你的通信进行监听 为了你的生命额 隐私安全 建议花费死亡点进行改造 避免信息泄露 改造套餐一 强制关闭所有监察功能 费用100死亡点 改造套餐二 拥有监察功能开关权限 费用500死亡点 改造套餐三 智能控制监察功能 主动屏蔽洗澡 如测 放屁 私密浏览 私密看片等情况 且附赠手机套一个 避免手机在战斗中遭受毁坏 费用1999 这 李也蹲在风雪里静默不语 他的智障系统会推销东西了 管你去死 李也心底小声喊了句 可回应他的事一片安静 雪花飘落 寒风吹过 李也内心一阵凄凉 这个时候 要是来个一解煤 那就太应景了 唉 叹息声裹挟进风雪 不知飘进谁的心里 他是在拉屎吧 江右卫指挥部 林飞和梁明国盯着李也画面 梁明国认同地点点头 附和道 应该是 看这表情大概率便秘了 待会安排人把那什么路给他送去 我看行 便秘容易得痔疮 这方面我有经验 梁明国听到这话 先是愣了下 然后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原来如此 怎么 你也 可 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 李也不知道 自己勾起了两个老男人 有志之年的回忆 他花费1999死亡点 购买了套餐三 他没怀疑 龙下给他手机 是为了监视自己 而是手机就这功能 它是军事工作用品 传递的任何信息都要备录 画面同样需要存储 也就是李也 能带着他随便乱窜 别人都是交给警卫保管 丁 你够买套餐三 恭喜获得手机套一个 嗯 不是实物 李也想把手机套拿出来 却发现他不是实物 点击提取时 手机发出一道 只有他能看见的光滑 这样也好 套子影响触感 李也嘀咕一声 而后在拨号界面上 快速按下一串数字 与此同时 陆安夏家别院 正在修剪盆景的夏之翼 听到自己的老年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随手便挂了 不过很快再次响起 夏之翼带眉微醋 按下接听键 喂 他珠唇微动 声音清冷 不带任何情感 知翼姐姐 是我 嘿嘿 电话接通 李也在风雪里 黑黑傻笑 第49章 剪梅花 堆雪人 夏之翼在听到 是李也的电话后 清冷脸上 梨窝浅浅 笑容明媚 连带声音都变得温柔细腻 小野 你在那边还好吗 因为秘境爆发 南乡地区的信号塔 全部被毁 导致普通手机 没有任何信号 两人因此好多天没联系 彼此都怪想念的 好着呢 你呢 在洛安还好吗 叔叔阿姨对你好吗 李也在地上 堆着雪人问道 听着李也的关心 夏之翼内心欣喜 但后边一句可以不问的 嗯 好 夏之翼咔嚓剪断盆景里的 一根梅汁 温柔回应着 那就好 对了 你千万别着急学第一灵纪啊 等我带石心灵纪回去 夏之翼手中剪刀一掷 明显被李也的话吓到了 石心灵纪 天阳世界还没出现过 如果出现 必将掀起一番血雨腥风 不用 夏之翼感动李也 要送他这么珍贵的东西 可还是拒绝了 他知道 李也有个系统 能从里面获取很多东西 但石心的灵纪 一定很难获得 为什么 李也又在地上堆了一个雪人问道 给石心都不要 知翼姐姐是傻的吗 夏之翼盯着面前盆紧 剪下一根枝条 浅笑说道 我在自创灵纪 所以不用你准备 什么 李也呼得一惊 手中雪人头 因他用力过大而崩碎 林素仙灯有个空间 我能在里面修炼 夏之翼亲吻面前寒霉 声音甜静 说起林素仙灯的事情 听得李也一愣一愣的 他没想到 短短一个礼拜左右 夏之翼就从零五一窍 晋升至气洞三窍 并完全领悟石心功法 林书仙精 堪称逆天 这还不算 他竟然开始自创灵纪 且有了一定的了解 如果有空白心珠 他有九成把握 创造三星灵纪 二十几分钟后 夏之翼跟李也说完自己的情况 没有一点保留 你地址是啊 我有东西寄你 李也堆起第十个雪人说道 好 听见李也要送自己东西 夏之翼笑得眉眼弯弯 如那三月盛开的桃花 这之后 两人又聊了很久 多数是李也在说话 夏之翼则在电话那头静静听着 偶尔时候露出甜甜笑容 等到通话结束 李也所在的山窝 堆起上白雪人 颇为壮观 而夏家别院 则有数个光秃秃的盆景 枝条花瓣落了一地 好不可怜 樱桃口 柳叶梅 回眸一笑 我心沉醉 打完电话的李也 想到夏之翼那张完美脸蛋 忍不住哼起歌来 欢快地一闪一闪 前往某处战场 而此时的江右卫指挥部 有两个神色古怪的老男人 所以 他刚才是在给小女朋友打电话对吧 林飞愣愣问道 是吧 不然怎么可能不知寒冷地堆那么多雪人 梁民国挠头 年轻仔果然年轻 拿到手机的第一时间 竟然是给女朋友打电话 而不是舞排 有没有查到 他在给谁打电话 林飞恢复严肃脸 对信息技术组问道 报告 没有 那部手机不知什么原因 对此次通话进行了加密 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信息 技术人员回道 算了 别查了 林飞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他估计是上边家的命 七八分钟后 李也来到一处战场 这里原是江右卫 第三军的防线 他们集体战死后 由第四军接管 此时 第四军的情况 同样不容乐观 第三军集体阵亡后 新手把都军 薛龙等中高级军官的尸身 扔在一个山头 然后极尽羞辱 激怒江右卫 第四军都军 为了抢回战友尸身 猛攻对方一天一夜 不仅没有任何进展 还导致数个团 被新兽围困 李也通过手机 查看战场情报后 后曹牙咬得嘎嘎作响 情报上有张照片 内容是 薛龙等军官尸身情况 照片里 他们被扔在地上 有新兽用屎尿进行侮辱 真是不通人性的畜生啊 收起手机 李也急速来到一段战线上 接着惨烈画面映入双眼 只见四五千头新兽 在一头冻名进新兽的指挥下 猛攻防线 一千余龙下将士 舍生忘死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在防线上 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他们眼中 没有因新兽多且强 而产生的恐惧 只有奋勇向前的坚毅 以及有我无敌的气势 团总 小心 这时 战场某处惊呼一声 只见两头玉空新兽 突然对一名军官发起偷袭 滚 那军官反应极快 手中斩马刀斜斩而出 挡住一头玉空新兽的攻击 并借力后退十数米 堪堪躲过另一头新兽的灵际攻击 好 两玉空新兽偷袭失败 同时愤怒一声 左右夹击而去 见此 李也身形一闪 出现在团总右侧 并施展时间技能 时间近过 话音落下 李也眉心有丝蓝光呼现 而后前方玉空新兽动作一致 头上出现描表虚意 五断机 李也来到他身后 对其薄弱点发动攻击 砰砰砰 接连五次攻击 打得那新兽后背血肉模糊 重伤垂微 最后又是一次 重天俭洞穿其头颅 粉碎剩余生机 咻 李也空间穿行 来到另一新兽前方 想对他施展时间禁锢 但这新兽反应极快 呼一下避开李也眉心的那丝蓝光 瞬间腾空百米之高 哼 你跑得掉吗 李也原地消失 出现在那新兽面前 灰简就屁 当当当 金戈交明之声传来 只见那新兽全身金属化 应接五断机 防御灵际 金刚 二百零七万 体格 一一五零成天赋 三成技能熟练度 二成基础防御 三百等于二百零七万 好 紧当找 玉空星兽轻蔑一吼 一找拍向李也 碰 李也从空中坠落 砸出一个巨坑 定 你被三星 玉空十翘星兽杀死 快 救人 见此 那团总命令一声 自己自凌空而上 对战那玉空星兽 是 周边几名战士 快速来到坑边 分别救援李也 和抵抗冲过来的星兽 不想 他们还没从燕尘里找到李也 他人就冲了出来 再次上天 时间禁锢 五断机 李也和团总 前后夹击那星兽 不间断视斩五断机 打得对方疯狂掉防 没几下就被两人群殴而死 多谢兄弟出手相助 落回地面 团总对李也真诚道谢 都是龙下军人 不必言谢 李也笑容阳光说道 哈哈 好 等此战结束 我请你喝酒 言罢 那团总持刀冲击兽群当中 好 也在这个时候 坐镇指挥的洞鸣星兽 仰天一吼 然后直奔李也他们而来 第五十章 紫电狂狮 好 战场之上 响起一道惊天吼声 震动耳膜 李也寻声看去 便见到一头体型巨大的狮子 在他周围 还闪烁着电弧 是个有特效的星兽 零能炮准备 见此 团总大喊一声 防线内的炮兵阵地卸下伪装 露出一口符文密布 又充满科技感的重炮 放 团总命令下达 零能炮瞬间消耗十颗异星珠子 打出一道蓝色光束 光束袭来 那头动名狮子吼叫一声 面前出现一个半圆蜂窝般的透明屏障 挡下零能炮的所有攻击 碰 可也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后背一样 回头瞄了下 只见后背坐着一个少年 拿着武器疯狂砸着 嘴里还念念有词 八十八十八十 嘿嘿 我说来给你挠痒的 你信吗 李也对他咧嘴一笑 满脸认真 好 大狮子愤怒叫了声 接着李也头顶咔嚓一声 落下一道雷霆 将他雷得外焦里面 定 你被五星动名一翘 紫电狂狮雷死 死相半熟 获得死亡点呈四零 自由点呈一五三 五星灵迹珠乘一 五星随机属性乘一 五十点 十秒复活中 好 紫电狂狮身躯一抖 李也被他甩飞数百米远 跌落在新兽后方 眼前这个情况 团总属实没有搞明白 那位兄弟是气动一翘没错吧 战力报表也没错吧 脆皮好杀也对吧 他喜欢送死 好像也没错吧 所以 他是什么情况 继续轰他压的 团总短暂疑惑后 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 他见惯了生死 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阵亡 而影响情绪 一切悲痛 等到战后再释放 几秒后 李也从地上慢慢悠悠坐起 再发了那么几秒的呆 五段机不能用了呀 太弱了 抓了抓头发 他一脸痛苦 摸回战场 咻 靠近紫电狂狮三百米时 他连续三个闪现 来到对方身后 时间近过 等级差有点大 近过的时长 只有0.2秒 但这对灵能炮来说 足够了 哄 哄 炮兵阵地抓住时机 连放两炮 精准打在紫电狂狮身上 两炮下来 将其护盾打得黯淡一丝 五段机 李也再次给狮子挠痒 但只挠了一次 他人就往新兽群里跑了 接着五段机用个不停 打得许多新兽嗷嗷叫唤 他目前的灵力总量是22万 五段机的消耗是500点 所以 五段机可以用400多次 但他不可能灵力清空 新兽也不会允许 他一直偷袭 这不 紫电狂狮放弃团总他们 猛追李也而来 于是 他再次拉拐成功 先死一轮吧 周围有数百归零新兽 不给他们杀一次就太亏了 接下来 李也不停闪现 躲避紫电狂尸的雷电攻击 硬吃其他新兽的攻击 死到现在 他有一套成熟的送死方法 能恰到好处的重伤死亡 兄弟们 杀 团总舰李也牵制住新兽主力 立刻改变战术 由防守转变为进攻 但他心里始终营绕着一个疑问 那兄弟为什么这样扛打 被数百归零新兽群殴 居然只受了一点皮外伤 还有 他的蓝是不是太多了 在那里闪个不停 二十几分钟后 李也停止送死 翻身闪现到几百米之外 又掌对准紫电狂尸 岁月如行舟 流光难常有 时阵凭空起 杀一位甘休 阵起 忽然间 他前方战场符温交织 陡然产生一个次元空间 把紫电狂尸和上百新兽囚禁其中 好 紫电狂尸双眼猛睁 完全没想到 李也有这本事 能操控时空法阵 碰 他猛地撞在次元界壁上 只觉坚固无比 不是现在的他能破开 好 雷霆护盾 他大吼一声 当即给自己套上护盾 然后眼巴巴看着其他新兽 被阵法一一击杀 而无能为力 咻 也在这个时候 处于阵外的李也闪现而来 挥减击杀阵中新兽 导致上百新兽惶恐乱窜 没了任何章法 死亡速度大大提升 李也这样做的原因是 那紫电狂尸的护盾为五星 再加上熟练度三 防护值高达2550万 不击杀一些新兽 阵法剩余伤害 很难对他造成有效杀伤 好 雷霆波 紫电狮子发动步伐 快如奔雷来到李也面前 一巴掌将他扇飞上天 丁 你死了 没奖励 李也他死了 阵法却还在继续震杀新兽 几秒后 次元空间中 只剩紫电狂尸还活着 嗡嗡嗡 空间微颤 符纹流转 好似在蓄力一般 呼的 一道强光射出 精准打在紫电狂尸的护盾上 砰 一声沉闷 雷霆护盾消失 强光能量也消耗大半 只有少数击中在紫电狂尸身上 噗 大狮子猛吐一口鲜血 流光绝阵伤害太高 残余光束轻松破开他的基础防御 然后对其造成不想伤害 轰轰轰 炮兵阵地见此战机 一连打出十几炮 轰得紫电狂尸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我们上 炮轰结束 团总与副团等团级军官 蜂拥而上 围杀重伤的紫电狂尸 坑坑腔腔 乒乒乓乓乓 四名高级玉空舞者 对上受伤的洞鸣 一窍隐约占了上风 打得紫电狂尸招架困难 不管是舞者也好 心瘦也罢 身体一旦受伤 五为属性会随之下降 但离也不在此恋 他只要还有口气 属性便是满的 双方激战十几秒 交手上千回合 紫电狂尸心中明了 再打下去 他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他想跑了 吼 怒雷狂抛 大狮子仰天咆哮一声 周遭空间随即符文闪烁 咔嚓 咔嚓 以他为中心的五十米范围 突然雷霆翻滚 猛烈攻击团总等人 退 四人不敢硬抗雷电 同时退出雷场 可这也给了紫电狂尸突围机会 吼 雷霆不 紫电狂尸身形化 做一道电光 窜出几人攻击范围 就在他以为要逃出升天时 前方空间出现波动 接着一道熟悉笑脸 映入眼帘 只见大人右手倾台 有符文交织周遭空间呼的一遍 次元空间再次出现 碰 这次 一点亿的伤害全部打他身上 死得连尸体都没留下 只有两颗紫色透明的珠子 从骨灰中滚出 第五十一章 豪华十连抽 两小时后 战斗结束 除少数星兽逃脱以外 其余尽数被龙下卫军斩杀 李也脑海事实弹出一六提示 丁 战斗结束 一共获得死亡点乘3578 自由点乘10348 修为点乘19456 五星珠子乘3 四星珠子乘7 三星珠子乘10 属性单乘5 丁 死亡点累计达到1万次 特性 复活升级至LV2 特性 复活LV2 复活时间减少10% 丁 死亡点数过万 获得死亡成就 万死开头难 随机获得豪华抽奖成10 嘿嘿 果然 我天生就是个野王 只要死外边 死得越多 收益越多 李也嘎嘎看着提示 这不绝对写传 兄弟 你在笑什么 团总来到李也面前 好奇问道 而后围着他转了好多圈 惊奇发现 没受一点伤 连衣服都没褶皱一下 砍死洞明星兽 不应该开心吗 李也眼睛眨巴回道 团总止住脚步 此话甚有道理 瞄了一眼 李也不符合实力的五嫌 团总忍住好奇心感谢道 多谢兄弟出手相助 不然我团将损失巨大 说着 他把几颗三星珠子 塞进李也手里 不用 我已经拿了两颗五星珠子 李也把珠子推了回去 别看只有三星 可这玩意暴力不高 基本靠斩杀 玉空星兽获取 嗯 好吧 团总沉吟一会 把珠子拿了回去 然后笑脸说道 小兄弟大气 我家有个妹妹 告辞 听到这话 李也一拱手 二话不说 闪身离开 他搞不懂这帮人怎么回事 为何总想给他介绍女朋友 难道长得帅 实力强就如此 受大家欢迎吗 做人不要这么浅显啊 要有深度 闪现到一个山头 举目看去 风火连天 刚才说话的那团总 重新集合队伍 向另一端战场奔去 而那里是他们的师部 正在遭受无数新兽的围攻 李也有兴趣就 可那边新兽太猛了 四五头高级洞明新兽 不是他能撼动的 再看其他地方 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那么 这个时候的正确选择是 系统 豪华十连抽 十海之内 十发飞镖相继命中转盘 接着弹出一条条提示 丁 豪华抽奖一次 恭喜获得随身储物空间乘一 一百立方米 丁 豪华抽奖一次 恭喜获得五道气径单乘一 丁 豪华抽奖一次 恭喜获得开光符乘一 丁 丁 豪华抽奖一次 恭喜获得五星灵报诞成十 单科伤害总量 八千七百五十万 丁 抽奖结束 十次抽奖 给的东西不少 有五次给的东西比较差 三颗六星珠子 一万自由点 以及五星属性单乘十 终于有储物空间了 获也感叹一声 之前系统给的奖励 不到用的时候 获也不会拿出来 因为一旦提取 便不能寄存在系统空间 现在好了 有个随身空间在 能放不少东西 五道气径单 是个什么鬼 获也意念一动 手心出现一颗金灿灿的药丸子 药丸之上 还有个 七字 他疑惑之时 眼前有条提示出现 五道气径单 服用后可领悟五道气径 攻击时提升百分之十总伤害 哦 我想起来了 看到这条提示 获也想起课本上的内容 悟性卓绝的领悟者 能领悟五道气径 攻击时 伤害提升百分之十 而在五道气径之上 还有五道真意 能提升五者百分之二十的伤害 并且有着明显特效加成 比如剑客 什么也不做 手中之剑 能散发青灰剑芒 帅到不行 截止目前为止 李也还未见过谁 领悟了五道气径 至于领悟五道真意者 更是辽若诚心般的存在 这种人物 只出现在百心榜之上 单要入腹 意识进入脑海深处 接着有个教官模样的人 出现在李也面前 看好了 我只演示一次 教官拳头一握 直奔李也面门来 他的拳头 在李也眼筒里放大 并有股淡淡荧光包裹 砰 拳头正中李也面门 砸得他头晕目眩 好似看见了逝去的父母 咚 李也直挺挺倒下 脑海则一遍遍回放 那一拳袭来的画面 不知过了多久 他有所明悟 气径再静不再气 静之所聚 气必生烟 讲究的是力量专注 砰 李也不由自主打出一拳 音爆之声震动而摸 好像强了一点 李也翻身而起 不断出拳 挥掌 披茧 感知每一次的细微变化 模拟教官那一拳的气势 很久以后 李也一剪挥下 其上附有一丝荧光 显然是领悟了五道气劲 恭喜领悟气劲 欢迎下次再来 教官朝李也一笑 接着他意识回归本体 真是一个神器训练场 意识回到身体 李也不由感慨一声 不管系统也好 还是脑海深处训练场也罢 都无比的神秘 关于能力的提升 更多时候需要李也自己领悟 而不是醍醐灌顶 强塞进身体里 我还有一张开光符 虽然不及气劲丹那样珍贵 但也是十万自由点的东西 刷 崇天俭出现掌钟 李也提取开光符 看了一眼使用说明 很简单 将其贴在崇天俭上面就行 两者接触 随即流光四溢 但蓝色的崇天俭 变得光辉奕奕 手柄处第一节减体 忽然大亮 随后暗淡下去 丁 崇天俭第一节开光成功 新增能力 是零 每次攻击目标时 吞噬对方一百零力 且恢复自身十点零力 这 可重洗能力 友情提示 可花费十万死亡点 开启第二节开光条件 相钻 看完介绍 李也自动联想到这两个字 崇天俭新增的能力 可不就是武器相钻吗 只要刻到位 什么逆天能力 都可以洗出来 嘿嘿 士灵能力不差 只要批的次数够多 管你什么境界都要梅兰用 届时还不是只有挨打的份 李也这一刻 觉得自己无敌了 神灵都能被他打到梅兰 现在 到登场了 李也傲然挺立于山头 是前方之洞 明星兽如草剑 砰 呼的 他身后莫名飞来一道灵迹 将他冰冻原地 第五十二章 常言道 所谓 出师为截身先死 尝使英雄泪满精 前一秒还意气风发的李也 后一秒就被星兽冰冻而死 定 你被五星 冰冰冻十翘 寒冰蛤蟆击杀 死相新线 获得死亡点成四九 自由点成一八八 五星珠子成一 五星疗伤单成二 复活中 李也 马德 怎么会死 哪里来的星兽 他刚想认真一把 结果就被弄死了 那还能忍 肯定不能啊 碰 李也虎去一阵 包裹他的冰雕顺势裂开 见得到处都是 哇 半空中 一头通体蓝色且透明的大蛤蟆 表情疑惑 他搞不懂 对方明明死了 可现在怎么活了 死蛤蟆 是你偷袭我的对吧 李也昂头对视天上蛤蟆 看样子是比较生气的 呱 蓝色透明大蛤蟆呱一声 表示就是他干的 你个小菜鸡 有什么意见 你很狂啊 知道我是谁吗 大蛤蟆的态度 让李也很不满 他从对方眼神里看到了鄙夷 仿佛他是一只卑微的蝼蚁 他一个舌头 就能把自己弄死 呱 听此 大蛤蟆想歪头疑惑一下 可他没脖子 只能半歪着身体与李也对视 似乎在说 你有什么身份赶紧说出来 大蛤蟆的这副模样 把李也气得不轻 他上前一步 剪指对方 气势大胜 喝道 老子李也 信李的李 打野的也 野区之内 欲强则强 欲王则王 这下可明了了 哭哭呱 看着李也的中二模样 大蛤蟆双眼放光 好像挺有气势 自己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淡加之前 先来一场牛逼哄哄的开场白 看来 你是没听明白啊 李也右手一抬 大蛤蟆锁在区域 立刻生成一个次元空间 呱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大蛤蟆双眼睁大 施展防御灵技 孤呱 水源盾 寒冰蛤蟆刹那间 给自己上了一个水盾 全方位包裹自己 防御值 灵性三五零零成天赋 五成熟练 四成基础六百 等于四千二百万 哦 防御灵技居然是六星 还修炼到了大成阶段 看来你不是普通的大蛤蟆 系统的提示 让李也有点意外 这蛤蟆有点东西 可那又怎样 死 李也右掌一握 次元六面戒臂 同时打出攻击 精准射中大蛤蟆 碰 水源盾一瞬破碎 六道光束鱼威继续向前 骇然击中大蛤蟆皮肤 咚 山巅之上一声沉闷 李也意料中的画面 并没有发生 只见那头蓝色大蛤蟆 吃满伤害后 依旧完好无损 呱 次元空间溃散 愤怒的大蛤蟆舌头一甩 李也被他抽飞上千米远 丁 你死了 没奖励 李也 灵魂拾海 李也的表情猛逼 与寒冰蛤蟆 看到他没死的时候一样 那大蛤蟆 咱们没被轰死 查看攻击记录后 李也愤懑一声 好个大蛤蟆 居然留有后手 流光绝阵攻击记录 阵法对水源盾 造成4200万伤害 目标被击散 流光绝阵攻击记录 阵法对寒冰蛤蟆发起攻击 遭遇被动防御灵际 六星悬兵盾阻击 破防6800万 未对目标造成实际伤害 悬兵盾 遭遇危险时 被动消耗灵力抵挡伤害 看完悬兵盾的介绍 李也只觉得 他有点强大 臭格马怎么把此技能 练到满级了 满灵力状态下 可抵消10.8亿的伤害 李也单手无脸 悬兵盾修炼入门后 每消耗一点灵力 可抵消600伤害 满级则是3000点 而五星天赋的大蛤蟆 在动名石窍时 灵力总量36万左右 因此有10.8亿的防御值 得把这个技能弄来 然后继续给知一姐姐研究 如果能把他升到十星 可无惧时空舞者的偷袭 李也打定主意 这么好的技能 一定要搞回去 然后交给夏知一研究学习 让他多个保命手段 9秒后复活 李也一闪一闪 回到山头 而后就看到寒冰蛤蟆 爬地上恢复灵力 时间近过 李也眉心蓝光一闪 毫无防备的大蛤蟆被禁锢 被流光绝阵囚禁 哄 悬兵盾触发 寒冰蛤蟆瞬间减蓝 3.6666万 五断机 是零 碎甲 李也意在这时冲了上去 崇天俭砸地起飞 但伤害全被悬兵盾挡下 查看记录 李也差点骂出声来 五断机加碎甲产生的 伤害总量是27.28万 实际只消耗了对方 90.9333的蓝 而他自己 却消耗了500点 这波血亏 倒是崇天俭的五次攻击 让对方损失50力 且给自己恢复了50点 所以 我这波总共赚了 140.9333的蓝 李也表情痛苦 也更加坚定 要把这技能弄到手的决心 简直神迹啊 咕瓜 时间禁锢结束 蛤蟆双眼就看到 一脸便秘的李也 而后露出惊悚表情来 咕咕瓜 寒冰蛤蟆抬起右肘 颤抖指着李也 你想问我 怎么没死对吧 李也咧嘴问道 咕咕 大蛤蟆惊恐点头 李也不瞒他 先问了一个问题 阁下可听过一句长言 呱 愿闻奇祥 长言是这样说的 双清祭天 法力无边 呱 咕咕 你父母祭天了 对上大蛤蟆询问眼神 李也轻轻摇头 意味不明 呱 大蛤蟆不懂了 既然不是 那说这句干嘛 李也一秀一甩 高人风范道 我想在 双清祭天 法力无边 后面加一句 呱 加什么 李也回头看他 认真道 自己祭天 无法无天 我这样说 你可明白 听此 大蛤蟆瞳孔一说 好狠的人啊 竟然拿自己祭天 难怪没把他打死 好了 回答完毕 你该为之付出一点点的咨询费了 呱 大蛤蟆转身就跑 这个人类有古怪 只见他后腿一蹬 直冲云霄 你跑得掉吗 李也从原地消失 一路闪现 没几下就追到了大蛤蟆 接着时间禁锢加流光 绝阵加平A 加五道气劲 两轮套餐后 大蛤蟆凌厉好空 重重摔落在地 死 李也手中崇天茧 毫不留情地插进他脑袋 接着气劲爆发 震碎起头骨 咕咚 头骨裂开 从中滚出一颗蓝色珠子 李也慌忙捡起来查看 草 怎么是水源盾 我要的悬兵盾呢 李也大失所望 珠子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恰在这时 灵灯手机响起灵飞急切的声音 李也快跑 你所杀的寒冰蛤蟆身份不简单 他是秘境新兽 序号007的后代 此时 对方正急速 向你袭来 第53章 死亡绊脚石上线 李也击杀寒冰蛤蟆后 处于南乡正面战场的一头蛤蟆新兽 突然口吐人言 是谁 是谁杀了我 暴怒中的他 身上寒气肆虐 将周围一切事物冰封 退 正与他交手的贺超 身形一闪 退出冰冻范围 而后警惕 看向暴怒的八星 皈依九翘的寒冰蛤蟆 等我报了沙子之仇 再来血洗你等 寒冰蛤蟆王谋光冰寒 对贺超说了声 一个跳跃飞出几十里之外 去查查怎么回事 贺超神色凝重 对警卫说道 皈依九翘的寒冰蛤蟆 实力强大 防御逆天 同为皈依九翘的贺超 却处处被对方压制 一个不慎就会被其重创 此外 新兽等级达到天河之后 便可口吐人言 若是达到真灵境 更是能半人化 模样像西游记里的小妖怪 有人的行 兽的特征 报告 将右卫传来加密信息 调查原因的警卫折返回来 并将灵能手机递向贺超 哦 贺超拿过手机 查看加密信息 李也击杀秘境新兽 序号007之子 死 信息很简短 内容很震撼 看得贺超倒吸一口凉气 那小子怎么这样忙 上来就惹了个大新兽 这次 你不去后面开车都不行了 贺超苦笑一声 只要蛤蟆王一天不死 李也便一天不能来到前线 否则 必将被对方追杀 另一边 李也正与林飞 进行视频通话 你是说 我们江南军区 给八星秘境的新兽 排了一个序号 臭哥妈的爹 便是他们第七强的大新兽 没错 所以你赶紧回来 杀了人家儿子 避上新兽追杀榜 林飞着急说道 听此 李也心谋一亮 这是坏事吗 明明是好事啊 好 我马上回去 先这样了 李也啪一下挂断电话 接着屏蔽手机的定位 蹲地上解剖起寒冰蛤蟆来 几分钟后 他从寒冰蛤蟆体内 找到十多斤的五星鳞肉 此肉晶莹剔透 且不停冒着寒气 泡椒一定是他的好搭档 味道会比牛蛙美吧 李也喜滋滋盯着蛤蟆肉 想着他的十八种做法 什么泡椒 铁板 干锅 烧烤 油炸 嘶 不能想 不能想 口水都流下来了 李也擦了一下嘴角 而后四氧八叉 躺雪地上等蛤蟆爹 你干嘛呢 就在他畅想接下来的奖励时 耳边传来一道 有点熟悉的声音 睁眼一看 南宫剑那张没有任何情绪的脸 强制进入眼帘 啊 南宫长官 你怎么来了 李也呼吁下从地上站起 十分意外地问道 这位大爷好多天没露面了 不是说句秘境了吗 咋回来了 怎么 我的到来让你很意外 还是很不满 南宫剑冷淡问道 呃 李也低头戳手手 肯定不满啊 你在这里 自己怎么给大蛤蟆报仇 拿去 南宫剑将一个储物手环递给他 李也一愣 嗯 给我的 它是你爷爷的东西 放我这里保管很多年了 哦 李也接过手环 将其套在手腕上 人类目前的储物手环空间有限 多数在十立方米左右 并且非常稀少 大多用于存放重要 且不方便携带的东西 比如05局的天心台 便是用手环储存的 怎么这么多东西 手环空间三十立方 里面有着很多东西 像什么星珠 武器 材料 灵能武器 各种丹药应有尽有 南宫剑看了他一眼 无所谓到 都是我用不上的东西 八星珠子也不要 李也拿出一颗金色珠子问道 与我无用 好吧 李也又翻了翻空间 发现全是值钱的好东西 市面上很少见到 他不得不感叹一句 果然是上了百星榜的大牢 富道流油 来了 正当李也喜滋滋数钱的时候 耳边传来南宫剑的声音 什么来了 他随口问道 序号007 南宫剑嘴角弯起一个弧度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啊 在哪 听此 李也顾不得数钱 立刻抬头四股 寻找那星寿踪迹 南宫剑邪逆他一眼 怎么 你在害怕 害怕 怎么可能 我连天上那只都不怕 李也轻松回道 天上那只 提到幽名巨猿 南宫剑心中 生出一股无力感 对方太强 他无法想象的强 是你 正在此时 八星 寒冰蛤蟆王来到山头上空 可在看到南宫剑时 他那满阁的愤怒立刻归零 转而换成惊恐 害怕 是我 南宫剑轻声应答一句 接着灵剑在手 气势凛冽道 序号007 请说出你的灵中遗言 呱 说个屁呀说 蛤蟆王转身就跑 这个人类狠的一批 也强的一批 过去几天里 好几个强大星寿 被他偷袭而死 自己要不是有着传承技能 悬兵顿昨天也影恨西北了 别 望着离去的大蛤蟆 李也右手高抬 身体前倾 像极了被渣男抛弃的妹子 在原地渲染玉器 他这个样子 让南宫剑疑惑0.1秒 而后遇见飞行 直追大蛤蟆 我的青青蛤蟆啊 李也坐地上欲哭无泪 悲痛至极 心如刀脚 肝肠寸断 不行 必须送一次 半赏后 李也擦了一把没有的眼泪 然后拼命闪现 追击大蛤蟆 自己必须死他前面 否则 终身一难平 而他的举动 让江右卫指挥部全场猛逼 搞不懂他在悲伤什么 那蛤蟆没把你打死 你还伤心起来了 闪现上百次后 李也终于追到两人的战场 此时此地 飞沙走石 剑影重叠 气荡山河 风雪飘零 一人一兽的战斗激烈异常 可用惊天动地来形容 他们一个剑法了得 攻势无双 另一个冰水相继 倒到冰柱凭空出现 冰霜万物 空冥剑法 呼的 南弓剑手中轻锋朝天 剑指莫过剑面 接着从原地消失 刮 剑招位置 剑一掀来 吓得蛤蟆王惊恐地刮了一声 想要逃跑 可当下情况 哪能如他之愿 只见他周围末地出现黑色剑光 前后左右上下夹击他 扑扑扑 八道黑色剑光 同时斩在寒冰蛤蟆身上 将其灵力消耗一空 且留下数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咻 没了灵力支撑的他 身体重重砸向地面 哇 迷流之际 他看到地面 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且沾染了好大的气息 所以 他就是自己的沙子仇人 于是 蛤蟆王燃烧灵体 急速向李也砸去 不好 南弓剑心下一景 就要去营救李也 可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危机赶袭来 刷 他身形一闪 原来停留的地方突然一声爆炸 而后出现两头强大新兽 分别是续号005与续号003 第54章 脆体径属性8300 李也 快走开 南弓剑紧张万分 一颗仙狂跳 现在的他不能去救李也 因为这样的话 续号005和续号003必然跟上 届时 他们产生的战斗鱼波 足以击杀李也这个小脆皮 可趴地上的李也 并没有太大动作 且看样子 还在对准蛤蟆王的降落点 嘿嘿 我真是个大聪明 提前找好被砸点 地上 李也撅着屁股左右挪动 脸上全是睿智的笑容 只要蛤蟆在活着的时候 把自己砸死 那奖励还不主动上门 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蛤蟆王的眼球里 全是怒火 临死之前 能把这人类小子砸死 也算黄泉路上有半 而后跟儿子一起 捶他压的 蛤蟆王越想越兴奋 灵体燃烧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最终 哄 大地生腾起一具 大冰寒蘑菇云 方圆三四百米 化作寒之领域 冰冻一切 李也 南弓剑一招逼退面前的序号 005 赤炎犀牛 对李也方向大喊一声 他后悔啊 一开始就该把对方带走的 而不是追杀蛤蟆王 你们去死 画背痛为力量 南弓剑的攻击近乎疯狂 灵力的不像话 打得赤炎犀牛节节败退 逼得序号003 轻胡招架困难 他们的战斗凶猛异常 而李也没理 会被冻成渣子的身体 喜滋滋查看奖励 丁 你被龟一石翘 寒冰蛤蟆林暴死 死得稀碎 获得死亡点成69 自由点成486 八星属性单乘5 八星灵技乘3 六星传承灵技 玄冰盾成1 复活中 传承灵技 李也在看到 玄冰盾的介绍后 恍然大悟 难怪那小蛤蟆没报 原来是不配 传承灵技 只有一族执掌能报 其他族众的学习 靠族掌传攻 故而报不出来 耐心等待90秒 李也从冰块里艰难挣脱 而后小心翼猫进一个角落 等待新的死亡时机 我们低估他的天赋了 江右卫指挥部 林飞低估一句 从他们角度看去 刚才的灵报中 李也催动所有灵力 重伤昏迷挡住那惊天爆炸 过了90秒 才悠悠苏醒 确实 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梁民国附和说道 他们看不透李也的天赋 太过神秘了 有点战力不详 欲强则强的意味 可惜实力还是太低 能被强大对手干死 走 该我们出场了 先攻下几个据点再说 林飞拿出自己的武器 准备攻下续号005的阵地 好 梁民国意识换出武器 一同前往江右卫主阵地 50分钟后 李也伤势恢复 眼珠乱转 南弓箭还在以一敌二 且不落下风 但他们战斗范围太大 不是突然出现在东边 就是呼一下去了西边 搞得李也完全没机会被弄死 无奈 他只好掏出手机 查看战场情况 嗯 林都卫他们发起总攻了 手机一打开 就看到江右卫在猛攻前方新兽 且取得一定优势 因为负责该区域的 秘境新兽 八星 真灵四窍 序号005被南弓箭牵制住 故而攻守一行 虎头山 我来了 李也收起手机 情绪低沉 闪向一个地方 他所要去的地方 正是新兽放置第三军将士失守的山头 空中 南弓箭看到李也没事且溜了 先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就是疑惑 世上真有打不死的小强 现在赶你们去死了 恢复理智的南弓箭 不再以命相搏 而是以巧杀敌 身形诡异到不行 穿过几个峡谷 踏过几条河流 李也抵达新兽腹地 来到虎头山之下 此时 虎头山有着不少新兽守着 等待如李也这般抢夺尸体的龙下将士 哼 李也手持重天茧 大大方方来到山脚 龙下李也 来此迎接鹰猎回家 清朗声音传遍整个山谷 回响青山绿水之间 好 声音回响三次 一头猙獰新兽 从山头月下 落在李也前方百米处 哒哒哒 三米来大的暗影暴 在地上左右巡视李也 猜测他的实力几何 能穿过重重阻碍来到这里的 肯定是人族俊杰之辈 不能以貌取人 人类 只身前来 胆气不错 就是蠢了点 其心 天河五峭的暗影暴口吐人言 目光审视看向李也 李也眼瞼低垂 没有任何情绪到 把路让开 可活 哈哈 狂妄 暗影暴大笑一声 接着一找穿透空间 探进李也胸膛 丁 你被七星 天河五峭 暗影暴掏心而死 嗯 偷袭来得太容易 让暗影暴移了一声 接着就有一股距离 要把他爪子推出了 于是 他用尽全力 抵抗那股距离 可不管怎么用力 都不能撼动半分 刷 李也双眼睁开 脚步一踏 瞬间来到暗影暴面前 而后重天俭连续挥动数十次 打出一连影幕 碰 反应过来的暗影暴 一巴掌呼在李也身上 将其打飞数十米远 就在他确定再次击杀李也时 他人又从远处杀了回来 哼 蝼蚁 见此 暗影暴一点不惧 但疑惑对方 为什么打不死 一找挥出 再次扇飞李也 接着身形一跃 主动追了上去 九连升级 李也心中默念一声 双方属性差距太大 无法对其造成任何有效伤害 甚至连交手机会都没有 丁 你花费2.7万修为升级至 气动十翘 获得自由点成585 加点 盗飞中的李也 默念加点 丁 你花费7380自由点 加满气动进属性 属性加满之后 李也四维属性高达4000点 与六星 动名十翘属性相差无几 但跟七星 天河五翘的9600 差了一倍不止 所以 李也再次升级 丁 你花费3000修为点 境界提升至翠体一翘 获得自由点成70 哼 大境界的提升 李也属性翻倍 强大气息从体内汹涌而出 吹散周遭风雪 姓名 李也 天赋 北辰之主 三 境界 脆体一翘 110 10000 力量 8300 体格 830 速度 8300 灵性 8300 灵力 83万 自由点 32462 死亡点 10327 修为点 7566 北辰之主提升到三级 李也每个小等级可加300自由点 碾压无数武者和新兽 而8300的属性 等同六星天河的水准 属于中高行列 达到担任师级军官的条件 第55章 召唤师 什么 紧追其后的暗影暴 心下大害 前方那个人类的气势 为何突然翻了几倍 达到与他差不多的程度 不对 他怎么才脆铁 暗影暴意识到问题的不对 前方人族的境界气息 只有脆体净 可探马谁见过属性八千之上的脆体 哪怕十星天赋在脆体满级时候 也只有730左右 王八蛋 半猪吃豹子是吧 暗影暴不幸李也只有脆体净 一定是学了隐藏等级的废物灵技 世间总有那么一群蠢货 浪费心槽 学装笔技能 豹子猙獰一笑 跳跃空间来到李也面前 来了 李也咧嘴一笑 而后贴脸放技能 时间近过 他眉心闪过一丝蓝光 而后豹子身体一将 头上出现0.4秒的倒计时 五段机 最假 五道气劲 一个技能 加两个状态 产生的伤害是这样的 等我打个草稿 三万六千五百二十 七万三千零四十 十四万六千零八十 二十九万两千一百六十 五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 五段机加破防翻倍加他俩总和百分之十 砰砰砰 空中连续响起五道沉闷声 重天捡打的豹子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好在这家伙血后 没被直接打死 不过零点四秒的禁锢时间 购里也施展十几次五段机 于是乎 豹子在半空疯狂遭受重天捡的蹦 砸 滚 挑 戳 架 挂等攻击方式 全身无一块不被重击 咚 禁锢结束 暗影豹如同一滩烂泥掉地上 全身骨肉无一处玩好 可 泥 豹子可出一滩鲜血 话也没说完 便带着无尽疑惑和惊恐 离开人世 噗呲 重天捡插入豹子尸体 从中拨出两个七星珠子 珠子放进随身空间 李也踏步向虎头山走去 那里才是战斗的开始 出来 回到山脚 李也仰头大喝一声 惊走山中 无数飞禽走兽 刷刷刷 声音结束 上千玉空 上百栋鸣星兽 呼吱 他们在三头天和星兽的带领下 来到李也对面 他们刚才没出来 是在拿豹子 试探李也的虚实 现在了解的差不多了 该解决了 吼吼 注意 此人是时空舞者 领头星兽吼叫一声 提醒小的们别浪 吼吼吼 上千星兽鬼叫连连 表示知道了 七星天河八峭 苍灵鹿踏前一步 居高临下对李也说道 人类 你是第一个踏足此地的人足舞者 想夺回尸体 那就拿出真本事来 否则 否则如何 李也沉声问道 哼 否则你 也会是山上的一员 苍灵鹿眼神不屑回道 哦 李也一步窜出 眨眼来到苍灵鹿面前 挥剪而下 刷 在重天剪即将打中目标时 苍灵鹿身形一闪 避开李也的攻击 接着身上斑点出现光芒 诞生一个个符文 这些符文在空中交织 形成一个五彩斑斓的幻灵盲阵 出来吧 鹿神大人 苍灵鹿大喊一声 接着盲阵当中 缓步走出一百发苍苍 头顶鹿脚的粗衣老者 召唤师 李也眉头一凝 他没想到 苍灵鹿是个召唤师 这个职业可不好觉醒 概率相当的低 当然 稀有则代表强大 哼 苍灵鹿得意昂着头颅 似在嘲讽李也的没见识 哼个屁 你的灵技我要了 李也身形再动 静止杀向苍灵鹿 也在这个时候 另外两头天和星兽 左右夹击而来 死 两星兽同时抱贺 分别使用灵技杀向目标 李也身形一片 堪堪避过粉身碎骨的攻击 完美获得一次重伤死亡 碰 遭受攻击的他 被砸飞老远 定 你被七星 天和六峭星受击杀 差不多刚看完提示 李也便重新复活 接着空间跳跃210米 来到击杀他的星兽后方 施展五连击 碰碰 崇天俭没有打中目标 他被一根干枯树叉挡住 人足娃娃 力道不错 可在我的眼里还不够看 陆神玉灵笑呵呵对李也说道 滚蛋 李也横剪一甩 其上出现微弱光芒 哦 居然领悟了五道气境 怪不得敢孤身硬传虎头山 只是可惜啊 你们人足要少个天骄了 陆神玉灵挥动树叉格挡攻击 有所意外 李也领悟了五道气境 这小子太逆天 竟然领悟了玉空镜 才能领悟的五道气境 军务院参谋总部 韩仙玲惊奇看向画面中的李也 太让人意外 这般年纪和境界 就领悟了五道气境 足见其可怕的五道悟性 可惜我 倒不如考虑 你能不能活过今天吧 李也干脆放弃其他目标 全新对战陆神玉灵 大胆 陆神玉灵被此话激怒 这也是所有玉灵的逆龄 他们醉继别人说 自己要死了 因为玉灵都有个长生梦 敢说他们要死了 绝对发飙 随着战斗的持续 陆神玉灵越打越吃惊 越打越心慌 他与李也每交手一次 体内灵力就消耗一百 数百回合下来 以莫名损失数万灵力 再继续下去 也不用对方用什么灵技了 直接能把他呼死 天雷狂怒 陆神玉灵避开近战 摇晃树枝 释放雷霆攻击李也 可李也却不如他意 偏要与之肉搏 快 你们缠住他 我远程输出 陆神玉灵慌乱喊道 再这样下去 真可能被打死 没用的老东西 李也骂了一声 而后不停闪现到对方面前 近身肉搏 又是几百回合下来 陆神玉灵慌乱说道 老夫不善进战 告辞 说吧 他面前重现召唤盲阵 一溜烟钻了进去 哼 你以为自己跑得掉 李也比一声 重新杀向苍灵路 苍灵路 快 一起上 他再顾不得任何矜持 命令其他新兽为欧李也 等的就是这个 李也嘴角上扬 你们要是不一拥而上 自己还不好送死了 于是 老画面重新上演 李也挨个送死 获取大量奖励 大约一小时后 他完成一轮死亡 哼 不跟你们玩了 李也一跃而出 脱离围殴新兽 接着右手一抬 第五十六章 隐藏奖励 岁月如行舟 流光难常有 石阵凭空起 杀一味甘休 镇起 虎头山下 响起李也那清朗声音 接着有二三十头新兽 被次元空间囚禁 吼吼吼 时空法阵 这是时空法阵 吼吼吼 大人 快救救我们 吼吼 被困住的二三十头新兽 疯狂嘶吼 惊恐不安 天河级的时空法师 无意不是大恐怖 杀欲空 动鸣如杀鸡 快救他们 见此情况 苍灵鹿神色大惊 他万万没想到 李也是个时空法师 可他不是近战舞者吗 都领悟了五道奇境 这玩意 没哪个法师 会浪费大把时间去领悟吧 要领悟 也是领悟法之真器 那玩意能提高阵法伤害 就他们 问过我了吗 李也身影一闪 挡在众多强大新兽面前 而次元空间 则开始发起进攻 击杀一头头 令灵飞他们头疼的 预空新兽 李也现在施展的流光绝阵 总伤害是4.15亿 而那些预空新兽 防御灵机的防护值 在700万上下 动鸣级则多数在 1700至2000万左右 故而 没一头新兽 能坚持到阵法消失 不到两秒 阵中那些新兽 全部归了西 这 苍灵鹿他们惊恐不已 对方不仅是时空法师 还是拥有强大灵技的时空法师 25头预空新兽 外加6头动明新兽 竟然就这样没了 如果让他们率领几千翠体 和几十归零新兽 去人族战场 能扛住两三个式的攻击 好 韩仙灵见此双手猛地拍在一起 只是一到阵法 就击杀31头强大新兽 参谋部里的其他高级将官 亦是激动不已 此等战绩看似平平 可把31头新兽 对标成人族武者 那他们等同25名团级军官 6名师级军官 这个战绩 不管放到人族哪里 都是炸裂的存在 而暗影报呢 他的等级是天河武翘 等同军级领武者 也就是说 李也把一个军级指挥部给端了 想到这里 众多大将汉流加倍 这特么是高中生 你告诉我 哪个高中生 能把一个军的指挥部给端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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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简单地端掉一个军级指挥部 而是当着一个卫团的面 端掉他们的军级指挥部 没看到那里还有上千玉空 上百洞鸣 以及三头天河妖兽吗 这阵容一点不弱卫团的配置 记住保密 韩仙灵冷冷看向场中各个大将 意思很明确 谁敢暴露李也的情况 只有枪毙的份 长官放心 我们明白 李也不知自己震惊了最高指挥部 只见他手持重天茧 在上千新兽里横冲直撞 无惧一切地斩杀新兽 一次武断击打不死 那就来两次 三次 四次 直到打死为止 若是情况合适 一个流光绝阵落下 又是刹那斩杀十几二十头新兽 其勇猛之势 杀的苍林鹿 他们心惊胆战 上千玉空 上百洞鸣 再加三明天河 居然挡不住区区一人 还被杀到胆寒 此事若传扬出去 他们会被那幽名巨猿处死的吧 战斗从下午时分 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 最后 里野八十八万灵力 打得只剩十万不到 能有十万留存 还是重天减是灵的功劳 不然他的灵力早见底了 而在里野对面 还剩苍林鹿三头天河 以及四十几头洞鸣兴兽 其余上千玉空兴兽 和五六十洞鸣兴兽 全安静躺在地上咕咕流血 汇聚成一条红色溪流 咕噜 苍林鹿喉咙滚动 他活了二百来年 还是首次碰见 如此强大的生物 哪怕幽名巨猿 在年轻时候 也不及对方十分之一强大 死 里野一步踏前 浓郁煞气 透过满是血污的王者星庄 席卷周遭空间 击杀上百星兽后 里野便关闭王者星庄的自敌功能 任由鲜血残留 因此 现在的他如地狱修罗般 一个眼神能吓死两个半的小菜鸡 一起上 苍林鹿鸣叫一声 率先冲向里野 另外两头天河星兽 则上下夹击对方 可令三兽没想到的是 里野的目标竟然不是他们 而是剩余的冻明星兽 流光绝阵 右手猛抬 里野将四十几冻明星兽全部囚禁 而后踏入阵中突袭搏杀 扑扑扑 重天俭挥舞不止 浮光略影间 击杀一头又一头冻明星兽 等到阵法结束 仅剩七八头 还有口气在 里野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 又是剪影重重将他们击杀 你竟然还有灵力 苍林鹿惊恐看向里野 对方有半小时没施展过任何灵迹 连闪现都用的手 故而 苍林鹿以为他的灵力 好空 可哪能想到 对方是在阴他们 哼 里野轻蔑一笑 没有回答 而是抬起右手 三兽同时一惊 他猫的 又来了 之前有小弟在 哪怕被里野囚禁 也不能将他们击杀 可现在没挡枪的了 伤害会全部打在他们身上 再加上灵力几乎好空 用不了几次防御灵迹 刷 三星兽这一颗默契得很 在流光绝阵形成前 同时开溜 哼 你们上当了 里野放下右手 闪现来到天和星兽 甲面前 流光绝阵 贴脸开大 该天和星兽 独自享受4.15亿的伤害 哼 一声闷响 强弩之末的他死了 解决了他 里野来到另一头星兽侧面 重复先前的动作 哼 他也死了 最后 里野闪现追击 开了急跑的苍林路 七星身法的速度是快 但再快 也快不过空间跳跃 里野几下停在他前面 横剪一指 把那老家伙叫出来 苍林路 你他妈是真记仇啊 把我杀了 他同样会死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无奈 苍林路只好把路神御灵召唤出来 随后分开跑路 哦 这就叫大男灵头个自飞对吧 里野嘀咕一声 跳跃空间挡住路神御灵 饶 扑吃 路神御灵饶命二字还未出口 便被里野一套组合打得灵飞一散 从世间彻底消失 丁 首次击杀石星天赋 玉灵 获得隐藏奖励 恭喜获得 石星灵祭 天命召唤 突如其来的提示 让里野一愣 还有隐藏奖励 第57章 收敛遗体 里野收起对系统的疑惑 以及对新珠子的好奇 转身追上逃跑的苍林路 扑通 苍林路四腿一软 可怜兮兮跪在里野面前 大人饶命 我愿当你的坐骑 苍林路低声下气哀求着 不见先前的一丝桀骜 哼 异想天开 里野吃笑一声 而后举起重天茧 活活将其砸死 四体沾满龙下降世的鲜血 还妄想成为他的坐骑 世上哪有这种好事 白日梦都不是这样做的 丁 本场战斗结束 你累计获得死亡点 乘23456 自由点乘10.5万 修为点乘36569 三星灵祭珠乘2035 四星灵祭珠乘278 五星灵祭珠乘34 六星灵祭珠13 七星灵祭珠乘8 八星灵祭珠乘6 一至五属性 单乘135 杂物兑换 自由点乘1.3万 看着长串提示 里野的嘴角 怎么也压不住 犹如连射中的阿卡47 疯狂抖动 同时也发现 高级新兽给的珠子 不仅质量好数量还多 比如这次的七 八星珠子 全是四头天和新兽给的 消化巨大收获带来的激动情绪 里野望了望漆黑的夜色 拿出灵灯手机 打出一个电话 喂 助长 那个 我今晚要请个假 回不去了 作为武安局的汽车组长 上任第二天就缺岗 脸皮薄的里野很是惭愧 有副局里的看重啊 另一边 接电话的张宝国 听到里野回不来 且声音里底气不足 心下一惊 他颤声问道 遇见新兽了 还与之发生了战斗 里野看了看 漫山遍野的新兽尸体 点点头道 对 还很多欲空禁的 什么 听到这话 张宝国魂都吓掉了 打断里野后边要说的话 你先稳住情绪 千万别慌 我叫人去救你 着急忙慌嘱咐一句 张宝国直奔局长办公室 其实他忘了 欲空心兽群 超出南乡武安局的应对能力 这 听着手机里的嘟嘟声 里野愣了一下 处长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晃了晃脑袋 里野将手机装进口袋 原地消失 跳跃空间210米远 向虎头山顶急速而去 几秒之后 里野身行一阵 王者新装上的污垢一瞬散落 重新回到仙尘不染的状态 踏踏踏 里野脚步沉重 向前方走去 空气里弥漫的恶臭 让他无比愤怒 新兽在山顶挖了一个坑 把血龙他们丢里面 而后将其当作茅厕 极尽羞辱龙下 刺激数千万将士 为了夺回师身 第四军付出数次惨重代价 却连虎头山脚都没摸到 混蛋 来到坑前 里野借着雪光 大致看清里边情况 上百第三军各级军官 横七竖八躺在其中 在他们身上 皆沾染了散发恶臭的污秽之物 里野跳进坑中 不顾其中污垢 将一具又一具僵硬的尸身 搬出深坑 此时的他 脸色阴沉的可怕 似暴怒边缘的上古凶物 要将一切进犯之兴兽 斩杀干净 嗯 搬到最后一名将士时 里野发现他是软的 于是指尖探出一丝灵力 进入他体内 有反应 灵力回馈对方 还是活着 但气若油丝 如果不加以救治 恐怕坚持不了太久 里野抱起他跳出深坑 然后从南宫剑给的手环里 取出一顶帐篷 接着生火 烧水 最后将那军官抱入帐篷 放折叠床上 疗伤丹 里野快速翻找药品 而后找到一瓶丹药 四星疗伤丹 应该够用了 倒出一枚淡绿色药丸 里野小心翼翼 将其喂给军官 又喂了一点水 做完这些 里野紧张盯着他的变化 自己不是治愈师 或者说他没学过治愈学科 完全不懂得如何救人 只能根据课本上的来 受伤 吃疗伤丹 受重伤 继续吃疗伤丹 快要死了 还是吃疗伤丹 反正就一句话 没治愈师的时候 吃疗伤丹最保险 怎么没反应 不然再来一课 看了半天 里野不见对方气色有什么变化 依旧死气沉沉的 就在他要再喂一颗丹药时 口袋里的手机 发出一道声音 我说你小子 不懂医治就别胡来 场外求助会不会 韩仙灵看不下去了 若是再让他喂上一颗丹药 那伤员会因药力过猛 中道奔粗 刷 一道全息投影出现 突然显现的身影 吓了里野一跳 而后觉得 这人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你是那个 谁谁来着 里野一时想不起来 好比寻常百姓 不知道省都是谁一样 但经常的报道 又能给人一种熟悉感 韩仙灵嘴角狂抽 自己作为龙下绝颠强者之一 就这样没名气吗 还有舞者不认识自己 真叹娘地离了个大谱 韩仙灵 统帅大人 冷冷爆出自己的名讳 哦 对对对 韩仙灵 里野脑袋里的闲续上了 一副终于想起来的样子 可吓一秒惊呼一声 卧槽 韩仙灵 对此 统帅大人额头横出三条黑线 你卧槽什么 里野 嘿嘿 我 那个 里野兴兴一笑 眼珠一转 板直身形敬礼道 卑职见过韩长官 你小子 韩仙灵随意回了一里 而后指着床上的伤员道 她的灵体受伤严重 故而要力吸收得慢 最快要明天早上才能醒来 所以 你可以放弃她 自己返回江右卫 韩仙灵此话铁血无情 好似不把伤员性命放眼里 我不能带她回去 里野问道 可以 但你做不到 她也不能再受任何的颠簸 为什么 因为有头龟一九翘的新兽 正往你那里赶 所以 你只能把她安置在隐秘之处 自己闪现回来 她最后的结局如何 全看造化 里野沉默 内心纠结 面对龟一九翘的新兽 她没任何胜算 可把伤员留在原地等死 她又无法做到 几秒后 韩仙灵声音低沉说道 你还有一个选择 是什么 韩仙灵嘴唇吸动几次 最后艰难道 送她上路 把尸体带回来 轰隆 此话好似一道惊雷 在里野脑海乍响 让她许久不能回神 少年的她 还是首次遇见 这样残忍的事情 可韩仙灵又说的没错 战场上 这种事实有发生 重伤战友带不回去 可又不能让他们 落入新兽之口 最后只能采取这种残忍的方式 给他们一个痛快 带尸身回家 许久后 里野呼出一口热气 与韩仙灵对视说道 我还有一个选择 是什么 韩仙灵问道 里野眸光锐利 一字一句道 瞒天过海 第58章 新兽贵族 里野在虎头山 寻了一个隐秘地方 而后把伤员安置在此 此时 他认出对方是谁 第三军都军 赵山河 七星 天河九峭 有着不俗战力 安置好赵山河 里野返回山顶 借来挨挨白雪 为上百龙下将士清洗 带到他们污垢全无 里野朝他们进了一里 接着收入随身空间 刷 最后 里野从坑中找到龙下战旗 清理一番后 折叠整旗放进随身空间 做完这些 他一跃来到山脚寻找着什么 不一会 里野来到一头新兽之前 便宜你了 能穿上龙下军装 他给新兽翻了一个面 接着拿出赵山河的军装套了上去 该新兽是个类人新兽 有八分人的形态 能穿人的衣服 一分钟后 里野将其夹在叶下 修一下返回山顶帐篷 然后紧握手机 盯着上边的画面 屏幕里 有个红点 急速向他锁在地飞来 约莫只有五十秒的路程 就是现在 四十秒后 里野往内人新兽体内 灌入一丝灵力 将其解冻 而后绑在后背 神色匆忙向八星秘境方向奔去 与此同时 漆黑夜空飞来一道兽影 恰好看见里野离开 人类果然诡计多端 竟然玩起了灯下黑的游戏 可惜啊 要是早个几分钟离开 我还真会上当 但现在嘛 嘎嘎嘎 皈依久敲的新红乌鸦 嘎嘎怪笑 身体抖个不停 双双 双翅山洞 小牛独大的乌鸦 趁黑飞行 不紧不慢跟着里野 他想知道 对方怎么玩灯下黑 是找个最危险的地方躲起来 还是绕路突围 山间密林里 里野背着新兽尸体 如同鬼魅 寻走无声 前行百里地 里野看到前方亮着篝火 大半夜赶在新兽腹地生活的 除了新兽 也没谁了 里野翘无声息 靠近篝火 只见火堆旁睡着上百新兽 他们各个睡姿懒散 毫无戒备 而从毛发看去 一个个光鲜亮丽 嘖嘖 遇到新兽完酷了 里野内心鼻疑一声 其他新兽在前面打声打死 他们各个飙肥体壮 毛发亮丽 还在这里呼呼大睡 简直是良心新兽 呼 里野身形一跃 落地无声 他瞅着面前的新兽 高高扬起一巴掌 喊道 快踏马起来夜尿 啪 清脆耳光声和里野的怒骂声 响彻山野 惊醒其他新兽 而被山巴掌的新兽疼到惊醒 然后就看到一张人类脸庞 他先是愣了那么两秒 然后是无边的愤怒 好 幽冥又援直立而起 猛拍胸脯几下 接着一拳砸向里野 咻 这回的里野带了脑子 知道不能死这里 所以他躲了 一步来到百米之外 回头对幽冥又援友好提醒道 赶紧尿 尿完好睡觉 砰砰砰 幽冥又援气得再次捶胸口 吼叫着追击里野 其余新兽也在这个时候被激怒 好大的胆子 竟然赶山公主殿下的嘴巴子 你死定了 余光贴到幽冥又援的胸口时 众多新兽一惊 斯娜里被他自己捶肿一圈 都起骨包了 天上 新红乌鸦嘴角翘了翘 敢惹他们最蛮横的公主殿下 人族 你惨了 谁来都救不了你 于是 他也不着急出手 全当给公主斗闷子玩 但这给李野造成了困惑 那龟一九翘怎么回事 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几分钟后 李野被一众新兽 追到一壶泼前 吼吼吼 幽冥又援 双眼喷着怒火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谁敢在自己睡觉的时候 打他耳光 就是他亲爱的爹爹 也不会切不敢 吼吼 把他抓起来 我要考了他 幽冥公主大手一挥 生死历劫的命令 小老弟们抓人 吼吼吼 是 亲爱的公主殿下 一众新兽贵族 吼着拍马屁的声音 左右包抄李野而去 不然先打死一个吧 否则不能死个痛快 李野内心嘀咕 谈算怎么能彻底激怒新红乌鸦 想到就做 他脚步一踏 身形急速向湖面掠去 划出一条水花 吼 一众新兽见此 纷纷欲空而行 分散包围李野而去 就当他们要完成合围时 李野右脚猛的一塌水面 接着爆发惊天巨响 他人在反作用力下 急速冲向一头落单新兽 时间近过 流光绝阵 双技能同时发动 在所有新兽没反应过来之前 将其击杀 这 星红乌鸦内心一惊 这人族太特么阴险 竟然挽回马枪 而且实力强大 灵迹诡异 李野击杀该新兽后 将目光对上了幽冥巨猿 卧槽 见此 星红乌鸦下的亡魂接冒 这人族 不会是想击杀幽冥幼园吧 他承认自己 低估了李野实力 以为在众多天和新兽的围堵下 他必无活路 可没想到 李野能用时间禁锢对手 使其无法施展防御灵迹 而后再用时空法阵 将其一击必杀 人类 你该死 星红乌鸦暴怒 双翅一扇 飞出树根星红羽毛 羞羞羞羞 羽毛破空而来 李野见此 拿出重天茧 发动五段机 碰 五段机指挥动了一下 李野就被距离打进湖底 剩余羽毛羞一下 没入湖面 碰 不到零点一秒 湖底发生猛烈爆炸 李野和新兽 身体被炸得尸骨无存 丁 你被八星 归一九翘 星红乌鸦轰杀 死相破碎 获得死亡点乘58 自由点乘396 修为点乘3856 八星灵际珠乘1 八星鸣雾丹乘3 90秒复活中 嘿嘿 又见鸣雾丹 李野发现 其他东西都容易获得 唯独鸣雾丹的概率太低 这东西太稀有了 趁着复活CD 李野查看隐藏奖励的十星灵际 十星 天命召唤 一 可百分百召唤十星玉灵 并强制与之契约 玉灵境界与主人等同 二 完全掌握该技能 再进行召唤 有10%概率召唤神灵 初始境界 真灵 鸡类 看完介绍 李野只觉得 这个技能鸡类 他现在是翠体镜 召唤出来的玉灵 还是翠体镜 与翠皮肌有什么区别 至于百分之十的神灵召唤 哼哼 他李某人向来脸黑 至今没中过再来一瓶 而且 他也没有十星明目单 系统 灵技能置换吗 丁 手续费一百万死亡点 李野沉默 一百万 你自己动手砍我呀 看看能不能倒来 不对 那苍灵鹿是七星天赋 怎么召唤十星玉灵呢 李野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按理对方最高能学习八星灵技 召唤出来的玉灵 也只有八星 丁 那是人家祖宗 死后化作玉灵 主动与后背契约 爷 系统 你能交流了 李野很意外 系统能回答他的问题 之前从来没有过 唉 又没动静了 等了五秒 得不到系统回应的李野 叹息一声 不过湖面这时 却传来新兽的吼叫声 第五十九章 新兽动作 吼吼吼 嘎嘎 吼吼吼 吼吼 湖底 还为复活的李野 听得一脸迷糊 不过却知道 这两道声音的主人是谁 一个是锤胸大猩猩 另一个应该是那新红乌鸦 因为上边就他一个鸟 听不懂啊 在吵什么 李野有点好奇 可惜人类听不懂兽语 哪怕到了真灵境 也听不懂 可能是高级物种 不会向低级物种退化吧 丁 可花费自由点进行授予翻译 一道提示出现在李野面前 这让他再次怀疑系统是有智慧的 因为只要提前 他就有反应 给我翻 收到 丁 你花费一万自由点进行此次授予翻译 李野 惊恐 卧槽 奸商啊 一万自由点就这样没了 李野心在滴血 这得送多少死 才能赚回来 丁 物超所值 下面 是翻译内容 又元 你为什么擅作主张 把他杀了 我还没虐待他 新红乌鸦 他威胁到了公主的安全 又元 不可能 本公主天河境 区区一人类伤不到我 新红乌鸦 可他已杀我足数名天河 又元 我不是他们 身上有爹爹给的宝物 没人能伤到我 新红乌鸦 公主 此地是八星人族秘境 容易出现一些妖孽 我们不得不防 大王子就是战死在 上个人族八星秘境的 又元 那是 那是他大意了 没有闪 才被杀的 新红乌鸦 所以陈下刚才出手了 又元 新红乌鸦 公主 大王已将该秘境情况 了解得差不多 明日一早便会发起总攻 还请公主与我去前线 转些战功 好位以后继承王位做准备 又元 那好吧 声音渐行渐远 不到五秒 李野再听不到任何声音 等到他重新复活 水面也没传来任何声音 公主 秘境 李野在水底一动不动 回想两兽刚才的对话 突然 李野好像想到了 难道那头幼云 是幽冥巨猿的娃 还有 新兽把天阳世界 当成他们的秘境 如果这样的话 那五座新门之后的世界 也把天阳世界当秘境了 应该是这样没错 可天阳世界纵横几十万里 为什么只有八星平定 这一刻 李野脑子里全是问候 这个世界有太多他不了解的事情 算了 还是先去虎头山吧 然后把消息 传给灵都尉他们 李野从原地消失 空间跳跃210米来到岸上 接着一闪一闪 返回虎头山 几十秒后 他回到赵山河的藏匿点 拿出手机给韩仙灵 与灵飞发去消息 与此同时 自从李野单方面挂断电话后 韩仙灵就不停在指挥大厅 来回夺步 在他和一众大将看来 十个赵山河也抵不过一个李野 他要是有个意外 等于龙下气运断了 有十星天赋的龙下 和没十星天赋的龙下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龙下 他与参谋总部的人推演过了 江幼兽灾 他们保不住一半的城市 而这个结果 就是人蒙解散 届时 世界各大地区 将重新回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不再共同抵御兴兽 不仅如此 相互间还可能攻伐连连 从而战乱不停 一旦到了那种局面 高等武者 将是各国的定海神针 所以 龙下失去十星天赋 等于失去未来 报告 李野发来消息 这时 一名信息技术兵起身报告 什么 快投影到中控大平 韩先林猛地回头命令道 是 信息兵按下一个按钮 接着中控大平显示 李野传来的消息 新兽于明早 对江幼发起全面总攻 请长官做好防备 看到这条消息 韩先林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人没死就好 可消息的内容 又让他手指指不住 哆嗦一下 略微急切道 立刻联系李野 询问他 消息是否可靠 是 信息兵快速打下一串字符 发给李野 不一会 中控大屏幕 出现李野回复 千真万确 消息来自新红乌鸦 见此 韩先林眉头紧皱 继而命令到 调出敌我太仕图 最详细的那种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大屏画面一转 出现双方实时情况 目前 江南十二位分布在秘境各个方向 犹如铁筒般将秘境团团围住 而在包围圈之外 还有江东军区 九离军区的四个卫团准备着 情况不对 末地 韩先林猛然发现问题 确实不对 几小时前 我军还处于固守状态 怎么半天不到 就转手为攻了 取得从未有过的战果 这时 参谋总长 徐北堂也发现端倪 南宫舰虽然牵制住几头续号新兽 给战场创造了有力战机 可不足以影响全局 对方是在引诱我军入套 好来个瓮中捉鞭 真的是好手段 韩先林神态愤慨 如果不是李野的情报 他们要吃新兽大亏 那我们把队伍叫回来 一名五星大将问道 队伍肯定是要撤回来的 至于怎么撤需要仔细研究 韩先林目光快速扫过每个战场 脑中则不停涌现各种方案 对了 麦克森那群家伙到哪了 韩先林突然问道 他们傍晚时分抵达龙下 随后撇下我们的人 秘密前往江右 现在估计猫在战场某个地方 徐北堂无奈说道 当下没有国界 大家又没有同属关系 对方要去呢 他们根本管不着 韩先林脸色一沉 必须找到他们 然后把幽名巨员引过去 想简陋 做梦 嗯 徐北堂点点头 命人联系安插在美西的探子 获取麦克森他们的行踪 接下来 韩先林 徐北堂等人 开始讨论应对方案 一小时后 方案出来了 走 我们该去江右了 韩先林手中笔头一扔 龙形虎步出了参谋总部 徐北堂 九黎 中州 北江 江东四军区统帅 紧随其后 另一边 李也盘腿坐在赵山河旁边 运行北陈经 恢复灵力 次日浮晓 赵山河手指颤了颤 眼皮艰难睁开 然后有张大帅脸闯进视野 行了 来吃点东西 李也把一碗西粥放桌子上 东西是他从储物手环找到的 加水自热的那种 南宫剑常年在外 这类东西 没少放手环里 现在倒是方便了李也 你是谁 赵山河声音虚弱问道 李也 李也随口回了句 又说道 你别问我们在哪 你怎么没死 还有外边什么情况等问题 你只要明白一点 赵山河虚弱的眨眨眼 好伴上才问道 明白什么 李也朝他咧嘴一笑 我们包围了十万新兽 第六十章 新时新灵迹 某山洞 赵山河从折叠床坐起 然后默默喝着西粥 什么他们包围了十万新兽 明明是他俩被新兽围堵了 处于这妖兽腹地 想要冲出去 是何等困难 至于李也的空间跳跃 那只能传送他自己 带不了灵兽 御灵之外的活物 我是不是该抽奖了 山洞之外 一溪流石头上 李也坐马闸上 撑着脑袋发呆 他目前的东西有点多 三星珠子回收价 是一百死亡点 但抽三星珠子的价格 却是一千点 可他又想抽奖玩玩 万一中了好东西呢 丁 十万一次的高级抽奖 今日只需一千 百万一次的豪华抽奖 今日只要一万 李也刚起抽奖念头 眼前就看到一条 炫彩夺目的广告弹幕 想不看都不行 李也 他就知道 只要谈钱 这系统必然主动现身 先回收一至三星珠子 李也在心里咬牙说了声 丁 回收成功 你共获得253510自由点 死亡点 呼 李也长呼一口气 半颗九星明目单到手了 死亡点和自由点 一共有41.7755万 确实可以消费一波 他现在不能再升级了 如果升到归零近 属性将可怕到2万二 这个数值达到八星 归一时翘 处于一流之列 世间新兽虽多 但九成九的新兽都在欲空之下 所以 压集是必须的 不然不利后面的成长 选择死亡点 并用自由点高级十连抽 李也心中默念一声 进入抽奖画面 嘟嘟嘟 十个飞标 随机命中目标 定 你花费一万自由点 高级十连抽 恭喜获得 九度卫生巾乘三 五星灵爆弹乘二 龙威碎片乘二 五星疗伤单乘一 没了 李也愣住 这次抽的东西 为什么如此垃圾 而且 你特么给我卫生巾 是什么意思 油 还是女灵舞者专用的 怎么翻滚都不测漏 咦 龙威碎片又是个什么鬼 李也意念挪到碎片上查看信息 龙威碎片 十片可集成五星 龙威自动零能步枪 该步枪最大伤害值 等同五星天赋最高伤害 标准 射程十公里 李也出现黑人问号 游戏抽奖活动 骗人冲钱抽碎片 智障系统果然很资本家 把游戏充值那套 玩得通透 不过 这枪确实厉害 五星天赋最高能修炼到天合境 至于能打通几个灵翘 因人而异 所以 五星龙威步枪的伤害 最高可达108万 属性7200乘六星 灵技成完美掌握 乘五星天赋 书圈 有两张最低数值表 可以抽来玩玩 看完介绍 李也对这枪有了兴趣 所以 高级五十抽 叮 折叠使用五万点数 高级抽奖十次 恭喜获得 蓝精灵泡泡糖成十盒 蓝色药丸成八粒 某用润滑油成八 永不熄灭灯成一 六星回灵丹成八 龙威成九 五者服饰成二 五星灵技朱成三 龙威超级弹霞成一 看着这些奖励 李也眉头紧皱 破系统 好像越来越不对劲了 也越来越坑了 前边三个是什么鬼 能不能正常点 算了 拿回去给处长 他估计用得上 思绪转到龙威碎片上 十一块了 能集齐一把步枪 刷 消耗十碎片 李也在脑海看到一把 有点科幻且笨拙的步枪 有点意思 李也把枪提了出来 往外瞄了瞄 扣动扳机 咔嚓 一声空响 龙威步枪 没射出任何子弹 或者能量 用不起 查看使用说明书 李也觉得 这玩意他暂时用不起 特喵的 用的子弹 居然是星珠 介绍说了 装填一颗五星灵机珠 可攻击一百次 四星则是十次 三星则是一次 除非 把周围十万星兽全弄死 才能玩得起连射 所以 还是灵爆弹好 伤害高 不花钱 等等 刚才是不是抽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李也意念一动 左手便出现一个黑色匣子 龙威步枪 超级弹匣 可自动吸收星灰充能 亦可消耗星珠充能 五等级要求 一次充满 可射击一百次 李也嘀嘀咕咕 念着超级弹匣的介绍说明书 然后双眼越来越亮 嘴也咧到耳后跟 射叫什么 有限的无限弹匣 咔嚓 原本弹匣卸卸了下来 李也把超级弹匣装了上去 然后就看到满格能量条 嘿嘿 等会出去打个链 收起步枪 李也扑通一声跪地上 各位神仙大老爷 小子李也要抽奖了 求保佑啊 动 李也在地上重重磕了一个响头 然后起身准备豪华抽奖 而他不知道的是 磕头的瞬间 所面向的宇宙深处 有颗星星爆 豪华二十连抽 叮 消耗二十万死亡点 豪华抽奖二十次 恭喜获得 灵际提升卡 十星 乘一 九星灵际珠乘四 五星天赋单乘一 六星属性单礼包乘一 灵际致幻劝乘一 九星明雾单乘十一 北辰经完全领悟卡乘一 疼 李也呼一下 从石头上坐起 接着浑身轻微颤动 真被神仙保佑了 李也低声喃喃 接着捂住胸口 好像又要激动死了 叮 漏洞已修复 猝死无奖励 就在他要放任心脏疯狂跳动时 系统的提示急速出现 算了 不死了 一道灵力灌入心脏 稳住他的疯狂跳动 重新做回马闸 李也开始一一查看奖励介绍 灵际提升卡 十 可将任意学会的灵际 提升至十星 且熟练度不变 灵际置换卷 可随即更改灵际种类 北辰经完全领悟卡 完美掌握专属功法 嘿嘿 求神拜佛 还是有用的 李也咧着嘴嘎嘎怪笑 然后意念使用灵际升级卡 接着他的意识 进入零五脉第一桥 只见此处悬浮着一颗星球 散发着微弱荧光 与流经此处的灵力 有着微弱联系 五段击星珠 李也认出这个星球 可不就是当日吸收的技能珠吗 恰在这时 星球之上射来一道九色神光 轰一下落入其中 随后 暗淡星球表皮颤动 纷纷脱落下来 哄 带到表皮全部脱落 整个星球都颤动起来 最后如天地初开一般 释放无数能量 等到一切结束 李也前方的星球 变得璀璨夺目 嗯 十星灵界 点仓 李也发现 五段击不仅升级了 还更变了灵界攻击方式 点仓 一 瞬间完成十次连击 伤害总量等于力量成天赋等级 成领悟程度成基础 伤害一千 二 未对目标造成死亡时 将附着十秒持续伤害 依据灵界熟练度 每秒造成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三千万 三千万 相对五段击 点仓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如果配合闪现和禁锢 李也能秒杀无数对手 其伤害总量超过流光绝阵 而残余伤害 如果延续十秒 能多出五亿的伤害 比瞬间造成的 还多八千五百万 收起兴奋心情 由于没有修炼过北尘精 导致他运行起来一顿一顿的 效果还不如一星功法 所以倒过一晚上 他毛都没恢复 气得嗑药填满灵力 要不要置换 完全领悟北尘精后 李也纠结 要不要把十星 天命召唤 换成其他的 如果没有抽到十一颗九星鸣目单 李也会二话不说 把天命召唤换了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 能完全领悟天命召唤 如果招来一个神灵 那不得起飞 要不试试 我看今天的运气挺好 或者说 再给神仙老爷们磕个头 李也犹豫了零点零零一秒 再次扑通跪地上 小子李也 再次召唤神灵 求天上神仙垂青 动 脑袋再次重重磕地上 发出不小的响声 然后 不知名星空 又一颗星星爆了 磕完头 李也守绝翻飞 换出自己的灵体 神意相通 灵命同合 换灵 口诀念完 守绝打完 李也的灵体 修一下出现 泽泽变得更有气势 也更加凝实了 舞者灵体会 跟随境界而变化 研究猜测 等到破虚石窍的时候 应该是意识转移到灵体 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 而下一个阶段 很可能是传说中的仙人 稍作自我欣赏 李也拿出石心 天命召唤灵迹珠 而后念念有词 明星悟计 树道无极 参法 修 随着口诀念出 珠子被吸入 脆体五脉的第一窍 接着脑海出现攻法内容 系统融合石心明雾丹 丁 消耗十枚九星明雾丹 获得一枚石心明雾丹 丹药入手 一口吞下 意识进入脑海深处 接着训练完毕 不知能不能召唤出前世神仙 要是那样的话 嘿 李也坐在马扎上 嘿嘿傻笑 畅想着 自己能中彩票 百分号百分号人民币百分号 人民币 他口中念着常人 听不懂的咒语 身上随之飞出 一个个玄奥符文 然后交织成在一起 缓慢聚拢成形 十几秒后 他前方溪流上空 出现一个流光溢彩的六星盲阵 叮叮铃铃 盲阵散发璀璨清灰 照亮溪流边上的黑暗 且传来清脆悦耳的声音 踏 在李也的紧张注视下 盲阵踏出一只透明滑下风战靴 图案精美威武 战靴从盲阵踏出 其上之腿 同样为透明之状 刷 那战靴做出踏前动作 带出整个身影 只见这是一道神威灵灵 身着神甲的透明神将 神甲虚影看到李也后 踏空而来 接着单膝跪地 如古代大将一般参拜 臣 风源神将 参见无主 风源神将声音厚重 气势磅礴 跪在李也前方 把他吓了一跳 这气势 这风度 还有那汹涌澎湃的境界气息 给李也造成极大压力 叮 召唤发生意外 引来超规格神奇主动契约 姓名 风源神将 当前天赋 十星神选者 风灵战将 境界 归一 石翘 力量 3370 体格 3370 速度 40720 灵性 3370 灵力 330.7万 介绍 风源神将 陨落之神奇 死后神魂化作玉灵 恰逢欲你召唤玉灵 故主动契约而来 特别注意 该玉灵属超规格玉灵 属性全方位拉满提升 出使属性为 力量12 体格12 速度15 灵性12 灵力1200 4 听完系统介绍 李也倒抽一口凉气 风源神将的天赋 竟然在十星之上 每次升级都是满点提升 李也虽然是学渣 但也知道灵舞者的加点规律 他们每次升级增加的各项点数 几乎等于天赋等级 加灵舞之后的大境界等级数 譬如五星 气动舞者 他在气动镜的时候 每升一小级增加的单向属性 等于5加1 也就是6点 除非运气爆炸 单向点数会额外加1至2点 但有一个特殊情况 那就是 觉醒职业的灵舞者 会有一个单向百分百额外增加一点 偶尔时候会加2点 这也是 拥有职业的灵舞者 会强于其他人的原因 在天阳世界 战力的平定 从来不堪境界 而是属性 属性高则战力高 所以天赋越好 同级战力越强大 快起来 回神的李也 慌忙扶起风源神将 谢无主 起身后的风源神将 眼神炙热 看了一眼李也 刚才 他在御灵世界 正闲着无聊 突然 整个世界传来一道浩荡声音 北辰之主 今日召唤御灵 简单识字 回想在整个御灵世界 只是那些强大的神灵 在听到这声音时 纷纷摇头 无动于衷 一个没有心急的费扎天赋 谁爱契约 谁契约 而弱小御灵 倒是想与之契约 奈何对方的要求 是实行御灵 他们无法踏进六星盲阵 可几个上古神奇 在听到北辰之主四字后 皆是浑身一颤 然后疯狂向六星盲阵掠去 风源神将 便是其中之一 好在他的速度极快 加上离得近 快他人半步完成契约 你别这样叫我 好我离也就行 离也挠头说道 臣 不敢 风源神将低头回道 他甚至不敢与离也对视 你很怕我 离也测弯身子 看向风源神将的脸庞 踏踏 看到离也对自己攻身 风源神将 立刻后退两步 攻身抱拳道 不 是近伟 啥 离也更加迷糊了 自己就一个小菜鸡 竟然让神奇感到近伟 你知道我是谁 离也这话问得莫名其妙 但似乎只有这样问 才能解开心中疑惑 北辰之主 风源神将回道 这个回答 让离也翻了一个白眼 那是我的天赋 刷 风源神将抬头 然后看向离也认真说道 无主 那是天赋 也是神格 第62章 龙下的智慧 什么意思 风源神将的话 让离也感到无比陌生 天赋怎么扯上了神格 无主 你可能不知 北斗七星 为何璀璨异常 引发灵气复苏 那是因为 宇宙星际元开启了 从前 宇宙中的万千星辰 各个文明所探索的东西是科技 那是宇宙规则所致 可在二百年前 宇宙规则开始变化 由科技文明向修仙文明转换 而现在 就是修仙文明的开始 因此 灵气开始复苏 不同世界也慢慢有了来往的通道 风源神将说完 又低下了头 那神格是什么意思 李也问道 神格是宇宙自我诞生的东西 他们会在修仙文明时期 主动寻找合适目标 与之融合一体 凡是获得神格之生灵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说到这里 风源神将抬头看天 寻找天阳系的九大行星 奈何天色快大亮 他只找到了金星 无主 每颗释放星辉的行星都有神格 倘若有人与之契合 便可获得神格天赋 觉醒时不再是单独的己心平定 而会加上一个称谓 风源神将画风一顿 抬手指星道 例如 十星 金武神将 十星 大气金将 哦 李也听得似懂非懂 突然意识到什么 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 风源神将难得一笑 得意道 尘是上个修仙文明 为数不多的强大神奇 故而知道这些 这样 你还知道什么 趁现在还早 一并说出来 是 接下来 风源神将给李也科普了很多东西 比如他知道了 什么是职业觉醒者 那些都是预备神格 有概率 成为真正神格 从而成为强大的存在 又比如 每个行星的 神格数量不同 越高级的神格 数量越少 例如他自己的北城之主 据风源神将所说 这个神格整个宇宙只有一个 与之同级别的 不超过十个 故而 他抢着要与自己契约 天色大亮时 李也站起身 对风源神将说道 以后喊我名字 或者野王 老板都行 别无主无主地喊 听得别扭 啊 好吧 老板 经过小一会的接触 风源神将没先前那样 拘谨和严肃 变得随意很多 嗯 这样听得舒服多了 你先回御灵世界 有事会叫你的 是 风源神将没心闪过一道流光 接着前方出现六星盲阵 一步踏入其中 啊 李也常常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带上马扎 返回山洞 剩余的二十五万死亡点 他不准备用掉 目前看来不缺什么 横着小曲返回洞里 见赵山河已能下床了 桌上的西周也喝完了 并且还在打坐调息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赵山河睁开双眼问道 李也给自己弄了个自热火锅 丢着石材轻松回道 等你伤好些 我们就出去打死外面新兽 说着 李也随手抛给对方一粒五星疗伤丹 最高能让重伤天河武者 恢复大半伤势 五星丹药 接过丹药的赵山河 有点意外 这个级别的丹药可不多见 需要五星丹药师才能炼制 而五星丹药师 龙下还不知道有没有一百个 嗯 伤好了再过来吃点 新兽 约莫要进宫了 李也下着石材说道 不了 你吃吧 我出去一下 赵山河摸了摸肚子 刚才西州喝多了 有点撑 还有点妙意 全是凌肉都不吃 望着赵山河离开的背影 李也小声嘀咕一声 而后风卷残云赶起饭来 传我命令 立刻对人族发起总攻 八星密进门口 幽名巨员对前边八头 强大新兽命令道 好 八头新兽 齐声吼叫一声 然后各自飞向不同地点 此八新兽 正是续号新兽 负责率领无数新兽 进攻江右九城 八新兽抵达自己营地后 立刻命令小的们 发起反攻 新兽为了围歼 龙下七百万将士 洋装不敌一晚上 节节败退 放弃先前占领的所有区域 直至秘境入口一百里处 好 续号005阵地 赤炎犀犀牛前腿猛的一塌 震得大地颤动 接着身后新兽犹如潮水般 向前方江右卫将士冲去 撤 见此情况 灵飞不屑一笑 指挥三四十万将士 急速撤离战场 于是 早有准备的各军 各师从容撤退 速度比新兽还快 吼 赤炎犀牛愣了下 搞不懂对方为啥要跑路 吼 过了几秒钟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定是几方气势 把对方吓到了 哎 他不该上来就全面进攻的 应当循序渐进 派遣新兽缠住对方 最后一举歼面 无奈 他只好拼命催促新兽进攻 而类似的事情 发生在所有战场上 各个防线上的龙下军士 在看到新兽进攻后 皆是有序撤离 图流原地迷茫的续号新兽 于是 他们为了完成任务 疯狂指挥新兽 追击龙下军士 结果就是中计了 被各个卫团设置的陷阱 埋伏 造成不小损失 最后把几个续号新兽气得不行 猛追对方高级舞者而去 有名剑影 江右战场上 南弓剑从隐匿之处猛然出击 跳跃空间来到赤焰犀牛身侧 净身开大 扑扑扑 寒光剑影间 赤焰犀牛一瞬挨了数剑 被伤得不轻 好在没谁会在战场上 不给自己套盾 不然就刚才那么一下 能送他去见太奶 不好 中计了 赤焰犀牛再蠢 也知道中了人族奸计 反身就要离开 刷 可他还没来得及转身 江南军区统帅 李姓又出现了 九星灵骑 狂龙枪法 真灵三翘的李姓 出手就是绝招 手中灵兵 白杆银龙枪狂舞不止 体内灵力与他产生神秘反应 猫 龙鹰声出现 白杆银龙枪 飞出一条银色白龙 猛地撞向赤焰犀牛 碰 赤焰犀牛 接连遭受两次偷袭 身体不堪其重 狠狠砸落在下方一个山头 炸裂无数飞食 就在他想起身逃跑之时 南弓剑诡异地出现在面前 接着又是一记强大剑招 扑扑扑 剑影寒彻 洞穿赤焰犀牛 倒到肌肤 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 死 最后 南弓剑挥剑一展 将其尸首分离 拾取星珠之后 南弓剑和李信 护送大军快速撤退 与此同时 别处另外三个战场 都有龙下两名真灵强者 埋伏续号星兽 然后急速退守原来战线 隐藏在战场的麦克瑟等各地高手 在得知龙下斩杀四头真灵星兽后 一个个都坐不住了 纷纷向另外几头续号星兽杀去 而这 便是韩仙灵等人制定的方案 将计就计 反寝入瓮 以及借刀杀人 第六十三章 九星天赋齐聚 人类 还真是狡猾啊 秘境出入口 几头真灵星兽的陨落 让幽冥巨员咬牙切齿 而后 又露出一个阴冷笑容 这样也好 只要再吞噬几个九星人族 我的灵性便能突破智骨 从而强大天赋 人类击杀星兽 星兽能暴灵记珠 星兽则能吞噬人类灵体 来强大自己天赋 且有概率汲取他们的技能 故而 在星兽眼里 人类世界同样是秘境 是稀有资源获取的地方 虚空锤 幽冥巨员伸手 找 一探 掌心随之出现一把锯锤 刷 幽冥巨员原地消失 向六星大将 麦克瑟等人方向飞去 至于龙下的庶民高层 他还看不上 因为八星天赋 他吃了无用 但六星大将 麦克瑟 六星大将 巴奇顿 西罗兰女王 乌奇纳 雪域总督 拉斯夫斯基 古特 艾古达五人 全是九星天赋 幽冥巨员 只要吞噬几人灵体 他的天赋极有可能获得提升 最后 哪怕不能成为十星天赋 也能增加不少灵性 此时 五人刚好击杀完四头续好星兽 两头真灵 两头归一石窍 闪开 突然 麦克瑟危机笼罩星头 一把推开巴奇顿 哄 两人前脚刚离开 原地后脚就出现空间爆炸 正着周围空域颤动不止 哼 竟然有个九星时空属性的人类 很不错 幽冥巨员 在看到麦克瑟的天赋时 一双大眼睛里 满是炙热 好比看到自家刚娜的妹子 麦克瑟被他这眼神看得菊花一惊 有种他什么感觉 你也很不错 希望死的时候 能多抱几颗珠子 我怕不够分 麦克瑟双手出现荧光 而后两把短剑显现 哼 我就喜欢你这副桀傲模样 希望等下被吃的时候 还能如此 九星灵界 虚空锤 幽冥巨员双手握锤 瞬间旋转3600度 简称十圈 哄 十圈之后 麦克瑟周围空间发生扭曲 接着飞出无数虚空锯锤砸向塔 扑 让人意外的是 第一把大锤就命中麦克瑟 且将其重重击落地面 嗯 幽冥巨员疑了一声 他可不会认为对方如此弱鸡 上来就被干翻 不好 在他疑惑时 危机笼罩心头 而后想要闪现 却发现周遭空间被禁锢 无法空间跳跃 来不及多想 他转身就是一锤 哼 扑吃 金属撞击声和刀刃破防声同时响起 只见麦克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巨员身后 对他发动偷袭 不过巨员战斗经验丰富 反击化解一半伤害 护盾在抵挡一半 没受什么伤 却也被吓得不轻 咻 两人同时后退 在互相打量 此时 麦克瑟内心凝重 想他无往不利的杀招 今日竟然寸功未见 果然是真灵石窍 比九窍的他强大许多 人类 告诉我 你刚才用的灵技叫什么 幽冥巨员 收起轻视之心 神色冷峻问道 麦克瑟傲然抬头 道 九星时空灵技 移行换位 嗯 技能不错 希望吞噬你的时候 能吸收该灵技 幽冥巨员汉手 接着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力对战麦克瑟 大言不惨 麦克瑟冷哼一声 身形没入虚空当中 两人这次的交战 异常激烈 短短十数秒 战斗余波 不知毁坏多少山林 几条河流 不过麦克瑟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吃力抵挡幽冥巨员的攻击 神石出击 在两人憨战之时 一旁的巴奇顿出手了 只见他双手掐绝 施展召唤灵技 刷刷刷 他一连施展四次召唤 前后左右个出现一个盲阵 并从中踏出四名御灵 杀 四名双翼天使 同时拔剑驻战麦克瑟 四天使加入战斗后 巴奇顿再次掐绝念咒 一秒后大声一句 战之灵阵 其 翁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四天使脚下出现一个小型光环 提高他们10%的战斗属性 有了光环加持 四名天使对剧员产生了威胁 滚开 幽冥巨员一招逼退麦克瑟 而后禁止杀相巴奇顿 这个全职召唤师 很烦人 可是 麦克瑟怎会让他如意 一步挡在他前面 但铁了心 要干死召唤师的幽冥巨员 他抵挡困难 于是 麦克瑟大喊一声 你们还不出来 刷刷刷 声洛 乌奇纳 拉斯夫斯基 艾古达三人同时出现 将幽冥巨员团团围住 面对新加入的三人 幽冥巨员心烦意乱 他没想到 这个世界的人族有点团结 居然会共同抵御自己 跟以往的人族秘境不太一样 不过问题不大 对面虽然有五名真灵 但有四个都是八俏 对他的威胁有限 只要重创其中一两个 局势便会逆转 于是 幽冥巨员开始跟艾古达他们交手 试探几人的真实战力 最后 他发现艾古达实力最弱 所以 快挡住他 几秒后 艾古达内心卧槽 自己凭什么成了C位 他配吗 他真的配吗 肯定不配啊 他在人族百星榜排名第五 只墙下燕一鸣 跟个八星天赋一样 正挡着呢 不然你能坚持这么久 马德 韩仙灵不是在战场吗 他为什么没来 好像就伤复发了 我去特末的 他哪来的旧伤 有旧伤能占据百星榜第七 别说了 他不可能来的 人家知道 斩杀巨猿后的星珠 没他份 唉 五人边打边聊 龙下虽然没有九星天赋 但百星榜前十 占了三个名额 而有九星天赋的扶桑 目前没一个进入前十 扶桑最强之人 松下爷子 百星榜十一名 五人一员 在空中打得起飞 鱼威下退周围 十几里的所有生物 而在十几里之外 有个鬼鬼祟祟 藏头鹿尾的身影 注视着战斗 这人不是李也 而是扶桑的松下爷子 九星 防武勇士 真灵一窍 他属于不请自来 关于围杀幽名巨猿的事情 麦克瑟等人根本没想起他 又怎会叫他 第十一名的废物 喊来分东西吗 四国一 看着远处的惊天战斗 松下爷子露出震惊神情 内心无比期待 能快速成长到他们的水准 他虽然有九星天赋 但因为扶桑很久之前 干了不少缺德事 所以灵气复苏后 遭到龙下疯狂打压 导致他这个九星天赋 装了很多八星灵气 故而 他的战力难尽前十 我可以简陋的 加油 看了一会战斗 松下爷子 翘无声息离开此处 准备去猎杀些龟翼新兽 再来简陋 第六十四章 治愈师的信念 另一边 韩仙灵 徐北棠等人 也在密切关注麦克瑟他们的战斗 因为 想简陋的 不止松下爷子 还有龙下 九星灵气珠 八星时空天赋就能学习 而龙下 有着庶民八星时空天赋 所以他们也去 南宫 你说麦克瑟他们赢的局面有多大 韩仙灵问道 南宫剑看了一眼画面中的战斗 喝下一口老酒道 赢不了 嗯 斩钉截铁的话 引来众人的侧目 迎上他们好奇目光 南宫剑继续说道 幽名巨猿 还有一门灵技未使用 并且 南宫剑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继而脸色凝重缓缓道 秘境之内还有一头九星真灵九翘的新兽 什么 此话一出震惊全场 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这就是你去了秘境 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两酒后 韩仙灵问道 南宫剑点头 没错 当我发现秘境之内 还有一头真灵九翘的新兽后 便没再继续探查 韩仙灵沉饮一会 而后看向众人 各位 我们是否要参与战斗 不用 南宫剑摇头否决 继而又说道 另外那头真灵星受受了伤 所以 麦克瑟他们也输不了 李信在听到这话 长出一口气 然后对南宫剑翻了一个白眼 我说 你小子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啊 差点被你吓死个人 哈哈 确实被吓得不轻 但他就这样子 徐北堂轻松说了句 接着询问众人 这个情报要不要告诉麦克瑟他们 不行 好不容易骗来的打手 如果吓跑了 我们扛不住 韩仙灵想也不想地摇头 若是以前 他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对方 但现在什么情况 人蒙都要分家了 谁还管他们死活 好了 龙下的事情你们负责 我去找李也了 也不知道他在浪什么 南宫剑双手抱剑说了声 而后从众人眼前消失 对啊 那小子现在在干嘛呢 经他这一提醒 众人才想起李也这个憨糊 马德 外面到处是新兽 所有人都往后方跑 他倒好 来个反向冲锋 且流连忘返 他把手机定位关了 不过能确定在虎头山附近 徐北堂无奈说道 脱缰的野马 还能找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调出他的画面 我倒要看看 他小子在浪什么 韩仙灵有点无奈 和生气说道 直播画面传来 只见李也头戴草帽 身披绿植窝 在一个小山丘上 手里 还拿着一把龙威步枪 南宫剑真是够疼李也的 连长城守卫军的重器都给了他 看到龙威步枪 韩仙灵苦笑一声 这东西龙下有 但少得可怜 只有长城守卫军的神机营 装备了此型号的步枪 怎么说呢 李也父母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所以才会把自己用的手环 给了对方 徐北堂哀声说道 听此 场中几人沉默 李明夫妇的死亡 又何尝不是他们的痛 人家老子保住了龙下 保住了近百亿人 他们却没保护好两个人 不知名小山丘 李也趴地上一动不动 查看态势图 这不对吧 新兽怎么跑那么远了 李也有点烦 虎头山附近 早上还密密麻麻全是新兽 怎么不到一个小时全跑光了 这里是不是有人被围 无意扫到地图某处 发现那里有个蓝点被红色围住 且方位处于新兽阵线内侧 说明有龙下将是被困 先过去看看 李也从地上消失 忽闪忽闪向目的地而去 而他要去的地方 此时有上千龙下将士 被七八千星受围堵 碰 突然 包围圈中心一声爆炸 接着就有尘土弥漫 杀石滚动 其中还裹挟着丝丝血红 以及破碎布料 白医生回头看了一眼 急切喊道 快制止伤员自杀 把他们身上的手榴弹 全部销毁 原来刚才的爆炸 是明龙下军士 引爆了手榴弹 自我结束了生命 白医生 你们突围啊 没必要和我们死在这里 一名伤员死死抓住 手里的手榴弹 对白医等医护人员 痛声喊道 不行 我们不会抛下你们 白医态度坚决 脸色冷静回道 龙下虽然早有撤退准备 但在后撤过程中 依旧有军士 被新兽追杀 造成不小的伤亡 而白医等军医 为了救治伤员 放弃了转移 你可以说他们傻 也可以说他们固执 甚至可以说 他们没脑子 但不能说 他们愧对了自己的职业 就如他们自己说的 战场上 如果为了活命 而放弃救治伤员 那么他们 永远救不了人 只会想着 如何活下去 故而 龙下治愈师 都有一个坚定信念 与伤员同在 所以 白医他们只是在 践行自己的信念 可这没有意义啊 又一个伤员痛哭喊道 白医对那名伤员笑了笑 当然有意义 能救治你们 便是最大意义 好了 大家安静休息 新兽 要攻击了 白医双手握着两把柳叶刀 平静看着要冲过来的 漫山新兽 好似万夫难敌的 金国将军 好 一头玉空新兽 吼叫一声 悍然冲向白匙 见此 白匙脸色一寒 右手朝前一挥 柳叶刀 打着玄飞了出去 柳叶刀 来到玉空新兽面前时 白匙手指翻飞 并娇喝一声 六星灵迹 开肠破肚 伴随他话音落下 打着玄的柳叶刀 好似牵线木偶般 被白匙控制着 咻咻咻 接着那新兽防御被破开 且肚子开了的大口子 流出一堆 红红绿绿的内脏 咻 玉空新兽死得不明不白 大家同是玉空 你为什么这样抢 哦 你是六星天赋的玉空武俏 那没事了 好 就在白匙斩杀一头 玉空新兽时 指挥进攻的 洞明新兽 怒吼一声 四提踏空杀向他 去 白匙双手一甩 两把柳叶刀 同时射向洞明新兽 砰砰 空中 洞明新兽两爪子 野刀继续冲向白匙 保护伤员 白匙交贺一句 然后凌空而起 在与洞明新兽即将接触之时 白匙右手猛地一甩 七星灵骑 兵破银针 好 洞明新兽吼叫一声 身上套了两个护盾 一惊一白 而后连续九道叮叮声发出 兵破银针的偷袭未见效果 却也在这时 那洞明新兽又找一挥 白匙面前便出现一道金色找影 于是 他双手交叉释放一个防御屏障 碰 一声沉闷 屏障被击碎 白匙他人被剩余伤害打落地面 第六十五章 逃避南弓箭 洞明新兽打落白匙 继续向他杀去 要死了吗 白匙有些不甘心的 不甘心被四星 洞明新兽杀死 对方天赋太垃圾了呀 不过他肯定死不掉 起码不能抢在里野前面 所以 在他与洞明新兽之间 突然多出个第三者 横插其中 接着就被洞明新兽重重拍落在地 溅起一阵尘土 呛得白匙咳嗽不断 丁 你被四星 洞明三翘新兽拍死 或者 突然冒出来的身影和操作 看迷糊了白匙 也看迷糊了其他人 搞什么 救人也不是这样救的吧 好歹量力而行啊 上来没坚持一秒 就被拍进土里 不合适吧 你躺地上不冷吗 就在所有人错愕的时候 有道清朗声音进入他们耳中 接着白匙周围的烟尘散去 只见一个身着五安局制服的人 像白匙 小司机 是你 白匙看到李也后 美眸震惊 小嘴微张 一脸的意外和不可思议 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日拒绝自己坐驾驶舱的小司机 会出现在这里 李也听到他的称呼 满头黑线 司机就司机 为什么要加个小 他有十八了 不小好吗 你喜欢躺着就躺着吧 接下来也不用你动 李也撇撇嘴 而后转身 看向上空的洞明星兽 2900不到的属性 小飞扎一个 让你试试老子的大枪 李也站在地上 拿出荣威灵灵步枪 三点一线 扣动扳机 P.I.U. 枪口飞出一道乳白之光 射向发呆的洞明星兽 他明明把那人类打死了呀 咋还活蹦乱跳 吼 危机赶袭来 洞明星兽回神 然后有一抹白光映入眼帘 接着便没了任何意识 多多 一颗珠子从空落下 在地上滚了几圈 来到李也脚下 嘿嘿 四星珠子 转了九发子弹 李也开心捡起珠子 抬眼看向四周新兽 咋 头有点痛 好多脆体之下的新兽啊 喂 小司机 你的运兵舰呢 在李也失望的时候 白纸跑过来问道 李也想了想 说道 应该被林都尉开走了吧 我也不确定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白纸还以为 李也是来接他们的 结果车都没来 那还接什么 一闪一闪过来的 李也诚实回道 却迎来白纸一记白眼 谁有那么多难一路闪现啊 小司机 你的枪能给我用一下吗 李也看了一下周围情况 点点头 拿着吧 等下有新兽冲过来 你就开枪 说完 李也把枪递给他 附带普通弹匣 和两枚五星灵机珠 随后只身冲进围堵的兽巢 喂 见此 白纸慌忙抬手阻拦 奈何李也 一闪210米远 差点消失在他视野里 唉 白纸跺了一下脚 反身回去救治伤员 所有治愈师都过来 构建治愈法阵 恢复伤者伤势 是 李也冲进兽群 专挑那些脆体 及以上的新兽对战 先让对方活一秒 然后极简直接呼死 技能都不放 哄 几分钟后 李也死了上百次 然后往一群新兽堆里 丢了个五星灵爆弹 轰拎下百米之内的 新兽死得零零碎碎 嘿嘿 真好用 李也笑容灿烂 灵爆弹的效果 让他很满意 好 可新兽见此 却是惊恐万分 马德 这人类不讲道上规矩 哪有人用五星灵爆弹 炸他们一二星的炮灰 你不觉得很浪费吗 还是说 你压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有吃不完的鱼粮 嘿嘿 看着被吓到的新兽们 李也的笑容愈发灿烂 所以他又拿出一颗灵爆弹 看到他手里的玩意 场中所有新兽惊恐万壮 然后夺命而投 不到三秒钟 数千新兽全跑了 那叫一个快 看得李也都佩服 这就叫武力震慑吗 天空之下 荒野之上 李也颠着灵爆弹 下退数千低级新兽 有那么点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 不在视野之内了 很好 看着消失的新兽们 李也满意点头 接着一闪一闪追了上去 没多久又回来了 而那些跑掉的新兽 则全去见太奶了 先前 韩仙灵跟他提过一嘴 别轻易 在人多的地方 施展流光绝阵 要懂得防人 李也觉得有那么点道理 所以 他听进去了 不过他相信 用不了多久 便能正大光明地 施展任何手段 返回伤兵点 李也走到忙碌的白纸面前 把几瓶东西扔给他 这些要丸子你拿去 白纸在看到五六瓶疗伤单后 眼前一亮 随即分给医护人员救治伤员 等做好这些 他才好奇问道 你哪来这么多疗伤单 李也刷一下 拿出自己的证件 看到没 五安局后勤出的汽车组长 又要丸子 不是很正常吗 白纸眨眨眼 他不明白 李也这么强 且开车技术那样好的人 为什么会窝在五安局的后勤处 难道那里有好看的妹子 嗯 应该是这样 总之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来得及时 我们这些人 恐怕要死这里了 白纸真心感谢一句 并把龙威步枪还给他 随后一瘸一拐 巡视伤员去了 李也妈撒下巴 然后又歪歪头 最后还是没搞明白 白纸为什么不先给他自己疗伤 难道要丸子不够 还是在节省灵力 那个谁 接住 李也对白纸喊了声 抛给他几瓶回灵丹 谢了 还有我叫白纸 不叫那个谁 白纸接过回灵丹 向李也露出一个感激笑容 他的灵力确实不多了 要是龙鸣剑在这里就好了 能把所有伤员送回去 看着数百伤员 李也哀声一句 恰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龙鸣剑马上就到 你小子呆那别动 再敢乱跑 我打断你的腿 声音是南宫剑的 听得李也汗毛倒树 这位也怎么又来了 而且看样子 还知道自己在哪 也是 白纸他们有定位器 那个谁 我先走一步 等会有人来接应你们 李也跟白纸慌忙说了声 不带对方反应 人就闪没影了 战场上还有许多强大新兽 他可不能被南宫剑缠上 回到虎头山的山洞 李也拿出手机 对赵山河说道 赵都军 这个地方有人来接应 你赶紧过去吧 你不跟我回去 赵山河皱眉问道 不料 我还有秘密任务 随口扯了个谎 李也便从山洞消失 前往另一个蓝色被围点 而王猛就在那里 他可不想帮对方 送娃去福利院 多麻烦 第66章 直骑而战 白纸锁在地 铿锷 当南宫剑听到李也跑了后 他拔剑了 马德 这么浪迟早要死外边 既然这样 还不如死自己手上 能给他的痛快 他有没有说 要去哪里 没有 原地就不见了 赵山河苦笑回到 李也离开的时候 他有去阻拦 可是 天河九峭的他 竟然追不上一个脆体武者 简直没脸见人 带上伤员 回南乡城 南宫剑咬牙说了句 下次抓到李也 不把他嘎了 也要打断双腿 然后让他给老李家留个后 不然照他这样做死下去 老长官明年就要 没人上坟了 我像风一样自由 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 恰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传来一道歌声 这歌 南宫剑没听过 但声音是李也的 嘎吱 南宫剑握剑的手嘎嘎作响 这小子是不是在挑衅他 但李也真没这样想过 他只觉得 脱离南宫剑的保护 是件值得开心的事 既然开心 肯定要哼歌的对吧 再说 他也没想过 南宫剑一直看他的直播 不然 肯定会唱得更加欢快 我们还走吗 看着南宫剑阴沉可怕的脸 赵山河弱弱问道 走 南宫剑保剑归翘 带着人返回南乡城 另一边 李也哼着歌来到王猛所在地 此时 王猛大队和另外几千虎奔卫将士 被数万新兽围困在一个山头上 同时遭受天上地下的攻击 形势岌岌可危 此次兽朝 新兽那边 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境界上 总体都压着龙下 所以 哪怕韩仙林他们的方案再好 也出现了不小伤亡 好比王猛所在的军 任务是引爆埋伏区的灵能炸药 可他们前脚刚引爆炸药 后脚就被无数新兽缠住了 无奈 都军只好安排一个失断后 而王猛正是该师的一个大队 刷 李也站在包围圈外 从储物空间 取出那面龙下战旗 接着又从储物手环 拿出一杆六星品阶的长枪 将战旗套了上去 另一边 阵地上有个人暴跳如雷 他娘的 冲锋准备 一直被动挨打 不是我王云龙的风格 虎奔军 第一军 第一师 读师 王云龙发飙了 当了大半辈子的兵 也打了大半辈子的仗 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被动过 全城被新兽压着打 如果不是他们一师家底封后 有树门阵地防御阵法在 早被新兽捶死了 现在 阵法即将被新兽击破 不反攻 只有死路一条 当然 反攻也是死路一条 但后者 死的有骨气 死的有血性 全师听我命令 老子手道三 所有灵能武器全部用光 一个子都别剩 还有手榴弹 这玩意 虽然是在我们重伤无缘情况下 自我了结用的 但今天 我他娘的 就要用在新兽身上 哪怕能炸掉这帮畜生一根毛 那也是值得的 都听明白了没有 王云龙手持战刀 唾沫横飞 虎目猿争 犹如怒目金刚 是 全师官兵齐声应诺 拿出射部的用的灵爆弹 以及灵能步枪 还有灵能炮 王云龙抬起右手 看着防御阵法开始数数 一 二 三 放 在阵法被击破的瞬间 王云龙右手猛地落下 接着全师数千人 扔铃爆弹的扔铃爆弹 开枪的开枪 放炮的放炮 轰轰轰 哒哒哒 一时间 爆炸声 枪声 炮声 不绝于耳 倾泻而出的灵能武器 瞬间造成大量新兽死亡 等到东西用光 王云龙大喝一声 吹冲锋号 滴滴答答 冲锋号那激昂且聚穿透力的声音 响遍整个阵地 第一师全体官兵文浩而动 开始冲锋陷阵 杀 王云龙高举战刀 第一个冲向天际 接着三两刀砍死一头玉空兴兽 其余玉空 洞铃等军官 亦是汉不畏死的冲进兽群 其余将士则是奔出防线 门砍当面之敌 刷 李也一甩龙下战骑 而后左手执骑 右手持茧 一步冲向前方战场 偷袭兴兽后背 此时 他一人一骑 却有着千军万马的气势 刘光绝阵 点仓 冲进战场的瞬间 李也接连放了两个大招 刘光绝阵不用说 一次至少造成上百脆体 归零星兽死亡 而点仓呢 其威势不弱 阵法半思 只见李也手持重天茧 一连朝前刺下十次 随之有十到十几米长的剪影出现 砰砰砰 凡是被剪影刺中的星兽 瞬间身体炸裂 死无全尸 放完两次大招 李也打着悬扔出十枚五星零爆弹 轰轰轰 爆炸声接连响起十次 以李也为中心的十个方向 分别炸出一朵百米大小的血雾之花 烟红绚丽 嗯 发生了什么事啊 新兽后方的动静 传进王云龙耳中 寻声看去 只见那里有着十片血雾 除此以外 再也没看到什么 就在他和众军官疑惑之时 却看到一面火红刺绣的战旗 从血雾中冲出 战旗 那是我们龙下的战旗 看着浴血飘扬的战旗 一名军官指着他激动大喊 热泪盈眶 其他人看到那面火红战旗后 墨地士气大涨 浑身气力无限 气势拉满 咻咻咻 战旗冲出血雾 其底下射出道道乳白之光 击中天上许多玉空星兽 扑扑扑 被乳白之光击中的星兽 毫无抵抗之力 身体一一被冻穿 然后死的死 伤的伤 这 王云龙他们愣住 如此强大的灵能武器 他们只在军网上见过 那就是龙威龄能步枪 难道长城守卫军的神机迎来了 一众军官同时产生这个猜测 但他们还没猜测出什么 眼帘当中 便映入一道少年军官身影 只见他左手直骑 右手持枪 疯狂扫射天上新兽 强大后座立阵的少年军官 身躯一颤一颤 战旗因他颤动而更加飞扬 四翼且无双 犹如此时的少年 发扬倒立 意气昂扬 第67章 我听说你很想死 羞羞羞 李也直骑持枪 轻空一个弹匣 打死打伤近百空中新兽 大大减轻王云龙他们的压力 好 还活着的十几头动鸣新兽 同时吼叫一声 接着放弃王云龙等军官 一同杀向李也 等会再收拾你们 李也收起龙威步枪 几个闪现冲破兽群的阻碍 抵达第一师阵地上 咔嚓 手中战旗轻轻一插 没入岩石当中 刷 战旗插下的瞬间 旗面迎风飘扬 烈烈作响 杀 数千将士看到飘扬的战旗 一时间气势如虹 杀声震天 汉勇之势无可匹敌 龙下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民族 强大信仰 能激发他们所有潜能 杀呀 李也跟着吼了一声 手握重天茧 一步踏入兽群当中 掀起阵阵血雾 去吧 我的小手来 左手一甩 银白之色的 灵抱弹脱手而出 修一下没入虚空当中 随后出现在两百米之外 接着轰然一响 炸死大片新兽 手雷不够用了呀 李也看了下 剩余的五星手雷 只剩六个 不过南弓剑给的手环里 倒是有不少的一二星手雷 伤害大概在脆体 归零阶段 有句名言叫什么来着 对 能拔弄得高呀 就是好高呀 李也左手刷一下 出现数颗灵抱弹 修修乱投乱放 炸得不少新兽 鸡飞狗跳 痛声哀嚎 他在干嘛 灵抱弹是这样用的吗 天上 王云龙看到李也的操作后 肉痛不已 他到底知不知道 灵抱弹的珍贵 哪能像他这样胡乱使用 李也可不管他怎么想的 疯狂扔手雷 期间 他发现手雷的妙用 那就是 空间投地效果更佳 往往能做到出其不意 炸死一片小新兽 但这也惹怒了 许多较为强大的新兽 好 刚才那十几头动鸣新兽 再次盯上李也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嘿嘿 坏笑一声 坦然赴死 丁 你被四星 动鸣七窍星受击杀 丁 你被四星 动鸣三窍星受击杀 丁 你被四星 动鸣八窍星受击杀 丁 一脸死了十多次 李也翻身而起 重天剑换成了龙威步枪 子弹上膛 去死吧 李也对着动鸣新兽猛扣扳机 打出连串乳白之光 咻 一秒五射 重创五头新兽 吼吼 马德 这人类有古怪 我打不死他 好 我也是 好 那怎么办 好 风紧扯户 好 OK 圣于动鸣新兽开了个小会 意见统一之后 也不管小的闷 转身就跑 其他玉空新兽见此 当即不干了 心说你们这群老灯 还想要他们断后 想都不要想 于是也跑了 徒流地上那些不会飞的新兽 仰天怒吼 吼吼吼 低级新兽们吼得非常激动 愤怒的口水不停从嘴里喷出 想想就知道 骂得有多难听 吼吼吼 马德 老子不干了 走了 吼 对对对 没了领头的 数万新兽如潮水般后撤 这让第一师将士有点猛 搞不清什么状况 王云龙看了看李也 若有所思 想来是那龙威步枪 给洞明新兽造成了强大威慑 所以跑了 嗯 突然 他发现那个少年狂追前方新兽而去 想打个招呼都没机会 快速打扫战场 准备转移 王云龙命令一声 又飞到李也刚才停留的地方 把五头受伤新兽了结 李也追到那几头洞明新兽后 二话不说直接开大 将他们全部送走 之后便在撤退的兽巢中左右呼闪 先让新兽打死 再把新兽打死 不知不觉间 他距离龙下防线越来越近 都能听见前方的战斗声响 嘿嘿 顺便回去一趟 把东西寄给知义姐姐 李也放弃这帮小心兽 一头扎进大战场的浪潮里 金屋西坠 望书东升 七黑夜里 李也偷偷摸摸 返回将右卫指挥营地 你想去哪 就在他找到龙明 灵妖准备进入驾驶舱的时候 南宫见鬼一样的出现了 嘿嘿 南宫长官晚上好 吃了吗 李也一脸讨好 没有丝毫战场上的杀伐和无情 南宫见不理会他的嬉皮笑脸 而是把剑架他脖子上 冷冷问道 我听说你很想死 李也愣了下 然后双眼透亮 比一百瓦的白痴灯还亮 这位大佬是想杀自己吗 那快来啊 被新兽杀了这么多次 还从来没被同类杀过 不知道会不会触发特殊奖励 嗯 李也的脸色变化 看得南宫见内心疑惑 这小子在兴奋什么 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 是了 肯定是这样 于是 哄 南宫见气息全开 汹涌杀意比这寒冬还要冷冽 他不幸 世上有人不怕死 而且还是个少年 李也在看到他杀气全开的时候 内心越来越激动 就差笑出声 快来 快来 快一剑砍死我 绝对不反抗 吭枪 灵剑归翘 杀气全消 南宫见紧紧盯着李也 片刻后问道 你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他虽不是世间最顶级的灵武者 可当杀气全开后 百星榜后五十名无人能从容应对 而李也在自己的杀气下 恍若未闻 没产生一丝一毫的巨异 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一 他真的不怕死 二 他不会死 结合李也最近的操作 他偏向第二点 对方多次遭受强大新兽袭杀 可没过多久 总能活蹦乱跳 李也没有回答他 而是先查看今天的收获 丁 本日战斗尼累计获得死亡点 乘37840 自由点乘15.6万 修为点乘10.5万 一星灵际珠乘3251 二星灵际珠乘254 三星灵际珠乘89 四星灵际珠乘56 五星灵际珠乘48 六星灵际珠乘15 七星灵际珠乘8 回收杂物获得自由点乘3.1万 一至五星属性丹乘156 统计结果让李也很满意 迎上南宫见好奇目光 他坦然回道 不死 这个回答 让南宫见眉头拧成一团 他没有震惊 也没有怀疑 自然灵体本来就千奇百怪 出现什么天赋 都在接受范围之内 譬如曾经有个人 觉醒一个叫什么大日吞金的天赋 只有吞噬新珠 才能提升实力 奈何那人不在龙下 家庭背景也简单 结局被人抓去研究 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走 去剑上说 南宫见跳跃空间进入驾驶舱 李也也跟了上去 两人在里面聊了很久 最后南宫见说道 放心吧 你给小女朋友的东西 我保证送到 不是小女朋友 是未婚妻 李也纠正一句 哼 我知道了 南宫见难得笑了一次 随后消失在暗夜里 第68章 挂票 调票 爱错爱了 望着南宫见离开方向 李也叹息一声 原以为说出不死秘密后 南宫见会砍他几件进行验证 结果对方只说了句 那就好 你说多扯淡 之后 两人就聊起了家常 聊李也的父亲 聊李也的母亲 这时他才知道 自己母亲是洛安大族凌驾的人 然后嘱咐李也 不到真灵实力别去洛安 那里鱼龙混杂 并不像表面上的那般平和安定 至于李也 为什么会把不死秘密 告诉南宫见 当然 是他计算过了 如果对方敢把他抓去研究 大不要把所有东西都用了 提前抵达欲空境 届时 他就是人族第一人 启动龙鸣 林妖 李也驾驶 他向防线外飞去 那小子回来了 总指挥布 韩仙灵他们得知 龙鸣剑飞出防线 皆是有点意外 还以为 李也会浪死在外边 回事回来了 可又要出去了 徐北堂无奈说道 南宫见不拦着他 李信疑惑问道 徐北堂微微一笑 将南宫见的信息打开 李也有实行防身宝物 死不了 原来是这样 看完信息 众人恍然大悟 难怪这小子敢随便浪 原来觉醒了本命宝物 既然这样 那就随他吧 韩仙灵放下心来 只要人在天阳世界就行 他之前为什么不说 怕我们害他 李信不解问道 众人白了他一眼 而后韩仙灵说道 告诉我们 实行天赋 已是最大相信 难道你会把所有秘密告诉我们 不错 如果不是相信我们 他完全可以单打独斗 或者创建一个类似红刀会的地下势力 在阴暗里称王称霸 徐北堂补充说道 嗯 李信语色 好像是这样 韩仙灵看了一眼离开的龙明剑 轻松道 算了 既然南宫见都选择放养他 我们也别管 但他的战功该统计了 这话落下 场中几个大将皆是沉默 倒不是他们不想给攻勋章 而是对方功劳太大 超出龙文宝顶勋章的上限 李也驾驶龙明剑一路急行 期间遇到不少飞行新兽篮空 他二话不说 直接开炮 剑在炮打不死的 他就掏出龙威步枪 透过空间伸到剑体之外 丢丢射起来 他想送死 但情况不允许 王猛他们又被围了 而且 这次的新兽更多 当然 他们的人也多了 因为虎奔第一师 收拢了许多残兵 在新兽后方造成不小影响 抵达目的地时 方圆十多里的区域 战火连连 喊杀一片 虎奔第一师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李也拿起对话机 呼叫第一师 虎奔第一师收到 请讲 我是龙鸣 零妖剑 本剑即将抵达你方区域 请做好转移准备 什么 听到有人来接应自己 第一师通信兵 少有的失态了 我剑即将抵达你方区域 请做好转移准备 李也重复一遍 然后推动拉杆 龙鸣剑修一下加入战场 哒哒哒 剑在炮疯狂冒着火光 一颗颗炮弹 不是打进新兽嘴里 就是打进新兽后边 将他们炸得重伤落地 或者炸裂而亡 这画面有点熟悉啊 好像在哪见过 下方 有军事见此一幕 感到异常熟悉 那不是炮王的手法吗 有人惊呼喊道 对对对 就是他 我没少看他的开车视频 那技术贼6 哈哈 所以我们有救了是吗 他一定是来接应我们的 龙鸣剑的出现 让被围困的一两万将士 燃起声的希望 恰在这个时候 各部都接到收缩防线的命令 这小子越来越牛了 伤兵点 断了双腿的王蒙眼 冒金光 初次与李也见面时 对方还是个开灵能中卡的汽车兵 可短短数日 便成长到 他望其向背的程度 今后 怕是想见对方 以便要打很多报告 龙鸣剑穿过防线 顺利抵达守军营地中心 李也刚下车 就看到浑身是血的王云龙 以及数名将级军官 是你 王云龙惊讶看向李也 他不是白天 援救自己的那个强者吗 对方的战旗还留在他们尸 是我 你们赶紧安排人转移 我去趟前面 李也随口回了声 而后左手龙威步枪 右手冲天俭 风一样冲进战场 来都来了 不送几次死 怎么行 有了李也的加入 空中压力骤减 只见那些星兽 只能攻击李也一次 然后不是被他一枪爆头 就是被急紧呼死 一小时后 不下三百的玉空 即以上星兽 丧命他手 勇猛之势 看待许多军中强者 也下代无数星兽 这人好像打不死一般 又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灵力 战至夜半时分 李也突然大喝两声 时间尽过 点仓 然后 人们就看到他剪影重重 一招击杀前来支援的 天河九窍星兽 这 王云龙等人实话当场 难以想象 李也刚才那招 到底有多强 哗啦啦 兽朝退去 人族 有个时空强者在 需要大佬 解决他 才能拿下这个据点 快 所有人按伤势轻重 登入运兵舰 那小子 把你身上灵肉 全部丢掉 除了人 其他什么也别带 龙鸣舰停放地 王云龙他们 唾沫星子乱飞 指挥人员 急而有序登舰 此时 龙鸣舰三层 全部打开 底层货舱 清理出来了 两千多平米的甲板上 拥挤站着六千多人 二层的运兵舱 此处合在人数 是一千八百余人 现在可管不了那么多 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了 同样有着六千多人 第三层是指挥层 空间较小 却也挤着上千重伤员 老王 运兵舰装不下了 另一个市的都师 着急说道 还有多少人没登舰 王云龙着急问道 两千 还有两千人 他娘的 箭顶 那里还能做人 开玩笑吧你 那上面能做人吗 都师惊愕问道 王云龙这话 把他搞无语了 我们又不是那三个 天生点亮了火车顶的技能 怎么不能做 不仅那里要做人 战监外边还能绑上绳索 把人调回去 王云龙非常认真说道 你 都师被他的话 经个目瞪口呆 你搞挂票不算 还来调票 好好 这么完事吧 等下把你第一个调上去 第六十九章 老爷子的初恋 还你 驾驶舱里 李也把王猛 和他女儿的合照还给他 唉 我没想到还是活下来了 不过这腿 王猛神色复杂 有庆幸 有哀伤 也有迷茫 装个假之 同样可以正常生活 并不影响 你照顾我大侄女 李也淡淡说道 与王猛个人而言 这个结果是最好的 林武者断腿后 还能正常生活 且他的境界是归零石窍 到了江南城 可以转到武安局 担任教官或者分局局长 行吧 王猛被不会安慰人的 李也安慰到了 他说得好像没错 今后起码能与女儿 生活在一起 再加上自己的功劳 后半辈子也有了保障 李武卫可以起飞了 这时 王云龙和另外三名都师 进入驾驶舱 李也打开全息雷达 然后就看到 箭顶 侧身 后边哪哪都是人 并且 箭体把手之类区域 全绑着绳索 顺着绳索看去 好吗 每条上边 最少绑了十名将士 王都师 你确定要这样 李也问道 王云龙毫不在意地说道 这有啥 林武者有个抓手地方就行 不会出事的 要是人因此掉落下去 只能说 他们八字不够硬 不配坐你的车 我 李也嘴唇吸动几次 竟然无法反驳他的话 你特么说的好有道理 龙鸣运兵舰引擎启动 然后缓缓升空 连带上百根绳索一同起飞 吊着上千零五者 向防线内飞去 当起飞画面传到总指后 全场目瞪口呆 画面简直无法形容 上面的数千人 不像龙下军人 好似逃难的灾民 浓郁的桃荒气息扑面而来 愣证几秒 韩先林下令道 命令江南舰队 前往指定区域打开通道 接应龙鸣 林妖顺利回城 可江南舰队正在东面战场 倘若离开 那边将士的损伤 不会弱于他们 徐北堂担忧说道 无事 命令那边部队边打边退 我们只要再坚守五天 将有民众便可完成转移 几个大将对视一眼 认可地点点头 达到现在 第一阶段的顽强阻击战已经结束 接下来便是依托地形节节抵抗 最后退守城市 命令下达 东边战场开始退往下一防线 而支援他们的江南舰队 则横穿兽巢 与龙鸣舰会合 半夜一点时分 舰队冲破新兽封锁 胜利抵达后方 离野之后的时间里没停过 驾驶龙鸣舰奔走各个战场 转移被为将士 舰队则负责接应 等到天明时 滞留在新兽地带的部队基本带回 少量被困部队 也在其他队伍的救援下 得以冲出重围 与此同时 麦克瑟他们的战斗也结束了 但没有分出胜负 此战 艾古达身受重伤 没个几年 无法回到巅峰状态 巴奇顿同样受了不小的伤 一只胳膊被捶烂 导致召唤时间大大增加 麦克瑟 乌奇纳和拉斯夫斯基 三人也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幽名巨猿 同样没好到哪里去 身上有着十多处伤口 好在都是轻伤 不怎么影响他的战力 人类 明月这个地方 我们再战 若不来 我便去你们领殿 幽名巨猿威胁一声 便从原地消失 他离开后 五人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 原以为五人合力 能斩杀幽名巨猿 哪能想到对方的战力超出预计 李武巅峰状态 能斩杀他吗 梁九 乌奇纳武这伤口问道 可以 但可惜人没了 麦克瑟肯定回道 他曾与对方交过手 李武只用一招 焚天净土 便将其击败 那他的灵机还在吗 乌奇纳双眼放亮问道 麦克瑟瞥了他一眼 道 怎么 你想要他的传承 乌奇纳嘴角一翘 有什么不可以吗 麦克瑟对他 露出一个嘲讽神情 我听说 你当年疯狂追求李武 差一点就追上了 但他受伤后 你立刻撇清关系 倘若那时你俩成了 说不定能得到他的绝招 至于现在嘛 人们未在他身上 发现任何灵机 乌奇纳昂了昂下巴 李索当然道 我身为西罗兰女王 不可能嫁给一个废人 说完 他急速向一个方向掠取 几人离开后 松下爷子出现在战场附近 仔细打量地形 想着明天在哪关看何事 他原以为 战斗能在一天内结束 都做好了简陋的准备 哪能想到 双方这样持久 打了一天一夜 都没分出胜负 傍晚时分 李也回到武安局 人刚下龙鸣剑 就被张宝国拉了过去 然后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查看李也的情况 就查八光衣服 来个全身检查 没事就好 你看见我的黑眼圈没有 全是你造成的 张宝国指着自己的 乌黑眼袋说道 不对吧 你现在都不睡觉了 这是别来我身上 我说你小子就是没良心 知不知道 我整整担心了你一天两夜 李也有点小感动 所以他拿出了珍藏 那 知道你关心我 他能去甚绪造成的黑眼圈 李也将包装印着铁绅的药盒 塞进张宝国手里 又说道 这东西很猛的 建议墨成粉适量服用 我怕你受不了一整颗的伎俩 张宝国满头黑线 老子这么关心你 你用这个感谢我 哪个中年老男人 会用这玩意 反正他是不用的 拿回去喂鸡还差不多 默默把蓝色药丸塞进口袋里 还紧了紧 然后搭着李也尖头 走到一个角落 神秘兮兮说道 李也 你爷爷有个外地初恋知道吗 啥 李也愣住 他爷爷什么时候有个外地初恋了 自己怎么没听说过 张宝国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 小声说道 看 就是这个人 西罗兰女王 卧槽 李也惊呼一声 老爷子可以啊 玩得挺花 还有洋人初恋 且是女王哎 也不知奶奶知道这事后 会不会在那边捶他 然后爸妈疯狂拉架 嗯 画面挺温馨的 可自己为什么会有落寞感 你别卧槽啊 他是你爷爷的初恋 现在应该在你家里 你怎么知道的 他上午来局里 问你家在哪 局长没扛住压力 把地址告诉了他 哦 不是什么大事 知道就知道了 所以你别回家 我怕他受不了初恋结婚生子 而自己还单着 忍不住把你嘎了 嗯 听此 李也瞬间来了精神 杀他 那好啊 求之不得 处长 这东西也给你 我回家一趟 李也又给了张宝国几何蓝精灵 信冲冲回了幸福小区 第七十章 王之灭世 李也几个闪现 来到幸福路 此时的街道一片狼藉 各种垃圾 以及废弃的车辆 到处都是 融化的鸡血 滴滴答答流个不停 来到自家别墅附近时 李也看到 里面有着火光 不好 有人霸占我家 李也内心对系统惊呼一声 王者新装 随即变了样式 将他全身包裹住 接着从路边 抄起一块石板冲了进去 几步来到门口 二话不说踹开门 又是二话不说 一石板 拍向正在大厅烤火的人影 嗯 正在打坐调戏的乌奇纳 眉头一皱 他也二话不说 对来人挥出一道灵力火球 碰 身影与火球 来到的亲密接触 随即到飞数百米远 砸进一座别墅里 定 你被九星 真灵八壳 火灵法师击杀 死相熟透 获得死亡点乘六七 自由点乘666 修为点乘十万 九星火之灵机乘九 九星灵物单乘九 九星灵性单乘九 火灵单乘一 定 已被人族王者击杀 达成人类相残成就 系统功能 王者升级为王之灭世 王之灭世 包含王者能力 被击杀时 将在对手身上 留下一个持续半小时的灭世印记 被印记者所有防御效果减半 真触发特别奖励了 废墟里 李也先是愣证几秒 而后欣喜万分 他现在最烦的是什么 那就是 对手防御太高 很多时候 无法做到一击毙命 可若是防御减半呢 那不是分分钟解决对手 嘿嘿 老爷子初恋果然给力 下其手来 不带丝毫留情 还有奖励也是牛逼 直接拉满 乌奇纳给的奖励有点豪华 差一点筹起一门 十星火之灵机 明目单也是 还有九星灵性单 每颗服用后 可增加九十点灵性 不过这东西 李也用不上 但能给别人使用 比如他的知义姐姐 先前获得的属性单 全让南弓箭带去 落安了 火灵丹 该不会是激活火属性的丹药吧 跟幽名丹一样 如他所想 系统介绍 就是激活火之属性的 九秒复活 李也快速离开原地 忽闪忽闪来到六中 找到原来的教室 坐回自己的位置 唉 短短几天就各自添牙了 人生真是无奈啊 看着熟悉的环境 却不见熟悉的人 李也多少有些感慨 咕噜 火灵丹吃下 叮 你服用火灵丹 激活火之灵体 获得职业 纵火犯 纵火犯 攻击时附带火焰燃烧 对目标额外造成10%伤害 使用火系灵剂时 灵剂伤害翻倍 呃 名字难听了点 但牛逼啊 尤其使用火系灵剂时 翻倍造成伤害 可惜 现在没火系灵剂 也没激活新的五脉 对了 我先前有30颗7星珠子 8颗8星珠子 现在又有9颗9星珠子 完全可以融合一颗10星珠子 系统 我要融合10星灵剂 定 你消耗20颗7星珠 8颗8星珠 9颗9星珠 获得10星灵剂 雷火漫天 离夜人傻了 他忘了一件事情 不同属性珠子融合后 获得的新技能是随机的 而且看现在这个样子 雷火漫天属于双系灵剂 而双系灵剂 在天阳世界 只有一种天赋可用 那就是神玄者 神玄者可同时驾驭 另外8种天赋的能力 也能施展多系灵剂 而多系灵剂修炼起来困难重重 每几个神选者会选择修炼他们 当然 多系灵剂一旦修炼成功 那么他的伤害 是单系灵剂的几倍 嗯 那就留给芝衣姐姐用 离夜把珠子 放进随身空间 而后从6中消失 另一边 乌奇纳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像是被人白嫖了一场 关键还不知道人是谁 这就很难受 那人有古怪 突然 他意识到 那个人有问题 对方明显是灵武者 可哪个灵武者 会拿地上石板敲人 而且 自己作为天阳世界最美女灵者 谁不认识 刷 乌奇纳身影一闪 向离野跌落地方略去 三秒后 当他看到地上只有一滩灰烬时 一张翘脸 寒若冰霜 什么人如此大胆 竟然敢偷袭本女王 乌奇纳银牙咬着歌之作响 扫尸一圈后 他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被我火球术打中 还能逃离现场 实力肯定在百星榜之上 而且 周围还没有其他痕迹 说明对方是个时空灵武者 时空灵武者 站立入百星榜 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万神殿的砸碎 一个是西州的叛徒 还有一个 则是剑三十六 南弓剑 南弓剑不太可能偷袭自己 我以前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 西州那个叛徒 目前正在抢地盘 没时间过来 如此 只可能是万神殿的那个砸碎了 好歹 等本女王回去 一定灭了万神殿 乌齐纳怒火汹涌地回到李叶别墅 然后躺离武床上回忆往昔 张宝国看到李叶平安归来 立马在他身上嗅了嗅 处长 你变态啊 李叶一把推开他 满眼的嫌弃和怀疑 难道就克兰斯丸子了 不对啊 你身上怎么没有那女人的味道 张宝国抬头问道 什么意思 那女的没容令你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跟你爷爷年轻时有八分相似 他应该忍不住才对 怎么会放过你 哼哼 李叶冷笑一声 可不是没忍住吗 上来就一个火球 把自己干飞了 哎 可惜啊 倘若能与女王发生点什么 你以后都不用开车了 也不对 那个 似乎也有方向盘 你还挺替我可惜啊 不然你自己去啊 要丸子 都给你了 不怕攻不下阵地 你这小子不知好歹 那可是能送江山的老卑鄙啊 怎么不知珍惜机会呢 算了 懒得跟你扯这个 我晚上任务 是什么 李叶强行打断这个话题 中年老男人 没一个是正常的 张宝国收起猥琐表情 神色正了正说道 没什么大任务 就是去前面运送商员 此外 我们局也要转移了 转移 没错 南乡城后天就能完成转移 我们也要跟着离开 张宝国有些不舍说道 去省城 还是江南 省城 江又九城的五安军 都要去那里集合 然后抽掉金锐 编成一个五安师 负责省城的治安 我也要去 你说呢 不去梁明国大局长 会睡不着的 我听说 上边有意 让你担任新师的一个大队长 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 啊 李叶人傻了 他才十八岁啊 就让自己长兵 还是大队长 要管理四五百人呢 第七十一章 夏老头说了 这个家你最大 张宝国拍了拍 愣证中的李叶 笑着说道 不要意外 上边要重点培养你 那么在基层的锻炼就不会少 如果不是考虑到 你年纪实在太小 且没什么统兵经验 估计一个团总少不了 这可是我们局长亲口说的 会不会太过草率了 李叶挠头问道 如果去送死的话 他很专业 当然 带别人一起去送死 也很专业 可是带人打仗 那是真的不会 不说别的 他连基本的作战地图 都看不懂 更别说什么火力配置 作战部署了 草率 或许有点吧 但武安军也是培养 低级军官的好去处 平时没什么大仗 恶仗要打 配置却和正规军一样 能很好锻炼带兵能力 张宝国认真说道 那我离开后勤处 你舍得 李叶坏笑盯着他看 说好的十年呢 这才半个月不到 就要结束了 咳 张宝国咳了一声 郑重其事地说道 兴师见脸 本人将担任你的后勤队长 原则上讲 你还是我的人 两人的谈话 被韩仙灵他们密切关注 都在等李叶的反应 见他有抗拒心 但不大的时候 皆是放下心来 就怕李叶二话不说拒绝了 那还怎么把他培养成 龙下下一代领军人物 没错 龙下已把李叶定为 韩仙灵和夏宴的接班人 现在要做的 就是拼命培养他 光有一身修为可不行 还得懂得军略之事才完美 不过采取的模式 依旧是放养 放心 干不好同样会把你撸下来 那可是四五百条性命 上边不会拿他们 当你的是错成本 张宝国拍着李叶尖头说道 可我没说 要去当大队长啊 李叶脑子还有点迷糊 他有那个能力吗 你会去的 张宝国肯定说道 为什么 李叶不解了 他现在没一点这样的想法 咳 张宝国咳了一声 然后拿出卖身器附件 你看 如果不去当大队长 你要在我后勤处 卖命十年 你别看我们后勤处 现在挺活跃的 但在平常时候 能嫌出个蛋来 我这样说 你懂了吧 李叶不说话了 自己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后勤处现在每天忙得起飞 那是因为新兽习成 等到兽朝过去 他若还待在后勤处 可能半年好几个月 都看不见一次新兽 上面说了 鉴于你比较浪 所以不会过于干涉你的工作 只要没太多伤亡 随你怎么折腾 李叶眼眸一亮 真的 我们局长亲口说的 不会有假 张宝国肯定说道 那就好 李叶放下心来 只要别管他 什么都好说 张宝国也放下心来 劝李叶领兵 那是省局的任务 办不好的话 武安局的厕所 够他扫到退休 洛安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夏之义在餐桌上随便吃了点 而后就离开 他实在受不了夏家的氛围 傲慢 自大 虚伪 势力 这个家的人不是高高在上 就是满眼利益 没得一丝亲情可言 妹妹她是不是生气了 回到洛安的夏宁霜 声音楚楚问道 夏云洲看了一眼夏之义离开的背影 冷哼一声 她生什么气 又有什么资格生气 一个普通人而已 小双别管她 如果不是有着夏家血脉 她哪有资格坐这里吃饭 夏家小姑给大侄女 加上一块铃肉说道 听到夏家血脉 夏宁霜情绪立刻暗淡下来 小姑 我身上就没夏家血脉 说完 夏宁霜开始抽烟起来 这可把一群人吓坏了 然后各种哄和保证 什么就算不要夏之义 也不会不要她 又什么她才是夏家真正千金 夏之义只是个挂名的 还有什么保证 比如夏家未来是要传给她的 且会加大力度培养等等之类话 碰 就在这个时候 有道剑气凭空出现 将一桌子的好菜 好饭碎了得干净 什么人 突如其来的状况 把夏家老少下得不轻 纷纷拿出武器 寻找动手之人 问 空间一阵波动 南弓箭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 阁下是什么人 为何侵犯我夏家 夏云洲脸色铁青问道 哼 南弓箭冷哼一声 接着右手抬起 啪 清脆耳光声响便大听 将所有人看得一愣 然后如临大敌 此人秀为高深莫测 他们不可敌 你 夏云洲捂着红肿的脸 惊恐看向南弓箭 南弓箭抬头 与夏家众人对视 自我介绍下 南弓箭 你们应该听说过 哗 夏家十几人同时后退一步 他们没见过南弓箭 可对方的名声 早已传遍龙下各大家族 百姓榜排名三十六 这种大佬 没哪个家族不知道 南弓长官来我夏家所为何事 夏家老大 夏云海拱手问道 没啥事 只是带人抽你们几个嘴巴子而已 说完 南弓箭右手挥舞不断 将场中之人挨个山了一遍 疼得十多人嗷嗷叫唤 呼 舒服多了 南弓箭右手张合几次 嘴巴子打得有点多 手麻 你 十多个人躺地上惊恐看向南弓箭 这人真的很狂 难道不晓得夏宴是他们家的吗 竟然敢打他们嘴巴子 不想活了呀 南弓箭看了看天花板 悠悠说道 下老头说了 你们脑子里的水有点多 需要有人打出来 都敢对他的话 阳奉阴违了 哦 他还说了 只认致意这一个孙女 其他的全部靠边站 惹恼了他 小心你们的皮 瞧把你们灌着 亲生女儿都不要了 说完 南弓箭大不留心出了大厅 这 一屋子人集体惊恐 夏宴在他们心里的威慑里 不亚于何弹 之前赶阳奉阴违 以为他 没把夏之翼看得多重 比如让夏之翼 和一个普通家庭订婚 对方只有一个气动进舞者 还是快入土的那种 试问 如果真的看中 怎么会让夏之翼 嫁给如此普通的家庭 南弓箭找到夏之翼时 他正拿着手机 和李也互发短信 咳 南弓箭在他身后 小声咳了一句 夏之翼见到来人 小声问道 你是南弓伯伯 听见夏之翼这样喊自己 南弓箭不又笑了起来 哼 不错 比那小子有礼貌 夏之翼露出甜甜笑意 南弓伯伯好 嗯 秀爱会中 便宜那小子 南弓箭对夏之翼很满意 正门青史 他任且支持 夏之翼低头羞涩 而后认真说道 是我幸运才对 南弓箭嘴角狠狠抽了一下 他这个老男人 被强塞狗粮了 好了 东西给你 真受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甜念 南弓箭把手环抛给夏之翼 移步上了屋顶 又回头说道 夏老头说了 这个家你最大 第七十二章 变故 东西 我收到了 开心 夏之翼晚上住进了夏家最豪华的别院里 然后窝在被子里 和李也发着消息 夏云洲一众人被打嘴巴子后 皆是惶恐不安 立刻给夏之翼换了最好的房间 配上顶级的庸人 还拿来许许多多的名贵手势 这次他们真怕了 明显感知到了夏宴的怒火 竟然派南弓箭来抽他们嘴巴子 如果还敢怠慢夏之翼 那么下次回来的 就是老爷子自己 到时候 真会脱一层皮 嘿嘿 开心就好 我过几天要去省城了 上边准备 让我当个大队长 怎么样 我升官够快吧 西西 你真快 怎么了 没事 我给你送去了很多属性单 你服用几颗看一下效果 好 夏之翼从手环里取出标记 五星属性丹 被药瓶 从中倒出一颗 有着五星丹纹的药丸子 丹药入口即化 接着流向四肢百骸 嗯 那是一眼属性面板 他移了一声 没增加任何属性 于是 他又拿出一颗丹药 接着放进嘴里 几秒后 夏之翼好看的脑袋歪了又歪 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 这次一样没效果 突然 他意识到了什么 刷 灵素仙灯出现在他手中 说 是不是你捣的鬼 夏之翼气鼓鼓的 吃的是属性丹没错 可没增加任何属性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破灯又坑他资源了 从前就这样 不管自己吃多少天才地宝 身体留不下丝毫的能量 全被灵素仙灯吸收 孤独 夏之翼再次吞服一颗属性丹 然后他清楚看到 在丹药入口后 灵素仙灯灯心微微摇晃一下 接着他体内 飞出星光进入灯内 哼 就知道是你 夏之翼意念一动 他人从床上消失 进入灵素仙灯之内 羞羞羞羞 刚进入仙灯空间 他头顶亮起一道强光 而后羞一下 将其照住 我的灵性 被强光照射后 夏之翼看到 属性面板发生变化 只见他的灵性在快速增长 数秒增加了150点 等同他在气动镜 提升了五个小级 他的属性成长 有点不同别人 在零五镜的时候 每升一级 灵性会增加20点 灵力提升2000点 力量 速度 体格 则是正常的10点每级 踏入气动镜后 每级灵性增加30点 灵力增加3000 另外三项 分别是15点 所以 他的天赋也变异了 哗啦 夏之翼把所有属性丹拿了出来 而后就看到 丹药自行灵空分解 被灵素仙灯吸收 咻咻咻 仙灯吸收属性丹后 被夏之翼射出一道道光束 而后他的灵性快速提升 这么高 灵性灌输结束 夏之翼小嘴微张 看着属性面板 姓名 夏之翼 天赋 石星 神选者 预备神灵 境界 气动八翘 25863000 力量 305 体格 305 速度 305 灵性 1080 3600 灵力 61000 夏之翼回到被窝 编辑属性面板发给李一眼 后者看一眼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当前属性上限为3600点 还未加满 等我回去给你加点 加点 嘿嘿 我的系统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转移自由点 但只能绑定一个转移对象 哈 你确定要把这么珍贵的名额给我 不给你给谁 难道给林薇薇 哼 我要修炼了 啪啪啪 龙明舰的驾驶舱里 李也狠狠拍了几下嘴巴 好好地扯什么林薇薇 这下好了 小醋包鼓起来了 不好哄了 夏之翼笑容甜蜜收起手机 然后回到灯内修炼 他这一生没太多遗憾事 唯独一剑 就是几年前离开南乡 然后被一头小狼娘钻了空子 差点把他的李也弟弟抢走 清晨 李也完成最后一单任务 跳下龙明舰 就往防线外奔去 今天 他要去九星战场 再不去 可能要丢大奖 麦克斯他们随便死一个 对李也来说都是重大损失 韩仙灵等人 与他有着相同想法 集体前往战斗地方 这个漏必须减 七八点时候 麦克斯他们五人来到昨天那里 只见幽明巨猿早早来到此处 人类 决一胜负吧 简单的开场白 幽明巨猿拿出大锤 修一下冲向五人 杀 麦克斯一马当先 直刺幽明巨猿而去 双方的大战惊天动地 没过多久 大地就被离了数次 看不见一头活着的生物 交手几千回合后 幽明巨猿抓住对方一个空档 突然来到巴奇顿身后 大锤子悍然砸向他 后者抬起单手惊恐疙瘩 碰 势大力尘的一击 哪是独臂召唤是能扛住的 只见他人被巨大力道 砸飞数百米远 扑吃 也在这个时候 麦克斯闪现空间 来到幽明巨猿身后 将手中利刃插入对方后背 造成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好 幽明巨猿怒吼一声 反身一锤将其打飞 另外三人趁此机会 同时发动绝招 乌奇纳 烈火审判 拉斯夫斯基 九天狂雷 艾古大 剑断山河 三个大招抛出 幽明巨猿被烈火 狂雷 剑影同时击中 碰 一声巨响 幽明巨猿十几米的身躯 重重落地 杀 四人乘胜追击 同时奔向幽明巨猿 却在此时 远处传来一道惊恐声音 不 四人不约而同看去 只见巴奇顿不知什么时候 被一头蛇形真灵星兽盯上了 此时 好大一口毒液吐他身上 肌肤肉眼可见的溃烂 在那痛苦扭曲 还有一头真灵九翘的星兽 麦克瑟他们同时大惊 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不 那头星兽受了重伤 去个人把他弄死 短暂震惊后 麦克瑟发现对方受着重伤 心中安定不少 我去 艾古达脱离几人 朝那蛇形星兽掠去 可他刚动身 蛇形星兽那里 突然冒出两道身影 一左一右攻击对方而去 卧槽 怎么还有人 李野余光看到右边那道陌生身影时 内心是意外的 且境界是真灵级 还特么会土顿 从地底突然就钻出来了 好个老鹰变 巴嘎 松下爷子也没想到 有人跟他抢怪 忍不住骂了一声 鬼子 听到骂声的李野再次意外 今生还是首次碰见鬼子 所以 他放弃了蛇形星兽 一个闪现 来到松下爷子面前 恰在这个时候 感知后边有东西袭来 他难得没有硬钢 向松下爷子露出一个坏笑 而后闪现躲开 而松下爷子 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可当看到近在面门的毒液时 他双眼睁大 转瞬就被毒液包裹 第73章 捣乱 哄 松下爷子被射了一脸 重重跌落地面 接着喷一声 毒液被他震散 露出一张无比愤怒的脸 巴嘎 声音低沉骂了声 立刻将一颗丹药送入嘴中 毒液没对他造成致命伤害 可也有着毒素进入体内 浑身出现麻痹状态 抬眼寻找刚才那道身影 却不见对方去了哪里 找寻一番之后 才看到他跟巴其顿一起对抗 那蛇形星兽 不过 好像再给对方添乱 这样说也不对 因为他也给蛇形真灵星兽添毒 巴其顿召唤玉灵 想捅死蛇形星兽 他则挡在前边 蛇形星兽想击杀巴其顿 他又扰乱对方动作 主打一个两方得罪 两方偏袒 小子 你到底想干嘛 巴其顿怒了 身受剧毒的他 本就战力不计 调动一名玉灵 是最大极限 现在倒好 龙虾那小子 不停阻碍玉灵的进攻 错失好几次机会 离野眨眨眼 笑容灿烂说道 杀星兽啊 卧槽 那你肯定倒是杀啊 巴其顿抱了粗口 他活了上百岁 从来没见过这样无语的人 嘿嘿 先让我试试 你的玉灵有多强大 离野舔着脸说道 去你娘的 给老子滚 离野给巴其顿气得够呛 若是平常时候 一定捶死他呀的 他随手挥出一道攻击落向离野 却不想 对方是个小脆皮 砰一下砸落地面 巴其顿属实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于是愣证了0.1秒 可这却给他引来大祸 只见那蛇形真灵口吐绿光 直射他面门而来 噗 绿光被赶来的玉灵挡住 而后灵体溃散 巴其顿一口老血吐出 咔嚓 该玉灵所在五脉清脆一声 接着灵记珠破碎 五脉重新封闭 境界跌落一个大吉 噗 啊 巴其顿又是吐了好大一口血 接着痛生摔落地面 昏死过去 定 你被巴其顿无意杀死 死得匪夷所思 获得死亡点成六七 自由点成666 修为点成十万 九星灵记珠成九 九星灵雾单成九 玉灵之精成一 九星武器 大天使剑 咦 新出现的两个奖励 让黎也很意外 首先 九星 大天使剑不用多说 装备后能施展九星剑招 属于世间稀罕之物 而玉灵之精 则更加稀有 玉灵之精 可用于强化玉灵某项属性 永久额外增加百分之十 嘿嘿 牛逼 黎也翻身从地上爬起 急迟来到巴其顿前方 接着右手一抬 流光绝阵 哇 阵法顺程 困住要击杀巴其顿的蛇形真灵 大蛇蛇 你的对手是我 黎也手掌一握 阵中蛇形真灵 一瞬承受4.15亿伤害 好 蛇形真灵仰头怒吼 他本就受伤严重 现在遭受这一击 伤势更重一分 人类小子 去死 大蛇挺立而起 背后生出双翅 接着血盆之口猛然一掌 九星 毒气风暴 蛇形巨口当中 飞出一道绿色龙卷风 进染周围数百米范围 凡是沾染毒气者 皆是滋滋冒着黑气 异常的恶性 黎也在接触到毒气的瞬间 全身皮肤立即溃烂 蹊跷同时流出乌黑血液 马德 有点难受啊 无惧任何疼痛的他 明显感知到毒气的与众不同 他比其他灵机的伤害 更多一份奇怪疼痛 且让人浑身不自在 散 黎也身体一震 将这种不适感驱除 接着就看到死亡提示 定 你被九星真灵九窍 轻毒窥胶毒气击杀 死相凄惨 获得死亡点乘68 自由点乘999 修为点乘10000 九星灵际诸乘8 十星灵际诸乘1 十星明物丹乘1 天毒丹乘1 定 天毒丹与纵火犯 存在羁绊关系 自动羁绊中 定 消耗天毒丹一枚 你觉醒毒之属性 且与纵火犯产生新的职业 毒火灵失 毒火灵失 攻击额外增加20%伤害 且对目标造成10秒持续伤害 每秒产生1000万伤害 使用火毒灵际时 灵际伤害翻倍 住 持续伤害不可叠加 嗯 这货居然有十星灵际 意外 李也真的太意外了 大蛇竟然装了十星灵际 还报了十星明物丹 可见这货有着多大的机遇 今 I am a castle 一边看戏的松下爷子 见李也他们接受重伤 给自己套下一个护盾后 急速向青毒魁交冲去 八星 悬石地震 松下爷子来到大蛇面前 手指翻飞 凭空召唤出八座巨岩 将大蛇困住 砰砰砰 困住大蛇之后 巨岩内飞出无数锐利石剑 射向目标 扑扑扑 一柄又一柄石剑 插入重伤大蛇体内 飙出道道鲜血 八星灵际 山阵 重创大蛇后 松下爷子再次掐动一个法掘 而后从空落下一座小山 向它镇压而下 哄 阎尘飞起 青毒魁交 被镇大地之上无法动弹 只剩最后一口气在 死 松下爷子压着内心激动 手中鬼子刀 悍然向舌头砍去 扑扑 就在武士刀即将插入舌头之时 那青毒魁交 双眼猛的一针 射出两道紫光来 石心灵际 紫光毒眼 光束精准命中松下爷子 洞穿他身上护盾和盔甲 在娇嫩肌肌上留下两道毒痕 扑 中毒的瞬间 他便吐出一口老血 石心灵际的伤害 超出他想象 也震撼理性他们 我们上 韩仙灵放弃幽冥巨猿 转头奔向松下爷子方向 天阳世界 还是首次出现石心灵际 不管如何 都要将其抢来 嗯 摇摇欲坠的松下爷子 胡乱吞了几颗丹药 便再次冲向青毒魁交 大蛇 他势在必得 可在这个时候 李也却出现在他面前 小鬼子 你想干嘛 巴嘎 松下爷子看到这张帅脸 面目立刻扭曲起来 如果不是他先前 阴了自己一波 那么现在就不会受重伤 去死吧 一刀寒光闪现 李也被他 批出几十米之外 然后便看到死亡提示 定 你被松下爷子刀死 获得死亡点成60 自由点成421 修为点成10000 八星灵际成5 八星明目单成3 操 垃圾 李也大失所望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直接干死对方拉倒 0.9秒复活 李也大喊一声 风云神将 第74章 麦克斯的脑补 李也升阵九野 引来众人侧目 只见他声音落下的瞬间 头顶出现六星盲阵 接着走出一绳 威灵灵的盖世神将 其强大气息席卷四方 吹动原野 真灵战力 风云神将的气息 撼动所有人心神 对方境界虽在皈依 石窍 可战力气息 与七星天赋的真灵石窍相当 但李也猜什么境界 翠体镜啊 翠体镜武者是 怎么契约如此强大玉灵的 他们不要面子的吗 我们等等 韩仙灵指住几人的行动 而后围在李也 松下爷子 轻毒葵胶 八七顿几人外边 他们这是给李也掠阵 也想看看 他到底是什么战力 根据现有情报 他们判断 李也的战力 在天河八峭左右 属于三流高手 这个战力看似垃圾 可却超过无数不入流的武者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实力 李也带着玉灵 瞬间来到松下爷子面前 在他惊恐神色下 打出一套连招 流光绝阵 碎甲 五道气劲 毒火灵尸 点仓 一瞬施展两门灵技 且在点仓上 附加三个攻击状态 当即下的松下爷子 花容失色 然后全力催动 八星防御灵技 以及一个攻击灵技 什么 发动防御灵技的瞬间 他的魂像是丢了一般 防护效果 为什么减半 自己虽然受了伤 灵技效果会打些折扣 但绝对不可能这样狠 原本14亿的防护值 现在只有6亿左右 碰 流光绝阵落在他身上 瞬间打掉4.15亿的防护值 不好 松下爷子大惊 立刻发动灵技 与李也的点仓对上 地钢刀 碰 点仓对上帝钢刀 大概12亿的伤害 李也因不敌而被打飞 嗯 可打飞李也的松下爷子 没有感到任何轻松 反而身上的护盾 直在急速消耗 那灵技有古怪 对方近战技能伤害 不仅高达5亿多 还留下两个持续伤害 一个每秒5000万 另一个每秒1000万 风源斩 而在此时 风源神将 不知什么时候发动了攻击 一道银白刀光横斩而来 其威势 不知强了点仓多少倍 后途欲盾 松下爷子 慌忙施展防护灵技 可一切都晚了 不吃 只见高达16.535 一伤害的风源斩 轻松破开松下爷子的护盾 然后是他的八星防具 接着是横起的武士刀 最后 空中出现一朵血花 他那玲珑郊区 被刀光分成两截 上半截身躯跌落之时 松下爷子 最后看了一眼灰蒙天空 颤声骂了句 八打 咚 两截身子同时落地 这个还未成长起来的九星天赋 被另一个未成长起来的 十星天赋 斩杀于野外 韩仙灵几人相视苦笑一声 他们低估了李野的实力 也低估了他的胆子 竟然敢堂而皇之地 斩杀九星灵武者 丝毫不怕惹怒人蒙 惹怒小巴嘎 接下来怎么办 是把尸体还给小巴嘎 还是烧了 李信摸着鼻子问道 韩仙灵仰天四十五度 悲痛欲绝道 天药王小 扶桑啊 竟让这种殷材丧命受口 言罢 他手一挥 松下爷子两截身子 飞向冰死的轻毒葵胶 轻毒葵胶有所感应后 艰难睁眼 当看到是人类尸体时 他下意识掌口 尸体下肚 他算是吃了顿断头饱饭 杀 给松下爷子报仇 韩仙灵大喊一声 而后慢慢悠悠 飞向轻毒葵胶 李信他们一阵无语 要不要这么演 且不谈你这粗糙的演技 就说 让要死的蛇蛇背锅 有点不地道吧 韩仙灵回头看了一眼 还在原地的五人 很是不耐烦地说道 愣着干嘛 跟我去杀敌啊 啊 于是 李信 徐北堂等五人 慢慢悠悠跟在他后边 等待轻毒葵胶消化松下爷子 卧槽 无耻啊 刚转醒的巴奇顿 再看到这一幕后 又被韩仙灵 他们的操作嗅到晕厥 另一边 麦克斯他们 也震惊龙下的操作 可也无可奈何 现在的他们 被幽冥巨猿缠着 只能眼睁睁看着龙下简陋 而本想去斩杀 轻毒葵胶的爱骨大折返回来 重伤的他 可不敢去抢 万一 也被龙下那少年弄死了怎么办 不过四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 龙下什么时候 多出一个召唤师了 而且还是能使用 时空阵法的召唤师 突然 他们脑中同时闪现一道灵光 这踏马 哪是会时空阵法的召唤师啊 明明是个神选者 而且还是非常强大的神选者 前所未有的那种 等级气息不过脆体净 但战力绝对称得上 真灵之下第一人 所以 龙下觉醒了一个了不得的天赋 想到这里 四人汗流加倍 慌得一批 曾经有个叫李武的人 率领龙下 站在世界绝颠 现在又出现一个绝代天骄 难道 龙下统治天阳的时代 又来到了吗 麦克瑟心思电转 立刻对幽明巨猿喊道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你是说 杀那个人族少年 幽明巨猿谑问道 人类真的一点没变 只要能威胁到自身利益 那么 一切都可以出卖 不错 事后那少年尸体归你 龙下也归你 如何 麦克瑟急切说道 乌奇纳他们没说话 显然是默认了对方的选择 天阳世界总体趋于稳定 目前最强敌人 只有眼前的幽明巨猿 只要跟他达成合作 那么又能安逸很长时间 呵呵 行 幽明巨猿对几人停手 转身杀向李信他们 大蛇现在还有一口气在 能就还是要救一下的 扑吃 可他才刚动身 后背就挨了一剑 接着又是一剑 快动手 麦克瑟对另外三人 急切喊道 哦 这时三人才反应过来 麦克瑟他娘的 挽起了计谋 人类 你们该死 中了圈套的幽明巨猿大怒 然后拼尽全力冲出重围 带伤返回秘境 他鄙视人类的自私 却也忘了人类是最狡诈的 竟然用自己的弱点来下套 太贪娘的坏了 麦克瑟 你这是乌奇纳不解问道 麦克瑟呼出一口气 才解释 我们杀不死那少年 为什么 拉斯福斯基问道 麦克瑟呼出一口热气 神色凝重道 因为他杀不死 什么 三人同时一惊 他刚才被数个灵机攻击到了 现在却能活蹦乱跳 还不能说明问题 他只是避开了伤害啊 是啊 他总能避开各种伤害 所以我怀疑 怀疑什么 怀疑他觉醒了神选者才有的职业 先知 能预判所有事情 真的假的 拉斯福斯基不怎么信 毕竟先知这个职业只出现过一次 秦大人还没有成长起来 就死在了一场兽潮里 麦克瑟耸了耸肩 真假一世变之 但我的猜测 绝对不会错 李也没想到 王者新装的特效 让麦克瑟脑补这么多 如果知道了 一定会给他鼓掌 大喊666 第75章 补偿 李也看着韩仙灵他们 解剖青毒葵胶的尸体 脸上有着好奇 出来了 出来了 李信从青毒葵胶七寸击鼓处 举出一颗青绿珠子 并在珠子上 发现九星纹路 九星灵界 大家仔细再找找 不幸只有一颗珠子 韩仙灵有所失望 九星天赋的真灵星兽 最低也能掉三颗珠子 诶 我好像摸到了 这时 探查头骨的徐北棠 露出激动神情 接着从蛇皮里 取出一颗紫色珠子 一伙人齐齐围了过来 然后仔细数着上边纹路 一星 两星 三星 七星 八星 九星 十星 诶 真的是十星灵界 发财了 发大财了 十星灵界 我们得到十星灵界了 这将对灵界武学的研究 有重大帮助 李星他们激动万分 颤动身子 看向徐北棠手里的珠子 以前缺乏十星灵界 导致天阳世界的武学理论不完整 从而直接影响人族自创灵界 卡在六星无法寸进 倘若人类有套完整的理论 那么自创七星 八星灵界不是梦 甚至可能创出九星 十星的灵界 珠子收好 继续 韩仙灵强压内心激动 指挥几人继续找珠子 李也在看到十星灵界珠后 没一点感觉 跟他得到的那刻一样 十星灵界 紫光独眼 转身看到麦克瑟他们 缓步而来 李也一个闪现 挡在四人面前 冷冷说道 站住 起料麦克瑟二话不说 一道足以击杀归一的攻击袭来 李也 碰 他人被打飞击百米远 惊动韩仙灵等人 麦克瑟 你找死 韩仙灵见此长枪直接袭来 占作一团 对方虽然人足第一 但现在受伤不浅 排名第七的韩仙灵 与之打得不相上下 碰 李也重重跌落在地 复活后连奖励都不看了 直接喊出风源神将 吸收他 我们去干死他压的 李也把玉灵之精 抛给风源神将 而后拿出崇天茧 便折返回去 压的 想他李也还从来没吃过这种亏 上来一句话不说 就弄死他 这叫什么 这叫把他当蝼蚁对待 丝毫没放眼里 早知道是这样 就应该先将八旗断弄死 风源神将不知道他这么生气 只顾惊讶手里的玉灵之精 此物的稀有程度 不亚于一个神格 风源神将三下五除二把东西炼化 然后他的速度属性 额外增加了10% 速度 40720加4072 这个速度超过八星天赋 在真灵级的上限 当李也拖着轻伤返回时 乌奇那三人皆是惊奇看向他 麦克瑟刚才的出手 确实如他所讲的那样 李也提前躲开了攻击 只是等级还太低 速度跟不上 吃了一丁点的伤害 而麦克瑟内心 则是浪涛翻天 他清楚看到 李也胸膛被打穿 活不了的那种 当然 那绝对是个意外 没有真要杀他的意思 好像也有点想弄死他 对方天赋 让自己极度的面目全非 不管这些 反正就是必死之人 却没有死 还能发动攻击 这就很神秘 流光绝阵 李也可不管他有多惊讶 上来就是次元空间禁锢住 然后火力全开 猛砸对方 哼 小子有点力道 但对我来说不够看 与李也交手后 他内心无比震惊 眼前这少年的战斗力 绝对爆表 不管是灵技 还是属性 亦或是灵技的熟练度 全超出他的预计 不够看 那就多看几次 李也不管其他 只顾状态全开 猛攻对方 急风斩 当风元神将加入战斗后 麦克瑟有些招架不住了 被三人打得节节败退 你们别愣着 他不是先知 是拥有强大自愈能力的肉盾战士 且身上有两门石心灵技 麦克瑟急了 对看戏的三人大声喊道 什么 这话震惊全场 将两方人都吓得不轻 寒先灵他们 震惊李也掌握了石心灵技 还是两门 乌奇那三人则震惊李也 有强大自愈能力 外加两门石心灵技 出现这种情况 傻子都知道对方有秘密 杀 乌奇那三人同时出手 杀向寒先灵他们 哼 李星他们冷哼一声 而后加入战斗 来得好 李也闪现脱离 与麦克瑟的战斗 转身对向爱鼓大 两人交错的瞬间 李也就被对方击飞 这又让场中之人看不懂了 明明都能接住麦克瑟的招式 怎么遇到受伤更重 战力更低的爱鼓大 一个照面还被打飞 可没过一秒 李也他直接满血回来 这又让所有人猛逼 不是 你被打飞之前还是轻伤 怎么回来后就满血了 李也当然不会告诉他们 重伤死亡 能满血复活 所以他卡Bug了 回来之后 李也没去管爱鼓大 而是又对上了拉斯福斯基 轰隆 一到雷霆落下 李也被轰成一个鸡窝头 从空中落向地面 可不到一秒钟 他人又有了动静 然后闪现空间 来到巴奇顿身旁 不 见此 麦克色惊声大呼 他相信对方 没有人族大团结的概念 不然也不会击杀松下爷子 扑吃 李也没理会 麦克色那惶恐的声音 手中重天茧 悍然落在巴奇顿的脑袋上 然后脑僵蹦裂 见了李也满腿 别怪我 都是你队友的错 我没惹他的 李也呢喃一声 转身加入战场 接下来 双方大战半天 始终没有奋出胜负 停 最后 乌奇纳受不了了 再打下去 只有同归于尽这一个结果 听到他的声音 双方默契停手 韩仙灵 我们可以谈谈 你只要给我一颗九星灵剂 我便退出龙下 且不参与你们与麦克色之间的矛盾 你看如何 必要的话 甚至可以结盟 乌奇纳紧盯含仙灵说道 而这话 却把麦克色气得半死 马德 在利益和生命面前 没一个是靠谱的 韩仙灵冷冷一笑 打不过就想和谈 还要九星灵剂珠 你的老脸 怎么这样的 哼 如果没有我们出手 龙下不可能简陋轻毒葵交 并且 这场寿潮 还会持续很久 怎么说 我也帮了龙下 要一颗九星珠子 不过分吧 乌奇纳难得讲起道理来 呵呵 韩仙灵痴笑一声 接着看向爱古达和拉斯夫斯基 你们两个也是这样想的 两人对视一眼 而后同时道 对 好 韩仙灵笑着点头 继而神色凌然道 五十年前 我龙下离武统帅 为了抵御破须新兽 入侵天阳世界 不惜燃烧灵体 与对方大战数天 才将其斩于马下 从而保住了天阳人族 换取了五十年的和平与安宁 我龙下也因此损失了一位决定 实力从第一跌落到第三 从此五九星天赋作战 这一点 你们得承认吧 三人默契对视 而后点头承认 承认就好 韩仙灵满意一笑 再次说道 五十年前 我龙下为了人族 没索取任何的补偿 那么你们昨日 与今天的战斗 就当那时的补偿了 我这样说 你们没意见吧 毕竟没有龙下的付出 其位还不知道 能不能活到现在 韩仙灵的话 让在场几个大佬沉默不语 对方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没有李武击杀 破须新兽 天阳世界早被新兽奴役了 见几人没说话 韩仙灵气势一阵 怒声道 从此以后 大家录归录 乔归乔 那人们 我龙下今日退出 第七十六章 天心熔炉 乌奇纳他们从来没想过 龙下会这样刚 竟第一个主动退出人们 根据人们规定 这种行为可定性为 破坏人族团结 所有势力有权对其进行征伐 不过现在的人们 没以前那样团结 四龙下这种大势力退出 没几人敢去对方领地上闹事 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告辞 乌奇纳对韩仙灵说了声 然后又看了一眼 完好无损的李也 便凌空飞向远处天际 爱古大和拉斯夫斯基 也对韩仙灵给点头 表示同意对方的话 随即也离开了 他们知道 天阳世界的格局 已发生重大改变 未来再不是美西一家独大 他们的衰落 导让几个大势力平衡起来 当然 美西还有二十多名 八星真灵强者 可在南州有片星辰海 海上矗立着一座新门 二十几名八星真灵 全部驻守于此 所以 美西根本没能力制裁龙下 再说 八星真灵 龙下最多 哼 麦克瑟脸色铁青 对几人冷哼一声 带上巴奇顿的无头尸体离开 此趟行动 美西窥到吐血 折了一个六星大将不止 还让美西威望大跌 今后 怕是没几个人会跟着美西混了 同样血亏的 还有扶桑 好不容易有个九星天赋 结果还没成长起来 就夭折了 连个尸体都没留下 但松下爷子的死亡 似乎又很合理 乌奇纳他们 来龙下猎杀幽名巨猿 可当作还五十年前的恩情 而拥有九星天赋的扶桑 不但没有参与围猎 还想简陋 那么 死个松下爷子 是不是很合理 黎叶 过来扶我 麦克瑟离开后 韩仙灵觉得 双腿有些发软 你中毒了 李也扶住他问道 韩仙灵侧头看向李也 不停拍着他臂膀 一副 要哭出来的样子说道 爷儿啊 我可是把龙下的未来 吓住在你身上了 可千万要崛起啊 不然 我将一臭万年啊我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出人蒙 对龙下来说 百哈尔无一例 若是李也不能崛起 龙下会因韩仙灵的决定 而万劫不复 不会 李也诞生说道 韩仙灵抬眼看他 问道 你的不会 是你不会崛起 还说我不会一臭万年 李也一笑 当然是你不会一臭万年 那就好 那就好 韩仙灵放下心来 如果李也崛起了 那么他现在的决定 是无比英明的 能在史书上流传万万年 我是说 如果龙下没了 你没机会一臭万年的 李也眨把眼睛补充一句 滚滚滚 你没了龙下都不会没 韩仙灵没好气把李也推开 倒霉孩子 一点话都不会说 一众人嘻嘻哈哈 收起轻毒葵胶的尸体 然后向营地飞去 现在 兽朝最大难点已解除 只剩无数中低星兽没解决 这需要用上漫长时间去清理 回到龙明舰上 李也才查看迈克瑟 拉斯福斯基 爱古达三人给的奖励 定 你被迈克瑟 爱古达 拉斯福斯基击杀 死亡三连 获得死亡点成202 自由点成3666 修为点成30万 九星诸成27 九星明雾单成27 天雷单成1 五星 金成1 九星 时空双刃成1 定 你累计获得幽冥丹 天独丹 天雷丹 五星 金 火灵丹五种属性 触发北辰之主激活任务 任务 北辰之主激活 介绍 收集天阳系九大属性激活丹 任务期限 无限 任务要求 无 住 激活北辰之主 可获得完美修仙体制 妖兽了 智障系统竟然颁布任务了 觉醒系统这么久 李也从来没接到过系统任务 也没看到什么强制要求 除了死亡给的奖励外 其他的几次都是随机触发 而现在这个任务 仔细看便会发现 它也不是任务 而是一种提醒 提醒李也的天赋 还没完全激活 丁 天阳世界人族高层 被你死穿 达成 死亡巅峰成就 获得神秘抽奖一次 爷 又解锁一个彩蛋了 李也有点看不懂系统的成就奖励 这玩意很随机 也很随意 没有一点规律可言 要不抽个奖 李也跃跃欲试 神秘抽奖来 肯定能有好东西 不行 得忍住 先去沐浴更衣 再前程跪拜 先神保佑 李也完成一单运送任务 便跟张宝国说了声回家 这小子干嘛呢 张宝国挠头嘀咕一句 家里又没人 着急回去做什么 难不成藏了小奶猫 还是说 他也磕了那要丸子 想到要丸子的威力 张宝国不觉昂头挺凶起来 忙 实在是忙 活了几十年 终于把家里那口子打到求饶 只夸自己勇猛无敌 李也回到家里 眉头忍不住皱起 操 那老女人真变态 竟然把爷爷的房间搬空了 看着满地狼藉 以及空空如也的李武房间 李也实在忍不了 你搬初恋东西 就搬 为什么要把其他房间搞得稀碎 就差拆屋 尤其是爷爷奶奶的合照复印件 被撕了一地 泽泽 难怪老爷子放着个女王不要 也要娶普通 小青梅 就这性格谁喜欢 李也骂骂咧咧走出自家别墅 随便进入一座保存完整的房屋 十几分钟后 洗漱干净的他搬出一张桌子 其上还摆满了旺旺礼包 咔嚓 点燃三炷箱 李也高举头顶 前程喊道 小子李也今日抽奖 请满天神佛庇佑 让我中个大奖 再次请你们吃旺旺大礼包了 说完 李也把燃香插进桌面 扑通一声 跪地上猛磕起来 咚咚咚 响头的声音传遍小院子 星空某身处 也响起了轰轰轰的星辰炸裂声响 好几个即将诞生神格的星辰 在同一时刻 遭受巨大神格之力的冲击 轰一下爆霉了 一连磕了七八个头的李也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心中默念一声 抽奖 叮 你神秘抽奖一次 获得灵宝 天星熔炉LV1 天星熔炉LV1 可将灵际星珠 转化为纯粹的修为星珠 一星转化100修为点 二星转化300 三星转化1000 转化后的星珠 无任何副作用及限制 重复吸收 不打折扣 祝 每日可转化十颗星珠 就这 李也傻眼了 自己又是沐浴更衣 又是摆着上供 又是猛磕响头 结果就这玩意 他缺修为吗 缺个锤子 回收价是多少 李也有气无力地问系统 一千万死亡点 请问是否回收 嗯 等等 第77章 宝国劝学 听到回收价格的李也 慌忙暂停系统的操作 回收价一千万 售价岂不是一个小目标 那这玩意能卖吗 不能卖 绝对不能卖 系统这个奸商无力不起走 要从他那里摆跑好东西 可太困难了 他李也能有现在的成就 全靠拼命送死 和努力加点 跟系统 有那么三分关系 这么小 能有那种能力 李也意念提出天心熔炉 只见是个巴掌大小的玩意 但制作极为的精美 通体流光四溢 泛着点点青灰 哪怕当艺术品卖 也能值很多钱 不然弄个珠子试试 李也想看看 他是如何转化的 于是拿出一颗五星珠子 动 炉盖打开 李也将珠子扔了进去 然后看到新珠有许多字符透出 接着是类似杂志一样的东西 被燃烧干净 最后变成一颗有着五星纹路的新珠 与先前没有任何区别 丁 五星灵迹珠 水龙机转化成功 你获得五星修为新珠 内含一万修为点 丁 系统技能商城上新五星灵迹 水龙机 售价2.5万死亡点 欢迎购买使用 李也 蹦不住了 李也这次是真的蹦不住了 系统无时无刻不想着赚他的钱 原以为价值一个亿的东西 绝对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 到头来 竟然是系统赚钱的工具 是 转化珠子 他是得到了修为新珠 但系统得到的更多呀 一门零件 我想要个解释 李也对系统愤懑说道 你可以不用 我 呀 李姓少年这次无法李姓 将炉子狠狠往地上一摔 碰 被炉子撞击的地板轰一下破碎 接着 整个幸福小区都颤了颤 破 据想过后 李也身上发出一道沉闷声音 然后直听听倒地了 丁 你被天心熔炉反弹撞击而死 死得怎么说你好呢 天心熔炉升级至LV2 LV2一颗灵迹新珠 可转化两颗同级修为新珠 卧槽 这玩意有点东西啊 李也从地上坐起 左右打量手中的炉子 别的不多说 拿去砸人一定很爽 硬得一劈 哎 被他弄死还能升级 要不再来一次 李也觉得自己 发现了伤机 如果拼命让炉子把自己弄死 那他岂不是能收回一个很多级的炉子 想到就做 随手一摔 轰隆 大地颤动 响声震耳 炉子再次轰击了大地 然后又反弹了出去 接着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嗯 李也愣了愣 自己怎么没隔屁 睁眼查看四处 然后他就卧槽一声 马德 老子的别墅啊 只见刚才还好好的李家别墅 此刻卷出一阵烟尘 豪华大别墅 沦为一片废墟 而在废墟之上 悬着个不停打转的炉子 干 玩脱了 把家给毁了 过来 李也对那炉子喊了一声 对方便听话 回到他面前 接下来的小半天里 幸福小区震动个不停 时不时传出房屋倒塌的声音 以及少年怒吼的声音 傍晚时分 李也有气无力地回到武安局 咋了 被吸干了 那快来磕个药丸子 张宝国看到唯米的李也观星问道 还将一粒蓝色小药丸递到他面前 唉 李也没接药丸子 而是常常叹了一口气 砸了一下午的炉子 竟没被反弹到一次 倒是把整个小区给毁了 好在那里荒芜了 不然得卖血陪人家 见他又是叹气 又是不说话 张宝国问道 失恋了 李也摇头 拿出一颗五星修为珠 炼化看看 五星灵迹珠 张宝国惊奇问道 不是 里面没有灵迹 只有灵气能量 哦 空白珠子是吧 张宝国恍然 不过李也却投来询问目光 什么是空白珠子 他之前听夏之意提过一次 但没怎么留意 张宝国撇头看向他 你不知道 三年模拟 五年无考里 经常出现的 那个 我们能不提读书的是吗 李也挠着头 尴尬说道 什么模拟 什么五考 他知道个球 天天做后排发呆 九颗抓就能考250分 都是祖坟冒着青烟拼命保佑的结果 哎 白瞎你这副脸蛋了 除了好看 脑子里是一点东西都没有 张宝国怒气不争的哀叹一声 接着掏出一套崭新的一教本 并将其丢给李也 找到 五学科 然后翻第452页 上面清楚写着 什么是空白新朱 看着摔面前的课本 李也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张宝国 不是 处长你啥意思 张宝国轻轻瞥了他一眼 嫌弃之意不言而喻 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吗 给你补课啊 都是要当大队长的人了 领悟知识却几乎空白 还不如一个小学生 你不丢人啊 我 李也有心要反驳他的话 但对方说的又是事实 他一个读书渣子 能知道多少领悟知识 突然 脑中灵光一闪 问道 处长 学这个是为了干嘛 还能干吗 打新兽呗 张宝国不假思索地回道 李也坏笑一声 昂着下巴对他说道 嘿嘿 可我能杀天鹤新兽了呀 张宝国内心一惊 脸色神情一致 真的 斩杀天鹤新兽 原南乡城无一人能做到 骗你不成 看 李也拿出灵能手机 调出几个战斗视频 给张宝国看 几分钟后 他咔子一声点燃香烟 然后吞云吐悟起来 再然后满脸哀伤 这个十八的汽车兵 果然很掉 不行 你还是得把功课补上 抽完一根烟 张宝国捏灭烟头说道 为什么啊 李也不明白了 自己都快无敌了 还读什么书 难道当上了皇帝 还从县令干起 那多扯淡 还能为啥 因为你是要带兵打仗的人 光有一身武力可不行 这跟个莽夫无异 所以需要多读书 提升软实力 比如 你遇到一个专业阵法师 你知道阵法师的缺点是什么吗 又知道他施展的阵法弱点是什么吗 如果都不知道 你还怎么带兵破阵 你有着强大实力 或许不会有事 但那些跟你破阵的兄弟们呢 他们会怎样 这一次 张宝国说得很认真 上头把李也定为接班人 那就不可能 让他存在如此明显的短板 你好好考虑一下 是自己一人强大 还是带着一群人强大 说完 张宝国拿着珠子 到一旁练话去了 接着呆住 第七十八章 处长 总有坏人想害我 张宝国运转功法 引动修为新珠的能量 然后就被吓了一跳 因为五星灵机珠的修为点 在一千左右 可李也给他的 竟然翻了十倍 这还不止 他吸收过程中 没受到任何杂质的影响 非常顺畅地完成炼化 一般来说 不同属性的新珠 其上有着各自的属性 比如火系新珠 吸收上边能量时 除了火系之外的灵武者 都要进行去火步骤 否则将遭受火系灵力的侵蚀 而这种属性之力 不会因为去除灵机就消失 依旧会有残余属性 阻碍其他灵武者的吸收速度 所以 张宝国得知手中新珠情况后 才会如此意外 吸收完新珠能量 张宝国来到李也面前 举着空白新珠问道 这东西 你哪来的 李也拿过珠子 放进储物手环 随意说道 杀新兽得到的 张宝国眼皮一翻 你在骗鬼呢 我还没听说 哪个新兽会抱空白新珠 嘿嘿 我就碰到了 李也又拿出一颗空白珠子 递到他面前 并说道 吸收完了 珠子还我 咦 真奇了怪 拿过珠子感应下 张宝国忍不住一了声 情况跟上课一样 纯粹地修为新珠 别奇怪了 我还有很多 李也又拿出十八颗珠子 放在桌子上 它们五颜六色的 内在却都很纯粹 没有一丝属性之力 咦 张宝国抹了两把脸 他作为后勤处的处长 不说对新珠了如指掌吧 但绝对知道 空白新珠新兽是不掉的 别你啊我的 全部吸收了 我用不上 但珠子必须还我 李也一把将珠子 推到张宝国面前 至于他为什么要纯净的空白新珠 当然是给下之一准备的 因为武学创造 很消耗空白珠子 一不小心就崩了 算了 懒得问他们哪里来的 但我用不了这么多 张宝国推回十颗珠子说道 为什么 李也好奇问道 张宝国叹息一声 我呀 二星天赋 等级上线为归零石峭 现在是归零一峭 这样说懂了 懂懂懂 李也这次点头如捣算 他是真的懂 毕竟是小学二级的内容 要是还不懂的话 那跟个弱智有什么区别 哎 李也突然想到什么 从随身空间取出一颗丹珠 然后明知故问道 处长 你说这玩意是什么 此时 桌子上多了一颗五颜六色的新闻丹珠 正是李也抽中的五星天赋丹 因为太弱鸡的原因 李也一直没在意他 随意丢空间了 张宝国盯着五星天赋丹 左顾右盼 又围着桌子 连续转了好几圈 始终没搞清楚 是个什么玩意 天阳世界 没这种花花绿绿的丹珠吧 你等等 我拍个照片去信息库查找 张宝国拿着手机 对丹珠前前后后拍了十几张照片 再发到资料库里核对 资料库查无此物 现寻找相似物品信息 找到类似物品 万神殿 人造天赋丹 照片出现在屏幕上 张宝国看到一颗三色的丹药 他比李也拿出来的丹珠小了十倍不止 颜色也没有他那样自然 有种专柜和地摊货的既视感 天赋丹 张宝国一颗大脑袋歪了又歪 他还是首次听到这个词汇 据他所知 人类目前还无法干涉武者的天赋 换言之 人类无法人工觉醒天赋 或者提升天赋 两久后 张宝国看向李也 这东西 你哪来的 新瘦掉的 李也一脸真诚回道 张宝国这次没有任何怀疑 除了这个解释 也找不出其他 还有没有 没了 就捡到这一刻 听此 张宝国妈撒下巴低声呢喃 不好办那 要是有两颗就好了 怎么了 李也问道 如果有两颗 就能拿一颗去化验成分 另一颗则能进行实验 可一颗的话 要么拿去化验成分 要么人体实验 张宝国惋惜说道 不能刮粉化验 李也好笑问道 他知道 但要百分百能提升天赋 成分的话 系统没给配料表 张宝国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 但要一旦被刮粉 效果会大打折扣 哪怕一丝都不行 要不然 你当次小白说 不行 如果真能提升天赋 我若吃了 林科院的人能把我解剖了 不说不就行了 何况这东西能掉一次 就能掉第二次 你怕什么 张宝国起身瞇眼看李也 直钉的他浑身发毛 这一幕 就像苗春来 斜眼看猴气 你是不是想害我 然后取而代之当处长 哈 李也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自己明明是为了他好 怎么就成了要害他 你说这玩意要是真的 我吃下去了 还不得抓去切片 如果这玩意是假的 吃了暴毙又怎么办 最后不管怎么样 这后勤处就你最大 是不是能接替我的处长位置 则则 我们后勤处有坏人啊 说完 张宝国再次昂头 瞇眼看向李也 咦 卧槽 李也又一次被张宝国 对着哑口无言 无法反驳 从别人角度上看 好像是这么回事 算了 你不要拉倒 我拿回去为旺财 李也一把就要 拿过丹珠 但张宝国速度更快 拿起就往嘴里面塞 咕咚 鞍唇蛋大小的丹丸 被他强行吞了下去 结果喉咙太干 呜 被噎到的张宝国 眼泪狂飙 然后又是狂拍桌子 又是上下起跳 要不然 就是猛掐脖子 他咋了 听到动静的许建军 握着扳手过来问道 我说他磕药了 你信吗 李也信信回道 许建军脸皮抽了抽 神色不忍又问道 蓝色小药丸 磕几磕了 搞成这状况 李也挠了挠额头 回道 那药丸是有点蓝色 但不小 这么大 说完 李也还做出一个OK的手势 许建军惊呼一声 这么大 那不得辛苦死嫂子 嘿嘿 两人的谈话一字不落 进入张宝国耳中 气得他想剁了这两糟心玩意 尤其是李也这混账小子 这后勤处 坏人是真的多 忍着喉咙的剧痛 张宝国来到茶桌前 然后猛地喝下一口温水 接着就是更难受 因为那破药丸子 玉水发胀 气管都被顶到堵塞 呜呜 眼泪越来越多 张宝国呜呜个不停 更气人的是 旁边还有两混蛋 在那呜个不停 处长加油 你是零武者 不会被噎死的 对对对 处长加油 实在不行 我可以用扳手敲一下你喉咙 震碎那丸子 两人那险恶嘴脸 张宝国看得清清楚楚 等此事罢了 非得让他们穿十双小鞋 还是左右脚护穿的那种 大概过了十分钟 五星天赋丹 开始在他喉咙分解 而后有股神秘力量 进入灵体之内 不停冲击灵台 拓展新的五脉 第79章 声明 五星天赋丹的能量 猛烈撞击张宝国的灵台 使其一点点扩大 当扩大到五星天赋标准后 天赋能量形成一个能量压强 疯狂寻找是压口 哄 呼的 张宝国好像听到开天辟地的声音 灵台中的天赋能量 轰一下冲破灵武 五脉阻击 清理此脉当中的杂质 改造它的品质 不一会 灵武五脉品质 达到五星标准 然后 那磅礴的天赋能量 依次向气动 脆体 归零三五脉发起冲击 将其改造成五星五脉 四条五脉改造完成后 它虎去一阵 属性点大幅提升 原本340左右的属性数值 在这一刻提升到749点 翻了一倍不止 就在它以为要结束时 那磅礴要力 冲出归零五脉 向灵体荒芜地带继续冲击 然后它就看到自己的灵体 开始诞生新的五脉 不知过了多久 它的灵体一声巨响 只见灵体内多出一道灰色五脉 正是第五五脉 玉空 冲击出第五条五脉后 能量继续向前 又开出动明 天和两条新五脉 到了此时 它灵体残余的要力 没有继续向前 而是聚荣成点 不停压缩 急着压缩之后 那个点轰然一下爆发 灵台之上随即出现几个字符 地 玉兽 张宝国缓缓睁开双眼 痴痴发着呆 我的天赋 五星了 还觉醒了玉兽师职业 张宝国低声难难 久久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一个底层舞者 天赋竟得到大提升 一跃成为人人羡慕的五星玉兽师 天阳世界除雀神选者之外 还有两大职业受世人追捧 一个是紫星 召唤师 另一个则是地星 玉兽师 两大职业单打独斗 或许不比时空灵者 可若召唤玉灵或者玉兽 时空灵者也不敢当面对碰 有的玉灵师和玉兽师脑子很抽 他们的新草里全是玉灵或者玉兽 这样一来 打架就是群殴 你还不能说他们已多七首 人家确实只来了一个灵武者 别发呆啊 说说现在什么情况 李也将一杯水递到张宝国面前 眼神直勾勾看着他 许建军也是满脸好奇 什么五星 玉兽师 这么高大上的职业 南乡武安局都不配拥有 张宝国对上两人期待目光 嘴唇哆嗦不停 深呼吸几次才颤声说道 我天赋提升到五星了还觉醒了玉兽师职业 说完 把李也给的温水缓缓送到嘴边 颤抖着喝了起来 巨大的惊喜让他激动不已 整个身体都哆嗦个不停 这情况好比你中奖三千万 领奖时因过于激动而无法站立 四 你天赋升级了 许建军听后倒吸一口凉气 这种事情 人类舞蹈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 嗯 升级了 张宝国愣愣点头 确定说道 徐建军挠着额头 过儿好一会才问道 咋回事 张宝国没回答 他转头看向李也 徐建军懂了 感情是这位爷的原因 然后和张宝国一起看李也 面对两道炙热目光 李也摸了摸鼻子 我也不知道 那东西能提升天赋啊 见都没见过 算了 宇宙茫茫 觉醒的事情都出现了 那么有提升天赋的东西也正常 张宝国不再纠结天赋单怎么来的 而是仔细赶知身体情况准备给上边打报告 姿势体大 可能会影响到人族未来的发展 他不敢藏着不上报 行吧 徐建军只有羡慕的分 而后神色热切对李也道 某飘零半生 只恨未遇民主 公若不弃 军愿拜为义父 滚 李也还没什么反应 听到这话的张宝国一脚把他踢开 然后笑容谗媚对李也说道 义父 以后别搭理这种人 李也 下话线 懒得搭理他 李也坐茶桌边开始跟夏之义聊起短信来 张宝国也没了开玩笑的心思 急匆匆去了曾局长的办公室 当对方听完他的讲述后 先是怀疑和不幸 然后宝国处长上演打脸剧情 将局长大人震得服服贴贴 最后坐他位子上享受着吹捧 曾局长服务了一会张宝国 一把拍他肩头上 赶紧起来 把单要来源 服用过程 服用后的感觉 一五一十写清楚 这事情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那个 服用过程能不写吗 张宝国实在没脸写自己 差点被药丸子噎死 这玩意肯定会上研究项目 甚至上大学教科书的 届时 他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你说呢 曾局长眼神警告 一只手还摸上了皮带 张宝国脖子一缩 马上认怂 我写 我写 于是 他在曾局长的关怀下 分心掰两地写下整个过程 包括快噎死时的详细感觉 夜幕降临时 他写下一份 长达三万字的报告 打印一份背着 然后上传到省局 曾局长郑重说道 是 张宝国一番噼里啪啦的操作 报告便传到江右武安总局 且打下贾等绝密的字样 行了 你去工作吧 记得告诉李也和许建军 此事不可对他人宣扬 明白 晚上七点 李也照常前往战场转运商员 这时 驾驶舱里突然响起广播 龙夏电视总台 奉龙夏两院之命 于新便利159年12月3日 发布声明如下 龙夏将又于159年11月下旬 爆发人类史上最大秘境灾难 半月间 共队将又造成78万平民伤亡 54万龙夏军事伤亡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8万亿 破坏中等城市两座 期间 我方多次依照人们规定 申请联军协防 却惨遭无理驳回 从而导致江幼受灾急剧恶化 严重威胁到 我江南地区数十亿人的生命 及财产安全 对此 龙夏对人们表示过强烈的不满 和强烈的抗议 却依旧未得到任何的正面回应 故 龙夏向天阳世界各族 各地区宣布 即日起龙夏退出人们 撤回一切境外驻军和援助 恢复龙夏国体 同时 龙夏禁告世界各地 自人蒙成立以来 龙夏从未付过人蒙 使人蒙赴龙夏良多 龙夏亦无愧对世界各地民众 今日退出 龙夏光明磊落 不欠任何 声明一出 举世哗然 谁也没想到 一心要维持人蒙的龙夏 竟第一个主动退出 这个冲击 镇的八百亿人 久久不能回神 尤其是对那些弱小势力来说 此事无异于天塌地陷 如果不是龙夏的极力维持 人蒙早在五十年前就解散了 想象也是 龙夏一直在为人蒙极力付出 领了自己受灾 却不见一人派兵援助 如何不叫他们心寒 第八十章 南乡武安局转移 两天后 原本昨天就要转移的南乡武安局 因为张宝国的报告而拖延了一天 故而今天才开始转移 而那份报告 直接震动整个龙夏高层 新兽会掉提升天赋的丹药 这绝对是重磅消息 于是 上边派来专人调查情况 李也和张宝国 分别被问了一天一夜的话 至于李也 为什么会被问话 当然是要他回忆 天赋单是什么新兽掉的 以及新兽的等级 属性等问题 另外 他那空白新珠 也被一一询问 怎么来的 对此 李也只好胡编乱造 瞎讲一通 好的 感谢你提供的消息 这真是我们龙夏恢复国体的开门红 调查员起身 对李也微笑感谢道 哪里 这是我 作为龙夏人该做的事 李也腼腆回道 他没想到自己只是拿出一些珠子 就让上边人觉得是个好征兆 也是 龙夏才宣布恢复国体 就传来这种好事情 怎么看都像是红韵当头 调查结果传回高层 周政理和韩先林 他们便把南乡秘境定为战略秘境 列为重点开发区 丁 因为你的胡编乱造 导致龙夏进行错误的战略布局 现在 系统对你的谎言进行纠正 丁 从此刻起 南乡 八星秘境新兽掉落的新珠 有万分之一概率为纯粹修为单 十万分之一概率为天赋升级单 掉落新珠和天赋单等级上限 八星 啥 两道提示 把李也打猛逼了 自己随便扯几个谎 竟然影响到了龙夏的决策 而系统为了给他圆谎 又竟然改变了秘境掉落规则 这 好特么喧哗 看来以后在大事上不能瞎扯淡了 万一把龙夏带阴沟里了 可怎么办 还有 韩仙灵他们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 怎么就信了他的鬼扯 哎 可惜概率有点低啊 猛逼过后 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新珠掉落的概率本来就低 现在又在此概率上加了一万倍和十万倍 恐怕把秘境所有新兽杀光 也得不到几个天赋单 走吧 张宝国拍了拍李也的肩头 然后恋恋不舍坐上龙鸣 灵妖 此次转移南乡武安局的运输任务 当仁不让地落在李也头上 李也 绕南乡城飞三圈再走 让大家最后再看一看他 龙鸣剑起飞后 曾局长情绪低落说道 明白 李也心中同样难舍 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 这一去 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哪怕回来了 南乡也不会是从前的南乡 就 战舰全景遮光板自动升起 将又这座历史小镇的景象 映入大家眼帘 曾经多少次想要逃离的地方 如今真的要离开了 上千人的眼中 都流露出浓浓的不舍和眷恋 龙鸣剑缓缓绕空三圈 而后遮光板再次落下 把上千五万军与南乡城隔开 随着最后一丝画面被格挡 运兵舱里不少女生低声哽咽起来 男兵也不好受 曾局长擦了一把眼角 强颜欢笑对李也道 你不是很会唱歌吗 唱首歌给大家听听 李也苦笑一声 我能唱什么歌呀 嘿 你小子 我可知道 你唱过什么相风一样的自由 还把南宫将军气得够呛 啊 李也压了一声 到此时才知道 那晚逃离南宫剑唱的歌 竟让他听见了 难怪第二天见面就要嘎自己 原来是这样 嘿嘿 那都是唱着玩的 张宝国轻轻拱了他一下 唱一个呗 反正也是闲着 你们不怕我唱歌 李也看向驾驶舱里的几个领导 笑嘻嘻问道 而歌也行 欢快 明朗 充满纯真和希望 曾局长不介意说道 行吧 但唱歌是不可能的 我男子憨搭丈夫唱歌 开什么玩笑 李姓少年说 这话的时候 全然忘了自己 唱书课开贝塔的幼稚模样 设置自动巡航后 李也在系统商店买了个吉他 然后拿起麦克风说道 嗨嗨 大伙好啊 局长叫我唱首歌 本人是拒绝的 但他是老大 我也没办法 所以请捂好你们的耳朵 别被我开枪杀死 哼 声音落下 运兵舱里响起轰然笑声 轻扫众人几分哀愁 鼓掌 曾局长也被他的话逗乐 带头鼓起掌来 享受了一会掌声 李也拨动琴弦 歌声也随之跟来 嗨眼泪轻轻地擦 李也一开口就抓住所有人的耳朵 然后上千人眼神明亮听着 这歌好听 声音也好听 他们在听到当离别开出花 生长出新的枝鸭 这几句后 身体莫名挺直 心中哀伤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燃烧中的斗志 等到歌曲结束 上千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然后大合唱起来 于是 他们的歌声冲出龙鸣剑 传进九霄云间 让这浮世听见 半小时后 龙鸣剑抵达江右省城 江安 李也 你们几个跟我走 李也他们刚下龙鸣剑 就看到在天岗等候的梁明国 是 几人坐上梁明国的专车 前往江右武安总局 不错 有没有兴趣接我的职 车上 梁明国语不惊人死不休 再次对李也 说出那不靠谱的话 不想 李也想也不想地摇头 唉 可惜 拉拢失败 梁明国叹气一声 继而又说道 我们要组建武安师的事情 你知道了吧 嗯 你想让我当大队长 李也眨眼问道 听此 梁明国神色一垮 摇头说道 不 我是想让你当一个都师的 但上边不同意 李也 无语 曾局长 好 外加眨眼 张宝国 卧槽 表情惊恐 你们都什么表情 我的安排有问题吗 梁明国不满问道 自己的安排 明明是最好的 如果让李也担任江幼武安军的一个都师 必定能押住江南另外八省的武安军 到时候 除了江南武安总局 就他们江幼局牛逼 他出去和另外八个局长吃饭喝酒 没人敢转他的桌 灌他的酒 不是 我读书少 你是知道的吧 让我当都师 不怕我把上万人坑死 李也无语说道 死 梁明国吸了一口气 接着脑袋左边歪一下 再右边歪一下 我怎么忘了这场 算了 大队长就大队长吧 梁明国不纠结了 把一份名单给李也 他们是江幼局的精英 我一把他们编入你的大队 然后出去猎杀新兽 给局里弄些珠子来 嘿嘿 行 李也笑嘻嘻接过名单 只要能出去送 杀新兽 做什么都可以 第八十一章 兽勋 看着李也开心样子 梁明国摇摇头笑道 这五百来人 可是江幼武安局的宝贝疙瘩 最低都是翠体石鞘 比之正规军还强上几分 所以 所以 我不会让他们出现意外 李也强话说道 明白就好 梁明国欣慰点头 随后陷入回忆当中 过了好久 他再次开口道 你知道长城守卫军 和龙下卫军的区别吗 不知道 李也回道 梁明国弹笑一声 长城守卫军和龙下卫军 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整体战阵作战 一个是自由搏击作战 倘若是长城守卫军 抵御南乡秘境的新兽 对方根本无法突破防线 甚至要被打回秘境 这么强 那为什么不调遣他们 来围剿 不是不挑 而是不能 你在江幼看到的兽巢 长城每时每刻都在发声 所以 那边的兵力部署 不能轻易变动 否则北疆危险 龙下危险 说到这里 梁明国认真看向李也 我们让你带兵 不是在制约你 而是让你习惯团队作战 为去长城做好准备 因为那里 不是单打独斗的地方 而是一个 协同作战的血肉末房 在世人看来 很强大的真灵强者 如果遇到一个 上万人组成的战阵 他根本无法 破开其防御 要是再遇上 阵法战争的话 有极大概率 被战争碾压而死 当年你爷爷 之所以能斩杀破须兽亡 如果不是这样 他不是那头兽亡的对手 说完 梁明国一直与李也对视 希望他能明白龙下的用意 迎上这道阴切目光 李也重重点头 嗯 我知道了 那就好 梁明国放松下来 真担心他会说出那句 我有十心防御宝物 新兽杀不死我 要是这样的话 那他永远成不了 一名合格的统帅 只能是一员猛将 几人抵达江右武安总局 然后来到千人大礼堂 起立 梁明国几人踏入礼堂 有人发号口令 指挥在场上千人站立 刷 上千气势雄壮的武安军将士 同时起立 你们坐大脸 梁明国指着前排空位 对李也几人说道 是 南乡武安局几个核心人物 走到贴有自己名字的座位上站立 登上主席台的梁明国 双手虚抬说道 坐 刷 上千人又是同时坐下 礼堂安静几秒后 梁明国气势凌然道 各位 我将又发生八星寿潮 过去半月有余 在龙下卫军以及诸位的奋力抵抗下 江右九城基本完成转移任务 但形势依旧严峻 就在昨夜 我省重镇 西池遭受五百万新兽突袭 驻守此地的江南第三位 第四位奋力抵抗一夜 奈何敌我数量悬殊 于今早寡不敌众 被迫退守城市 此外 西池城内 还有五十万民众被困 早上 江南总指命令江南九省武安军 组建江南第十三位 武安卫 池援西池解救被困人员 并命令我不在十五万武安军当中 抽出三万精锐 组建两个武安师 加入到武安卫第一军 我命令 任命江安武安局 局长刘永军担任江右第一师 都师 任命三江武安局 局长周扬担任江右第二师 都师 任命 几天前 韩先林等人的计划是 抽调江南九省武安军精锐 组建九个武安师 充当预备军 但西池被困后 他们不得不改变之前的计划 被迫组建新的卫团 梁明国念了十几分钟的任命书 从都师到团总 都有妥善安排 而被任命到的人 在江右武安军中 皆有不小威名 最后 他看向李也道 任命南乡武安局 汽车组长 李也担任特纵大队 大队长 刷 当这道任命下达 全场人的目光 都落在主席台上的 那张清秀照片上 关于李也这个名字 场中不少人都听说过 因为他那个炮王称号 一直流传在江右战场上 他们当中 还有不少人做过李也 驾驶的龙明舰 念完任命书 梁明国对李也喊道 李也五位 请上台 李也愣了0.01秒 然后踏着不怎么标准的 骑步上台 但他的不标准 却没人嘲笑 也没人敢 来到梁明国面前站立 恰好有个礼兵手捧托盘来 托盘之上 有着荣誉证书 以及一枚金灿灿的勋章 梁明国微笑对全场说道 金龙下两院合时 一心五位李也 于江右战场上数十次临危寿命 解救被困将士 转移重伤人员 紧急输送物资补给等等 对江右保卫战 起到决定性作用 现 两院根据战时功勋条令 授予李也龙文宝顶勋章一枚 并晋升为三星校尉 啪啪啪 声音落下 全场掌声雷动 尤其是张宝国 曾剧长几人手都拍红了 李也获得了龙文宝顶勋章 那他所在的单位 也将沾上荣光 龙文勋章一共有五级 分别是 铜顶 银顶 金顶 玉顶 宝顶五级 五级一个比一个难拿 倘若铜顶 银顶场中之人皆有获得的话 那么 金顶少得可怜 除了几个局长外 就胜良民国了 而玉顶的话 良民国暂时没获得过 只有江南武安总局那位拿过 至于宝顶勋章 李也这枚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枚 也是武安军的第一枚 龙下的第五枚 听到自己获得的勋章 是龙文宝顶勋章 李也整个人都傻了 这种无上荣耀 竟然落自己身上了 恭喜你 李也校尉 良民国微笑 给他佩戴上龙文宝顶勋章 并更换奸章 换奸章的时候 良民国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由于你很多事情 都处于保密状态 所以只能授予龙文宝顶勋章 同时 也因战事的原因 韩统帅无法亲自给你授勋 别觉得委屈哈 不会 不会 李也嘴都咧到后曹牙了 哪有一丝一毫的委屈啊 这勋章 他爹都没有 但老爷子肯定有 虽然没说过 李也在掌声中向大家敬礼 然后又在掌声中 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笑 李校尉牛皮 回到位置上 曾局长还想说句小子牛皮 结果他肩膀上的三星校尉武贤太耀眼 硬生生给憋了回去 现在开始 李也的武贤和他同级了 再进一步 就是将官 他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但李也绝对有 且是六星的那种 授讯仪式经过剪辑 立刻送到龙夏电视总台播放 然后 李也出名了 成了现象级的全名偶像 当下的龙夏青少年 不追明星 只追那些强大 且对龙夏做出奉献的灵武者 夏之义在看到这条新闻后 娇好的脸上 笑叶如花 手机放进口袋 他对跟在身后的女子微笑道 方宜 我们去江右 第82章 嘟嘟嘟 洛安 某繁华大街 林薇薇愣愣看着广场大屏幕 看着里面那道鹦鹉身影 他 林薇薇嘴唇吸动数次 终是没将内心的复杂说出来 如果当初不那么现实 今天的自己 或许会让很多人羡慕 五 一排灵能豪车贴地飞行 隔着护栏 从他眼前急驰而过 当目光落到最中间那辆豪车上时 他看到一张精致到无法挑剔的脸蛋 是他 林薇薇认出车里的人 不正是那日拒绝李也 做他麦劳斯的女孩吗 夏之一丝有所感 偏头看到林薇薇时 并没有什么情绪 不管是眼底还是眉头 都没有一丝的变化 就像不认识他一样 车队离开 林薇薇抬眼45度 内心自嘲一声 人生还真是讽刺啊 那日 他在车里高高在上 今天 他在车外卑微如哀 喂喂 走了 我们该去学校报到了 同行一女孩 扯了扯他的衣角 然后向龙下三大五校之一的 洛安大学走去 嗯 林薇薇收起复杂情绪 一步一驱跟着女孩离开 喂喂 你也是南乡城的 认识那个叫李也的人吗 真的帅蛋 要是能跟他谈朋友的话 肯定要幸福死 人帅实力又强 简直是所有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路上 女孩在林薇薇身边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但她不知道 自己说的每句话 都像是一把利刃 狠狠插进林薇薇的心窝 疼到她无法呼吸 这时的她很想说一句 她曾经捡到一束光 日落时还给了太阳 李也授勋结束后 与张宝国 许建军两人 前往特纵大队的营地 他们两人的任命也下来了 拥有五星天赋的张宝国 完全构格担任大队的后勤处长 许建军则继续干着老本行 休车 这玩意不需要太高的修为 吃的是技术饭 所以 二星 归零一窍的她 足以胜任这个岗位 队长 上面给我们的配置 是不是太寒沉了 龙明剑都被收了回去 路上 许建军开着猛龙吉普抱怨说道 我们现在是武安卫的特纵大队 不是以前的南乡城武安局后勤人员 有着自己的番号和隶属 再用江右卫的龙明剑 就不合适了 张宝国摇头说道 哎 可我们太穷了 全大队三星武器没几把 二星武器几十件 剩余的全是一星兵刃 运输工具 还是一辆八手的零能重卡 在许建军看来 现在的特纵大队 跟个叫花子部队一样 要啥没啥 有啥啥破烂 卫军大队没几个有着配置 李也倒没觉得什么 在他眼里 一二三星的武器都一样 敲上一剪都得碎 猛龙吉普一路吉池 几分钟后抵达城外的营地 此时 操场上有人在相互切磋 引来阵阵喝彩声 李也三人凑过去 随即看到两个标形大汉 拳脚如风 打得难舍难分 碎岩掌 崩瘫腿 两门三星武器相撞 形成一道无形气浪 吹起地面尘土 接着两人各自倒退十数米 谨慎看向对方 好 见此 场中五百余人爆发激烈的喝彩声 再来 两人同时大喝一声 接着脚下尘土飞扬 人如离弦之剑相互撞去 就在两人即将接触到时 现场变故陡声 二者之间突然空间颤动 随即有道人影出现 且双手一张 轻松化解他们的攻势 李也轻松握住两人拳脚 然后微微一笑 两人休一下摔进人群里 好强 五百余人目瞪口呆 看着突然出现的李也 脸上皆有震惊之色 刚才两人是他们当中最强的两个 现在却被人轻松丢进人群 由此可见 对方实力有多强大 他该不会是我们的大队长吧 有人在看到李也奸章时嘀咕一句 从而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三星校尉 还长得如此眉清目秀 肯定是大队长 还真是他 电视上不是放了吗 被甩飞的两人在看到李也后 连同另一人 快步来到他面前敬礼道 特纵大队 一二三中队长向您报道 李也回了一礼 说道 叫上的小队长 营杖集合 是 三人同时敬礼 然后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 集合 哗哗哗 脚步声哗哗啦啦响起 二十几秒后 五百余人整齐站成三个小方队 小队长出列 目标主营杖 跑步前进 集合完毕 三个中队长 各自带上三名小队长 向营杖跑去 你们解散 李也对剩余人员命令一声 身形一闪进入营杖当中 见此 张宝国两人快步跟了上去 他们离开后 操场上充满各种议论声 都在说自己的大队长牛逼 不仅开车 打炮厉害 连天赋也是如此牛逼 竟能随意穿行空间 张宝国两人坐下后 李也开口道 自我介绍下 我叫李也 入伍不到一个月 纯心兵一个 铁为特纵大队的大队长 今后希望各位老兵多多照顾 李也这话说得真心实意 但在座之人皆认为他在谦虚 一个龙文宝顶勋章获得者 还要他们照顾 这不开玩笑吗 见没人说话 李也又说道 大家自我介绍下吧 大队长好 我叫杨发青 第一中队 中队长 大队长好 我叫吴有明 第二中队 中队长 大队长好 我叫吕海 第三中队 中队长 十二个中小队长自我介绍后 张宝国两人也向他们介绍自己 认脸之后 李也问道 你们当中 谁的修位最高 十二人相互对视一眼 最后杨发青挠挠头说道 大队长 我们都是脆体石翘的舞者 啥 李也 张宝国 许建军三人同时惊呼一声 好办上 李也才颤声问道 你们当中最高等级是脆体石翘 最低等级也是脆体石翘 是 三个中队长同时点头 靠 李也忍不住拍了下桌子 感觉自己被骗了 起先还以为 梁明国多少会给他几个玉空舞者 再不计 也有十几个归零舞者 现在倒好 全是脆体石翘 哎 队伍不好带啊 并且 我们都是二星天赋 这时 杨发青悠悠补了一句 李也 账内安静几秒 李也默默拿出零能手机 拨打梁明国的电话 结果对面传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将您拉黑 请对方拉白后再进行拨打 嘟嘟嘟 第83章 购买装备 碰 李也狠狠把手机摔进地底 怒声道 这个老灯 竟然敢如此待我 简直不可原谅 祝他晚上吃泡面没调料包 吃压缩饼干 只有压没有干 拍案咒骂几句后 李也这才觉得好受些 然后蹲地上刨手机 对此 场中张宝国等14人 只能强压嘴角 免得笑出声来 在江又敢当众咒骂梁明国的 恐怕只有这一人了 刨出手机的李也 撑着脑袋坐椅子上 而后又问道 我们队的武器装备怎么来的 听到问话 十几个中小队长愣了下 杨发青说道 我们大队没有配备武器啊 现有的装备是 我们自带的 因为上头说了 你有办法搞来好装备 不错 唯一的八手林卡 也是报废状态 根本无法启动 二中队长吴有名补充说道 嘎吱 听到两人的话 李也双拳握得嘎吱作响 这一刻 他很想把梁明国按地上猛锤 老灯不当人子啊 欺骗他一个刚成年的亮仔 呼 深呼吸几次 李也拿出三十六枚六星 修为新珠 有气无力道 三名中队长和后勤处长 每人四颗 其余人两颗 珠子是他这两天 用天星熔炉换的 一共花了二十颗六星灵机珠 获得四十枚同级修为新珠 谢大队长 张宝国和许建军看到珠子后 双眼放亮将它们收了起来 这可是好东西啊 张宝国吸收十颗五星修为珠后 实力从归零一窍升到归零四窍 还差二十万修为 就能踏入玉空 有了这四颗六星修为新珠 他又能获得十二万修为点 距离玉空又近一步 大队长 这是 杨发青他们被新珠等级吓到了 六星的A 他们修炼不了 他们是只有修为能量的空白珠子 没灵技 你们可以炼化吸收 张宝国解释说道 原来是这样 十二人明了 而后同时对李也道谢 谢大队长 没什么好谢的 你们炼化之后 大队立刻向西施进发 李也说了声 便向自己营帐走去 接着用手机搜索网店 三星武器这么贵 需要十颗同级新珠 防具也是 既然同样的售价 但用四星珠子购买的话 只要一颗就行 查看市场价格后 李也又看了看死亡商城的价格 三星 试验刀 售价 一千死亡点 突 草明草 死贵 李也放弃在死亡商城 购买装备的想法 准备去江安城的灵武市场看看 他现在有334颗四星珠子 可购买同等数量的三星装备 另外还有88颗五星珠子 则能购买880件三星装备 两者加起来 刚好购武装他的大队 晚饭过后 李也对张宝国说道 处长 我们去灵武市场看看 好 张宝国笑呵呵硬答一声 还喊了两个后勤兵 跟着一起出去 几分钟后 李也四人便来到江安最大的灵武市场 此处店面繁多 贩卖的灵武装备亦是无数 什么阵法 服录 武器 防具 担药 灵能武器 应有尽有 但逛街的人却不多 店面大过客流 怎么这样冷清 李也问道 这跟他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还以为灵武市场人流如之 乃能想到是门口罗雀 张宝国呵呵一笑 武者用品是超高消费 不是谁都能有几百上千的新珠 所以逛街的人少 这样啊 李也对新珠的稀有没什么概念 低级新珠在他眼里 跟萝卜白菜一样 出去转一圈就能捞很多 走 我们去那家看看 李也指着前方一家大型商场说道 好 几人踏入大门 随后就有销售人员走了过来 几位晚上好 请问需要导购吗 销售小姐姐声音甜甜问道 李也回以微笑道 带我们去武器 防具区 好的 请随我来 小姐姐引领几人来到二楼的武器专柜 这边都是我店样品 一至五星的都有 如果你想参观更高级别的装备 需要缴纳保证金 不用 我们看三星的就可以 李也没什么兴趣看高级装备 现在的他 还是有点穷 好的 三星装备在这边 销售小姐姐 引着几人来到专区 李也看了看展柜中的武器 样式很多 刀叉剑戟都有 价格能便宜一点吗 我们要的多 李也问道 要的多 听此 销售小姐姐 这才仔细打量李也几人 只见四人穿着一般 身上也没有大人物该有的气质 都很普通 而这样普通的他们 却要很多装备 所以 该不会是来抢劫的吧 至于狗眼看人低 一貌取人的行为 销售小姐姐是没有的 他自己不过一销售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 是啊 要的多 五百刀剑 五百防锯 李也右手抬起 抓了抓空气说道 小姐姐在看到他这个动作时 好似想到什么 淘塞微红 继而略带修一说道 我们店没有这么多现货 需要从外地钓鱼 李也环视一圈商店 只见这里装修精致 设备也是一流 眼神怀疑盯着他 真没有现货 你不要骗我呀 骗我的话 找不到男朋友的 销售小姐姐 迎着李也帅气脸蛋 眨眨眼说道 我有女朋友就行啊 我 李也四人沉默 遇到狼面了 这时的狠人啊 那个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批装备 只要你们有 且价格实惠 等下就能交易 我钱都带来了 说完 李也手心出现 一颗七星珠子 这看得销售小姐姐 双眼一亮 原来是爆发货啊 失敬失敬 难怪气质没跟上 有 但我只能给你打九五折 更多优惠 需要找我们店长 小姐姐认真回道 李也看了看他 好奇问道 你不怕业绩 被店长拿走 小姐姐摇头 不怕 她是我女朋友 我工资 都被她保管着 嗯 李也不大想跟她说话了 于是说道 走吧 带我们去找你店长 好的 小姐姐甜美一笑 挪动欢快脚步 前往五楼 一行人来到五楼 那小姐姐便欢天喜地 走到一人面前 亲爱的 来大客户了 闻言 店长在他精致小鼻子上 刮了一下 随后抬眼看向李也他们 是你 看到李也后 那店长惊呼一声 李也看到他时 也觉得脸熟 但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是我呀 南乡第一医院 小护士 田田田激动说道 哦 是你呀 李也想起来了 那晚还白嫖了他一瓶葡萄糖 第八十四章 夏之一来了 田田田将李也几人 请到自己办公室 并奉上香名 真没想到 还能遇见你这位大英雄 几人坐下后 田田田俏皮说道 我也很意外 话说你不是护士吗 怎么跑这里来当店长了 李也好奇问道 田田田双手一摊 无奈说道 还能为什么 南乡医院改组了 我又被季家投诉 所以工作没了 只能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顺便打压一下 季伯达他们家 看着他无奈表情 李也嘴角狂抽 这就是不好好努力 只能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吗 哎呀 别这样看我 你不懂有钱人的烦恼 那真是太烦了 每天看着几亿几亿的进账 枯燥而乏味 没有任何乐趣 田田田捂着双颊说道 李也想一紧崩了他脑袋 瞧瞧 这是人能说的话吗 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替你承担这份烦恼 比如送我五百套武器装备 李也撇嘴说道 他话音刚落 田田田就打了一个响指 没问题啊 说完 他对销售小姐姐说道 亲爱的 你去找老王 叫他调五百五十套三星装备出来 再加五十箱两星零爆弹 一千枚二星疗伤单 一千枚二星回零单 好的 销售小姐姐笑意盈盈离开 搞得李也他们震惊当场 不是 你来真的啊 李也惊恐问道 田田田说的那些东西 可是主力大队的标配啊 价值一万多三星灵机珠 李也要获得这么多的三星珠子 砍新兽都能砍到兔 当然是真的 我田田田从来不开玩笑 比如技嘉 说把他按死 就绝对把他按死 都破产24小时了 田田田昂着脑袋说道 李也对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你厉害 但我不能白嫖你的 拿着 李也把一颗七星珠子 抛到田田田手里 后者看了看珠子 俏皮对李也说道 白嫖我 求之不得呀 你要的我都有 说的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听得李也满头黑线 要是被小醋包听见了 自己绝对很惨 咔嚓 恰在这个时候 房门被人强行打开 然后有道倩吟裹鞋相风 来到李也旁边坐下 闻到这熟悉气味 李也汗毛倒树 开弹 发货 夏之一声音清冷 而后也给了田田田 一颗七星灵记珠 看到夏之一后 田田田收起玩笑神情 认真问道 你是夏家千金 夏之一带眉微醋 声音依旧清冷 认得我 田田田起身 整理了一下服饰 伸出白皙小手 郑重道 若安田家 田田田 说完 好似怕对方误会什么一样 补充道 爱好女 夏之一嘴角 微不可查地抿了抿 起身要与对方握手时 李也豁一下站起 且握住他伸出的雪白小手 不许碰他 李也眼神警告 看向田田田 而后又对张宝国说道 处长 跟田田掌握个手 张宝国 两后勤兵 夏之一 内心甜蜜偷笑 脸上依旧高冷 田田田 收回小白手 一阵索然无味 单子开好了 没给你们找零 但配上了等价的零能重卡 凤翔 田田田在电脑上 噼里啪啦开完单子 田家 洛安四大家族之一 零能产业遍布世界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 都不为过 家族虽无雅属之人 但有数名真灵作证 几乎无人敢惹 不过 在碰到夏之一的下家时 还是不敢硬钢 否则百年基业要毁于一旦 谢谢 夏之一拿过单子 便牵着李也走出办公室 单子递给前台不久 门外就开来一辆崭新的凤翔重卡 旗上还装着各种装备物资 核对数量后 李也对张宝国说道 处长 你们返回营地 然后把装备分发下去 是 张宝国笑呵呵应了声 带着两后勤兵 驾驶凤翔重卡离开城区 李也两人出了05市场后 来到一处夜市街道 这里人声鼎沸 烟火连连 你想吃那个吗 夏之一左手挽着李也 右手指向前边生煎包摊位 声音清冷问道 但这份清冷里 藏着女生独有的甜蜜 李也眨把眼睛 思考夏之一的话 虽是问话 但带有肯定口吻在 哦 所以是他想吃了对吧 嗯 我想 李也肯定加点头 给了夏之一想要的回答 嗯 我们去吃 夏之一嘴角微微明起 精致熔岩上的梨窝 若隐若现 来到小摊前 夏之一伸出两根葱白手指说道 老板 一份牛肉煎包 一份鲜肉煎包 将又微辣 打包吃 夏之一说这话时 很有烟火气息 没有一丝的清冷 反而有种常年混迹夜市的感觉 好嘞 摊贩笑呵呵应答一声 按要求产了两份煎包 拿好 小心烫 扫码付钱 夏之一开心接过两份煎包 并把牛肉那份递给李也 你的 嗯 李也接过水煎包 并在夏之一的注视下 将一个生煎包 放到嘴边轻吹几下 再送到他嘴边 这 卖包子的老板愣住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下次碰见给你俩 加码辣椒 夏之一 猪唇在包子上轻轻触碰两下 感知其温度后 微微点头 嗯 嘿嘿 李也傻笑一声 接着把包子送自己嘴里 碰 就在这时 摊贩老板狠狠摔了一下面团 眼神优怨看向两人 你们是真会秀啊 吃个生煎包还来反转 他不知道的是 李也小时候 第一次吃生煎包 还没吹凉 就放进嘴里 结果烫得嗷嗷叫 哭了好半天 从那以后 李也每次吃生煎包 夏之一都会盯着他吹凉 尤其是第一个 还会用嘴唇试试温度 你怎么来了 吃完第一个生煎包 李也才问出心中疑问 夏之一吹了吹嘴边的生煎包 说道 你们大队缺个队一 嗯 李也愣争一秒 然后问道 你修炼灵技了 两心阵法灵技 夏之一微笑回道 听到灵技只有两心 李也包子都不吃了 神色疑惑 为什么 夏之一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微笑轻声道 暂时两心 他会随着熟练度而生心 听此 李也内心震动 小声问道 自创的 嗯 夏之一浅笑点头 次日 夏之一以队一身份加入特纵大队 并随军前往西池城 参与特纵大队的首战 于是 龙下另一个传奇的序幕 就此拉开 第85章 五星航弹 清晨 千空晴日 万地白雪 特纵大队乘坐崭新凤翔号向三千里外的西池城飞去 开拔消息传到武安卫指挥部时 梁明国黑黑坏笑 一扫昨晚吃泡面没调料包的郁闷 你在笑什么 江南武安总局局长兼武安卫 都尉 赵新问道 嘿嘿 我们的利润出窍了 说着 梁明国调出凤翔重卡的飞行画面 赵新看到崭新卡车后 他好奇到 我们装备了该型号的运兵车 没有 车是人家自费购买的 梁明国回道 赵新脸色一正 自费 你扣他军费了 梁明国疯狂摇头 没有 他的军费拿去补偿其他队伍了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江右特纵大队成员 是我从各局抽掉的精锐 这自然引起那些局长的强烈不满 没的办法 我只好拿特纵大队的军费补偿他们 梁明国说出事情原委 赵新听后点点头 真是难为你了 听此 梁明国细经上身 哎 何尝不是呢 为了龙下我可是担惊竭力 鞠躬尽瘁 是啊 所以人是你调的 钱是花别人的 你还两头落得好 是吧 赵新眼神透着莫名 看得梁明国心底一凸 要玩 果然 他下一刻就听到赵新那严肃的声音 你今年的工资 奖金 补贴 全部扣光 用于补偿李也 梁明国 李也不知道 自己亲爱的梁菊大人 被扣很多小钱钱 他正认真听着三个中队的战场分析 队长 西池在秘境南方1200里处 所以我建议大队绕行铃绳抵达目的地 杨发青在作战图上画出一条路线说道 老杨说得在理 我们大队成员 虽是各局精锐 但放到这场寿潮里 最多算强一点的炮灰 二中队长 吴有明赞同说道 李也点点头 又对吕海问道 小三 你是什么想法 呃 被叫小三的吕海愣了下 这个称呼有点不喜欢 他苦着脸说道 队长能不能不这样喊我 叫我吕海或者三队长都行 李也眼睛眨巴两下 嗯 确实有点不合适 先说说你的想法 我觉得走哪条路线 还是要看队长你的想法 过去的半个月里 你一直穿梭在兽潮当中 且驾驶的龙鸣剑未被攻击到一次 所以 我们的建议 对你应该无效 吕海认真说道 听到他的话 杨发青和吴有名 两人身体一致 是啊 怎么把队长的能力给忘了 别人或许需要绕路行驶 但他完全不用 唉 真是固有思维害死人 队长 我们听你的 杨发青两人一口同声道 李也满意一笑 那我们就走直线 原以为三人会劝自己要小心 不能浪 现在看来 三人挺好说话的 没出现电视剧那种废话剧情 凤翔重卡 以三千时速在云层急速飞行 没几分钟便抵达虎奔位和江右卫的战场 从高空看去 两位七八十万人分布在八十里的防线上 节节抵抗数百万的新兽 仗打到这个份上 留下来的都是百战精锐 新兽也是如此 现在的战场上再看不到一头脆体之下的新兽 那些超低级的新兽早成了炮灰 李也 打开闲窗 这时 夏之翼一身得体作战服来到李也身边 身上还背着龙威玲能步枪 怎么了 李也问道 我想把这个扔下去 夏之翼心念一动 脚下出现一枚炸弹 它是我昨晚做的灵灯炸弹 爆炸当量等同五百五星灵爆弹 有效伤害一千米 中心伤害准六星 刷 它声音落下 杨发青等人刷一下躲到座椅后面 瑟瑟发抖 夭瘦了 他们车上竟然有炸弹 还是如此恐怖的炸弹 最关键的是 研发它的人是个十八岁少女 技术可靠吗 灵爆弹之所以稀有 那是因为制作它的人携手 必须要有三星职业认证的炼弃师 才能制作 寻常炼弃师碰都不敢碰 容易把自己炸废 队长 赶紧扔出去啊 这玩意可不能开玩笑的 吴有名声音颤抖哀求着 另外几人也是疯狂点头 此时的李也嘴角忍不住抽动 才几天啊 就能制作灵灯炮弹了 果然是我天赋绝伦的知义姐姐 收起震惊心情 李也问道 你没进行过试验 没有 但数据验证过了 没出现任何误差 夏之一信心满满说道 好吧 李也打开全息地图 寻找投放点 找了几秒钟 他看到有个山头正被星兽围攻着 山坡和山脚至少聚集了上万星兽 于是他拿起通话器喊道 我是江右特纵大队 李也五百四十六高地听道请回答 五百四十六高地听道请回答 他的声音被灵能无线电 时时传到高地指挥部 随即传来一道熟悉声音 我是赵山河 听道请讲 李也有点意外 微笑说道 赵都军 我即将对你前方战场 投下五星航弹 请你不注意规避 什么 五星航弹 好 我知道了 听到有航弹支援 赵山河先是大惊 而后就是大喜 迅速指挥队伍隐蔽 凤翔重卡飞龄战场前线 马上引来飞行新兽的注意 夏之一看到新兽后 对李也玩耳一笑 来动明新兽了 小菜一跌 李也自信甩了下刘海 拿出重天捡 闪现到那些新兽面前 老规矩 先死一波 李也闪现到那些动明新兽面前 然后恰到好处地 接下他们攻击 碰 叮 你被六星 动明七窍星兽击杀 叮 你被 叮 你被四十八栋 明星兽轮杀一次 死得连贯 获得死亡点 乘1687 自由点乘25647 修为点乘47895 四星灵际诸乘53 五星灵际诸乘18 几分钟后 李也完成一轮死亡 而后右手一抬 岁月如行舟 流光难常有 石镇凭空起 杀一位甘休 镇起 李也凌空起阵 将四十八栋 明星兽一次套牢 接着又是大喝一声 点仓 崇天俭朝前一瞬打出时机 轻易洞穿几头星兽身体 往复四五次 被囚禁的洞明星兽 毫无可逃 碎成渣子 好强 凤翔之内 杨发青他们惊掉下巴 皆是呆呆望着李也的背影 他们想过 李也很强大 但没想过这样强 战力堪比都尉了吧 都尉当大队长 真梦幻 一旁 夏之翼美目流畔 弯弯看着李也 他 好厉害 林飞与贺超 看到李也出现在战场 皆是喜出望外 有他在的话 那些中高端星兽 不足为虑 星兽这边 看到几方有兽被杀 当即飞来十几头天河星兽 第八十六章 契约星兽 看到围过来的天河星兽 李也没有跟他们纠缠的意思 风源神将 拖住他们 他唤出风源神将 自己则一闪一闪 前往赵山河的防线 好 风源神将出现后 战场局势瞬间发生变化 指挥此场 战斗的五头 龟一新兽 立刻脱离当下战斗 向风源神将围杀而来 他们清楚知道 龟一石窍的恐怖 若是不集中高端战力 他们怕是要被人家一一击杀 老贺 我们也上 林飞呼唤贺超一声 率领数名都军 驻战风源神将 随后 此处爆发了最激烈的战斗 另一边 李也闪现来到山头之上 二话不说 拿出奈克灵能炮弹 然后从万米高空抛了下去 滴滴滴 炮弹启动成功 正在扫描投放环境 扫描结束 动力启动 那炮弹离手零点一秒后 尾部突然冒出蓝色光圈 一瞬冲向下边山底 用时不到一秒 哄 炮弹距离地面 还有百米的时候 轰然一声爆炸 掀起一朵粉色蘑菇云 轰隆隆 灵能炮弹爆炸之后 方圆百里的大地震动不止 震感八级以上 再看爆炸区域 爆点千米之内的新兽全部死绝 一千至两千米的新兽 亦是死伤过半 而在山顶的赵山河他们 则被一层厚厚的泥土掩盖 刚才爆炸产生的气浪 不知吹起多少泥土 呸 赵山河吐掉嘴里的泥沙 摘下帽子胆了胆 接着飞出战壕查看情况 卧槽 当满目窗移的景象映入眼帘后 他只能用卧槽二字来形容 只见刚才还凶猛异常的新兽 现在死的死 伤的伤 没的没 能战得新兽不足一二 吹冲锋号 干死他们 短暂震惊后 赵山河立刻抓住这有力战机 率军冲锋 李也从空中落到地面 愣愣看着爆炸后的景象 说好的一公里范围呢 结果有效伤害高达三公里 威力远超五百五星零爆弹 他现在好想说一句 姐姐逆天了 刷 离开原地 李也月空来到 风源神将他们所在战场 林长官 这里交给我们 你们赶紧反攻 再晚 他们就要撤退了 李也站在风源神将肩头 对林飞他们说道 好 林飞明白李也的意思 这些高级新兽一旦被杀 那么低级新兽会自行溃退 人类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 有头归一新兽 目不可遏地问道 刚才的爆炸 他们这里看得清楚 那粉色的蘑菇云 冲天起 想不看到都不行 五星灵能炮大 我未婚妻女朋友做的 好看吧 李也昂着下巴得意说道 找死 新兽们同时大怒 内心却是无比震惊 人类果然是最聪明的生灵 竟能做出威力如此大的东西 如果对方有个几万克 那么他们也不用打了 直接回到兽星好了 定 你被七星 归一四撬新兽击杀 定 两分钟后 李也借助风源神将巧妙 死上一轮 定 你被五头归一新兽 十三天和新兽轮杀一次 获得死亡点 乘1314 自由点乘14879 修为点乘87897 五星灵际诸乘18 六星灵际诸乘9 七星灵际诸乘5 五星天赋单乘1 嗯 爆天赋单啊 这次的奖励 让李也有点意外 十万分之一的概率 竟然被他碰上了 收起心中意外 他闪现到一头 归一新兽面前 时间禁锢 声音落下 禁锢成功 可由于五个大境界的等级差 效果只有0.1秒 但这对风源神将来说足够了 只见他双手握刀横斩而出 十星 风圆斩 银白刀芒凸现 刹那来到那头新兽身前 扑痴 高达16.53亿的单一伤害 瞬间劈开该新兽防御减半的护盾 送他回了兽星 大家注意 这个人类有古怪 活着的四头龟翼新兽 心下大害 眼前这个人族少年太过诡异 先前 自己等兽 明明把他砍死了 却不知为什么又活了过来 且自己防护值减半 比值天河境界还弱一分 哼 你才有古怪 你全家都古怪 李也冷笑一声 闪现来到一头新兽之前 接着右手一抬 送上流光绝阵 碎甲 碎毒家伙 五道器剑 点仓 状态加满 李也对面前龟翼新兽 悍然发动攻击 八星 金刚盾 七星 龟翼五翘的新兽 大吼施展保命护盾 但他根本挡不住李也的攻击 天赋七成熟练 四成体格 19178成灵际800 约等于4.3亿除以2 等于2.15亿 扑痴 他死了 流光绝阵加满buff的点仓 轻易撕碎他所有防御 死得连渣都剩不下 接下来 李也和风源神将 快速斩杀13头天河新兽 用时不到10秒 剩余的三头 龟翼新兽剑尺 吓得亡魂接冒 拼命逃窜 奈何他们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李也和风源神将 不到5秒 他们又各自斩杀一头新兽 只剩最后的紫电烈 在空中瑟瑟发抖 想死想活 李也声色冷峻问道 想活 紫电烈疯狂点着狗头 表示想活命 跟着 赶跑 我宰了你 李也随口说了声 便站在风源神将肩头 向凤翔种卡飞去 现在的李也还不会飞 但这种小事 肯定难不倒他 比如 战风源神将肩膀就很合适 两人带着紫电烈回到车里 李也对张宝国说道 处长 把他契约了 八星天赋 哈 张宝国震惊万分 李也竟然给他抓来一头 八星天赋的新兽 玉兽师契约新兽有两种方法 一是修炼召唤灵迹 从玉兽世界召唤玉兽与之契约 但这个方法随机性很大 往往不能契约到想要的新兽 二则是抓新兽进行强制契约 这个方法选择多 自由度高 不过风险也大 如果没有强大舞者帮忙抓新兽 那么玉兽师很可能被对方反杀 别啊呀 快契约 李也催促说道 巨大惊喜过后 张宝国神色一垮 契约不了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五星玉兽个功法 也没有契约新朱 呃 这又触及到了李也的知识盲区 他只知道玉兽师能契约新兽 但怎么契约的却是一无所知 所以 他是一个不死的文盲 无奈 李也只好叹气一声 那宰了吧 以后再抓别的 紫电烈 有这么折磨新兽的吗 才说 要给自己一条生路 现在又要宰了自己 不带这么欺负狗的呀 大人 等等 就在李也要动手时 紫电烈疯狂大喊 你有什么意愿 李也问道 紫电烈咽了咽口水 说道 大人 你知道新兽主动契约吗 李也果断摇头 不知道 赶紧说 新兽可以主动与玉兽师契约 不用其他条件 紫电烈快速说道 李也看向张宝国 可以这样 处长大人有点猛 他以前不是玉兽师 对此了解的不多 我也不知道 是吗 李也有点开心 这一刻 处长跟他一样 都是文盲 第87章 关于夏之义的小慧 夏之义淡淡看了一眼李也 而后鸣嘴偷笑 如果他各方面都优秀的话 那在学习这一块 绝对是渣子 你笑什么 李也发现他在偷笑 好奇问道 没 夏之义收起笑意 对紫电烈说道 拿出第一新珠 听此 紫电烈狗眼一亮 立刻照做 他就怕现场没人知道 新兽可以主动契约人类 然后把自己做成狗肉火锅 张处长 给珠子一滴你的血 新珠扶空后 夏之义又对张宝国说道 好 张宝国用指甲划开手指 往紫电烈的新珠上 滴入鲜血 新珠吸收血液后 张宝国的灵台 随即出现紫电烈虚影 真的契约成功吗 看到虚影的张宝国 南南出生 随后又意识到什么 不带他开口 夏之义便说道 由于你没有契约新珠 所以他不能进入玉兽世界 大学玉兽专业称这为初步契约 哦 张宝国恍然大悟 难怪他不知道这件事 原来是大学专业课程 视线挪到李也身上 只见他低头踢着地面 好似没听见一样 此时 处长大人很想问一句 你个学渣 是怎么泡到学霸当女朋友的 不仅了解玉兽 还能造五星炸弹 都能进林科院当院士了 既然契约完成 那我们继续赶路 李也瞪了一眼张宝国 驾驶凤翔卡车 横穿新兽战场 凤翔重卡重新启动后 那些新兽看到他就跑 生怕跑慢了 要被砍死 我突然理解梁明国了 空中 望着离去的凤翔卡车 林飞淡淡说道 什么意思 贺超随手砍死一头玉空星 受问道 李也担任大队长 属于大才小用 最低也得是个都师 嗯 确实 贺超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对方实力比他们两个都强 如果不是没有统兵经验 担任都尉没任何问题 对了 刚才那爆炸 是什么造成的 贺超想到爆炸问道 林飞表情一速 不知 他们作为都尉 按理说 龙下有什么武器装备 都很清楚 可刚才的爆炸 却不知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两人回到指挥部 查看李也的记录 很快 他们就看到李也投弹画面 嘶 龙下什么时候 有五星灵能炸弹了 两人惊奇看着这一幕 随后命令信息兵 查找炮弹的信息 报告 资料显示 我国目前还未研制五星炸弹 信息兵的报告 让两人大为意外 然后继续倒放李也的画面 几分钟后 终于知道炮弹的来源 而后就是相视苦笑 哎 我们老了 林飞叹了一口很长很长的气 内心有点被打击到了 一个18岁的少女 竟然能制作五星炮弹 查看她的信息 贺超对信息兵说道 她现在很好奇夏之一的身份 甚至怀疑 对方来自龙下军工院 几秒后 信息兵起身道 报告 林武者数据库 未录入她的身份信息 居民数据库 则显示她为觉醒武者天赋 贺超和林飞默契看向对方 新赵不宣 拿出自己的灵能手机 将关于夏之一的事情上报 于是 军政两院开启了 关于夏之一的小会 她身份本就特殊 是夏宴的孙女 李也的未婚妻 现在又传来觉醒天赋 且能制作五星炸弹的消息 不重视都不行 老夏 她是你亲孙女 这是你怎么看 格魁 周正里笑呵呵问道 人在长城的夏宴 抓了抓头发 肯定说道 我清楚记得 知一丫头十八岁之前 没有觉醒 和老李离开时 还病痒痒的 怎么几月不见 就有如此大的变化 见她这样说 众人心头疑惑更甚了 半晌后 韩仙灵猜测道 会不会是她天赋特殊 所以才在十八岁之后觉醒 你是想说 她也觉醒了自然灵体 田彪问道 除此之外 你还有其他猜测吗 韩仙灵反问道 田彪一脸正气道 当然有 比如 她是十星天赋 还是十星的神选者天赋 因为天赋特殊而强大 需要更多时间和能量去觉醒 嗯 众人满头黑线 听着她鬼扯 研究已经表明 天阳系的九大天赋 其心急越高 觉醒时间越早 比如她们这些八星天赋 都是十七岁之前觉醒的 算了 还是讨论下她那个炸弹吧 视频传到林科院和军工院后 两个院长都疯了 迫不及待要找到夏之役 询问制作方法 周政理摇头说道 这有什么好讨论 花钱 把技术买下来 总不能把人调去林科院 或者军工院吧 那也要离也两人愿意 韩仙灵翁声说道 你说的好有道理 但钱从哪里来 五星炸弹技术的转让费 最低十几个九星灵技术 我们去哪弄这么多珠子 周政理摊手说道 由于九星灵技术极其稀缺 一旦获得 就会马上分配给合适人员 所以 龙下总共也没几个库存 既然这样 把那颗十星珠子拿去给她 反正我们也用不上 韩仙灵无所谓说道 龙下一个九星天赋都没有 李也又明确表示 那星珠看不上 把珠子送到武学院 结果那群武学大师说了句 八星天赋的他们 不配研究十星的珠子 于是 只能树枝高阁 成了吉祥物 我看可行 一脸正气的田彪 很是赞成说道 听此 韩仙灵难得给她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 田彪意识回了她一个 都是自己人的眼神 然后韩仙灵的脸就黑了 她忘了 忘了李也是武安君的人 也忘了夏之义 同样去了武安君 所以 十星珠子等于去了武安君 想通这一点 韩仙灵难受至极 这一波 她又血亏 那就这样吧 只要弄来五星炸弹的技术 江右兽朝能很快平息 周政理揉着眉心说道 她管理龙下各种政务 最近因江右兽朝的事情 弄得焦头烂额 头都快炸了 意见统一后 高层小会就要结束 恰在这时 夏宴说道 等等 众人不解看向她 等待她的下文 夏宴沉默几秒 继而说道 长城新门的兽朝正在减弱 什么 事关长城 韩仙灵他们皆是紧张不已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周政理问道 夏宴想了想 才说道 天阳人族可能出了内奸 第88章 人生羁绊 龙下秘密会议室一阵安静 韩仙灵等人清楚知道 战时内奸的威力有多大 老夏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出 人族有内奸的 周政理打破安静问道 夏宴沉吟一会 随后目光灼灼回道 我们龙下宣布退出人盟的第二天 长城新门走出的新兽数量 便减少5% 此后的数天里 每日递减1%至3%的数量 昨天 美西等地区宣布退出人盟后 另外四大新门的新兽 也相继减少 我猜测 五座新门是同一个事件 岂有着惊天阴谋 什么 文言 八九个龙下高层集体一惊 如果说龙下宣布退出人盟 长城新门新兽减少是巧合 那么 另外四座新门 同样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对方有着阴谋 会不会是新兽想停战了 先前一直猛攻天阳 是因为人族大团结 他们不得不继续进攻 韩仙灵猜测说道 他话音落下 现场又是一片安静 自从黎武斩杀破虚新兽后 一届新兽的进攻就变得很温和 不像之前那样猛烈 所以 韩仙灵的判断不是没有依据 夏颜妈撒几次掌心 不急不许开口道 不无这个可能 但我更倾向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对方在麻痹我们 倘若天阳人族对他们产生放松心理 从而减少五大防线的投入 然后再某一天 他们突然大举进攻 我们将防无可防 他的担忧 让在场之人心中一惊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天阳世界威仪 现在的天阳世界一盘散沙 各地强者纷纷自顾己身 开始创建自己的势力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 天阳世界会成为少数强者的世界 而底层舞者和平民百姓 将是他们的牛马 到时候 那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 肯定会撤回防线上的武者 想到这里 韩仙灵他们意识到 一个更加恐怖的可能 新门不进攻天阳 目的是让天阳世界内乱 人一旦没了外部压力 那么内部争斗自然而生 如果再有内奸从中挑拨 那后果 想到这里 龙下八九个高层 冷汗直流 新兽八成事改变了策略 用上了蒙蔽 分化之际 那我们该怎么办 徐北堂出声问道 他的问题暂时没人回答 众人的猜测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反而有着启人忧天的意味在 何况 一旦判断失误 龙下要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让外必先安内 我听说龙下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 有家族和境外势力勾结 意图自知 夏艳声音里压着愤怒 看得场中几人不怎么自然 爱看来是真的了 我就一句话 老子和三千万长城守卫军 在外拼死拼活 不是给几家己性当保镖 而是为了龙下百亿人的生命和前途 你们要是解决不了这些事 老子亲自带兵回来 历史已经证明 内乱的危害永远大于外敌 见他动目 一众高层压力山大 夏艳一旦发起飙 那是真会带人杀回来 老夏萧萧切 这事情我们正在处理 给我们半年时间 一定让你和三千万将士 看到一个朗朗乾坤的龙下 周政理极力劝慰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半年后 我还听到类似的消息 我就回来赶了他们 夏艳火气未消 接而又说道 你们该全力开发国内秘境了 如果开发完了 那就去国外 帮助那些弱小国家清理秘境 我总感觉 现在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 会议随着夏艳的怒火结束 龙下也因此全方位动了起来 至于他们对新门的判断 周政理等人 并没有要告诉美希他们的打算 一来他们不会听 还会嘲笑龙下 二来 马德该的扫门前雪了 他们是死士活关龙下什么事 倘若真到了新门大举进攻那天 龙下绝对不会是现在的龙下 另一边 李也率领特纵大队 第一个抵达西池城 队长 我们怎么做 是直接冲锋 还是等待其他部队 西池城外某山头 杨发青举着望远镜问道 李也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拍了拍他肩头 上头说了 我不能让你们出现意外 所以你们原地待命 哈 三个中队长同时愣住 他们五百人大牢远跑来 结果是看戏 哈什么 你们就地构筑防线 任务只有一个 让城中兄弟知道 援军来了 说着 李也拿出红色战旗 然后用柄六星长枪 将其挂上 拿着 等下用力挥动战旗 务必让城中守军看到 李也把气给了杨发青 然后和夏之翼 来到一个无人角落 准备好了吗 李也轻声问道 嗯 夏之翼有点紧张的点头 好 那我开始了 李也调出 管你去死系统面板 然后找到 功能五 属性转移 系统 我要绑定属性转移目标 丁 请牵住对方双手 与之绑定 李也微微一笑 在夏之翼紧张的神情下 握住他双手 嗯 双手突然被李也握住 这让夏之翼更加紧张 这是绑定流程 李也捏了捏他好看的手 咧着嘴解释一句 哦 夏之翼轻轻嗷了声 随后脑海便出现一道提示 请问夏之翼小姐姐 你是否愿意与李也进行人生羁绊 终生不离开他 背叛他 我愿意 夏之翼没有一丝的犹豫 非常果断地说出我愿意 好的 正在进行宇宙试约 若有违背 只怪他对你不够好 夏之翼 突如其来的转折 差点让夏之翼脑袋荡击 你是他的系统 夏之翼小声问道 可惜 他白问了 没任何提示回应他 也在这个时候 他面前出现一道金色虚影 看模样与李也一般无二 但气场极其强大 好似天上神明 问 金色虚影出现后 夏之翼体内同样飞出一道金色虚影 模样正是他自己 哒哒哒 两道金色虚影相互走去 而后跳起了情侣舞 且有歌声传来 点起脚尖 提起裙边 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 舞步翩翩 呼吸浅浅 看着两道金色虚影那天衣无缝的合作 以及耳边甜甜的情歌 夏之翼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好像被自己喂狗粮了 几分钟后 两道虚影义舞完毕 散做点点金光 接着融合在一起 然后又分出两个身影 分别是金光护荣的夏之翼和李也 刷 夏之翼那道虚影回到本体 李也那道也随之消失 恭喜 人生羁绊达成 你可获得对方属性 第89章 有一少女提灯而来 绑定结束 夏之翼意识回到本体 睁眼便看到一脸认真的李也 你在看什么 夏之翼好奇问道 李也眼睛眨巴两下 说道 嗯 你刚才笑了 很甜 哦 夏之翼离窝浅浅呕了声 继而又说道 我们该救人了 好 李也再次调出系统属性转移功能 此时 他的面板发生变化 转移对象 夏之翼 境界 脆体一翘 力量 670 体格 670 速度 670 灵性 22808000 灵力 134000 上限只比我少300 夏之翼的属性面板 让李也有点意外 他以为对方在脆体一翘的时候 属性上限也是8300 现在看来不是 丁 友情提示 提升花费为10比1 请理智消费 查看我的自由点 丁 当前剩余自由点 232434 嗯 有点少 不到24万 李也最多能加满夏之翼三项属性 先加满之翼姐姐的灵性 灵力 体格 丁 你花费57200自由点 提升绑定者5720点灵性 丁 你花费66600自由点 提升绑定者66.60万灵力 丁 你花费73300自由点 提升绑定者7330点体格 丁 当前剩余自由点 35334 回收1至4星星珠 丁 本次回收1星珠子乘3251 2星珠子乘254 3星珠子乘89 4星珠子乘387 可获得131510自由点 死亡点 请选择点数种类 自由点 丁 你获得131510自由点 加满之翼姐姐的力量和速度属性 丁 你供花费146600自由点 提升绑定者力量7330点 速度7330点 丁 当前剩余自由点 20244 很好 差点破产 给媳妇加完点数的李也 又有了送死的干劲 再也不努力送死 她的织翼姐姐 就要跟自己喝西北风了 你给我加满啊 夏之翼很震惊李也的操作 竟在自己身上 消耗那么多自由点 她作为绑定者 自然知道 给她加点的消耗有多大 李也的十倍 对啊 反正我现在 也不能升级 李也坦然说道 她现在的等级是脆体一翘 如果升到归零的话 在新兽战场的收益 会少九成 这种事 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李也清楚知道 境界低时不送死 等级高了屠伤杯 世间高级新兽就那么点 提供的点数实在有限 只能耗低接新兽的羊毛 走吧 夏之翼内心感动 但也不多说什么 以后多给她生儿子就好了 两人回到营地 李也将南弓箭给她的灵爆弹 全部交给杨发青 如果有新兽 来攻击你们 用灵爆弹反击他们就行 千万别舍不得用 你们的命比她贵多了 是 我们明白 杨发青对李也敬了一礼 保证说道 李也又看向张宝国 处长 有飞行新兽来攻击阵地 你就放狗咬他们 如果紫电烈死了 我再给你抓一只 紫电烈 狗命就不是命是吧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张宝国笑呵呵说道 皈依五峭的紫电烈 放到哪里 都是响当当的大楼 要守住他们 这个山头 简直不要太容易 刷 李也两人从原地消失 他们不会飞 但一步踏出 少数凌空上千米 嗯 走出三里地后 李也发现不对劲 那就是夏之翼的身法 比他灵动好几倍 他每踏出一步 都如蜻蜓点水 却又飞得很远 针就灵波微步 罗瓦生辰 好似仙女飞动 咦 他脚尖踏空 突然 李也看到前方夏之翼 只在松枝积雪上轻轻一点 倩影便飞出老远 而那被踩到的积雪 竟然没留下丝毫痕迹 武侠轻弓 这一刻 李也的脑袋很迷 他知道 夏之翼天赋绝伦 悟性通天 但从来没想过 如此逆天 夏之翼回眸一笑 不是武侠轻弓 而是身法真意 啥 听到这话的李也一个猎解 差点摔进山林里 身法真意 脚不沾沉 踏雪无痕 夏之翼又补充一句 听得李也直接自闭 身法真意 和武道真意一样 需要真灵境才能领悟 且对领悟者要求极高 必须学会八星身法灵记 才能领悟出身法真意 可现在的夏之翼 显然没学八星身法灵记 突然 李也想到了什么 难道跟名字有关 知义知义 明彻天意 李也李也 山中绝也 对 肯定跟名字有关 李姓少年这一颗悟了 自己蠢跟他没关系 跟名字有关系 所以 要不要改个名字 比如叫李 聪明绝顶 星火燎原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前方夏之翼娇喝一声 灵速仙灯飞离他掌心 悬浮在数百星兽头顶 李也抬头一望 只见那灵速仙灯 飞出两道火龙 席卷下方星兽而去 哄 烈焰燃烧 炙烤大地 赤红火焰席卷之处 必有星兽与命当场 法宝之威 夏之翼施展的手段 明显不是灵技 而是灵速仙灯自身的伤害 好 突如其来的攻击 惹怒周围 几头玉空星兽 他们咆哮着 冲向夏之翼 让我来 在夏之翼指尖泛着荧光时 李也一步冲到他前面 挡在几头玉空星兽面前 嗯 我先进场了 夏之翼速守一招 释放火焰的灵速仙灯 回到他手中 接着他提灯前行 一路释放火焰 西池北门城墙 十几万龙下将士 再次浴血奋战 打退一波又一波的新兽 援军到了吗 江南第三位 都尉 孙琪一身是雪 问向副官 只有一个大队到了 还被挡在城外 副官回到 什么 才来一个大队 剩余的五十万五安军呢 被拦在八百里之外 预计需要三十六个小时 才能冲破阻击 他奶奶的腿 那这个大队 是怎么冲过来的 他们今早从江安出发 横川新兽战场而来 什么 今早出发的 现在就到了 而且还是横川新兽战场 他们怎么做到的 孙琪满脸的不可思议 一个大队 竟然能横川新兽战场 怎么看都觉得匪夷所思 副官笑了笑 因为这支大队 是五安卫直属大队 名叫特纵大队 啥意思 他们的队长是李也 卧草 听到是李也来了 孙琪忍不住卧草一声 难怪能横川战场 对 快看那里 正当他震惊之时 副官发现 寿朝后方有着异常 孙琪抬眼望去 随即看到一团火焰 在战场上纵横 烧死烧伤无数新兽 等到那火焰在静歇时 他们只见一少女提灯而来 第九十章 五星 阵法治愈师 援军 援军来了 确认那团火焰是人所带来的后 孙琪灵力裹着声音 对全城军民放声大喊 紧接着 广场大屏幕上出现特纵大队的画面 画面里 杨发青奋力挥动着龙下战旗 与西池城遥遥相望 援军 真的是援军到了 兄弟们杀 守城将士看到龙下战旗后 有所低迷的士气瞬间拉满 什么腰酸背痛一扫而空 状态全满砍杀当面之敌 好 把那人足少女杀了 兽朝中心 指挥进攻的龟一蹊跷心兽怒吼一声 派出两头龟一心兽杀向下之意 老兄 我们去拦住那两头龟一心兽 孙琪见此 立刻联络江南第四位都尉 向着两头心兽杀去 好 第四都尉应答一声 从灵能合金城墙飞出 可他们俩还没靠近心兽 就有一身影抢了先 并施展了强大灵击 看清那人样貌时 两人同时大喜 李也 关于李也的战力有多强 江南总指给他们的信息是 真灵之下第一人 而现在的战场 不见一头真灵心兽 等于是说 李也是此处战场上的绝对王者 你们的对手是我 李也一记点仓 成功拦住两头龟一心兽 人类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两心兽被点仓命中后 瞬间消掉一半防御 且有持续伤害 在不停消耗护盾 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刷盾 没见过持续伤害的灵技啊 李也横剪于身前 眼神嘲讽 看着两心兽 找死 两兽同时怒叫一声 区区八千左右的属性 也敢叫板一万九 简直不知死活 八心 寒冰找 冰原蜥蜴一找挥出 随即前方空间出现 一蓝色巨型冰爪 此找所过之处 空气中的水分 被冻成冰茶子 纷纷洒洒落向地面 点仓 李也施展点仓 消耗冰找大半伤害 接着一个侧身 勘勘撞在冰爪之上 丁 你被七星 归一三翘 冰原蜥蜴击杀 小小人类 不堪一击 这下不得乖乖进入我腹中 一招击杀李也后 冰原蜥蜴放声大笑 而一旁的七星 沿途穿山甲 却是满头疑惑 兄弟 你迷惑了 他只是受了点伤 并没有死啊 沿途穿山甲尾巴 抽了抽冰原蜥蜴说道 什么 他不是死 冰原蜥蜴还想说 李也不是死了吗 可在看他时 那人族少年竟然露出一个诡异笑容 渗得很 你看 我就说他没死吧 这次让我来 说着 沿途穿山甲滚成一个球 悍然对李也撞去 八星 沿途风火轮 变成一个球的沿途穿山甲 在空中急速旋转 摩擦造成的热量 真就把它变成了火球 风原神将 出来 穿山甲来势汹汹 李也很难做到重伤死亡 不得不叫帮手 风原神将出现后 他手中战刀一把 十星 风原三风刀 风原战刀自下而上斩出 随即飞出三道月牙刀刃 分别斩向冰原蜥蜴 沿途穿山甲 以及炮灰兽群 不好 冰原蜥蜴大惊 他没想到 李也有如此强大的御灵 面对突然的发难 有些应接不暇 砰 他被刀光 击飞数十米远 砸死好几头低级兴兽 咔咔咔 进攻中的沿途穿山甲 有着什么防御手段 遇上刀芒时 不仅没被打飞 反而将刀芒伤害消耗一空 继续撞向李也 而第三道刀芒 在进入兽群当中后 一路势如破竹 击杀不下摆头新兽 砰 也在这个时候 李也被掩土穿山甲撞飞 死在百米之外 冰 你被七星 归一四翘 沿途穿山甲撞杀 死法新颖 获得死亡点乘53 自由点乘458 修为点乘17845 七星灵际珠乘3 八星灵际珠乘1 八星明物丹乘1 十星 穿山甲祖传宝甲 元灵甲乘1 卧槽 中大奖了 李也万万没想到 沿途穿山甲 竟然来自新兽家族 只有新兽家族 才会有传承东西 比如 那什么蛤蟆的玄冰盾 而那幽名巨猿没报传承 只能说 他是草根崛起 没有抵御 风云神将 活捉那穿山甲 复活之后 李也立刻提醒风云神将 真怕他一刀砍碎了元灵甲 好的 老板 风云神将见多识广 自然也看出了 沿途穿山甲的异常 所以 他先是一招了结冰原西翼 然后来到穿山甲面前 走你 一脚踢飞 还在旋转的沿途穿山甲 接着右手横刀 左手掐绝 风云杀阵 开 随着阵法开启 战场之上出现一座银色龙卷风 不停吸卷周围新兽 然后将其磨豆子般 磨成血肉之磨 而沿途穿山甲 被卷入其中后 不停打着转 一点点消耗他的精气神 好 龟一石翘的玉灵 兽朝中心 龟一七翘的水灵鳄 神色凝重 突然出现的风云神 将让他感到棘手 好 天合 龟一一集合 没的办法 单打独斗没一头新兽 是风云神将的对手 他只能发动兽朝战术 车轮战把对方拖死 随着他的吼叫声传出 分布在西池城各个方向的天合 龟一新兽 全部集合在水灵鳄的身边 李也见此 脸上立刻笑出了花 很好 134天合 十八归一 只要死上一轮 绝对小复一波 清点完新兽 李也拿出灵灵手机 拨打成内电话 我是李也 请转告孙都尉 叫他做好反击准备 另一边 夏之义一路纵火来到城墙之上 看到满身是血的孙琪后 问道 你不伤员在哪 听到问话 孙琪惊喜反问 你是治愈师 夏之义请手清点 淡然回道 五星 阵法治愈师 什么 听到这个回答 孙琪惊呼一声 不仅他如此 旁边听到这话的将士 皆是投来震惊目光 治愈师分两种 一种为普通的治愈师 能单一治疗伤员 还有一种则是镇法治愈师 这类治愈师不仅医术高超 且能布阵群体治疗伤员 故而在治愈师里少之右手 每一个都是灵武者的宝贝疙瘩 再说职业星级 一星 镇法治愈师 一次性可治愈一千零五脆体的伤员 两星则是人数加一千 治疗等级提升一个境界 所以 五星 镇法治愈师 一次性可治愈五千人 且最高能治愈天和武者 故而孙奇他们在听见夏治愈说自己五星 镇法治愈师后 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孙奇震惊过后 立刻对副官喊道 王副官 快带这位治愈师前往伤兵点 是 王副官激动领着夏治愈前往伤兵点 很快 两人来到满市伤员的西池第一院 第九十一章 治愈镇法 夏治愈来到第一医院 入演的就是一顶顶帐篷 排满了医院内外 以及临边马路 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护士 忙碌穿行在各个帐篷当中 王副官 请安排一块空地起阵 夏治愈神情低沉说道 好 您跟我来 王副官点头 而后领着夏治愈来到医院旁边的公园 夏治愈巡视一圈 选择公园中心广场起阵 王副官 请安排中青伤员来到这里 是 王副官离开后 夏治愈左手一番 随即有八颗五星空白珠子浮空 而后见他右手掐出剑指 对其中一枚空白星珠 轻盈舞动 顺时 剑指之上出现蓝白灵光 明亮而温和 天斗星象 太速灵芳 天已其黄 去我商压 灵 以指为笔 浮空落阵 随着他的指尖挥动 空白星珠上出现神秘玄奥的符文 且泛着金色青灰 哇 在这颗星珠最后一道符文落下时 穹顶之上突然冲下一道银白星光 与之形成连接 这 这一幕的出现 将在公园休养的商员 经得目瞪口呆 他是怎么做到的 凌空客服不算 还能在白昼调动星力 不知 但我能肯定 他是一位极其强大的阵法师 星级至少达到五星 思纳岂不是国宝级阵法师 嗯 龙下明面上的五星阵法师 只有十人 而他未在此列 应该是秘密人员 可是 他一个阵法师 为什么来这里 不应该去前线布置防御法阵吗 那就不知道了 大人物从来都是高来高去 其想法更是无法琢磨 你们说 他会不会是一名阵法治愈师 不可能 龙下从来没说过 有五星 阵法治愈师 若是真的有 也绝对不可能以身犯险来到这里 就是 五星 阵法治愈师 用句战略人才来形容 都不为过 在商员们讨论分分钟 夏之义将手中八颗空白新珠 一一刻画完成 随后他束手一挥 八颗符纹闪耀的珠子凌空而起 飞向广场八个不同方向 哇 八珠凌空来到指定区域后 周遭空间猛的一阵 接着八珠之上的符纹交织呈现 地面一时出现一个巨大心芒法阵 接着 阵中夏之义右手一抬 以天为指 以指为笔 灵光从指头之上汹涌而出 空气中 随着他手指动作而出现一道符纹 待到符纹成形 他娇喝一声 天斗心力 降 哄 他话音落下 穹顶之上似有所感 降下大片轻盈心灰 这些心灰聚拢在阵中之后 被八颗阵法新珠转化 成了浓郁的治愈能量 我 看到那浓郁到不像化的治愈能量 周围伤员再一次目瞪口呆 真的 五星 阵法治愈室 这一刻 所有人的内心都在翻江倒海 被下之意强大的阵法能力 震惊到不能说话 恰在这时 王副官带着带着不少青伤员来到公园 然后就看到公园广场上的巨大阵法 就 好了 看着运行不止的阵法 王副官声音喃喃 还揉了数次眼睛进行确定 真好了 确认无误后 他的震惊程度比那些围观伤员还大 据他所知 阵法治愈师刻画阵法时 需要不停恢复灵力 因为每一笔的符文刻画 都要消耗巨大灵力 且阵法等级越高 消耗越大 因此 阵法的构建是非常缓慢的 半分钟后 王副官来到阵法边缘 然后又被他的心急给吓到了 他起先以为 下之意叫他去集合青伤员 是准备建造一二星的治愈阵法 可哪能想到 他竟然建立起了五星治愈阵法 且用识不到一小时 这是五星阵法治愈师 五星阵法师 能在一小时内 建立一座五星治愈阵法 他读书多 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最低也要经过一个月的认真打磨 才可能建造出来 哦 也许是他提前准备好了阵法新珠 现在只要激活就行 王副官 请安排中青伤员 进入阵中治疗 下之意离开治愈阵 走到脸上不停变化的 王副官面前说道 好 辛苦了 王副官回神 对下之意进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而后对在场伤员喊道 所有人有序进入阵中治疗 治疗结束后 立刻返回自己单位 是 在他的命令下 靠近阵法的伤员 缓步进入其中 随后就有浓郁的治愈能量 进入体内 这些治愈能量进入身体后 先是在灵体游走一番 修补上边的创伤 然后由内到外 开始治愈身体 这 有个肚子开了口的伤员 他刚踏入阵中不到一分钟 便感知灵体被修复到了 死了 撕开伤口上的绷带 随即看到伤口止住流血 接着传来一阵痒痒的感觉 然后肉眼可见地开始结巴 五分钟后 他手指在黑褐色的血架上轻轻一弹 那三寸来长的血架随之掉落 露出完好无损的肌肤 好了 该伤员难以置信 看着这一幕 他是轻伤员没错 可是 以往同级别的伤害 在治愈师的治疗下 需要一天才能恢复 现在 十分钟不用 嗯 就在他愣证的时候 又发现了不对劲 我的旧伤正在被修复 他发现 从前因战斗留下的旧伤案集 也在这一刻 开始被滞留 又过了半小时 他呼出一口浊气 精神饱满地站了起来 秀 就在他要准备离开的时候 阵法向他射出一道金光 然后 他有所亏空的灵力 被瞬间补满 这一刻 他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只知道 龙下有个非常强大的阵法治愈师 那种阎王来了 也掰不过手腕的治愈师 阵中陆续走出状态满满的伤员 看得王副官呆呆愣愣 感觉怎么样 他拉住路过身边的一个军官 急声问道 报告 感觉非常良好 状态比负伤之前还好 该军官激动回道 而后又对一旁的夏志愈敬礼道 感谢长官出手相救 卑职这就去杀敌 说着 该名军官气势如虹 冲向城墙 夏志愈短暂观察阵法效果后 他对王副官说道 我们去医院 是 重新返回医院后 夏志愈叫人拆掉停车场的帐篷 而后当着王副官的面 再次建造治愈阵法 阵法完成 王副官实话当场 而后风风火火找到孙琪 第九十二章 主星事件 王副官找到孙琪后 急声道 独尾出大事了 见他如此 孙琪眉头一凝 什么事 那五星 阵法治愈师不是五星 王副官一脸紧张说道 哦 不是五星 那一二三四星都行 你紧张什么 孙琪无所谓说道 五星阵法治愈师 他都不知道龙下有没有 但准五星 他是知道有的 所以 夏志愈在说自己是五星 阵法治愈师时 他默认为四星半 不是啊 是那位治愈师的能量超出了五星 他建造一座五星治愈阵法 用试不到一个小时 而且是现场打造的 你看 则说着 王副官手指 分别指向医院和公园 顺着他手指看去 孙琪便看到那两处地方 出现心灰光柱 显然是有阵法 在汲取心灰之力 而那落下的心灰浓度 无限接近六星阵法标准 卧槽 真出事了 看到这幅景象 孙琪一颗仙狂跳 那可是准六星 阵法治愈师啊 恐怕整个天阳世界 只此一人了 现在 如此人物却出现在被困城市 万一 出现什么闪失 把他孙琪毙了 也不能赎罪 快快快 把老子警卫叫上 你亲自带队保护他的安全 要是对方少一根头发 我特么先毙了你 然后自杀 孙琪疯狂拍着王副官肩头 声音都有些结巴说道 是 王副官进了一里 火速带上四五十玉空武者 向夏制义方向飞去 我的姑奶奶啊 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这一刻 孙琪内心无比恐慌 夏制义给他的压力 比城外数百万的新兽还大 这种国宝级的阵法治愈师 价值不是一两座城市 和两个卫团所能比拟的 可以说 只要有他在 江右战场的伤员可以减半 医院的治愈阵法建造完毕 那些重伤员纷纷送入其中 然后许多背下病危通知书的伤员 被阵法硬生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大人 他们要多长时间能治愈 王副官看着数千重伤员问道 夏制义观察一阵后 说道 一到五天便可完全恢复 那就好 那就好 这个回答超出王副官的预计 治疗阵法治愈面积广 但效率肯定比不过单一治疗 比如现在 夏制义看到一名生命垂危的重伤员 他手中灵速仙灯朝前一挥 降下一道治愈星光 接着那重伤员的生命体征得到稳定 然后一点点恢复伤势 稳住那伤员的伤情后 他又调动灵速仙灯 抢救其他伤员 真不愧是准六星阵法治愈师 只要有口气在 就死不了 王副官内心感叹 看着这一幕 他敢说 此次救援他们的不是人 而是神 李也和夏制义两人 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夏制义在这里救治伤员 李也则在城外镇压上百高级星兽 人类 你怎么打不死啊 战场外围某地 水灵鹅眼神惊恐看向李也 过去的两个小时里 他率领一众高级星兽 相继围杀李也上百次 可不管怎么将他斩杀 最后他要么完好无损地回来 要么轻伤回来 要么就是重伤回来 反正就是不死 打到最后 只剩他一头星兽还活着 你不是说了吗 打不死啊 李也咧嘴说道 你到底是人是鬼 是神是仙 听见李也承认自己打不死 水灵鹅惊恐万分 他活了上百年 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会打不死 李也妈撒下巴 缓声说道 姑且算个人吧 水灵鹅 觉得这个问题他白问了 对方也白答了 李也没管他在想什么 意见抵在鳄鱼头上 我来问你 秘境里面 还有没有真灵新兽 有 水灵鳄鱼肯定回道 嗯 很好 得到想要的答案 李也脸上笑容又灿烂几分 接而问道 里面还有多少真灵新兽 还有 那什么轻毒 葵胶 为什么有实心灵迹 我回答了 能不杀我吗 水灵鹅流着 鳄鱼眼泪问道 碰 李也没回答他 意见 忽在他脑袋上 打得水灵鹅眼冒金光 眩晕上头 跟你说个事 我问问题的时候 你别反问 容易挨打 五 大鳄鱼低声乌液 泪水狂飙 这人类一点规矩都不讲啊 哪个反派要死之前不问这么一句 你不答应就算了 还打鳄鱼 呜 碰 在他泪流不止的时候 脑袋上又挨了一剑 哭你妹啊 收起你的眼泪 老实回答问题 如果答案让我满意 会让你跟在我和知义姐姐身边的 真的 听到这话的水灵鹅当即不哭了 一脸惊喜问向李也 于是 碰 他脑袋又又若挨了一剑 都跟你说了 别他妈反问我 容易挨打 怎么就记不住 我 算了 毁灭吧 水灵鹅这一颗欲哭无泪 这个人类 简直没一点人性 平复情绪之后 水灵鹅说道 我们那还有很多真灵散兽 他们不听幽名巨猿号令 各自躲进小秘境里 对此 幽名巨猿也没太过压榨他们 只要不搞事情 分上一两个五六星的秘境是没问题的 至于轻毒娇魁的十星灵迹 那是他参加星斗场获得的奖励 等等 秘境星斗场是什么意思 李也打断水灵鹅的讲述 抓到对方话里的重点 天阳世界有很多秘境 但从来没听说过 秘境之内还有秘境 而星斗场 李也更是首次听到 水灵鹅眨巴两下眼睛 然后眼神有点高 果然是秘境里的土包子 没一点见识 碰 他的眼神换来一记挨打 请注意你的眼神 小心我抠出来当泡彩 继续回答问题 李也扬起重天茧 狠狠瞪着水灵鹅 对此 弱小无助的水灵鹅 还能怎么办 只能继续回答问题 我们那里有很多秘境 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个 听此 李也眉头一鸣 天阳世界是你们的秘境 难道不是你们 是天阳世界的秘境 而他的话也让水灵鹅一愣 啊 你们这里也有秘境 哼 李也哼了声 而后抬头道 不仅有秘境 还有五座新门 水灵鹅听后一惊 什么 嗯 你为什么这样震惊 鳄鱼的表现 让李也非常疑惑 对方好似听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过了好一会 水灵鹅声音南南道 原来这里是主星世界 难怪有那么多真灵人类 第九十三章 攻守一行 水灵鹅的喃喃细语 听得李也满头雾水 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李也再次将重天简 抵在水灵鹅脑门上 身上的杀器 通过他直奔水灵鹅天灵盖 水灵鹅无视头顶杀器 认真问道 你们这里的人族 是不是没统一过 这次李也没捶他 反而回到 建立一个同盟算统一吗 不算 水灵鹅摇头 而后说道 必须像我们那里一样 尤其只有一个王 才叫世界统一 同盟不算 不统一有什么影响 每个主星世界 都有一个新斗场 但有个开启条件 那就是 世界达到百分之九十的统一度 否则只能算作秘境 如果统一度达到百分之一百 那么通往世界的通道 便会升级为新门 我们巨猿世界 便是只差百分之十 就完全统一的主星世界 所以让你们误以为 也是一个秘境 另外 只有主星世界 才会有秘境 秘境是不会诞生秘境的 李也听后若有所思 现在看来 天阳世界外边 有着六个主星世界 就是不知道 他们那边是不是也是联通的 我来问你 你们那 能不能前往别的主星世界 能是能 但我们那比较偏僻 只有一座新门 且还是对立关系 所以目前还没有出去过 哦 难怪你们没有破虚新兽 原来也是个废渣事件 再说一下新斗场是什么 鳄鱼撇撇嘴 武士不笑百步 嘚瑟个什么鬼 新斗台 顾名思义是个擂台 可在上边挑战 其他主星世界的强者 赢了以后会有新冠刺服 随机增加属性 或者灵际等级 运气好的 还能获得本命物品 轻毒葵胶的实心灵际 就是从那里获得的 他也为此受了重伤 李也汉手 又问道 输了有什么代价 输了等于死了 两个世界 也会因此连接新门 不对 我们这个世界没统一 也没人上新斗台 为什么还连接了新门 可能是因为 你们世界处于天阳系中心吧 水灵鹅弱弱说道 他能知道这么多 全因为新斗台 每天都会更新各种信息 且有张地图 天阳世界的位置 就在地图中间 但显示的信息 却是八星秘境 不过这个八星秘境有点强 比巨猿世界 另一个八星秘境强太多 难怪自己这些新兽拿不下来 所以 新斗台也是坑爹货 天阳系中心 李也人妈了 说是天阳系中心 实则与块大肥肉 有什么区别 是 水灵鹅拼命点头 然后可怜巴巴望着李也 希望他能信守承诺 放自己一条活路 嘿嘿 你既然这么听话 那我就将你留在身边 谢 点仓 水灵鹅还没来得及开心 脑袋就被冻穿 体型这么大 可以给知义姐姐 做很多包包吧 李也拿出一把锋利匕首来 然后开膛破肚 分割鳄鱼皮 叮 战斗结束 你此次被134天核心兽 18归一星兽轮杀一次 共获得死亡点成7154 自由点成42924 修为点成145739 杂物兑换自由点成7894 六星灵骑珠成249 七星灵骑珠成98 八星灵骑珠成9 八星鸣物丹成6 嘿嘿 一波报复 八皮结束 李也咧着嘴角返回战场 数百万星受在丧失一百多大佬后 心底开始发慌 而后开始胡乱撤退 马德 别让这帮出声跑了 看着溃退的兽巢 孙奇高举战刀 从城头一跃而起 冲向兽巢中心 杀 没了天河星寿后 八九十万将士如猛虎出闸 纷纷跳出城头 开始追击星寿 追击战从上午时分 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 追出三百里远才结束 沿路上是各种星寿的尸体 横七竖八扑了一地 夜晚 李也来到特纵大队的营地 全队都有 协助友军收割零肉 新朱 此时 特纵大队五百余人 各个情绪低落 一天下来 除了看戏 就是看戏 不然就是手里的灵包弹舞了又舞 举了又举 始终没有扔出去的机会 那帮新兽在看到山头 有个皈依欲售后 不管是在围攻西池 还是逃跑撤退的时候 都直接无视他们 是 五百来人 除了后勤处的几个 其余人皆是有气无力地回了生 而后稀稀拉拉前往战场 翻找新兽尸体 江南军区第三位 四位 孙琦 朱峰 感谢李校尉的支援 孙琦和第四都尉 朱峰找到李也 同时对他敬礼感谢 客气了 李也笑容自然回应 看着没有丝毫锐气 以及傲慢的李也 孙琦两人忍不住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眼中 看到欣赏之色 龙下虽然一直猛抓 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 但不少天赋好的学生身上 多少有些毛病 比如藏在骨子里的傲气 无论怎么藏都藏不住 李校尉 现在稀释困局已解 你有什么打算 孙琦问道 李也眨眨眼 这就好了 对 你斩杀上百天河 龟翼新兽 使得数百万新兽群龙无首 他们短时内 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 朱峰钦佩说道 先前 两位高层被天河 龟翼新兽压着打 可当李也来了后 一百多的高阶新兽 半日便死绝 这种战力 已在龙下第一梯队 和几个军区统帅相当 哦 那你们什么打算 李也自由度极高 几乎没人管他 所以 解决西池危机后 他还真不知道要去干嘛 准备与武安卫 何谓他们面前的新兽 孙琦目光灼灼说道 听此 李也眼神一亮 问道 攻守一行了 哈哈 不错 起码我们西池战区形势逆转了 孙琦朗声笑道 李也咧嘴一笑 好 那特纵大队跟你们一起 一听这话 孙琦两人同时握住他的双手 好 第九十四章 乾隆藤渊 将右战场总指挥部 报告 李也孝位于西池战场 斩杀一百三十四头天河新兽 十八头归一新兽 迫使西池兽朝撤退 随后我军第三 第四两位 乘胜追击三百余里 斩杀新兽上百万 完全解除西池危机 通信兵在收到孙琦和朱峰的联名报告后 激动向韩仙玲等人报告 这么快 韩仙玲他们听此消息 脸色皆是出现意外之色 但他们预计 西池兽朝 至少要持续一个礼拜 才可能撤退 现在只是一个白天 便将新兽击败 最关键的是 一百三十四头天河新兽 十八归一新 兽被杀 等于这只新兽剑制被打散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成不了气候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多高级新兽 哪怕是我也不可能 坐到全歼 韩仙玲笑着问向在场之人 不知 他的身上到处藏着神秘 就说他的那些石心灵迹 以及玉灵 风源神将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的 别在意这些细节 我们只要知道他大胜了就行 至于过程 没必要细究 也是 那小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能更改灵能手机的权限 他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只能干瞪眼 对了 孙琪上午传来消息 说他未婚妻是明准六星 阵法治愈师 这是 你们怎么看 这时 李信想起夏之义的事情说道 这 四五个高级将官面面相去 他们没亲眼看到 一时也不好做出判断 别这样那的 他是五星阵法师肯定没错 否则那颗灵能炸弹怎么来的 另外 身兼治愈师也不无可能 关于他的情况 我了解一些 那就是移动的灵能图书馆 各种灵能知识信守拈来 比这灵科院的院士 还强 还全面 韩仙玲说道 他开完高层小会后 特地查了夏之义的情况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过去三年里 他将灵能图书馆的书籍 看了一个遍 且对那些东西 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论坛上发布了上百篇 高质量的论文 其中 还对灵科院的数项成就 进行了论证和纠错 但是 他一个普通人的论证和纠错 被当作哗众取宠 根本没人理会 而最近这几天 那些老学究们 发现自己的项目出了问题 与夏之义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 正在网上疯狂editor 希望他能露面解决那些问题 奈何人家被冷嘲热讽后 再没登过那个账号 只顾潜心学习 你没开玩笑 韩仙玲的话 李信他们很难相信 一个刚成年不久的小女娃 灵能知识超过灵科院的院士 这不天方夜谭吗 韩仙玲轻轻一笑 没有 你们要相信一句话 那就是在天赋面前 一切年龄和努力都是笑话 天阳世界的灵能事业 才发展百多年 一个天之骄子 用三年去学完 很正常 众人无言反驳 你特么说的好有道理 但为什么这样扎心 报告 李也校尉发来绝密消息 在他们暗自神伤的时候 通信兵再次起声报告 知道了 韩仙玲随意回了剧 而后拿出自己的手机 查看李也发来的消息 当他看到关于主星世界和星斗台的消息 脸上不由出现震惊神色 过去一百多年里 他们不是没拷问过新兽 奈何得到的消息永远是 我们是强大的兽族 必定会战胜你们这些卑微的人族 慢慢地 人类对拷问新兽的事情失去兴趣 只是拼了命地杀新兽 掏珠子 这也不怪他们 低级新兽想说 却不会人话 而高级新兽 难抓又不好拷问 乃像李也那样 用一句我打不死 能下到水灵恶心慌 你们看看 韩仙林把手机递给众人 而后思考对策 李信他们得知此消息后 内心意识翻江倒海 原来新门之后是统一的大世界 还有星斗台进行格斗 难怪自己这边的人老打不过新兽 感情人家凝成一股绳 想怎么抽自己 就怎么抽自己 所以新门退兵 意在让我们内乱 徐北堂后怕说道 这还真应验了夏宴的话 对方不打天阳世界 目的就是让他们内乱 从而永远无法统一 无法激活星斗台 不只是内乱 还有趁乱打劫 如果天阳人族内战 他们肯定会大举进攻 然后占领天阳世界 韩仙林神色严肃说道 徐北堂后背一函 说道 那我们要不要听李也的建议 我认为可行 寇可来 我亦可往 幽冥巨猿想占领我们龙下 那么龙下就要他整个世界 李也在消息最后建议 趁着幽冥巨猿重伤之际 龙下集合重兵 猛攻对方世界 将其当作龙下的大后方 当龙下有了一个独立世界后 那么尽可攻击星门 退克以天阳世界为纵身 节节消耗星门世界的力量 我赞成 从目前局势上看 天阳世界迟早要沦陷 我们倒不如另辟蹊径 占领一个独立世界 何况 巨猿世界的实力 似乎已不如我们 好多天 没派真灵星寿了 九黎统帅翁生说道 之后 李信等几个战区统帅 也赞成李也的建议 韩先灵 既然这样 那就通知政务院 和长城那边开会吧 于是 龙下最高层 再次进行了一次小会 而这次的会议 在后世历史上 被称之为 乾隆藤渊 次日 西池城 经过一夜的打扫和休养 江南第三 第四两位做好了反攻兴兽准备 总指命令 第三位 第二军 第四位 第一军 留守西池城 两位其余部队 从东西两路出发 对西 568区域兴兽发起进攻 在此 望重将士同心陆立 奋勇杀敌 杀光一切来犯之敌 孙奇战立城墙之上 高声宣读江佑总指的命令 同心陆立 奋勇杀敌 同心陆立 奋勇杀敌 数十万将士举刀大喊 气势如红 冰封之锐利 直冲云霄 出发 孙奇一声令下 数十万将士 踏着威武步伐 浩浩荡荡荡 向八百里外奔去 第九十五章 反攻 西 568区域 告诉将士们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黏着 老子就一句话 拖到友军到来 江南武安局总长 赵兴吃着油条 豆浆 声音粗犷 对梁民国说道 是 被知明白 梁民国敬了一礼 而后黑黑坏笑 抢走赵兴面前的肉包子 卧槽 老子还没吃呢 你饿死鬼头他啊 看着空空如也的 折叠餐桌 赵大总长 对梁民国骂骂咧咧 总长 我工资 都被你扣光了 还不许多吃几个包子 梁民国边跑边 回头说道 且还不忘记 往嘴里塞包子 嗯 模样有点滑稽 没一点 作为江右局长 该有的形象 赵兴无语 然后手一抬 来啊 记下他刚才抢的包子 来年从他工资里扣 是 秦武斌憋笑拿出个小本本 然后翻到梁民国的那页 写下这么一行 新便利159年12月某日走 梁局长抢走铃肉包子五个 价值500块 从此行网上看 还记着密密麻麻的账 什么梁局长顺走一包烟 一瓶酒 一只烧鹅 一个打火鸡 几包辣条 几颗糖等等都有记载 并且还标注了价格 如果翻到其他页面 则是其他局长的各种签账 上到新猪 下到肉串 都清楚记着 唉 你说我每月工资 为什么不够用 还不是被这群混蛋给耗没了 再这样下去 非得跪西夫面前要钱花 赵新无可奈何说着 别人都是手下孝敬自己 他这里倒好 全都逮着他一人耗 都快耗吐鲁皮了 呼 一阵冷风袭来 头顶西松的头发被吹起 露出一块绝顶 有点达文西的味道 梁民国跑出梁里地后 给各个部队 下达新的作战任务 然后悠闲吃起了肉包子 那小子也不知道到哪了 必须跟他说一声 别特娘的胆敢 特纵大队昨天的战报他看了 全员无一人受伤 更无一人死亡 各个好得很 并且还斩杀了150多的高级新兽 可这是他想要的吗 他想要的是 李也带队冲锋啊 而不是带队捡珠子 人在哪呢 拨通电话后 梁民国声音不愤问道 凤翔号上啊 怎么了 李也随意回道 我是问你位置在哪 哦 到目的地了 都看见新兽了 小子 我跟你说 你今天必须带队进攻一次 不然扣你工资 啊 我有工资吗 都没领过 你还没满月 去哪领工资 哦 我知道了 那等会一定带队冲锋 这还差不多 挂了 通话结束 李也杂杂嘴 觉得该敷衍一下上边了 他看向做休息室里的夏之一 问道 你那个阵法真的可行 夏之一玩二 可行 我论阵过了 啊 能不能给个准确数字 你上次说炸弹有效伤害一千米 可实际效果达到三千米 差点把赵都军他们埋了 是一千米啊 只有千米内的伤害达到五星标准 一千至三千米是递减伤害 没到标准数值 呃 李也不说话了 好好好 这么计算的是吧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一进一出的时候 出 可以不做数 见李也郁闷中 夏之一嘴角微泵说道 我昨晚将第一灵技升级到了三星 动名之下的新兽 无法破防 所以 特纵大队可以冲阵了 这么快 夏之一的话 李也很是惊讶 他的第一灵技前两天才二星 可万万没想到 他能在一夜之间提升一星级 夏之一捋了一下并角的发丝 贤静说道 灵速先登内部的时间流速达到三十倍 且会因我境界的提升而加快 我用三十万的时间提升灵技一星级很正常 这么厉害 李也突然觉得 虫天俭不香了 他除了重以外 只剩是零 功能单一且弱小 还好 灵速先登是一剑法宝 不能近战攻击 这是他的弱势 哦 对了 这东西给你 李也右手一翻 掌中出现一件荧光闪烁的灵甲 正是那穿山甲的祖传之物 圆灵甲 臭 不要 夏之一看了一眼圆灵甲 鼓鼓囊囊的 没有一丝艺术美感 这对学霸大佬来说 实在是太痛苦 嗯 李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但圆灵甲 也确实是丑 系统 能不能改变一下风格 丁 手工费十万 自由点 死亡点 修为点 请选择消费点数 嗯 修为点也能消费了 丁 理论来说 你的所有物品都可以消费 好吧 我选择修为点 丁 扣除十万修为点 请选择改良款式 导到我手机上 李也没有选 他觉得自己的审美 肯定不如夏之一 丁 导入成功 选一个喜欢的款式 我能改 夏之一浅浅一笑 而后在手机上翻找起来 半分钟后 他选了一款华夏风的盔甲 一款银甲配飞渔服的 现代风盔甲 好 李也将圆灵甲 收回储物空间 再次拿出来时 以变成夏之一想要的款式 而后他笑着 换出灵体 将新的盔甲装备上去 好看吗 换装以后 夏之一在李也面前 转了一个圈 飒爽而灵动 好看 剪裁合体的盔甲 穿在他身上 飒爽英姿里透着柔情 柔情之内有着英气 有那木兰之姿 红裕之景 嘻嘻 最简单的回答 却也是夏之一 最想要的回答 绝世容颜上 忍不住笑出了花 见到如此名艳动人的夏之一 李也很想说一句 众里奄然通一股 人间颜色如尘土 但他不敢说 说了学渣人设就崩了 也不好解释 因为这一句 天阳事件没有 两人离开休息室 来到指挥室时 杨发青三个中队长 立刻挺身站立 而后眼巴巴看向李也 今天的歼灭战 他们真不想干收拾的活了 都干嘛 搞得我欠你们钱一样 东西练化了 等会有硬仗要打 李也放下一堆六星珠子说道 看到满桌的六星修为珠 几个大队长眼神放亮 这么多 足够他们升到归零满级了 以后我每天提供二十颗修为珠子 争取全队满级归零 只有你们的命运了 我才能随便浪 李也说完 也不顾几人的欣喜神色 和夏之一走向驾驶舱 找到好整以侠的张宝国 李也递给他两颗珠子 看到手里珠子的等级 张宝国双眼一凸 七星 嗯 每颗有十万修为点 能助你到育空境 嘿嘿 那我就不客气了 张宝国拿着珠子 喜滋滋回到后勤舱 准备突破到育空级 时间来到上午十点 第三和第四位 完成对西五六八区域新兽包围 只待命令一下达 他们就要灭了前边的百来万新兽 吹响江右战场的反攻号角 第九十六章 维杀兽朝 哒哒哒 上午十点零八分 赵新 孙琪 珠峰三名都尉 同时抬着左手 目光紧盯上面的手表纷针 他们能否扬名立万 就看今天这一波 为了鼓舞龙下民众的信心 龙下两院同时命令电视总台 对此次大围剿进行现场直播 因此 三位各将官的灵能手机 全部开启了直播功能 稍后 电视台会根据他们的画面 进行实时剪辑 而此时 电视总台画面 正是赵新三人看表的画面 随着滴答滴答声音传出画面 龙下百亿国民 皆是进入紧张情绪当中 不少人的手心都攥出了汗水 当指针即将抵达十点十分的时候 所有人的紧张情绪来到至高点 打打打 定 进攻 三块手表的纷针 同时跳到十分上面 赵新三人 一时一口同声 下达进攻命令 羞羞羞 进攻命令下达 各个军团的重炮阵地 同时倾泻炮弹 对包围圈里的新兽 狂轰烂炸 好 组织队伍摧毁人类炮地 兽朝里 负责指挥阻击武安卫的白星象 怒吼连连 命令动名 天河等中高级新兽 向炮兵阵地 发起进攻 挡住他们 赵新三都尉同时下达命令 而后就有特定人员 对上那些强大新兽 好好 各地新兽 就近冲击炮兵阵地 安排兽组 白星象不得不改变策略 炮兵阵地一秒不出 他们就一秒不得安宁 好好好 听到了 知道了 冲啊 兽令下达 那些低级新兽 吼着叫着 冲向各个炮兵阵地 杀 但龙下将士 肯定不会让他们得逞 严守以待的一百余万将士 立刻组成阵型 冲向兽群 然后收缩包围圈 混蛋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人来 白星象此时才发现 自己被人类包了饺子 在龙下刻意封锁下 水灵鹅惨败的消息 并没有传到白星象耳中 不然他连夜就跑了 为什么 当然是西石危机解除 你们被围了 就在这时 赵星踏空而来 一刀斩向他面门 滚 白星象怒吼一声 那长鼻子变得更长 直甩赵星而来 碰 刀鼻相遇 旗鼓相当 杀 也在此时 孙琪和朱峰突然从侧面杀出 分别使用自己的杀招攻向目标 羞羞羞 可白星象的动作极快 那长鼻子伸缩两次 相继挡下二人的攻击 马德 这鬼玩意 有点东西 攻击受阻 孙琪忍不住骂了句 哼 皮肤也妄想汗朔 白星象轻蔑一声 而后前脚猛的一踏 八星 白星阵 嗡 他双脚踏下的瞬间 地面凭空金光大圣 出现一个辅助法阵 然后白星象的站立 防御 速度 蹭蹭上涨 眨眼就提升了50% 拍哦拍哦拍哦 有了阵法加持的白星象 他那鼻子的速度更快了 他只是站在地上甩动鼻子 便挡住三人的全力进攻 马德 他竟然是阵法系的新兽 这下难搞了 网上 龙下国民见此一幕 皆是震惊不已 新兽本就强大 如果再懂阵法 越级杀敌不是问题 谁说不是 我发现江右此次的兽潮不同以往 他们不仅数量多 境界高 而且还懂得组团作战 像是被人特意训练过了一样 我也有这种感觉 他们有着部队影子在里面 不像其他秘境的新兽 只知道一个劲的猛冲 完全没有章法 难道他们有狗头军师进行培训 有 这一点我敢打包票 据我二大爷舅舅家三女儿 四侄子七大爷的外甥说 江右兽潮有着许多天和 皈依的新兽 连真灵级的都有好几头 所以 上面才说江右秘境受灾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词 思难怪 清净江南之力 快一个月还没结束兽潮 原来这么严重 各位 这些新兽懂得浅显的阵列攻势 因此大大增加围剿难度 因此有可能会失败 放屁 我龙下将士勇猛无敌 一比一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失败 就是 双方数量相同 但我们还有零能武器 拜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莫不是忘了 包围圈外还有无数新兽 对方一旦反应过来 那么我们这一百多万将士 很可能被反包围 该名网友的弹幕 让理智的观众陷入沉默 至于不理智的观众 他们则不停发着 龙下必胜之类的弹幕 他娘的 老子去灭了他 总指挥部 理性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他没想到 这头白星像藏桌了 过去的时间里 他从未展露阵法能力 以至于对他进行了错误的判断 你不能去 你去了只能击杀对方 却不能起到振奋铭心的作用 徐北堂制止他说道 理性帽子一甩 发着牢骚道 那怎么办 总不能又让李也上吧 搞得我们军中无人一样 此话一出 韩先林他们内心 被狠狠插了一刀 武安军最近的风头有点大 都快压过龙下卫军了 而这一切的原因 皆来自李也一人 不 或许是两人了 此时 直播特纵大队的画面里 夏之义 站在五百余人前面说着话 大家注意 五行四灵阵 没有战斗加成 只能持续恢复你们的伤势和灵力 以及对阵内心兽造成一点点伤害 所以 千万要小心 明白了 五百来人激动不已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就怕阵法不是辅助阵法 而是攻击阵法 然后 他们又变成了收视队 夏之义轻轻点头 接着他束手横灰 面前出现九颗颜色各异的珠子 五行四灵阵 开 手绝掐出 九颗珠子随即飞向前方各处 问 珠子到达指定区域后 五百来人脚下突然一颤 显现一直进长达三百米的采光法阵 刷 阵程之后 夏之义脚步一点落在阵心 操控阵法向前移动 好 新兽那边看到人类中出现一个阵法师 立刻有数百新兽冲来 只是 扑扑扑 第一批冲进阵中的翠体 新兽在接触到那些采光时 身体当即化作一团血物 吼吼吼 瑰临境的新兽同样不好受 他们踏入阵中后当即遭到重创 倒地哀嚎不止 卧槽 快快快 杀起来 杨发青他们见此 皆是惊呼一声 然后抡刀砍向那些重伤新兽 好 此阵法不过三星 来兽一起干他 有头玉空新兽 判断出阵法伤害 立刻叫上几头同级别的新兽 进行冲阵 好好好 杀杀杀 周围七八头玉空新兽 积极回应他 然后从四面八方踏空而来 咚咚咚 八九头新兽刚冲进阵中 就有股神秘力量 封进他们的玉空能力 全部重重摔落在地 第97章 震惊世界的夏之一 吼 有古怪 大家快撤 八九头新兽被禁玉空能力后 皆是惶恐不安 阵法伤害对他们有些是没错 但玉空能力没了 能被特纵大队五百余人卷死 吼 撤 新兽们纷纷吼着从地上爬起 准备逃离阵法 但夏之一 明显不可能留下这么大的漏洞 三星阵法的伤害上限 是玉空时角 所以 休休休 在九头新兽刚起身的时候 阵法飞出道道采光之绳 并将它们缠绕捆绑 碰 新兽被困住以后 采光之绳猛的一用力 将九头新兽牢牢固定在阵法上 吼吼吼吼 阵法有古怪 不仅能进空 还能封锁灵力 我的防御灵际施展不出来 吼吼吼 他妈的 我也是 体内灵力不能调动半分 好 要完 九头新兽在阵中疯狂挣扎 到了此时 方知这门阵法的可怕 在九头玉空新兽看来 进空 囚禁 风铃此三项 是该阵法的核心能力 至于攻击 那真是顺带的 打在它们身上 等于磨皮 阳中队 阵兴的夏之意 声音轻冷喊了声 阳发青等人明了 龙行虎步 来到九头新兽面前 接着举刀就砍 飙了它们一身的血 吼 远处 一头洞鸣新兽见此 吼叫着就冲了过来 四零 七 看到袭来的洞鸣新兽 夏之意不慌不忙掐动手绝 而后阵法符文出现变换 梦 突然 阵法东方区域 一声龙银响起 接着一头威严无比的青龙虚影出现 哦 原来阵法核心在这里 阵外 李也若有所思 看着这一幕 他知意姐姐说 阵法等级是三星 那么威力至少是玉空石翘 少一翘 都会被他称之为两星 好 正当他静静看着时 阵法的西边一声巨吼 接着有头背声双翅的白色猛虎出现 在那仰天长啸 震慑群兽 白虎出现之后 北边的玄武 南边的朱雀 也相继出现 而他们的等级气息 竟然比夏之意本人还高 全是玉空石翘 好 四灵同时鸣叫一声 随后踏空而起飞出阵法 迎向那栋明星兽 好 找死 那栋明星兽看到震灵出来拦截自己 当即一声怒吼 接着一道四星灵迹袭来 当 战场上一声钟响 只见玄武龟甲之上 散发道道金光 构成一个绝对防御 抵住所有伤害 他挡住伤害之后 另外三灵绕至栋明星兽身侧 将其包围起来 爷 震灵属性等同十星天赋 通过刚才的那一击 李也看出四灵的属性星级 那就是十星天赋 见此 李也对夏之翼竖起一个拇指 这个姐姐真的强无敌 物草 一分钟 我要这位小姐姐的所有信息 电视台那边 在看到我方战场上 也出现阵法师后 立刻切换画面 且进行了特写播放 故而 四灵的出场异常有牌面 那真是汉人心神 刷 而在江右总指挥部 龙下军务院 政务院 以及世界各地 正在观看直播的强者 皆是同一时间战起 他们与李也一样 看出了四灵的属性等级 十星 十星 他的天赋 竟然是十星 韩仙灵等人 先是愣愣出神 随后就是疯狂大喊 他们龙下一年之内 竟然出现两名十星天赋 而且看样子 还是个十星阵法师 这 惊喜太大 龙下高层在这一刻同时当机 一个十星阵法师的威力 他们很清楚 有多恐怖 可以说 只要成长起来 一人就能镇压一座新门 将那些新兽 无法踏入天阳半步 朱颜 立刻前去保护下队一 他若有失 你知道后果的 韩仙灵虎目炯炯 对在场唯一 也是龙下唯一女性统帅说道 我一直明白 朱颜郑重点头 就要离开总指挥部 可在这个时候 李也的声音 却从韩仙灵手里传出 别安排人保护 有我就行 现场沉默几秒 而后韩仙灵摆了摆手 算了 别去了 李也虽然年轻 但从最近这段时间来看 他人还是很谨慎 很稳重的 而且 对方实力也不弱 甚至有可能超过在场之人 有他在 夏之翼不太可能遇到危险 四龄围堵那栋明星兽之后 白虎阵灵一步踏出 仰天长啸 石星 白虎天剑 哄 吼声落下 动明星兽头顶 出现一柄锐利无双的 寒光巨剑 寒光巨剑破空落下 吓得那动明蹊跷的星兽 慌忙施展防御灵技 扑痴 五星天赋的他 目前属性数值为3448 而白虎属性数值 则在3250 两者差距不大 故而 当白虎专属灵技落下后 瞬间破其防御 斩其身体 死了 网上 所有人不敢置信看着这一幕 在许多人看来 无比强大的动明星兽 就这样被一招击杀 好好 我五安军人才被出 来年经费必须翻倍才行 高层会议室里 回神之后的田彪 鼓掌叫好 一张老脸 笑得满是折子 他活了一百多岁 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三军垫底的五安军 竟然在今年一军突起 连连震惊整个世界 就这个情况 不涨经费说得过去吗 哼 其他几个高层 见他这副嘴脸 皆是鄙意的哼了声 得一个什么劲 不就是运气好了点 让两个十星天赋 阴差阳错进了五安军 跟你田彪有毛的关系 十星天赋的人类 白星象在看到 动明星兽被杀后 同样意识到 夏之翼的天赋是十星 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向他 哼 所有星兽听令 斩杀那人类阵法师 他同样知道 十星天赋的恐怖 一旦到了真灵级 巨猿世界 必然被其镇压 所以 他和这上百万星兽 哪怕拼了老命 也要将夏之翼斩杀 在他的命令下 上百万星兽 放弃进攻炮兵阵地 全部向夏之翼所在 阵法围拢过来 咦 真是个奇怪小能手 见此 李也是 无比开心的 拉来这么多怪 他可以死个够啊 来吧 亲亲宝贝们 李也大喊一声 便冲向那密密麻麻的 兽巢当中 而在振兴的夏之翼 听到他的喊话时 嘴角不满地撇了撇 都没喊过我亲亲宝贝 第九十八章 夏家被吓到 洛安 夏家 这怎么可能 夏家之人 在看到夏之翼的天赋后 皆是震惊到合不上嘴 愣愣看着 电视画面里的夏之翼 一直被他们 瞧不起的小废物 竟然觉醒了 实心天赋 而且还是阵法师 我们以前那样 对之翼 他会不会报复我们 夏家小姑声音颤抖说道 连对夏之翼的 称呼都变了 以前都是 那谁那谁 这样喊着 他敢 我们都是长辈 他能怎么报复我们 夏云州瞪着眼说道 但语气非常的不足 夏之翼的脾气 有多要强 他们多少知道点 属于凡事 只让你一次的性格 比如 刚回夏家纳会 因为身体原因 消耗了不少资源 夏家小姑抱怨一句 吃这么多好东西 有什么用 还不是个病秧子 然后 他再没用过 夏家一点舞者资源 哪怕夏宴跟他说 也没用 只会一句 以后会还你们的 后来 有人说 他是吃白饭的废物 他当即就要离开 要不是夏宴好说歹说 他人早跑了 所以后来的日子里 他在夏家 干起了庸人的火 对此 夏云州他们也乐见其成 还辞退了好几个庸人 唉 不然我们主动 向他认错 然后把人接下家来 夏家老大 夏云海叹气说道 大哥 他本来就在夏家 你忘了被打的事 夏家小姑有点哀伤 看向他 当初要不是他说了句 夏家不养闲人 大家也不会刻意 针对夏之翼 那怎么办 就凭我们以前 对他做的那些事 哪怕他不计较 老爷子也不会放过我们 他老人家 本来就疼爱夏之翼 现在又觉醒了实心天赋 一旦发起怒来 祖赐地板 都有我们一席之地 夏家老二苦涩说道 想到去祠堂吃鞭条 众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劲 在那个地方被打 少说要丢半条命 等等 你们发现没有 他竟然跟李也在一起 难道跟他订婚的是李也 这时 夏家小姑猛然惊觉说道 这 众人再次冷汗直流 如果和夏之翼 订婚的人是李也 那当日 来夏家接夏之翼的人 岂不是李武 卧草啊 想到这里 众人是真的慌了 李武来他们家时 夏家之人对他各种 比义和嘲讽 什么赖蛤蟆想吃天鹅腿 又什么那来的香巴佬 敢来夏家提亲 反正战神小说里 那套比义不屑 挖苦嘲讽来了个遍 就差没把人打出去 所以 那件事要是也被夏燕知道了 他们这些人能有好过 完了 夏家老大贪坐在地上 冷汗层层 整个人慌到不行 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 嘲讽当年的长城守卫军统帅 能被作为副统帅的夏燕砍死 他们在这里惊慌失措的时候 正在洛安大学的夏宁霜 也被吓得不轻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样强 夏宁霜坐在教室里喃喃自语 夏之翼的强大 超出他想象 才18岁 就能施展阵法 斩杀洞明星兽 这种战力 直接打破洛安大学的记录 最关键的是 对方什么时候觉醒的 上个月都还是普通人 在夏家端茶倒水 怎么短短半个月不见 他人就成了强大阵法师 与他同样震惊的 还有林薇薇 看着屏幕里的那道倩影 听着耳边各种赞叹声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 夏之翼 你赢了 强大的夏之翼 让林薇薇 再没料接近李也的心思 没错 纪伯达家里破产后 他便推掉了两人的婚约 一个没了技家的纪伯达 给他带不来任何的助力 何况纪伯达那少爷性格 与李也不知道差了多少 战场之上 夏之翼成了一块吸铁石 将所有星授 源源不断吸引过来 使得他成了战场的中心 而李也呢 他干脆让星授淹没 任由那些大蹄子 把自己猜死 所以 他每隔0.9秒 就领一次奖励 死亡间隔达到 觉醒以来最密集的一次 别管那些低级星授 我们牵制天河 归异星授就行 一小时后 无数星授 始终不能破开五星四灵阵 照星他们 便不再理会那些低级星授 全力攻击白星象 这些高级的星授 而在阵中的特纵大队 手起刀落 不停收割星授性命 过去一小时的战斗成果 比他们过去几十年累积的还多 他们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过 有个阵法持续给他们恢复灵力 至于伤势 他们没受过伤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肯定不差 因为他们的灵力 都是以万量来恢复的 围间站从上午10点10分 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 这期间 双方的战斗没有停歇一秒 全都跟着夏之翼进行搏斗 他的阵法移动到哪里 战场中心就转移到哪里 然后在原地 留下大片新手尸体 李也 你腾门人哪 叫你带队冲锋 结果你就这样冲锋的 一整天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正当李也准备从地上爬起时 他手机里传来 梁民国那怒气不争的声音 我一直在啊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李也窜到半空说道 他娘的 懒得跟你鬼扯 说个重要事情 就在刚刚有只两百万的寿潮 正向我们奔来 附近友军只能挡住他们三个小时 如果三小时不能拿下白星像他们 那么此次的围间站便要宣告失败 梁民国急切说道 知道了 李也收起玩世不公的表情 而后拿出重天捡 杀向白星像 并对张宝国喊道 处长 别捡珠子了 该干活了 张宝国今天一天都没出手 相对杀星兽 他更喜欢扣珠子 所以他的后勤处捡了一天的珠子 嘿嘿 明白 张宝国将珠子收进储物手环 接着心念一动 呼叫紫电烈 啊 看守奉响卡车的紫电烈狗叫一声 脚踏雷垫来 眨眼冲进战场 轰隆轰隆 他冲进战场后 周遭不停出现雷霆 猛烈轰击那些新兽 好 紫电烈大人投靠人足了 误 肯定是 没看到他身上有着契约光环吗 好 叛徒啊 紫电烈听到有兽说自己叛徒 当即怒火上涌 他是叛徒吗 是个屁 自己明明是良情责目而欺 识时误者为俊狗 如果你们知道 那个人族少年 有多诡异和强大时 同样会丧失抵抗之心 第九十九章 幽名巨猿的猜测 李也和紫电烈 相继出现在战场后 战场局势瞬间发生逆转 首先是李也 他来到白星巷面前 三位长官 你们去别说 这里交给我 好 赵星三人也不拖沓 打了一天也没拿下白星巷 扬明立万的机会 算是没了 小小脆提好大口气 给我死 白星巷轻蔑一句 接着长鼻子 向李也甩来 看着快如闪电的长鼻子 李也随意做了个格挡的动作 然后他人 就被打飞到地上 这看得龙下百亿国民 满头雾水 话说他这么弱 为什么要去送死 是因为活着不好吗 闭嘴吧 三名都尉都听他的话 那么就说明 人家有真本事 只是我们段位太低 看不懂而已 没错 情况越反常 说明越强大 网上之人看不懂 但韩仙林他们懂啊 因为李也每次遇上新对手 都会让对方一手 他们猜测 这跟李也的天赋有关 挨打能变强 且能发现对方弱点 复活之后 李也直接从地面消失 跳跃空间来到白星象面前 贴脸放技能 时间近过 他眉心闪过一道蓝光 接着白星象头顶出现一个倒计时的描表 流光绝阵 碎甲 五道气静 火毒 点仓 扑呲 进骨白星象后 李也打出一套连招 刹那间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强大新兽振展当场 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 惊呆龙下内外 麦克瑟见此 后曹牙咬的歌之作响 似乎无法对李也进行复仇了 对方的成长速度超过他想象 卧槽 时空天赋 所以他刚才是在势敌以弱对吗 应该是 我们龙下什么时候多出这么一名强者 不知道 但妹妹觉得他很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姐妹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帅哥就觉得眼熟 我也有这种感觉 好奇怪 不是 我是真觉得他眼熟 一定在哪见过 你这么一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咦 是嘞 真的好像在哪见过 他好像是那个李也 龙文宝顶 勋章获得者 真是他 卧槽 李也强势震杀白星相后 他的身份也被广大民众知晓 龙下第五枚龙文宝顶 勋章获得者 李也 于是 龙下观看直播的数十亿青少年们 集体沸腾 他们没想到 自己的偶像不仅开车 打炮厉害 连实力也是如此的强大 很快 关于李也的信息 立刻冲上各大网站的头条 对此 安全局一阵手忙脚乱 不停请示 上边要不要撤掉热度 周政理他们思考一会后 还是摇头否决了 现在的李也足够强大 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 不然 他也不会带着未婚妻到前线了 他们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 李也实力到底有多强 吼吼 白星象首领死了 大家快逃 新兽这边 看到白星象被人打成筛子后 没了再战之心 开始疯狂逃窜 但围上来的龙下将是 成了一道铜墙铁壁 死死封住他们的退路 两小时后 西568号区域 再不见一头活着的新兽 上百万的新兽尸体满山遍野都是 流出来的鲜血染红大地 拒留成河 丁 战斗结束 本场战斗 你共获得死亡点乘23.9万 自由点乘5.6万 修为点乘7.8万 三星灵记珠乘17459 四星灵记珠乘2716 五星灵记珠乘326 六星灵记珠乘111 七星灵记珠乘16 八星灵记珠乘2 定 你单场真实死亡次数过万 达成万死不辞成就 王者灭世升级至 王者珠连 王者珠连 新增功能 你被对手击杀时 千米之内与他同级的敌人 将遭受珠连 可一次性获得该对手同级队友的所有奖励 财了 发财了 两道提示看得里也浑身颤抖 这次真发财了 智义姐姐真是她的好媳妇 才带出来就报复一波 你笑什么 夏智义轻轻落在她面前 疑惑看向咧嘴傻笑的里也 刷 里也一把搂过她 笑得更开心 夏智义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 弄得郊躯一颤 身体不自觉紧绷 这还是里也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抱她 幼儿园的不算 短暂惊诧后 夏智义笑叶如花 双手轻轻还过里也腰间 而这一幕被电视台完完全全直播出去 一时间卧草之弹幕满屏乱飞 还有许多心碎的声音 此外 两人的CP党员地诞生 可 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两位 只是拦截受潮的援军 又扛不住了 赵新若在两人身旁 神色有点不自然说道 哦 知道了 里也松开怀中 阮玉笑着硬了声 而后牵着有些羞翼的夏智义离开 人类 你们该死啊 经过数天的修养 幽冥巨员的伤势有所恢复 也是因为他在闭关修养 才没关注入侵天阳世界的事情 来人 幽冥巨员对外边喊了一声 随即走进一针灵星兽 大王 幽冥巨员点点头 问道 战事怎么样了 回大王 秘境人类开始反击我进攻兽巢 仅仅最近两日 便有近三百万狼丧命 真灵星兽忐忑回道 忽在我意料之中 幽冥巨员长呼一口气 几方真灵星兽全部战死 对方不反攻才不正常 呼的 幽冥巨员眼神一寒 命令道 传令本届各处各地 要求所有达到归零之境的儿郎应照 十天后 我要血洗人族秘境 是 那真灵星兽公身应命 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他们不进攻秘境 那么秘境就会打他们 与其被动防守 不如主动出击 这一点 是巨员世界所有星兽的共识 上次那个人族小子有古怪 不过脆体之境 却能躲避真灵伤害 想到李也的异常 幽冥巨员的大眉头皱成一团 宁眉思考良久 他脑中突然灵光一现 难道是传说中的神格之人 想到这里 幽冥巨员忍不住激动起来 因为神格可以抢夺 第100章 万神殿 天阳某地 万神殿总舵 殿主 乌德彪高座黄金大凳 左右怀中 还有俩身材妖绕 容颜角色的亮妹 台下 一个独眼壮汉 弯着身在禀告什么 殿主 石心天赋出现了 我们该怎么办 乌德彪没有回答 他食指捏了捏 揉了揉 大殿一阵移泥 指尖放到鼻尖秀了秀 乌德彪瞬间觉得神清气爽 好浓郁的奶香包味 得尽 从美女手中托盘拿起一个包子 乌德彪又秀了秀 香 奶香味的包子 就是香 一口咬下 软软绵绵 奶香四溢 好吃 来 先吃俩个奶香包子 乌德彪大手一挥 便有俩包子 一左一右 落入独眼壮汉手心 我跟你说 借包子可是今早用鲜奶发酵的 吃前捏一捏奶香更浓 乌德彪一口大嗓门说道 独眼大汉听话照做 先是彪彪捏了捏 别说手感还挺好 很解压 放进嘴里咬上一口 嘿嘿 好熟悉的味道 跟昨夜吃的 嗨嗨 吃完俩包子 独眼壮汉眼巴巴 瞅着乌德彪 没了 他打早上就做这么几个 材料有限 乌德彪缩了两下手指头说道 而后脸色正了正 问道 有没有弄清对方身份信息 弄清了 龙下人 夏宴孙女 李武未来孙媳妇 独眼壮汉 舔着嘴唇奶香回道 夏宴孙女 有点不好办了 夏之意的身份 让乌德彪感到棘手 如果是别人 他或许可以秘密 前往龙下 然后把人掳走 可要是夏宴孙女的话 身边一定有很多暗卫 一旦惊动龙下 万神殿会被疯狂报复 殿主 我有一个建议 独眼大汉 眼神瞟了瞟上 便俩美女说道 说 乌德彪左手一用力 左边那身姿妖娆的女子 便落进独眼壮汉怀里 这不得不说 她是个好老板 独眼壮汉摸索几下后 才为所说道 龙下不是有个红刀会吗 他们正求着跟我们合作 不若就将此事交于他们去做 能成最好 成不了 我们也能摘得干净 另外 扶桑松下爷子 在江又死得不明不白 有传闻说是被龙下人杀的 所以 我们也可跟扶桑合作一下 独眼壮汉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 目前借力抓人最合适 乌德彪沉思不语 思考这样做的可行性 两久后 他说道 这样还不够保险 我们可以在借助他人力量的同时 还可以这样 这样 接下来的五六分钟 大殿内全是乌德彪的声音 最后在独眼壮汉 一声殿主高明中结束 而后又传出四人奇怪的声音 夜晚 李野他们回到西池城 经过一天的战斗 有不少将士负了伤 没负伤的 也累得够呛 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 与此同时 龙下电视台晚间新闻 全程播放 解困西池和围艰新兽的事情 当民众知道 西池城不仅解除危机 还斩杀150多头高级新兽后 举国上下一片沸腾 明星不仅得到振奋 并更加团结起来 而李野和夏之义 当仁不让 成了江又战场的英雄 他们一个能镇压强大新兽 一个能辅助救治队友 被许多人认为 是完美的组合 完美的CP 灵速仙灯在干嘛 西池城外的一个山头 李野好奇 看着浮空仙灯 夏之义盈盈一笑 朱唇微动说道 巨星 灵速仙灯可以聚拢心灰 从而提升内部灵气浓度 原来是这样 你多久能踏入玉空 李野终于知道 夏之义为什么升级这样快了 原来不只是时间流速的问题 还有浓郁灵气在 在双重加持下 想不升级快都难 全力修炼的话 目前每晚有三万修为点 大概十天后 能踏入玉空 夏之义闲进回道 而后明某眨洞反问 你怎么不升级了 李野双手一摊 因为压集奖励多 如果境界提升到玉空级 能拿到的奖励十分有限 李野很想升级 但不敢 一旦升级到了玉空级 恐怕一天到晚拼命送死 也拿不到几个奖励 所以 现在是努力发展的阶段 对了 这两样东西给你 看看能研究吗 李野想起玄冰盾 和雷火漫天说道 玄冰盾是寒冰蛤蟆的传承灵技 只有六星 雷火漫天 则是系统融合的十星灵技 他身上还有一个十星珠子 叫紫光独眼 这个李野没拿出来 觉得太不贴合他知义姐姐的气质 试想一下 一个无比明艳的绝代佳人 天天眨着一双紫色眼睛放毒 想想 就觉得大杀风景 我只要玄冰盾 雷火漫天 可以拿去融合更高级的技能 夏之义接过玄冰盾说道 李野没有抢球 问道 更高级的技能 嗯 我猜测十星之上的灵技 不是灵技 而是仙法 我们倘若掌握一门仙法 新门内外将无对手 仙法 听到这两个字 李野脑海自动浮现那 神通广大的仙人 抬手间可翻山填海 疑心唤秀 对 你没发现十星灵技修炼到圆满后 似乎还有进步空间 但被一种无形力量阻隔了 夏之义微笑问道 没有 李野果断摇头 且说得很肯定 美少女不说话了 自己为什么要跟她讨论这个 嘿嘿 你别跟我说武学上的事情 我是真的不懂 如果没有明目单 我这辈子还不知道 能不能完全掌握一门十星灵技 李野挠头说道 她是有八千三百的灵性不错 但悟性这一块真没办法 现在的状况就是 有人教她学得快 没人叫则抓下 所以她无法像夏之义那样 可以自创 以及提升星际等级 夏之义深深看了她一眼 然后束手捧住李野的双脸 以后有我 她突如其来的温柔和认真 让李野内心咯噔一下 被聊到了 看着近在眼前的粉黛佳人 李野喉咙不自觉滚动一下 双手也不自觉揽住对方纤细腰肢 然后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嗯 李野还是主动了 主动亲上了对她蓄谋已久的知义姐姐 也主动推进了两人的关系 第101章 重天减新能力 三天后 夏之义成功踏入归零之境 比李野整整高出一个境界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自那晚初吻拔死以后 李野两人越发甜腻 看得特宗大队500来人 酷甜酷甜 弄得有媳妇 女朋友的 每天必须联系数次 没女朋友 媳妇的 则是天天托家里人帮忙介绍 他们要求不高 只说 能有夏之义十分之一 优秀就行 结果被家里人对一句 你还是担着吧 嗯 全面进入热恋阶段的夏之义 与李野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笑得温柔 笑得甜蜜 没丝毫的清冷 当然 在别人面前 他依旧是冷若冰霜的 清冷到站他身边 要贴满暖宝宝 好 李野点头 随后调出夏之义的属性面板 姓名 夏之义 天赋 石星 神选者 预备神灵 境界 归零一翘 6586-3000 力量 16360-21400 体格 16360-21400 速度 16360-21400 灵性 16720-21400 灵力 167.2万 214万 我在归零一翘的时候 属性上限应该是22400 所以之义姐姐比我少1000 这样的话 家庭地位应该稳住了 李野看着夏之义的属性面板 内心一阵嘀嘀咕咕 且偷偷拿自己做了对比 系统 把我媳妇的点数加满 记住是加满 别给我赏 你属性没他高 嘚瑟什么 系统弹出的提示 先是让李野愣了下 然后就把他气到牙痒 很好 智障系统开始会对人了 丁 你花费244800自由点 加满羁绊女友属性点 丁 当前剩余自由点 386318 感知体内增长的属性 夏之义嘴角微眠 看向李野 如果自己强推他 他应该反抗不了吧 你在这里适应一下 我也该提升一下实力了 李野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被系统对的他准备回去提升实力 听到李野要回自己房间 夏之义翘脸一垮 不开心道 还没亲 嗯 李野动作一致 回头再看夏之义时 只见他小脸委屈巴巴的 模样很是可爱 好 亲 李野灿烂一笑 然后将他揽入怀里 低头亲了下去 一分钟后 李野弯着腰离开夏之义的房间 你问他为什么弯腰 当然是怕断了 这样下去不行啊 回到房间 李野嘀嘀咕咕一声 觉得再这样下去 会受性爆发 可两人关系才确认不久 进展太快 会不会不好 万一被认为是个色皮 又该怎么办 大冬天洗了一个凉水走 冷到瑟瑟发抖 那什么也眼气息鼓了 你是不是有点弱了 看看人家灵速先登 又能攻击 又能聚星 还有独立修炼空间 你说你除了重 还有什么 被窝里 李野蒙头抱怨 崇天简 他不会说话 也听不懂人话 不然一定会出来大吵一架 算了 是时候激活你的第二劫了 系统 激活他 定 你消费十万死亡点 获得开灵符 可用于对崇天简开灵 定 开灵符自动使用 崇天简可洗练第二能力 又要十万自由点 看着只是点亮 而没新增能力的崇天简第二节 李野剑没忍不住一咒 定 是的 买 李野咬牙说出这个字 定 你消耗十万自由点 获得一张开光符 神仙大佬爷们 保佑我洗出了好东西 李野双手合掌 对着天花板神圣叨叨数秒 然后将开光符贴在崇天简第二节 咔嚓 星域某处有颗星星裂开 差点报废 好不容易诞生的神格 突然就没了 该星星 我去年买了的表 阿T 马德 谁在骂我 李野揉了揉鼻子 继续盯着发光发亮的崇天简 希望能洗出个好东西 盯 开光成功 崇天简第二节 获得新能力 会星 会星 攻击时 有10%概率 打出双倍伤害 这这这 暴击 李野没想到 游戏里最常见的暴击 会出现在崇天简上面 他算了下 如果施展满状态的 点仓触发会星 那么总伤害将高达20多亿 鸡身真灵之烈 还有谁 李野钻出被窝 高举崇天简 意气风发 今后遇上真灵 也能轻易斩杀 不必像砍松下爷子那样 需要借助外力和阴谋 不然把第一节的士灵给洗了 有点弱呀 冷静下来后 李野看着第一节的士灵 有点不满意 随着对手的段位提升 100点的灵力消耗 威胁不大 再来一张开光服 思考几秒钟 李野还是准备洗掉 丁 你消耗十万自由点 获得一张开光服 开光服 出现在李野掌星 然后 老规矩 合掌祈求神仙保佑 于是 刚才那颗裂开的星星 彻底裂开 莫名其妙 四分五裂了 该星星 等我重新聚拢 哇 重天俭一阵光滑显现 提示随即出现 丁 洗练成功 重天俭第一节 获得新能力 天威 天威 天威浩荡 谁敢高高在上 封禁敌方 一切欲空 跃迁能力 范围 一千米 疼 李野豁一下坐直 满脸不可思议 看着重天俭的新能力 如果我带着他去秘境入口 岂不是可以卡住新兽 南乡秘境入口大小刚好千米 如果李野带着重天俭去那守着 那么所有新兽 都只能爬着进出秘境 要是再安排一只强军助手 那么能将秘境所有新兽封死 嘿嘿 和王者朱连 简直是绝配 李野脑海浮现一个想法 那就是 去秘境出入口 疯狂送死 念及此处 心情激动到无法自持 他翻身下床 敲响夏之翼的房门 怎么了 房门打开 夏之翼便看到满脸激动的李野 你的仙灯呢 李野反问道 这里 夏之翼迷迷糊糊 拿出灵速仙灯 李野欣赏他几秒钟 又问道 你进入仙灯内部 我能带着他空间跳跃吗 夏之翼玩耳一笑 肯定道 可以 那就好 我们去秘境入口 听到这话 夏之翼脑袋歪了歪 秘境入口 对 我的重天俭有了新能力 第102章 前往秘境入口 李野讲述完自己和重天俭的新能力后 腰间挂着灵速仙灯 一闪一闪 向秘境入口而去 至于他为什么要带着夏之翼 前往秘境入口 当然是怕好看的媳妇 被人掳走 这种桥段 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视剧里 男主前脚刚离开 后脚就有人把女主掳走 然后就是漫长且狗血的 就欺剧情 比如 反派问你要媳妇吗 要 捅自己两刀 好的 结果 扭扭捅自己两刀 不仅不能换回媳妇 反而被小反派 极尽羞辱 李野虽然不怕捅自己几刀 但是 能不捅刀 为什么要去捅 又没奖励 所以 把媳妇挂腰间最稳妥 谁来了 也抢不走 西施称 某下谁道 老大 人跑了 是不是我们的行踪被泄露了 一胸口 闻着两把红色刀子的街溜子 神色紧张 向红刀会老大 刀无命报告说道 不可能 消息是通过洛安大家族获取的 不可能被泄露 刀无命摇头否认 那是巧合 街溜子眼珠子乱转 觉着此事没这样简单 夏之义作为天阳世界第一个实行天赋 身边的安保肯定很强大 所以当得知有人要加害他时 必然会立刻转移 只可惜 街溜子想多了 这真是巧合 夏之义也不是第一个实行天赋 肯定是这样 有没有找到李也 刀无命问道 没有 我们的人看到 他往城外去了 城外 哪个地方 好像是秘境入口 不知道去干嘛了 刀无命陷入思考当中 据他所知 夏之义和李也几乎沾一块 不太可能分开 难道被人截足先登了 刀无命怀疑 夏之义被新兽抓了去 所以李也才前往秘境入口 老大 这时 又一个小喽啰急冲冲跑来 什么事 老大 安全部有动作 他们正派遣高手 向西石城急行而来 好像出了什么重要事情 听此 刀无命得意一笑 看来我猜对了 夏之义一定是被人抢了先 他看向满下水道的红刀会高手 立声命令道 全体都有 跟我去秘境入口 是 百十来个红刀会精英低声应答 而后跟着刀无命 乔装成龙下将士 开着一辆运兵车向秘境飞去 西石城另一条污水管中 同样有着一群人 巴嘎 你弟是说 夏之义跑了 扶桑第三大高手 锦边太郎意外说道 嗨 一身忍者装的小巴嘎 点头回道 你的大大弟 马路野狼 锦边太郎气到狂山小巴嘎好几个嘴巴子 略微消气后才问道 知道去哪里了吗 小巴嘎顶着红肿的脸 眼神闪烁说道 可能被新兽抓了去 李也正向秘境方向追去 有些 你爹不是太马路野狼 锦边太郎满意地点点头 而后对上白手下命令道 跟低我走 于是 他们也乔装成龙下将士 开着一辆车 向秘境入口飞去 几分钟后 龙下安全局高手 火急火辽赶到西石城 正想对红刀慧和小巴嘎 采取抓捕行动时 却发现人跑了 这期的安全局长 陈鹤连回两座下水道 走 我们也去秘境入口 嗯 第三拨人没有乔装 他们是这儿八斤的龙下将士 所以大摇大摆开着车离开西石城 而这一切 李也完全不知道 他敲咪咪来到秘境入口附近 然后仔细打量那里的情况 只见秘境周围 有着一座兽营 往来间 还有不少新兽巡逻 则则 要不是将有情况危急 早该来这里送死的 李也不是没想过 窜进秘境送死 但先前的他 实力有点弱 也因为他的确能帮到不少忙 所以才没跑到这里来送死 自己能安稳度过十八年 接赖龙下将士的守护 所以他做不到 只图自己强大 而放弃他们 风云神将 你在这里 守着之意姐姐 我去前边浪一下 李也喊出风云神将 让他保护夏之意 是 风云神将硬答一声 而后身形没入空气当中 李也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 接着将灵素仙灯埋了进去 然后做好伪装 灵素仙灯内 夏之意看见他的举动 银哑咬得咯咯响 他有点明白 搓衣板的含义了 哪有把媳妇埋图里保护的 听也没听说过 嘿嘿 完美 对于自己的伪装技术 李也还是很满意的 看看 跟挖坑之前样子 没有任何区别 刷 意念一动 李也闪现来到秘境入口 好 人类来了 他刚一出现 就被驻守此地的新兽发现 然后整个兽营一片响动 上万达到育空级的新兽 将李也团团围住 泽泽 果然财大气粗 这么多钟高级新兽 庞大的育空新兽团 让李也非常的满意 只要死上一轮 少说几万三四星的珠子 人类 你好大胆子 竟然敢擅闯我借入口 负责此地安全的指挥兽口吐人言 怒视李也 哼 李也冷笑一声 静止杀向他 不自量力的楼野 见李也袭来 金刚元直立而起 一巴掌拍向他 碰 李也接触到那一米来大的手掌时 身体当即被拍成血雾 定 你被八星 归一石翘 金刚元拍死 死无全尸 获得死亡点成五九 自由点成四七八 修为点成三万 八星灵记珠成三 传承九星灵记 狂暴成一 四 意识深处 李也倒抽一口凉气 大猩猩有点猛 没施展任何灵记 却一巴掌将他拍成血雾 哦 原来狂暴是 被动加持技能 可提高一倍普通伤害 九十秒后 血雾状态下的李也 巨荣成形 重新站在金刚元面前 你 金刚元瞳孔一缩 这人怎么活了 李也邪魅一笑 时间禁锢 套餐 在他惊恐之际 李也一口气施展所有能力 叮叮当当 遭受打击的金刚元身上 火花四射 被动防御灵记挡下九成以上的伤害 哄 点仓强大的冲击力 将金刚元打飞百米之远 而后 砸出一个巨坑 噗 落地大金刚口中疯狂吐血 身上还有十个血窟窿 不停躺着血 嗨嗨 好强 金刚元没有想到 以防御著称的他 竟然被人一个照面打出重伤 且还有持续伤害附着身上 刷刷 重新套上几个盾 他对被吓到的星兽们大声喊道 放烟花 摇星兽 咻 一朵金色巨猿烟花升空 照耀三千里远 随后 秘境内外风起云涌